数百年前,地心灵气复苏 不同维度的变异巨兽 给予天地灵气大肆入侵 危急关头,觉醒了天赋的异能者们 拯救人类,开启了异能时代 第一 升华系统融合 一,灵感升华为S,感知 提取成功,获得S级技能恐惧操纵 苏白宇意外获得升华系统 创建了举世震惊的SSS异能组织 第一章,升华系统融合 百年前,地心灵气复苏 无数的异兽,给予天地灵气 穿越维度而来 在异兽面前,人类弱小得如同蝼蚁 危急时刻,觉醒天赋异能的人组们 拯救了人类,同时也开启了异能时代 算卦,算卦,找人找物找小三 统统可找我苏半仙 算得不准不要钱 三福天,苏白宇穿着灰色古朴大褂 戴着一副圆形墨镜 桌前立着神算两字的招牌 激情地吆喝着 虽是整年最热的月份 但因灵气所致,最高温度也就三十度 街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 算命的,我儿子丢了 能不能帮我找找 苏白宇放下扇子,微微拉下墨镜 眼神上条打亮面前这位焦急的贵妇 而后将墨镜重新推上 伸出五根手指道 挂金,五百能源币 那贵妇也不是差钱的人,立马答应道 好,要是能找到 再给你五百 苏白宇眼前一亮,多给五百个能源币 那可是一个月的房租 清了清嗓子,拉了两手袖口 故作深沉问道 您儿子有什么特征 深沉八字说一下 贵妇抿着嘴,醋眉想着 嗯,白色的毛 白色的,毛 你确定是毛 苏白宇握着笔 透过墨镜,震惊地看着贵妇 对啊,白色的毛 眼睛大大的,鼻子长长的 喜欢啃特别大的骨头 深沉八字就不知道了 听着贵妇描述完 这才知道,原来丢的儿子是条狗 苏白宇两手平放桌上 闭眼冥想 用出他的一级技能 灵感 片刻后 张口说道 您儿子在西城区一片 具体位置 天机不可泄露 说完后半句话 苏白宇假意劳心废神 捂着脑袋 只有他自己知道 这可不是天机不可泄露 是他的能力 只能到这个地步 贵妇听后 从包中拿出一袋能源币 放在桌上 临走时 嘴里还喊着 要是找到了 必定回来中线 苏白宇墨镜一摘 急切地打开钱袋 里面泛着光运的能源币 尽收眼底 眼睛都快要变成钱的模样 一 二 三 四 嘿嘿 一共五百能源币 一个不少 这比我去野外捡材料 赚得快多了 将桌上的钱袋 小心翼翼地放入怀中 满意地拍了拍 又重新把墨镜重新戴上 有了第一个客人 这次吆喝得更加卖力 算卦 找人找狗 算得不准不要钱 声嘶力竭地喊了半天后 嗓子都快冒烟了 也没来第二个客人 臭算命的 不知道在这条街摆摊 要给旁爷交保护费吗 刚打开水壶的苏白宇 转头看去 三四个小混混造型的人 走了过来 此时 远处也跑来一人 正是之前丢儿子那位 您算得真准 不愧是大师 我儿子就是在您给的方位找到的 给您谢金 贵妇又掏出钱袋 里面散发红色光运 这种方形的耐元币 一个能抵之前一百个 里面足足有十张 一千能元币 苏白宇一边点头 说着不客气 一边目不斜视地 看着能元币 啪 旁风用力一拍 桌上的钱袋 被震得零零作响 玩味地笑道 看来你算得挺准啊 你算算 我能不能一拳给你打住院 苏白宇白了一眼 免费送你一挂 我看你硬堂发黑 三天之内 必有血光之灾 咔 旁风不知何时手如虎掌 一掌拍碎了桌子 上面还有三道长长的肘痕 苏白宇惊愕地看向他 幸亏能元币收起来了 不然散落一地 可是不好捡 愣神之际 旁风硕大的虎掌 向苏白宇袭来 无奈被打得翻滚在地 旁风举起拳头戏虐道 我觉醒的 可是变身戏的地级异能 剑齿虎 你要是识相 喊我一声爷爷 我就饶了你 苏白宇缓缓起身 擦了擦嘴角的血 你刚才让我喊什么 旁风笑道 爷爷 唉 没有其他话语 苏白宇轻声答应着 旁边围观的行人 都忍不住笑出声 旁风脸色更是这样的通红 你特么找死 叮 升华系统开始融合 融合成功 赠送宿主一次高级升华 检测到可升华技能 是否升华 苏白宇下意识地选择了事 一 灵感升华为S 感知 就在旁风虎掌 要落在他的脸上时 下意识地向右一躲 竟然被他躲掉了 旁边的人 都以为要一掌结束战斗 甚至都准备叫救援队了 没想到 苏白宇竟然躲过了迅猛的一击 刚才那是什么 升华系统 我的异能 好像提升了 一切发生得太过迅速 大脑来不及思考 只听到脑海里 出现机器一般的声音 旁风拍了个空 这更让他气急败坏 转过身 压低身子 准备下一次进攻 就在旁风刚要出手时 苏白宇突然感知到危险信号 在出手时 他轻轻一歪身子 又躲过了 这下 围观的人炸开了锅 比 剑齿虎还快 这是什么异能 这 剑齿虎的异能这么垃圾吗 不是异能垃圾 是进攻被看穿了 我看这个小伙子 至少是B级的视觉异能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声 旁风眼中瞪出血丝 苏白宇此刻还在震惊中 久久不能平静 曾经的异级异能 灵感 只能粗略地感知 现在一跃变成了S级技能 感知 甚至能精准地 感知到危险信号 刚才几次躲闪 消耗的精神力 也让他有点吃不消 必须尽快解决掉 苏白宇眼神一变 细虐地笑着 伸出手掌 挑衅着旁风进攻 作为西街有名的恶霸二代 当众让他下不来台 旁风直接失去理智 嘶吼一声冲了过来 苏白宇看准时机 身形一动 躲过攻击 顺势抓起地上断裂的木板 砸了下去 木板砸中旁风的脑袋后 碎成树块 身体也开始晃晃悠悠 苏白宇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手边有什么 就照着旁风狠杂 酒瓶 木板 苹果 磷 一直到旁风的双手 变回人形才罢手 苏白宇拍拍双手 拿起地上五张能源壁 我说 你有血光之灾吧 挂金五百 不免费了 第二张 开学 S极易能碾压众人 精神力消耗得太严重 要是现在倒在这里 保不齐会被旁风的人报复 苏白宇硬撑着身体 将能源壁揣在怀中 走回出租屋 当他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 苏白宇活动一下身体 躺在床上 回味着昨天发生的事 系统 心念一动 一道蓝色的光影 出现在他的面前 左边的格子上写着提取 右边写着升华 升华的格子下 还有一个灵写在上面 苏白宇刚要伸手触摸 就从光影中穿了过去 不禁发问 这是怎么用的 第一 升华系统为您服务 您可以提取物品 加入升华系统 让升华系统为您提升品质 怎么升华 需要消耗升华值 初级100升华值 终级1000升华值 高级1万升华值 击杀妖兽 会获得不同的升华值 S级异能 感知 让他知道 这不是在做梦 研究了一会儿后 苏白宇基本知道了怎么使用 眼中充满炙热 我的人生就要改写了 糟了 今天开学要迟到了 一个鲤鱼打挺 从床上站起 昨天睡觉没脱衣服 也省了不少时间 苏白宇迅速地跑到楼底 一个侧身飘移 来到了他的跑车 猛灯125旁边 帅气地扫堂腿 直接跨在上面 双腿一用力 伴随着当啵啵的声音 迅速地穿梭在街道中 这辆汗血宝马 从苏白宇第一次 去野外捡材料时 就跟在身旁 如今已经三个年头 上面大大小小的汗点 让自行车 看上去像是长了肿瘤一样 用一句话形容就是 除了车铃不响 剩下哪都响 这次开学 是整个学习生涯 最重要的一次 在放假之前 学校给每个学生 发下异能识 让学生用一个月的时间 来觉醒 觉醒异能的人 才能继续被培养 没有觉醒的 只能提前毕业 开学时有测试仪式 为了保护学生 仪式开始 就要封闭校园 必须赶在关闭校门前到达 一路上风驰电车 松垮的脚撑子搭拉着 不断地与路面摩擦出火花 能骑着这个东西出来 路人想不注意都难 你们看 那自行车一变了 哈哈 骑这么快 赶着投胎啊 加油啊 超过前面那辆跑车 苏白宇没时间里这些人 看着手表上的指针 还有五分钟 为了能获得学校的资源 脚下蹬得更卖力 本就剩下不多的踏板 猛的一用力 又碎了一块 三分钟后 快了 看到学校了 隐约看到了 写着蓝铃的牌匾 像是打了鸡血 脚下蹬得更卖力 即将抵达校门口时 苏白宇直接跳下自行车 利用惯性甩进校门 猛灯125 此时也在空中飞翔起来 在短暂的滞空后 撞向学校的围墙 车铃也在撞击的那一刻 奇迹地嚎叫起来 门口的学生们不禁大笑 你们看 这人自行车爆装备了 同学 用不用我们 帮你抢救一下座棋 苏白宇揉着屁股站起来 看着满地零件摇摇头 哎 寿元将近 就不活了 看了看手表 仪式也差不多开始了 众人一同走了进去 操场上 一个十米乘十米的方台中央 摆放着侧式金石 老师们站在方台两侧 台下各班的队伍已经排好 苏白宇找到自己的班级 站在后面 哼 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看去 是隔壁班的叶宇成 叶哥觉醒的可是 雷电异能 至少是A级 识相地赶紧滚回家去 苏白宇白了一眼 旁边的狗腿子 便转过头 同学们一个个被叫到台上 目前天赋最高的是 六班庄然 变身系B级异能 连右 下台后 不少同学都围在他的身边道贺 老师清了清嗓子 照着手上的名单念出 叶宇成 被老师叫到 还没等测试 下面一众狗腿子 就开始提前恭喜 叶哥牛呗 叶哥天赋绝对是第一 旁边叶宇成的迷妹 举手高喊 叶宇成 叶宇成 叶宇成胸有成竹地 走上测试台 把手放到测试水晶 将异能力注入 刹那 测试水晶 闪出紫色光辉 上面隐隐浮现 雷电形状的符文 是A级雷电异能 A级天赋异能 牛呗 听说去年天赋最高的 也是A级技能 台下炸开了锅 都在讨论叶宇成的异能 旁边老师也点头道 不愧是叶区长的儿子 不错 叶宇成张狂的笑容挂在脸上 细虐地看着苏白宇 一年前在普通班时 沈静渊转来学校 无数的仰慕者前来追求 叶宇成也是其中一个 但都被他冷眼回绝 唯独对苏白宇 却一盏笑颜 这让叶宇成内心变得扭曲 随时随地再挤对苏白宇 下一个 苏白宇 苏白宇被叫到 旁边一阵起哄的声音 笑吧 笑吧 现在笑得有多开心 一会脸就被打得多疼 慢慢悠悠走到台上 将双手轻轻放在测试水晶 心念一动 异能力量传到水晶 刹那 透明水晶变成亮眼的金色 操场上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知道 金色代表什么 S级异能 他竟然是S级异能 会不会测试水晶 出错了 刚才还在 沾沾自喜的叶宇成几人 双眼惊恶地盯着苏白宇 这是真的 不可能 转头看向前方的沈静渊 他正满脸笑容地看着苏白宇 凭什么 他怎么会是S级异能 苏白宇父母被异受所害 依靠野外拾取材料生活的人 现在一跃成为S级异能者 让叶宇成的内心极度不平衡 不仅是同学震惊 就连站在台上的五名老师 也同样张大了嘴 两年没出现S级异能了 快去通知校长 苏白宇双手交叉 扶在脖子后面 吹着口哨回到原来的位置 回去后 还特意看了一眼叶宇成 后者攥紧双拳 脸色难看的 好像吃了什么东西一样 第三章 提取异能物 随着最后一人测试完毕 这一届的测试大会 也落下帷幕 作为华运商行老板的女儿 沈静渊也同样觉醒了 A级异能 寒冰 除此之外 大部分的同学都是C级 D级 B级也有少数人觉醒 而A级只有叶宇成和沈静渊觉醒 S级 整个年组更是只有一个 就是苏白宇的精神异能 感知 大会结束 没有觉醒的人 只能去领毕业证 提前结束在这的学习生涯 操场上的人逐渐散去 苏白宇也去收拾猛灯125的残骸 这回怕是修不好你了 升华值加一 突然蹦出来的提示 让他猝不及防 怎么加的 收拾零件 苏白宇诧异地站起身 升华值加一 突然增加的升华值 让他满脸问号 眼光扫去 发现车铃掉落的地方 有蚂蚁在爬 难道是蚂蚁 带着疑问 苏白宇一脚踩下 升华值加9 真是 苏白宇兴奋地蹦起来 疯狂地踩地上的蚂蚁 旁边的学生猝着眉 倾斜着身子看着他 他在那跳舞 是不是觉醒S 急易能疯掉了 长得还挺帅 没想到精神有问题 我本来还想加他好友呢 对这些质疑的声音 苏白宇不以为意 还在自顾自地踩蚂蚁 升华值加3 升华值加5 短短十分钟 升华值从零增长到了358 这样太慢了 诶 有了 苏白宇跑到学校外的商店 买了一桶汽油 此刻围观的人围成一个圈 要看这刚觉醒的S 急易能天才要干嘛 汽油缓缓倒入蚂蚁的洞穴 引出一条汽油的轨迹 擦 点燃的火柴扔了过去 他疯了 老师呢 苏白宇要烧学校 快去叫人 火柴接触汽油的那刹那 火焰冲得比人还高 升华值加134 升华值加342 升华值不断地在增加 很快就增长到了11241 让开 让开 后面一个穿着黑色净装的男人 跑了过来 只见他双手交叉 从手掌处发黄色沙子 刚才冲天的火焰 很快就熄灭了 你是哪个班的 苏白宇左手摸着后脑勺 谷老师 我刚才是在面蚂蚁呢 蚂蚁把树的营养给抢走了 你看这树 不 好 说完后半句话 手指着刚才的树 那棵树已经被被烧得焦黑 还敢狡辩 跟我去教导处 谷老师一双大手 拽着苏白宇的衣领 走向教学楼 到了教导处 谷森用力一甩 说 为什么烧学校 老师 我真是在为学校的环保族贡献 就在他还要辩解的时候 屋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谷老师 咱们学校今年出了S级的天才 未见其人 先闻其声 那人猛地推开门 一眼就看见旁边的苏白宇 就是他 S级异能 谷森转过头上下打量 他 赵老师 他刚才差点把校门给烧了 赵明短暂沉默 随后道 谷老师出手 肯定没出什么大事 稍微惩戒一下就行了 S级天才 已经两年没出了 谷森深沉地看着苏白宇 赶紧去把你的杰作恢复原样 苏白宇道谢 溜出教导处 来到刚才的创作现场 谷森用异能锁化的沙子 已经全部消失 焦黑的树直挺挺地立在那 地面也被烧得躯黑 重新把土翻上来 竟然还有蚂蚁在爬行 顺着蚂蚁出来的洞 一直向下挖 以后也还活着 嘿嘿 资源要循环利用 你们要好好休息哦 用了一小时 躯黑的地面被重新翻新 熏黑的墙面也被清理干净 苏白宇带着一万多的升华值 走出校门 双脚刚踏出门口 感知令他心头一紧 下意识向后翻滚 啪 就在刚才的位置 地面碎裂 要是打到身上 至少重伤 顺着轨迹向上看去 杀手早已消失 苏白宇眼神凌厉 幸亏有 感知 是谁 怀着坠坠不安的心 快速回到了出租屋 砰的一声 将房门关紧 我现在有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一升华值 感知 暂时不需要升级 要不要弄一把武器 躺在床上闭目冥想 突然 苏白宇眼前一亮 系统不是还有个提取吗 不知道能不能提取异兽的能力 提取需对方无意识 重新换了一身衣服 又在道具店买了个面具 上午那个杀手没成功 肯定还会再次出手 穿过一条条街道 来到了出售异兽的店铺 这种出售的异兽可以训养 协同主人作战 也可以当作宠物来养 小伙子随便看 我们这异兽 是整个照天室最好的 苏白宇点点头 一个个看着笼子里的异兽 提取 试探性地对吞火蟒提取 在升华系统的面板上 一个火红的球体 出现在上面 F级 耐火 看着提取出的异能 苏白宇无比兴奋 不过 F级异能 属性也不是很好 摇摇头 走到下一个笼子前 揭开上面的黑布 一只浑身飘着 白色雾气的鸟关在里面 提取 白色的异能球 出现在提取栏 刚才的耐火 出现在提取栏左边 竟然能保存 不会随着下一次提取消失 云雾鸟的异能提取完毕 地级 控雾 苏白宇蹲在地上 用手扶着下巴 自然系异能 等级也还行 再往后看 都是些受灵气一变的普通动物 地级的 控雾 已经是这里面最好的了 苏白宇站起 刚要走 诶 小哥 不买一只吗 老板走过来道 你这的都太弱 见他也不想买 老板没好气地诱导 弱 要强的 你去斗兽场啊 那的强 小心翼兽反射了你 没再跟他争辩 反正已经得到异能了 随他怎么说 躲到无人角落 呼出升华系统 毫不犹豫地 将控雾放入 升华 白光闪烁 白色的异能球更加浓郁 D级控雾升华为S级云屯物级 系统提示完成 苏白宇伸出手 升华栏中的异能球出现在手上 真神奇 心念一动 异能球进入身体 第四章 异兽入侵 白雾英雄 就在苏白宇感受体内新的异能时 好 一声震天嘶吼 搅乱了街上的秩序 是异兽 快跑 大家有序撤离 不要拥挤 穿着执法对制服的男人 极力维持秩序 但收效甚微 拥挤的街道 人群都在不顾一切地向前奔跑 即使踩着被推倒的人 也没有停下 异兽双翅一挥 巨大的锋利将防炎掀起 快通知守护者 在异兽面前 没有异能的人类如同牢蚁 苏白宇看着手心出现的一团白色雾气 用力一钻 月牙一般的微笑 在面具下浮现 不知道我这S级异能有多强 人群中 苏白宇戴着面具反方向跑去 在距离一瘦20米范围时 白雾逐渐生成 从下到上一个称怒金刚的形象出现 是守护者 这是哪位大人 这位大人的异能好帅 刚才还在推散的人群 在看到苏白宇造出的称怒金刚后 逐渐平静 纷纷掏出手机 拍照 录像 巨大的称怒金刚与裂风者平齐 一把抓住他 还在吼嚼的嘴巴 裂风者的爪子 不断撕破称怒金刚的身体 但下一秒 又有新的雾气补上 双翅拍打出的飓风 也不能完全打散 可白雾没有实质性的攻击力 随意撕扯 就能打散躯体 苏白宇紧皱眉头 看来白雾的攻击性有点弱 偏辅住了 维持称怒金刚的形象 耗费相当大的精神力 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滚落 不行 这金刚太耗费精神力了 必须找到异兽结晶 与野外的异兽搏斗三年 苏白宇掌握了诀窍 异兽体内的能力 靠异兽结晶维持 只要击碎或取出结晶 就能削弱异兽实力 苏白宇闭目 用S级异能 感知着结晶所在 陡然睁开双目 一脸不敢相信地看着他 竟然在哪 白雾包裹断裂的木头 飞速地冲向裂风者屁股 刺痛感 让他狂暴地释放更强的锋力 一根不行我多送你几根 数十根尖锐的长木 冲向同一位置 绿色的血液喷溅而出 但显然 他低估了眼前的异兽 裂风者双翅一挥 飞到天空 口中凝聚的锋力不断盘旋 碰 风暴冲击向下方四面 周遭的楼房悉数倒塌 平整的路面 被砸出两米的深坑 这东西竟然这么难缠 苏白宇稳住身体 白雾的力量太过分散 才没有攻击性的吗 消散瞠怒金刚的形象 转而在手中凝聚一把一米左右的剑 不断压缩白雾的力量 融入剑身 苏白宇大口喘着粗气 几乎达到他精神力的临界点 眼神一冷 瞄准易受结晶所在位置 千年杀 控制着飞剑 眼神死盯着目标位置 只见飞剑刺入裂风者身体 从头穿出 然后消散在空中 裂风者双翅一软 坠落到地上 成功了 结晶被飞剑粉碎 苏白宇跑到坠落点触摸到他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C级异能飓风 升华值加3000 解决掉异兽后 苏白宇回头看向人群 人群爆发出震耳的掌声 大人 英雄看镜头 人群见裂风者不再嚎叫 大胆地冲上来 用手机对着苏白宇 请问您的异能是什么系 之前您召唤的金刚形象 为何又取消 您是哪个组织 苏白宇扶住面具 声音压低 英 还没说完 身体不受控制的瘫软 巨风 用出最后一丝力气 让锋利带着他躲开人群 冲回出租房楼顶 剩下的围观群众一脸蒙圈 英 那是什么组织 没听过啊 一群人对着还没说完的话 不停猜测 苏白宇本来是想说 隐藏在市井的英雄 但还没说完 精神紧绷的那根弦 就要锻炼 为了不被拆穿身份 这才返回 正在看电视转播的人 都被使用白雾的异能者惊艳到 这也太帅了 竟然能将异能开发到这种地步 看着异能的使用 绝对是个狠角色 怎么没说完就走了 从楼顶返回出租屋 苏白宇躺在床上 打开电视 上面正报道着白雾英雄 手机的帖子上 白雾英雄的话题 也被顶到了第一 点开最热的一条帖子 上面写道 我是红莲工会的会长 看他对异能熟练的运用 至少与异能磨合了三年 另外 我们红莲工会的大门 永远为他敞开 下面有数万条的回复 没错 能将白雾开发到这种地步 不会默默无名 但我看白雾所造的金刚形象 不具备攻击性 楼上没看后来的那只剑 应该是有特定的攻击方式 看着网上讨论白雾 不断猜测 是哪个工会 哪个组织的 这让苏白宇不禁咧嘴大笑 要是让他们知道 是刚获得的异能 会不会炸开锅 白雾所造的形象 虽然气势惊人 但异能还是有缺点 软绵绵的 打不死异兽 异兽也打不散打 需要消耗的精神力 也很大 但异能潜力还算不错 关上手机 换出升华系统 此时还剩一颗异能球 放置在提取栏旁边 F级耐火 这个异能不能说很差 只能说鸡肋 任由耐火 躺在系统中 转而钉上 飓风 要不要升华一下 看着C级的异能 苏白宇先是用了一次 初级升华 系统中流光闪动 最后异能 竟然丝毫没有变化 怎么回事 C级升华到B级 需要1000升华值 我靠啊 你之前不告诉我 升华值还给我消耗了 你没问 系统冰冷的声音 飘荡在脑海 真高了 看着还剩下的 3100多升华值 苏白宇眼中 闪出精明的亮光 随后 对着C级技能 用了9次初级升华 最后一次 升级的提示音传来 C 飓风升华为 B 狂风 看向系统中 出现的异能显示 笑了起来 没想到还真成了 原来升级需要的 是为异能 求注入升华值 并不是特定 哪种等级的升华 第五章 吊打夜宇成 昨天的骁勇 做骑汗学宝马 已经不幸牺牲 苏白宇早早地起床 准备步行去学校 太阳当空照花 对我笑 小鸟说 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上炸药包 清晨的冷意完全散去 苏白宇也到了校门口 看着昨天的案发现场 还是不由地兴奋起来 蚂蚁还剩下多少 苏白宇忍不住上前观看 喂 抬头看去 正是昨天抓他 带到教导处的古森 你还想放火 苏白宇摸摸头发 没有 古老师 我就随便看看 古森看了眼他 冷哼一声走出校门 还是冲动了 昨天搞出的动静太大 学校这么大肯定 不止这一窝蚂蚁 苏白宇吹着口哨 游荡在围墙 树林之中 黄天不负有心人 终于在教学楼的右侧 一棵树下 找到了一窝新的蚂蚁 嘿嘿 宝贝们我来了 这次苏白宇没用汽油 火烧起来控制不住 找到蚂蚁洞口 将一能黄蜂的力量灌入 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升华值 随后 注入更强的蜂力 升华值加一 升华值加一 升华值提升的信息 慢慢传入耳朵 太慢了 再稍微加点力量 这次的蜂力更加强劲 升华值增加得更快 逐渐增加的蜂力 在密不透风的蚂蚁不断盘旋 砰 一声巨响 草地按着以学的地貌 炸裂开来 随后墙边的树 缓慢倒下 咚 咚 咚 一颗 两颗 树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像苏白宇这边倒 一抬头 已经进入教室的学生 都趴在窗台 很多人已经憋不住 笑出了声 转头 古森怒目原睁地出现在他后面 闻声而来的学生 更是捧腹大笑 苏 苏同学 哈哈 你是不是跟蚂蚁有仇 这话一出 原本还能憋笑的人 再也忍不住 你们不知道 昨天他就在门口烧蚂蚁窝 我看到了 哈哈 后来还被领到教导处 苏白宇见情况不对 灰溜溜地逃回三班 刚踏进教室 同学笑声更加肆无忌惮 英雄啊 不愧是你 苏白宇摸摸头 把手抬起轻轻下压 低调低调 班级的欢笑声 久久不能平复 苏同学 听说你之前摆了算命摊 会看手下吗 送上门的生意 怎么会不做 会 一百一次 诚信经营 我先来我先来 一个女生坐下 将手伸到她面前 苏白宇故作深沉地眯起眼睛道 你看你的生命线 又长又深 代表你的生命力顽强 感情线细长 你的感情很细腻 近日就会有桃花孕 来看手下的人 欣然奉上一百能源币 这东西就是挑好听的说 不一会就赚了一千能源币 来 看看我的 苏白宇双手托住 右手食指在掌纹上游走 你的生命线不错 没病没在 但是你的婚姻线有些长 择偶条件苛刻 不容易结婚啊 说完 苏白宇这才感觉到 刚才嘈杂的环境 早已寂静无声 抬头一看 一个红衣女子 瞪着眼睛俯视她 吓得她赶紧松开手 江林老师 江林用力一拍桌子 大声喊道 整个年组 就你们最吵 操场集合分班没听到 你们来压轴的是吧 说完 学生纷纷低着头逃出教室 苏白宇也用手挡住自己的脸 绕着江林跑出去 走出教学楼 操场上各个班级已经排好 全都回头看着三班 三班的人 灰溜溜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别人都是从前往后排 他们是从后往前 都不想到前面 最后一个出来的苏白宇 无奈被拉到最前面 古森没好气地 瞪了苏白宇一眼 人到齐了 现在开始分班 班级重新打乱 以后你们的班级名 是异能一班 异能两班 500多个学生 被分成12个班 每个班平均42个 分班后 按照班级开始进行异能考核 可以自由挑选对手挑战 也可以自己展示 台上的老师说完 下面的学生跃跃欲试 都想上去展示自己的异能 庄然 你先来吧 庄然走向测试台 老师掏出纸笔开始记录 台上一阵风吹过 庄然耳朵变尖 白色绒毛长在上面 变出的尾巴 像是一把巨型镰刀 手中拿着缩小板 对着台上的假人 旋转着冲过去 假人瞬间分裂成数段 好 不错的变身细异能 台下纷纷鼓起掌 同学们陆陆续地上台 不少奇葩异能使用者 也展示起来 叫做第三只眼的异能 可以召唤出一只眼睛 飘在空中 视觉与使用者共享 变色龙的使用者 衣服不能跟着一起变 是个奇葩的弱点 叶宇诚走上台 还没站定 就指着苏白宇说道 我要跟他比试 台下起哄的声音不断 S级精神系 对战A级自然系 苏白宇细虐地看向他 行啊 十万能源B 陪你打一场 好 两人跳上擂台 叶宇诚手中闪出丝丝雷电 咧着大嘴冲向苏白宇 雷电的速度吗 苏白宇双手伏地 向侧后方跳去 稳住身形后 暗暗使出狂风 在空中 以一个弯跃的弧度 踢向叶宇诚后脑 击中后脑的叶宇诚 亮强地跌倒 蕴含雷电的速度 就这样被躲开 虽然风的速度没有雷电快 但依靠感知异能 能准确预判叶宇诚的出手时机 苏白宇竟然能躲开 雷电异能的攻击 我看是叶宇诚的异能 还没开发好 你们懂个屁 那是叶哥哥不小心的 台下的同学 被苏白宇惊咽到 每次的攻击 都被苏白宇躲开 叶宇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打 苏白宇一拳接着一拳 实打实地打在他脸上 叶宇诚两只眼睛像熊猫一样 却还是不肯罢手 啊 叶宇诚大喊一声 脚下雷电声呈 迅速向苏白宇袭来 苏白宇淡淡一笑 朴实无华的一个转身躲开攻击 随后用力一脚 踹向他张大的嘴 噗 叶宇诚被踢飞 掉落在台下 这一刻他知道 他败得很彻底 场下纷纷鼓起掌 但也有叶宇诚的迷妹 痛骂苏白宇 第六章 一百万能源币 叶宇诚双手将土地 抓出十道指痕 不可能 不可能 苏白宇缓缓走下 什么不可能 这就是差距 给钱 叶宇诚起身 满眼怒火 掏出一张苍龙卡甩了过去 苏白宇名副其实地 获得了钱力第一的评级 此刻的他 俨然成为学校最瞩目的一颗星 台上的老师拍了拍话筒 同学们的钱力学校已经看到了 期待你们以后为学校争光 数百名学生测试 太阳此时也快下山 苏白宇也拿着赚的十万能源币 走出校门 放在以前 这十万怕是要五年才能赚到 哗啦 谁 就在苏白宇对着苍龙卡 沾沾自喜时 一块黑布罩住他 不知是什么东西砸中他的头 瞬间晕了过去 当苏白宇再次睁开眼 已经身处树林之中 你不是很能打吗 惹了我旁风 还想安然无恙 今天就让你死在这 苏白宇手脚被绑住 盯着走过来的旁风 旁边三个跟班脸上 也浮现细虐的表情 小人就是小人 你说什么 苏白宇这句话 把旁风惹毛了 一拳正中面部 血液从鼻腔中流出 苏白宇眼神一冷 B级狂风升华为 S级太乙清风 S级自然系风 异能发动 刀子一般的锋利 将绳子割断 抽出右手 一拳回击到旁风脸上 此刻的苏白宇 一股上位者的压迫感 陡然袭来 旁风擦掉嘴角的血迹 上次是我大意 你一个精神系的异能者 不可能打败兽化后的我 说吧 旁风身形抱起 身体足足便大了两倍 老虎的特征逐渐浮现 一起上 苏白宇冷冷回应 你这蛀虫 根本不配拥有异能 抬手间 白雾生成 伴随着风力 在空中不停旋转 白色龙卷迅速扩张 逐渐笼罩在场所有人 风力不断增强 直冲云霄 天上的云彩 被卷到一起 你 你是双系异能者 苏白宇没回答他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旁风瞪起双目 上 随着一声唬笑 三个跟班一起冲了过来 没有异能的人 怎能抵挡S级 太以轻风的力量 还没跑到苏白宇面前 就被风力重重地 拍倒在树上 粗壮的树木 硬生断裂 不知是死是活 旁风咆哮一声 两只硕大的胡掌 向苏白宇抓来 苏白宇嘴角勾起弧度 淡淡一笑 就等你了 天空聚集了许久的 白色龙卷风 向下拍去 碰 以旁风为中心 向外冲出白色余波 顷刻间就将它拍倒 两只耳朵流出血液 周围旋风逐渐平息 旁风缓缓站起身 这是你逼我的 说着 他从怀中掏出一颗胶囊 放进嘴中 看见旁风拿出一个东西吞了下去 苏白宇眯起双眼 什么东西 吞下胶囊的瞬间 旁风双眼通红 发出惊天一吼 苏白宇 今日你必死 旁风说出的话 已经不是正常声音 像是一头野兽在嘶吼 受化后的旁风 将近三米 双眼星红 两个标志性尖牙 足有半米长 随后旁风在苏白宇眼前 竟取下尖牙 当作武器 我靠 因为技能胶囊的作用 旁风失去理性 眼中只有无尽的杀意 两根牙齿 像是两把匕首一般刺来 感知到旁风的进攻路线 苏白宇俯身一躲 一脚踢向他的腹部 蕴含锋利的一脚 让旁风足足飞出去三米 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迅速冲到旁风面前 捡起掉落的牙齿 向他刺去 给我死 牙齿贯穿颈动脉 刹那 旁风就停止了呼吸 我在野外学到最有用的话就是 不要对敌人手软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地级异能剑齿虎 异能被提取成功 旁风失去异能 身体逐渐变小 最终变成正常形态 此地不宜久留 苏白宇迅速远离战场 扔掉沾满血子的衣服 回到室里 地级的异能怎么会这么强 难道是内胶囊 刚才的战斗 不禁让苏白宇猝眉 旁风的异能等级不高 但吃下胶囊后 就爆发出之前数倍的力量 而且似乎控制不了自身 D级异能剑齿虎 即使升到S级 也就是个很常见的变身异能 苏白宇也就没有浪费升华值 任由提取的异能 躺在提取栏旁边 回到西城 苏白宇被斗兽场里异兽的咆哮声吸引 这里的异兽能力应该都很强 刚踏进门内 就听见异兽的嘶吼声 欢呼 喝彩 怒骂的声音也加在其中 从上向下看 在一个20米乘20米的方台中 深黑色的铁背熊 和带有淡淡黄色电光纹路的 金雷狮在对峙 苏白宇用感知 探查两只异兽 铁背熊虽然外伤看起来很重 但是精神状态比金雷狮好很多 那狮子似乎有内伤 现在只是在逞强 淡淡一笑 走到斗兽场工作人员旁边 十万能源币 我压那只电狮子 书 旁边的人也听到了 嘲笑道 你没看铁背熊身受重伤了吗 这人真傻 那金雷狮可是有电戏能的 白送十万能源币 哈哈 苏白宇没搭理他们 感知是不会骗他的 金雷狮现在外墙中干 随着铜铃声响起 两边解开束缚 异兽纷纷扑向对方 金雷狮放出闪电 击中黑背熊 台下纷纷叫好 被电到的黑背熊 甩了甩爪子 重新扑了过去 金雷狮想要顾忌重施 不过这次黑背熊顶着电机 一抓拍向金雷狮的脑袋 被硕大的熊掌拍中 金雷狮摇摇晃晃 黑背熊呈圣追击 怒吼一声 用出最大的力量 拍向狮子 秒了 斗兽场的人瞪大眼睛 站起来啊 快站起来啊 起来 你们作弊 退钱 工作人员利用 异兽脖子上戴的项圈 驱赶走黑背熊 淡定说出结果 几家欢喜几家愁 赔率十倍 苏白宇拿着存有 100万能源币苍龙卡 独自开心 而后又看向台上的金雷狮 雷电机的异能 也不错 穿过层层人群 就在斗兽场的人 快要搬下尸体时 摸到了金雷狮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一级异能电流 这一趟收获满满 一级电流异能 算不上很强 但潜力巨大 如果异能要是更强 说不定输的 就会是黑背熊了 看着系统中的自然系异能 苏白宇不仅笑起来 随即用1万升华值 将一级电流 升华为S级雷霆之力 看来这斗兽场是我的天堂啊 异能这么轻松 就提取到手 第七章 银组织 一百万 没想到 依靠S级异能这么简单 就赚到了一百万能源币 放好苍龙卡 苏白宇兴致勃勃地走出斗兽场 就在刚出斗兽场两三步时 那日校门口的危险感觉 又从心头传来 苏白宇眼神一宁 猛的身形暴退 刚才所占的地面 又是被击成碎炸 迅速抬头看向子弹射出的方向 脚下丝丝闪电声成 快速地穿梭在房顶 S级异能 太乙清风 助力 纵身一跃 来到大厦楼顶 眼前 正有个穿着黑色风衣的男子 正开门要走 苏白宇使出刚获得的 雷霆之力 一条蓝色闪电 冲向男子 力量控制得很好 那名男子双脚无力 倒了下去 说 谁派你来的 苏白宇双脚踩着男子双臂 眼神阴冷地俯视道 呵 男子冷笑一声 嘴巴如动 随后口吐白目 自杀了 苏白宇用脚踢了踢 丝毫没有生命迹象 看来是职业杀手 任务失败就自杀 可现在背后指使的人 是谁也问不出来了 长叹一口气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B级异能狙击枪 特殊系B级异能 可惜是个 被禁身就得缴械投降的异能 苏白宇也看不上 放在提取栏中 冷哼一声 搜刮了杀手身上的能源壁后 回到出租屋 到底是谁要杀我 叶宇成 思考良久后 还是把提升实力放到首位 异能的等级固然重要 但开发异能的能力更加重要 如果开发的好 A级异能 甚至可以比肩S级 在网上查阅资料时 意外看见 网友都在讨论银组织 帖子里面的回复 都快超过了十万条 银组织从来没听说过啊 网友们知道这个组织的信息吗 透露一下呗 我也是第一听说 不过使用白屋的异能好帅 银 苏白宇这才想起来 肯定是那天话没说完 被大众给曲解了 不过银组织听起来也不错 从今天开始 银组织成立 一日 苏白宇刚到学校 就被校长郑卫坤堵在门口 哎呀 小苏啊 你可算来了 我有大事要跟你谈 苏白宇猜的八九不离十 肯定是因为S异能的事 被郑卫坤拉到旁边 咱们学校很久没出现S级异能了 我想你每年一百万能源币 让你在学校学满三年 果然 但现在苏白宇不缺钱 白手道 校长 我喜欢自由 不想被束缚 校长还想争取 但都被苏白宇拒绝了 最晚就赚了一百万 怎么可能看得上每年一百万的价格 来到班级 没想到他的班主任 竟然是江灵 江灵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没想到我们学校S级异能的天才 还会看手箱啊 苏白宇干大地笑了笑 现在这种情况 尽量少说话 不然说多错多 找了个没人的位置坐下 低下头不敢再看江灵一眼 在学校学习了三年 虽然只是普通班 但也听说了这位脾气火爆的江老师 他的A级异能 试验 使得他的性格也像火一样 有一次 隔壁黎明异能学院的老师 拉着一车的花来表白 就因为多看了几眼他 一把火把花烧得一干二净 异能班的上课内容 基本都是偏向战斗 老师们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学生 运气好的 跟老师是同源异能 进步的将会飞快 省去了自己开发异能的时间 不然只能自己摸索 或查阅资料 第一节课 江灵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异能 异能一共分为六系 自然系 变身系 精神系 超人系 特殊系 时空系 其中 时空系最为珍贵 几千万人中 也不见得会出现一个 最为平常的就是自然系 几乎每年 有一半的学生会 觉醒自然系 但相反 因为有很多例子作为参考 开发运用起来会很轻松 通过自身的努力 也有很小的几率 会让异能等级提升 要是有钱 会直接吸收异寿结晶 来增强能力 苏白宇现在四个S级异能 其中三个自然系 一个精神系 放眼整个世界 都没有这么变态的人 下课铃声响起 江灵伸了个懒腰走出教室 同学们也开始八卦起来 你们知道那个白雾英雄吗 太帅了 我知道 那天我正好在现场 白色的称怒 金刚形象摔炸了 听说他是影组织的 从来没听过 不知道收不收人 嘿嘿 得了吧 就你那变色龙异能 变态 他们不知道 谈论的主角就坐在旁边 苏白宇 跟我来 门外 校长将苏白宇叫出 本以为是还要劝说 他与学校签契约 但一路上 校长没说一句话 来到学校宝库时 郑卫坤转身说道 作为天赋第一 你可以从宝库中 选择一样带走 还有这好事 好的武器可以提升异能强度 从F网上 一共7个等级 等级越高的武器 越强 当然花的钱也越多 S级武器更是有价无事 更有异能者 愿意耗尽家财 就为定制一把武器 苏白宇的眼睛 闪着金光 必须挑个最贵的 郑卫坤拿出一串钥匙 打开层层机关 这门钥匙硬闯 绝对死得很惨 打开最后一道机关 里面的东西 并不像苏白宇想的那样 满是灰尘 相反 里面竟然出气得干净 更像是一个展厅 不仅有武器 还有各种材料堆叠 哇 这把枪好帅 旁边郑卫坤讲解到 这把枪是B级武器 演武枪 火系异能者使用 会有特殊作用 苏白宇看得眼花缭乱 每件武器都要摸上一摸 系统 有没有推荐的 左边 苏白宇向左看去 就是一堆材料堆积 对比下很是杂乱 你确定 星光剑对别人来说没有用 但系统 可谓其升华 苏白宇猝着眉 沉思一会 堵了 从一堆材料中 取出唯一一把武器 星光剑 校长 救他了 郑卫坤也呆住了 你确定 这是C级武器 要不要再挑一挑 救他了 快出去吧 苏白宇也怕自己反悔 拉着校长就往门外走 第八章S级武器七星剑 手里握着星光剑 快步走出 为了升华他不被发现 转头就对校长请了一天假 回到出租屋 苏白宇迫不及待地 将星光剑提取到系统中 升华 C级武器星光剑 升华为S级武器七星剑 七星剑的剑身上有七颗宝石 隐隐泛着蓝色光辉 锁连成的形状正是北斗七星 将剑握在手中 喜爱之情无以言表 手指轻轻轻轻一敲 叮 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 好剑 这两天多次使用高级升华 升华值已经所剩无几 看来得赚点升华值了 嗡 陡然间 一种奇怪的声音直击灵魂 短暂的愣神后 身体才逐渐动起来 什么情况 啊 异兽 快跑 苏白宇跑到窗前 远处的街道上 已然乱成一团 天空中 一只形似人形的异兽 撕破虚空而来 赤红的双目 尖牙外翻 双臂足有水桶那么粗 是梦魔 梦魔拥有精神系的异能 攻击能够直击灵魂 先拖住 等守护者大人 街上 异能者纷纷用出自己的异能 攻向梦魔 岩石屏障 缠绕 苏白宇淡淡一笑 掏出面具 瞌睡来送枕头啊 正缺升华值呢 利用太乙清风 迅速赶到战场 落地的那一刻 不少人都认出了 眼前戴面具的人 是银 银组织的大人 就在群众庆幸时 梦魔双手一拍 眼睛红光一闪 就连苏白宇在内 都灵魂一震 冷汗不自觉地流出 这是什么异能 拥有S级异能 感知 叫苏白宇 精神已经远超普通人 但还是被梦魔的攻击波及到 旁边的异能者 目光呆滞 像是被禁锢一样 快动起来 群众也在为异能者着急 如果再不闪避 梦魔的力爪 就要刺穿几人 清风 风的力量 将异能者卷到外围 落地的疼痛感 将他们摔醒 刚刚是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突然动不了 我也是 看向身后的群众 如果现在要退 市民死伤将不计其数 眼神一宁 随即再次攻向梦魔 就在梦魔再次准备攻击时 天空中金光闪烁 一个手持长枪 满脸正气的金色武将形象 踢向梦魔 是光明的落成大人 有救了 苏白宇不自觉地说出 好帅 旁边使用严实异能的人 看向他 这可是光明组织的天才 自我觉醒的 S级异能天神将 变身系异能 没想到变身系的异能 竟然还有这么帅的 天神将身边泛着金色流光 两眼怒视梦魔 梦魔大吼一声 举出身后魂帆 结结结 不知口中念叨着什么 只见眼中 红光更盛 以梦魔为中心 向周围发出灵魂冲击 又动不了了 灵魂像是被震慑住 仔细感觉 静好像在颤抖 短暂的停滞后 天神将踢起长枪 单手握枪 携放于身体后面 随后转身一轮 当 撞击的声音 使得在场所有人脑海一震 加油 天神将干掉它 苏白鱼眼神紧盯梦魔 这一呢 我必须拿到 空 天神将口中 发出一声玄妙的声音 随后攻势更加灵力 金色长枪 在空中舞出幻影 梦魔将魂帆横于胸前 抵挡攻击 天神将步步紧逼 不给他反抗的机会 眼看长枪 就要奔着他的刺去 梦魔将魂帆插进身体 血液染红魂帆 结 随着一声嚎叫 以梦魔为中心 灵魂冲击波 向周围肆虐 喂 你疯了 受梦魔攻击的影响 十几个异能者 不受控制的攻击旁人 靠近他们的市民 也惨遭波及 苏白鱼握着七星剑 用白雾化成天神 将形象与梦魔对打 突然又出现了一个天神将 让梦魔错愕片刻 下面的市民 也同样惊叹 世影大人 白雾竟然能变化形象 天神将也转头 看着白色形象的自己 越来越多的异能者被控制 必须尽快解决梦魔 就在感受梦魔体内 异兽结晶所在时 苏白鱼旁边 土系异能者 双眼通红 利用土地裹住了他下半身 看着天神将长枪 一下一下砸在梦魔身上 苏白鱼异常焦急 那是我的升华值啊 一咬牙 解开腰带 裤子我特么不要了 鞋和裤子被留在土地中 苏白鱼利用白雾 将全身围绕 冲向梦魔 七星剑赶在天神 将金色长枪之前 将梦魔手臂隔断 破开腹部 取出异兽结晶 升华值加八千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灵魂料考 S级 竟然直接提取出 精神系S级异能 就在准备撤退时 前方形成一面水墙 拦住去路 苏白鱼眼神一冷 你是谁 站在水墙之上的人缓缓道 阁下究竟是什么人 苍龙国注册的异能者 似乎没有这么强的白雾异能 来者不善 天神将此时也走了过来 长枪指着苏白鱼 下面转播的记者 也将视角转移到三人身上 快拍下来 光明组织若成 与共秒大人同时出现 一人对阵两大S级异能者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 我有超人系听力异能 似乎是影组织 并没有在苍龙国备案 怪不得 为了管理异能者 只要是觉醒异能的人 必须要在本国备案 苏白鱼自然不能暴露 此刻的他身上白雾萦绕 只露出半张面具 共秒手中凝聚水球 将面具摘下 跟我们走一趟 其他都好说 摘面具是不可能的 苏白鱼伸出手掌 丝丝闪电在手中生成 陡然一束闪电 迅速批向共秒 双戏异能 竟然是双戏异能 所有人看得非常清楚 眼前的尹大人 不仅拥有白雾异能 刚才使出的 赫然是雷电的异能 尹大人 尹大人 我们可不可以进入组织 一个双戏异能的天才 放眼整个赵天室 也只有这一个 共秒和落成 眼神也错了起来 以防意外 必须带回组织 第九章 以一敌二 眼下 这两个人怕是不愿放他离开 苏白鱼冷笑一声 你们不去管滥用异能 危害他人的异能者 反倒对我不依不容 落成 共秒二人没说话 只见远处水墙向苏白鱼袭来 看共秒出手 后方的天神匠也出枪刺出 苏白鱼借助派拐的巨浪 一跃与天神将平齐 手中七星剑与金枪对撞 当浪 在碰撞的一刻 雷霆之力毫不犹豫地 练接两把武器 蓝色电流遍布二人身体 但变身系异能 可以使身体强度大幅度增加 刚才的攻击 只让天神匠双手酥麻 群众张口说不出半句话 呆呆地看着空中对决 两久才有人激动说道 一一敌二太强了 这究竟是什么人 共秒见苏白鱼化解巨浪攻击 双手交叉 从苏白鱼脚下 缓缓生成一个水球 将它包裹 回过神的天神将重新握紧长枪 自上而下向它砸来 你们逼我的 太乙清风在水球中肆虐 飞速地在其中旋转 整个水球也随之形成龙卷 啪 水滴散落到下方 零出一道彩虹 风 三细异能 妖孽啊 刚才用的 是不是风细异能 共秒错愕地 看向苏白鱼 我本以为让你短暂制空的是白雾 没想到竟然是风 天神将也凝重道 你太危险了 哼 我危险 是怕我触动 你们的利益 苏白鱼眉毛紧促 大口喘着粗气 额头上的汗珠不停滚落 利用太乙清风 将天上的云彩卷积到一起 刚刚还是天光大亮 但慢慢地 在这一片区域 遮天蔽日 隐隐还能听到滚动的雷声 你要做什么 共秒神情紧张 苏白鱼没有回答 云彩汇集到一起 稀疏的有雨点掉落 让你们见识见识 什么是雷霆之力 雷电遍布全身 随后打向云层 它要借用自然雷电 既有实力 又有头脑 市民为之哗然 电视前 看着转播的人 也攥紧双全 身上忍不住颤抖 卡拉 卡拉 乌云上方 滚雷咆哮 随着闪过一道 最亮的闪电 紧跟来的雷声 将周围的玻璃细数震碎 雷霆之力 引动天上的雷电 向下方劈来 就连苏白鱼 也没能躲过 不好 先撤 共秒和落成 向两个方向逃窜 苏白鱼也借此机会 逃出雷电区域 好在刚才 易兽降临之时 群众都已撤离 逃跑的苏白鱼 被一个狗仔队拍到 面具碎裂 露出一只坚毅的眼神 除了眼睛 其他部位 都被白雾包围 啊 苏白鱼跑出市区 来到郊外 坐在树上急促地呼吸 看来这招不能常用 连我都遭殃 从林中看向城市 天上的乌云 还不见散去 声势之浩大 连在这里 还能隐隐听见雷声 将破碎的面具 用力一丢 消失在茂密的丛林中 那么的 明明出手救了两次人 却还说 我是危险分子 苏白鱼一脸郁闷 没办法 先在这休息一下 正好四下无人 可以好好试试 灵魂镣铐 闭上双眼 仔细感受新的异能 两久 睁开双目 眼中闪出银色亮光 奇怪 难道是因为异兽手上的魂帆 才能发出冲击波 又试了几次 还是不行 这让他有点失落 不过 灵魂镣铐的本身能力 还得以保留 啪 快走 远处传来鞭打和呵斥的声音 站在树上 隐隐约约能看出 前面两人手拿长鞭 后面 牵着被绳子反绑住双手的三个少年 人贩子 五人渐渐走到苏白鱼脚下 这才看清 被绑着的是两男一女 跟他差不多一样大 二十左右的样子 减缓呼吸 暂时没有轻举妄动 左边戴着帽子的男子说道 这都送去多少人了 再这么下去 咱哥俩说不定都得折在赵天市 是啊 实验室要的人越来越多 要我说 送完这一批 咱们就跑路吧 好 就算跑到天涯海角 也得灭咱们口 小心一点吧 听他们的话 隐隐能感觉出 这二人似乎在为某个组织效力 而且还是人体实验 苏白鱼跳下树 挡在二人面前 什么人 你听到我们说的话了 苏白鱼冷哼一声 眼中射出丝丝寒意 听二位说 实验室缺人 我正好缺钱 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好说好说 你随我们一同 前去就好 戴帽子的男子一边说着 一边靠近苏白鱼 就在不足一米时 袖中匕首滑落到手中 笔直地刺向他 感知早就感觉到他的杀意 蕴含锋利 一个轻盈的闪身 轻松躲过 剑同伴刺杀未成功 一旁的男子 也拎起鞭子甩了过来 苏白鱼直接用手攥住 一把拉过来 将两人用一种 诡异的姿势绑起来 你们做的什么实验 被压在地上的二人 这一刻也知道 反抗没有用了 对方肯定是个异能者 大 大哥 我们就是给实验室送人的 求您放了我们吧 是 是啊 求 求 求你了 有话好说 把刀放下 两人说话的声音 都颤抖起来 苏白鱼在接触二人 第一瞬间就使用了提取 结果没有一个是异能者 真不知道 大哥 我们就只负责送人 他们一个人给一万能源币 我们再也不做了 求求你放了我们吧 精神波动没有异常 不是说谎 看来也问不出什么了 站起身 胆胆身上的灰尘 割断三人的绳子刚要走 大哥 我们想跟着你 苏白鱼回头 三个人跪在地上 满是灰土的脸上 露出坚毅的表情 赶紧回家吧 我们没有家了 三年前深渊魔教毁了西区 父母为了保护我们 死于魔手 这句话 让苏白鱼心里触动 他的父母 也死于那个异手 眼睛一转 又想到落成二人 你们不是怕影触动 你们的利益吗 这回我偏要做给你看 我要让影刻在每个人的心中 看我的眼睛 三人看向苏白鱼眼睛 后者利用灵魂镣铐 锁住他们一缕金破 只要生出背叛他的想法 就能重创他们的灵魂 将提取栏中三个积累异能 分给三人 这是异能 我有异能了 我也是 苏白鱼打断他们 你们要是 耐用我给的异能闯出名堂 我才会认可你们 不然我会收回异能 留下一句话 转身离去 大哥 您的组织叫什么 银 苏白鱼满身云雾的身影 逐渐远去 三人转头 冷眼看向两个被绑住的人贩子 第十章 任务 黑灵山 回到市里 天色已经见黑 雷雨也逐渐消散 身上不能一直围绕白雾 那样太扎眼 而且 全身上下 还没有一件好的衣服 只能趁着黑 偷偷溜回出租屋 看来得买个房子了 周围人多眼杂 真不方便 掏出苍龙卡 这张卡里 可是有一百万能源币 丢人都不能把卡丢了 现在苏白鱼拥有五个S异能 其中两个精神系 三个自然系 今天的天神 将算是深深震撼到了他 虽然白雾也能制造虚像 但实力相差太大 天神将具有实体 而白雾想要凝聚实体 相当困难 五个S异能 放眼整个苍龙国 不 整个世界 恐怕找不出第二人 换好衣服 苏白鱼准备今晚就找房子 第二天搬走 穿梭在街上 这边人员密集 并不适合居住 向西城区走去 这边之前被异兽摧毁 已经重建完毕 人相对来说 也不是很多 走了大概十分钟 苏白鱼看中一个别墅 周围僻静 空间够大 跟房主沟通后 约好第二天来陪他来看房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 苏白鱼就收拾好东西 房间除了几件衣服 剩下的基本都是房东的 潇洒地将房租拍在桌上 李婶儿 以后我就不在这住了 买房了 嘿嘿 走出楼道 回头看了眼居住两年的地方 无声告别 街道上 已经开门的商贩 聊得火热 都在讲述 昨日以一敌二的影 说到激情处 更是手舞足蹈 来到昨日与房主约好的地点 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 已在此等候 您好 是昨天卖房的房主吗 男子摘下墨镜 是是 走我这就带你去看房 来到别墅 里面非常干净 一些基础设施 也很是齐全 苏白鱼满意的点点头 给个价吧 男子犹犹豫豫 随后伸出一根手指 一百万 一百万 这怕是照着苏白鱼存款去的 大哥 还没等苏白鱼说完 男人直接用手打住 八十 苏白鱼愣在原地 降得这么快 看苏白鱼没有动作 男子斩钉截铁地说道 五十万 不能再少了 好 已经降了一半 是时候建好就收了 将合约地上 签字时 男子就差把终于卖出去了 写在脸上了 将钱转给他 苏白鱼 终于拥有属于自己的领地了 两人一同走出别墅 旁边路过的人 用惊恶的眼神 看着苏白鱼 还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怎么看都用这种眼神看我 一头雾水的苏白鱼 回到学校 今天学校准备了任务 当做训练 任务由F级到S级 当然学校 不会放难度太大的给新生 这些都是学校的宝贝 可不能出意外 大多数的任务都是E级或S级 只有少数几个D级 觉醒异能后的同学们 跃跃欲试 早就想与异兽搏一搏 苏白鱼也凑过去 看看有没有值得去提取异能的任务 取回一颗疾风雀鸟蛋 击杀黑风洞 金铜妖符 捕获子电魔兔 看来看去 也没有能够吸引他的异兽 闭着眼睛随便抽了一张 D级任务 击杀玄冰兽 这次的任务地点都在黑灵山 学院会在黑灵山放置天眼 一方面可以在意外出现后 第一时间救援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同学们的异能运用 各个班的老师带着学生来到黑灵山 随便交代几句后 学生从不同的方向走进山脉中 苏白鱼也顺着地图出发 天眼传回的画面出现在屏幕 校长此刻也在屏幕前 注视着苏白鱼 学校给出的地图确实安全 两个小时没有危险性大的异兽靠近 又向前走了两公里 到达了图上所标记的千灵河 正好洗个澡 苏白鱼站在河边 刚扔下外套 河中一条庞然大雾钻出水面 是九毒鹰灵蟒 屏幕前的校长也紧张起来 随时准备出发救援 白子相见的巨蟒 正与他四目相对 下一秒 巨蟒凌厉地冲向他 危险感知竟然没感应到 难道是因为他隐藏得太好了 从名字上就能知道 这条巨蟒肯定身带剧毒 不能在天眼下暴露能力 苏白鱼迅速穿梭在树林中 一边观察对应他的天眼 一边躲避巨蟒的攻击 终于在天眼飞行途中 露出视觉死角 雷霆之力瞬间击穿天眼 这回没了后顾之忧 你就变成我的升华值吧 早上买房的时候 七星剑随着梦魔的异兽结晶 一同放在房间里 不然对付起来 不会这么困难 太乙清风 锋利如刀子般 像巨蟒席卷 打在蛇身 却只是击落几片蛇灵 苏白鱼双手一挥 冲着掉落蛇灵的位置 继续进攻 嘴巴吐出紫色雾气 洗脚来 太乙清风 狂暴的锋利将紫色毒雾 被吹向空中 巨蟒尾巴一甩 周围树木被连根带起 碰 苏白鱼被重重砸在地上 不小心触摸到鳞片的手臂 逐渐变成暗紫色 真硬 外面不行 我知道你黄龙 眼神一凝 雷霆之力化为掌刃 冲进大张的蛇嘴 狂暴的雷电力量 肆无忌惮地摧残血肉 手掌划为雷刀 直接贯穿九毒 英零蟒头部 不停翻滚的蛇身 也在一阵抽搐后停止甩动 升滑值 加6350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毒龙 将巨蟒异能提取到手 提取异能后 赶紧用于自身 将手臂中的毒素 全数去除 再晚一点 说不定这手就保不住了 爬出巨蟒体内 身上腥臭味 差点让他呕吐出来 苏白宇蹲在地上喘着粗气 嫌弃地脱掉身上 沾满粘液的衣物 还好旁边是一条湖 在湖中仔细搓洗一番 直到满意了 才回到岸上 但衣服上血迹和粘液交杂 苏白宇皱着眉头 碰都不想碰一下 就这形象 要是被其他同学看到 估计一整年 都是茶余饭后的花影子 戴上九毒英灵蟒的 易寿结晶 用白雾包裹全身 偷偷回到刚买下的别墅中 安静下来才想到 为何那男子这么着急卖出去 甚至降价五十万 第十一章 吞噬灵魂的房子 回到房间 找到浴室后 直接冲了进去 在泡澡的时候 苏白宇终于知道 为什么上一任房主 为什么这么急着出手了 浴缸中 苏白宇正闭着眼睛 享受泡泡浴 陡然间 一股寒意从头顶传来 吓得他瞪大眼睛四处观桥 什么东西 幻觉 再次闭上眼睛时 那种感觉又传来 S极易能感知出 房间中还有一个生物 怪不得这么便宜卖出 原来有易寿 与苏白宇猜测的大差不差 房间中的易寿 名为弑魂兽 专门以灵魂为食 不知这房中 有多少人 惨死在弑魂兽手中 灵体吗 苏白宇淡淡一笑 感知到试魂兽方向时 灵魂镣铐猛然冲击过去 S极的精神异能 正好克制着试魂兽 苏白宇紧闭双眼 灵魂之力不断缠绕试魂兽 一声尖笑后 浴缸右侧白色雾气 缓缓上升 逐渐消散 幸亏有S极的灵魂镣铐 不然我也成了他的养料了 现在 这个房子 不再是邻居口中的灵异房 苏白宇捡了个大便宜 50万就买下300多平的别墅 足足比市场价低了三倍 任务还没完成 洗漱一番后又回到黑灵山 等他走到消失在 天眼视角中的位置时 隐隐听到有人 在喊他的名字 顺着声音走过去 是江灵等老师在寻找他 看到苏白宇的一瞬间 江灵火气上来了 你这个臭小子上哪去了 苏白宇摸着头 我被一条巨蟒追击 慌不择路 等看不见巨蟒后 我也迷路了 这才回来 江灵瞪了他一眼 用手中的通讯器 将老师全部叫回 没事就好 两年才出一个S级异能者 回去吧 其他学生也被带回了 回到学校 已经下午 整个一年级异能班 只有他没完成任务 不少极度心强的学生 直接出口嘲讽 还S级异能 任务都完不成 隔毕业哥哥 完成的可是D级任务 学校还说 要让一周后的 校笔上苏白宇首发 我看某人根本不配 江灵瞪了一眼 周围的学生低下头 安静下来 你还不知道吧 一周后 赵天市四所异能学院 新生鄙视 苏白宇点点头 以他的实力 就算是老师 也不一定能赢了他 校长询问苏白宇的状况后 就安排放学了 走出校门时 还碰到了叶宇成 叶宇成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呦 这不是S级异能的天才吗 听说就你没完成任务 旁边的跟班 附和着大校 花着别人的钱 就是舒服 苏白宇淡淡留下一句话 向远处走去 就这短短一句话 把叶宇成器的脸色铁青 买了些生活用品 苏白宇回到别墅 转过弯正 看到上任房主 趴在窗户上 苏白宇小心将东西放下 悄悄爬到院中树丛中 怎么没看见尸体 尸体 苏白宇眼神一宁 没有轻举妄动 只见男子掏出手机 按了个号码打了过去 喂 大哥 今天早上卖出去的 五十万 对 但是没看见尸体 好 挂断电话 男子掏出备用钥匙 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苏白宇冷笑一声 随后跟在身后 刚才说的话 他听得一清二楚 这人就是利用房间的易寿 来赚死人才 只要有人买 不管是多少钱 易寿把买房人杀掉 找出契约 房子就还是塌的 照现在看来 已经不止一两次这么干了 走进房间 男子鬼鬼祟祟地 甚至把鞋用手提着 不发出声响 你在找我吗 啊 安静的房间 苏白宇突然一声 将男子吓得冷汗直流 我没有啊 哦 你刚才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男子眼睛睁大 什么话 我刚才没说啊 一边说着 一边用手机发着短信 苏白宇看在眼里 并没有制止 你们谋财害命不止一次了吧 是不是也把我当成了冤大头 发完短信 男子一转刚才软弱的气势 你既然知道了 今天就不能活着出这个屋 苏白宇没管他 自顾自地整理房间 将放在门口的生活用品 也拿了进来 怎么 知道自己要死了 放弃抵抗了 是啊 能跑为什么不跑呢 男子没听出苏白宇话中意思 翘起二郎腿 坐在沙发 过了一会 从房间 冲进四个黑衣人 身材健壮 手臂的肌肉 像健美冠军一样发达 周哥 就是这小子 知道咱们的事了 周哥眼神一转 看向苏白宇 放心 我们下手很快 上 苏白宇双脚站定 细虐地看着几人 三个肌肉男的攻击 全部被躲掉 手中放出紫色毒物 身后的三个肌肉男 顶刻间全身发紫 随后倒地不起 两人攥紧双拳 怒吼地对苏白宇说道 剩下两人不敢相信 你是异能者 我们是庞哥的人 你不能动我 极度的恐惧会变成愤怒 我明明调查过了 他父母双亡 以前只是住在出租屋 不可能有这么强的异能 这一切还要感谢学校 测试大会的消息封锁 不然让他查到苏白宇 是S级异能 肯定不会再卖给他了 苏白宇缓缓走近二人 你们是怎么控制 异兽杀人的 两人盯着紫物浑身颤抖 一句话说不出来 碰 苏白宇一脚踹向周哥 此刻他的心理防线 也瞬间瓦解 不是我们控制的 不是我们控制的 我们通过观察发现 异兽只会杀掉睡梦中的人 庞哥这才做起这档生意的 庞哥 庞丰 庞哥是谁 跟庞丰什么关系 倒地的周哥 闭着双眼答道 庞丰是庞哥公子 前天莫名失踪了 只找到三个昏倒的小弟 那三人竟然没死 那三人还活着 活着是活着 但是至今还没醒 听到还没醒 苏白宇放心了 好 那你们可以去找庞丰了 两人还不知道什么意思 就被毒物吞没 提取了一番 五个人都没有异能 没办法 全力发动毒龙 五人尸体化为紫烟 消散在空气中 第十二章 东窗事发 磅礴海来饭 收拾好房间 拿出两块异兽结晶 黄色的是梦魔的 紫色是九毒鹰灵蟒的 不知道这东西 能卖多少钱 虽然暂时不缺钱 但有系统傍身 不需要异兽结晶 就能提升异能强度 戴上面具 将两块结晶小心包好 这要是有个空间异能就好了 带着东西太麻烦 走出西城区 来到赵天市最大的拍卖行 日月拍卖行 苏白宇来到柜台 压低声音说道 伙计 叫你们管事的来 柜台上的伙计 瞟了他一眼 随即叫出一老者 不知您有何贵干 苏白宇亮出两块结晶一角 老人眼睛睁大 迅速用手盖住 去后面一叙 结晶闪出的光辉 让他不得不紧张起来 来到后面 迫切地打开包袱 仔细端向起来 不错不错 一块S级结晶 一块A级结晶 随后 老人又掏出一个仪器 放到结晶上面 精神戏和自然戏 您确定要拍 苏白宇点头 不卖我来这干嘛 好 随后又递过来一张卡 这是日月拍卖行的会员卡 凭此卡可打九折 以后若是还有此等物品 大可来找我五老头 随后 武精安排伙计 带着苏白宇进入拍卖行 拍卖行正在拍卖 已经是第五件拍品 接近尾声 这时从后台走出一女子 今天日月拍卖行 还有两件拍品 各位不要着急 一定会让诸位满意 说完 对后台点头 一个装有紫色 异兽结晶的玻璃柜 被抬上来 这一件 A级自然系异兽结晶 起拍20万 加价额度最低5万 A级结晶 对异能提升 有很大的帮助 25万 30万 40万 看着不断攀升的价格 苏白宇心里不禁被触动 加加加 在加 周围的客人很给面子 争相举牌 100万 喊出这一数字后 连苏白宇在内 都不禁回头看去 唉 放弃吧 他是夜区长的人 最后价格定格在100万 刚才说两件 还有一件是什么 是啊 快拿出来吧 厂上主持人端庄地答道 下一件 S级精神系 异兽结晶 底价100万 加价额度最低10万 结晶拿上来时 所有人都震惊 精神系异兽很难击杀 更何况是S级 120万 130万 150万 价格节节攀升 比A级那块 价格上升得更快 很快就来到了200万大关 拍卖场的人 也逐渐暴躁起来 220万 徐老怪 你一个变身系 要精神系异兽结晶干嘛 你管得着吗 230万 500万 他妈的 谁啊 捣乱是吗 台上的主持人 给旁边人一个眼神 去查着人进场时 卡上余额 随后回到台上点头回应 215号500万 还有加价的吗 这么高谁能加得起 500万一次 你们玩吧 500万两次 场上还是没有出价的 500万三次 啪 恭喜215号 拍下S级益寿结晶 苏白鱼抿着嘴 眼神炽热 500万 竟然拍出了500万高价 随着拍卖会结束 场上的人逐渐散去 苏白鱼被带到后台 武精递上苍龙卡 扣除拍卖行的手续费 这里一共570万 结果苍龙卡 故作镇定地揣进怀中 嗯 知道 面具下 看不出苏白鱼的神情波动 武精也没做挽留 苏白鱼现在实打实地百万富翁 之前剩下的 加上两块异能结晶拍出 一共600多万 从后门出去 很快就回到家中 就在盯着苍龙卡傻乐的时候 危险感知 使他心头一紧 还没做出反应 就被打昏 阿死 刚醒来 头上的剧痛 就让他激进昏厥 这是哪 噗 旁边的人揭开他的头套 苏白鱼发现 这里竟然是与旁风决战之地 周围断裂的树木 还是那天样子 转头看看周围的环境 前方有一个人正坐在树干上 阴狠地盯着他 你是谁 为何绑我 哼 我是谁 你杀我儿子 还不知道我是谁 苏白鱼冷哼一声 那是你儿子最有应得 听到这话 庞博海拎起铁棒砸了下去 本就昏尘的脑子 这一棒下去 天旋地转 庞博海拉起苏白鱼 看他这是谁 要不是小黄 还活着我永远也想不到 我儿子竟然死在你手中 苏白鱼用力撑着眼皮 看向旁边 一个全身绷带的人 被两人扶着 应该就是那日子活下来的 苏白鱼暗暗使用太乙清风 想要割断绳子 但半晌过后 绳子丝毫没有断裂的迹象 哈哈 想割断绳子 这绳子使用麒麟金锁制 S级强度 恐怕死之前你都割不断 专门为你准备的 说着 脚下不停踩踏 没想到啊没想到 你竟然还是双戏呢 你知道你的尸体卖出去 值多少钱吗 苏白鱼双眼充血 瞪着庞博海 不用猜也知道 这人绝对做了不少这种勾当 不能贸然行动 必须先割断绳子 虽然拥有毒物和雷霆可用 但保不齐庞博海 还留有底牌 幸亏上次的升华值没有动 暗暗将A级毒龙 升华为S级安乐毒素 更加强力的毒 渐渐附上绳索 忍受着庞博海的殴打 苏白鱼互助重要部位 就等绳索锻炼那一刻 庞博海 你之前说我的尸体 能卖多少钱 庞博海先是一愣 然后狂笑起来 哈哈 这人被打傻了 我说 你的尸体能卖这个数 庞博海伸出一根手指 苏白鱼与庞博海搭话 但身后的毒素 紧锣密鼓地破坏着绳索 就一百万 我还以为多少吗 哈哈 你以为双吸一能 这么不值钱 活得两个亿 死得一个亿 这么多 谁买尸体干嘛 小兔崽子 你的话有点多了 啪 铁棒砸向苏白鱼 但被他满是雷电的手截下 苏白鱼吐出血水 呸 话不多 怎么能拖延时间呢 呵呵 第十三章 绝境升华 SSS 即异能 苏白鱼吐出一口鲜血 手臂用力 一把将庞博海拽到身边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解开麒麟声 庞博海双眼充满疑惑 心里不禁触动 不等他反应 苏白鱼一拳 将他打出三米远 鼻血在空中飙出 苏白鱼缓缓起身 擦掉嘴边血迹 右手用力一甩 铁棒刺进大树 今天我就让你跟旁风重逢 掌心攥起雷球 大喝一声 向磅礴海甩去 碰 雷球将树木炸成飞沫 烟尘四起 旁眼 旁眼 周围的喽啰 紧张地看向爆炸位置 烟尘逐渐散去 里面一个人影 亮呛走出 小子 没想到你竟然还有雷电一脑 这回 你可更值钱了 磅礴海此时 全身覆盖一层青色岩石 整个人足足便大了一倍 一起上 旁边的小弟见大哥没事 义无反顾地冲向苏白鱼 苏白鱼露出银芽 淡淡道 毒物 将S级异能 安乐毒素 与云屯雾级搭配 白色毒物 飘向众人 我怎么双腿没有力气了 我也是 毒素席卷众人 刚刚还直挺挺站着 转眼全都躺在地上傻乐 升华为S级异能的 安乐毒素 并不像毒龙一样狂躁 相反 中毒之人会在自己的幻觉中 慢慢迷失 最终化为烟 消散空中 看着自己的小弟丧失战斗力 庞博海冷眼喝道 你给我的惊喜 真是越来越多了 几乎是咬着牙说出的这句话 话音未落 只见他双手拍向地面 四面石墙将苏白鱼圈在其中 见此情形 苏白鱼连忙凝聚雷霆之力 一拳轰向石墙 石墙覆盖的电纹 像蜘蛛网一样 密密麻麻 随后炸裂开来 轰碎石墙的瞬间 庞博海已经冲到他的面前 好在危险感应 让他躲开致命一击 苏白鱼身形暴退 小声嘟囊 毒物和风都对他造不成致命威胁 只能用雷电的力量 一击必杀 身体站定 看着面前的岩石怪物 现在天色已晚 应该看不到了吧 什么 庞博海没听懂他的意思 只见一个白色天神将形象出现 这次的形象不像上次那么巨大 三米的身形 精神力足够支撑 他实体化 出现的瞬间 就用双手控制住岩石巨人 快出来 不然我特么死了 还有人 庞博海突然大喊 随即从林中射出一人 将白色天神将踢得后退几步 庞老板连个小娃娃都打不过吗 地面上 一个白色长发的男人落下 一袭长袍 大概五十多岁 当他出现的时候 第六感告诉苏白宇 这人绝不简单 苏白宇先发制人 咔啦一声 雷电像鞭子一样 劈向两人 被岩石护住的庞博海 行动迟缓 正中面门 上面有几块碎石滚落掉下 相位 我给你钱不是让你看戏的 明白 庞老板 说话间 相位双手合十 刹那间 他竟变成一个绽放金光 三头六臂的修罗 三的头分别看向三的方向 一个金色圆环浮在脑后 圆环上隐隐能看出 三团黄色火焰 修罗 苏白宇喜欢看各种书籍 其中就有这修罗 修罗是一种非神 非鬼 非人 介于神 鬼 人之间的怪物 看眼前这形象 必是S级变身系 小鬼 没想到你还有点见识 死在我这修罗向下你不亏 正对着苏白宇的那个头 皱眉冷眼 两只尖牙向上之初 手中一柄金剑缓缓浮现 苏白宇双拳握紧 将近十米的修罗 让他迎来前所未有的压迫感 好强 哈哈 苏白宇 我说过 今日你必须给芬儿陪葬 转头看向庞博海 此刻已经将岩石卸去 恢复人形 让我死 你先下去找庞峰吧 转念之间 苏白宇脚下雷电炸裂 手掌化为雷刃 向他冲了过去 咔 是修罗 金色长剑与雷刃相撞 巨大的冲击力下 庞博海 苏白宇两人皆被震飞 碰 撞断了两棵树才停下 这便身系好强 撑着身体缓缓站起 那是七星剑 苏白宇没想到 七星剑竟在这 握紧七星剑 刚才偷袭失败 庞博海必会提防 眼下只有先打败修罗像 苏白宇起身之际 金剑又向他刺来 太乙清风 风力将苏白宇吹起 短暂地停在空中 修罗威严的声音传来 让我看看你 还有什么能耐 双手合十的两个手掌 缓缓分开 伸手向空中抓去 好在身形灵敏 拍下的攻击被一一躲开 七星剑上七颗宝石 闪出微光 对应天上的北斗七星 向剑身注入雷霆之力 向修罗脚上刺去 电光闪烁 将周围照得如白昼一般 虽然变身修罗 但受到伤害 本体也会受伤 脚下的疼痛 不禁让他嚎叫 给我死 修罗四肢手中 出现四种不同武器 剑 绳 杵 锅 苏白宇连忙让白色天神将抵挡 但白雾锁化终究有限 四臂攻击加持下 顷刻间恢复原形 消散在空中 这回我看你还怎么躲 四个武器向苏白宇袭来 糟了 赌一把 雷霆之力高级升华 目前的异能中 只有雷霆之力攻击性最高 只能寄希望于 雷霆之力升华成功 将雷霆之力提取到系统 一边利用风系异能躲闪 一边等待升华 S级雷霆之力升华为 S雷霆之力 S级雷霆之力升华为 S雷霆之力 连续两次没有进阶的消息 让苏白宇内心更加慌乱 还剩一次高级升华的机会 继续升华 这是第一次感觉到 升华时间这么长 两久 系统提示音回荡在脑海 S级雷霆之力升华为 SSS九天悬雷 成了 将异能球吸收到体内 SSS级的异能 之前的S级雷霆之力 与现在根本没法比 心念一动 灵力的闪电出现在手中 老狗 安心去死吧 修罗根本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还在猖狂地大笑 九天悬雷 第十四章 天到修罗 响彻天际的滚雷 轰然炸裂 黑暗的天空 瞬间被闪电照亮 远处的市区鲜明地显了出来 随后又沉默在黑暗中 比修罗真身 还要大上一圈的雷电 从他头顶贯彻整个身体 六只手臂不停抽搐 手中的武器 都快要拿不稳 苏白宇撇嘴一笑 低声喝道 再来 随着苏白宇抬手 无数的雷电 又精准地劈向修罗 整个黑夜被照得透亮 苏白宇弹开手掌 七星剑逐渐被雷电包围 剑身上电弧不停闪烁 似乎因战斗而爆裂起来 再看向已经被电到 维米的修罗嘴里大吼 去死 直见横于胸前 瞄准硕大的修罗脑袋 电光火石之间 七星剑从前贯穿 扑 向位再也坚持不住 修罗化为金色星光 飘散空中 苏白宇亮呛地走到向位身边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天道修罗 果然是S级变身系 来不及高兴 解决掉一个 旁边还剩一个呢 庞博海被刚才的战斗 吓到浑身颤抖 一屁股半倒在地 你 究竟是什么人 苏白宇没说话 提着剑一步一步走向他 庞博海一边四肢用力向后爬去 一边不停大喊 你别过来 听到没有 别过来 知不知道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我是叶区长的人 别过来 叶区长 叶宇成他爸 短暂的停滞 让庞博海以为苏白宇被吓到了 站起身 装模作样地 拍拍身上的尘土 哼 只要你能让我离去 今日之事 全当没发生过 苏白宇吃笑一声 年纪这么大了 倒是还挺天真 什么人 就在快要把他逼到死角时 身后传来四五名男子的声音 救命 救命啊 庞博海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竭力地嘶吼 苏白宇暗叫不好 一定是刚才的战斗 引来了城中执法队 转头看向庞博海 你作恶多端 又知道了我的秘密 定不可能放过你 执法队顺着声音匆匆赶到 眼前 正看到庞博海被一剑斩断身体 站住 追 苏白宇蹲下触摸到庞博海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岩石掌控 提取成功的消息 在脑海刚出现 苏白宇就迅速向树林中撤退 用白雾造出一个人形 与他相反方向跑去 先前被庞博海打得浑身是伤 又经过一场恶战 精神力严重投资 不知跑了多久 中式筋疲力竭 昏倒在一处树丛中 醒来时 已经是第二天中午 死 脸上伤痛丝毫没消 只要稍微做出一点表情 于清那里 就像针扎一样疼 低头看着身上的破衣烂衫 现在像急了一个风餐露宿的乞丐 不过还好 苏龙卡没在战斗中损坏 完好地揣在怀中 苏白宇一边走 一边嘟囔 S级变身戏 不知道和天神将哪个更强 昨晚的大战 早上就已传到市民耳朵 现在正有大批的群众赶来围观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周围被执法者围住 记者架着长枪大炮 在外围拍摄 被天雷轰出的大坑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照天电视台 在我身后 就是昨晚战斗的战场 我们可以看到 周围不知被什么 炸出了一个深坑 旁边已经被围起来 具体情况 还要等执法队的消息 周围的群众 也在指指点点 不断猜测 听说昨天晚上 有人看到一个巨大的修罗形象 修罗 难道是相位 能跟S级异能者战斗成这样 那人也必是S级异能者 相位的S级变身系异能 可不是一般能比的 觉醒了三十年 那可是老牌强者 昨晚两人的尸体 就被执法者带走 这些人只能对着这片废墟 抛出自己的猜测 苏白宇也隐隐听到 远处传来的声音 人多眼杂 不能再从这条路走了 小心地向人群 相反的方向走去 绕了一圈后 才迅速地向西城区冲去 此时正是人流密集的时候 如果用异能 必会被发现 进入西城区郊区时 正有人晾衣服 借用一下 日后必定归还 带着歉意 借了一套潮乎乎的衣服穿上 将自己的乞丐服 扔进垃圾桶 大摇大摆地走向家中 七星剑在这一站 真算得上是福星 现在越看越喜爱 在家中洗漱一番 潦草处理好自己的伤口 看向镜中的自己 双眼肿胀 周围的淤青 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个熊猫 本来俊秀的脸庞 现在看上去甚是滑稽 摇摇头拿起手机 刚点亮的屏幕 上面102个红色未接来电 映入眼帘 我靠 就放家了一天 100多个未接电话 都是校长的和班主任江陵打的 考虑一番后 还是选择给校长打 铃声刚响一下 那边就接通了 喂 你跑哪去了 没等苏百宇说话 校长的责备掀过来了 苏百宇将手机拿得远远的 先等校长先发泄完 郑卫坤声音逐渐变小后才 贴近耳边解释道 校长 尚无有事 看到镜中脸上的淤青 又改口道 校长这两天可能去不了 有点私事 郑卫坤发过火后 也平静下来 四孝比试要开始了 你马上过来安排事宜 苏百宇疑惑问道 不是七天吗 算今天也才三天啊 从你们测试开始算 已经五天了 要么今天来 要么明天来 看着架势 怕是不得不去了 丑媳妇总得见公婆 那我下午去吧 挂断电话 先去医院将伤口处理好 医院的医疗异能者 只能修复伤口 脸上的淤青得 慢慢复原 出门后 苏百宇就买了一副墨镜 能挡住半张脸那么大 又去买了一身新衣服 这才走向学校 到了门口 就被门卫拦下 不确认身份 本根不放行 扫了周围一眼 只有门卫一人 一咬牙 将墨镜摘下 亦能一班苏百宇 班主任江陵 说完又迅速将墨镜戴上 门卫看他这样 也知道为什么打扮成这样了 憋笑说道 进去吧 第十五章 异能学院笑笔 为了不让周围人注意到自己 一路上马不停蹄地来到班级 刚进门 江陵一眼就看见他 刚开学就逃课 真当你不用学 就能天下无敌了是吧 教室里 你戴什么墨镜 说完 一把摘下苏百宇墨镜 突然间 周围仿佛凝固 江陵拿墨镜的手 停在空中 目不斜视地 看着面前的熊猫 教室里的同学 也在短暂的沉默后 抱笑起来 哈哈 苏同学上午 跟人打架了吗 S级异能被人打成这样 笑死我了 我就说 上次他肯定作弊了 不然怎么能打败叶哥哥 我看他的S级异能 肯定很垃圾 S级异能 也有很多级类的 既然同学都看见了 也就没必要遮遮掩掩掩了 苏百宇大大方方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 心里还是有些许尴尬 但这是战胜强者的痕迹 江陵也尴尬地 把墨镜放到他桌上 安静一下 苏百宇上午不在 我再说一下寺院校比的事 不得不说 江陵在学生心中的地位 一句话就让嘈杂的班级安静下来 每年刚升入异能班的人 要与其他几所院校比拼 一来可以展示学校的实力 对招生 合作 任务 都有好处 二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 和材料补贴 根据惯例 每所学校挑出五人 分别进行单独对战 团队对战 单人计一分 团队计三分 最后分数最高的学校 获得第一的荣誉 经过学校的挑选 苏百宇 沈静渊 贝盈应 叶宇成 宋文山五人代表学校出战 学校也是对他们寄予厚望 三年的垫底 学校的资金和材料 都比其他院校少很多 从苏百宇进入的宝库 就能看出 C级的武器都要放进去 这次的比拼 只要其他几人不拖后腿 总体上十拿九稳 苏百宇精明的眼神一闪 暗自盘算 得找校长要点好处 下课后 江灵带着苏百宇 沈静渊 贝盈应去训练室 校长已经等候多时 旁边还跟着叶宇成 和宋文山 知不知道让别人等很不礼貌 说话的是宋文山 性格直来直去 跟贝盈应很像 苏百宇也自知是因为他 沈静渊和贝盈应才迟到 双手做一点头道歉 旁边叶宇成 看苏百宇满脸挂彩的样子 上前嘲讽道 S级异能者 被打成这样 要不咱们 还是换个队友吧 说完还坏笑地 盯着苏百宇 哎 好了好了 既然选择你们几人 是学校对你们的信任 先赢了笑笔 以后怎么样都行 郑卫坤站在两人中间 忙打圆场 苏百宇白了叶宇成一眼 转头问道 校长 要是赢了 有没有什么奖励 说到奖励两个字时 他的眉毛都已经不经上条 眼神都快要把郑卫坤吞掉 毕竟对于他来说 对自己没好处的事可不做 看着满怀期待的眼神 郑卫坤说道 有啊 那肯定有 只要你们能得第一 每人一千万能源币 而且还有进入光明组织的机会 一千万 虽然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但苏百宇还是对钱有执念 穷得太久了 除了苏百宇 只对钱感兴趣 其他四人都对进入光明组织的机会 神情触动 光明组织 就那个用水的 还有天神江 现在再来试试 不仅有SSS级 九天玄雷 更有变身系S级 天道修罗 两个一起上都不一定能打得过 郑卫坤又简单地交代几句 便带几人来到临时住处 房间是单人单肩 里面的设施 也是一应俱全 还有专人安排饮食 能做得这么小心 是因为前几年 有袭击笑笔学生的案例 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 也为了能在笑笔中拿得好名次 才形成了这样的传统 躺在床上 手机印出苏百宇的脸 也不知道 叫笔之日淤青能不能消 刚打开手机 一个硕大的标题页不满屏幕 震惊 昨日石灵事件完美推演 醒目的标题显然是说 苏百宇与相为对战一事 点进去 里面已经聊得热火朝天 昨天晚上 我看庞博海 似乎绑了一个人往石灵去 身边还有好多黑衣人 我也看到了 当时以为是讨债 没敢管 石灵被炸那么大的坑 是什么异能 没看昨晚天雷滚滚吗 肯定是雷电异能 尹大人不就有雷电异能吗 尹大人是个变态 三系异能的天才 我的异能是推演 我用异能推演了一天 终于得出可能性最大的情况 这条发言瞬间引起苏百宇注意 仔细观看 竟真有九成准确率 根据网友提供的资料 首先确定 昨日去石灵中的是庞博海 因为相位一直是他在雇佣 修罗异能 也就他这个老牌强者才有 能带上相位 一定是有很难缠的人 这个人是谁呢 雷电异能 虽然不少 但有如此强度的 只有光明组织 或是大型工会的 庞博海作恶多端 而且极其精明 他不可能主动招惹光明组织 大型工会 更是与他有生意往来 再结合那日银使用的 雷电异能的招数 除了强度 其他部分都很像 所以 一定是尹大人在石灵中 救下庞博海锁绑之人 又顺手灭掉了这个恶势力 将事件串联到一起 我用异能得出的结论 有87.13的准确率 磁铁一出 评论区出现无数尹的追随者 尹 成奸除恶 尹大人牛皮 随便一刷 就有几十条新的评论涌出 更是有不少人 打赏这篇帖子 苏白鱼数着下面的数字 一 二 三 四 七位数 足足一百多万能源币 这赚得太特么轻松了 打赏最多的是一个叫做 咕咕苏苏年的ID 足足一百万 就这么给了出去 苏白鱼也皱起眉头 这人要么有钱 要么是个傻缺 就这么花掉一百万 虽然是别人的钱 但还是看着心疼 现在他也算是个名人 下面至少有好几万的拥护者 更是有不少人 想要加入这个突然崛起的组织 第十六章 团队战 决胜局 在学校的保护下 几人安全且平静地度过了两天 这两天 苏白鱼也没闲着 通过猎杀蚂蚁 攒了一万五千六百三十升华值 转眼间 就到了笑笔的日子 还在熟睡的苏白鱼 直接被拽起 双眼无神地看着古森 就差你了 快穿衣服 随便洗漱一番 便跟着古森来到门口 所有参加比赛的同学和随行老师 已经在车上等候 看见了苏白鱼 校长也催促他 快点上车 笑笔是大事 市民 学生 都会前去观看 一路上还看到很多自制的横幅 司机车技娴熟 本以为会迟到 但没想到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赵天市最大的体育场 万象体育场 从外面看万象体育场就很气派 里面更是能同时容纳五万观众 四个学院的人 都是从后门进入 前门留给观众入场 车辆停稳 时升有序下车 苏白鱼刚下来 就听 旁边有人阴阳怪气 听说今年兰陵艺能学院 也觉醒了个S级艺能者 你没听说那个S级艺能者 被人打得满脸欲青吗 哈哈 那是个废物 苏白鱼看向说话的方向 那两人也看着他 显然是故意说给兰陵艺能学院的人听 暗暗记下两人的样子 若是遇上苏白鱼 怕是少不了一顿胖揍 苏白鱼转头问说话那两个人是谁 江陵下车道 北斗艺能学院的孔杰和孔辉 一个S级的自然系木系艺能 一个A级变身系火麒麟 怪不得敢当众嘲讽 自身还是有点实力 回头又看了孔杰 孔辉一眼 便跟上了前面的队伍 整个体育场中央 有一个20x20的方台 摔下台 就算做淘汰 观众席一层一层按阶梯撞排布 离台较远的观众 也不用担心看不清 在前方有硕大的屏幕 场上的情况 时时同步到屏幕上 四个学院相继进入各自的休息室 观众席也做得密密麻麻 九点正式开始 随着主持人的一局大赛开始 观众的热情也被激发 北斗加油 青石加油 新峰加油 蓝铃加油 让我们有请市长上场抽签 一个年纪50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走上会场 先是拿起麦克风 讲了点场面话 随后才开始抽签 将手伸进一个透明的箱子中 拿出卷一张卷起的蓝色纸张 打开看了一眼 随后展示给观众 北斗艺能学院 北斗艺能学院是蝉联两年第一的学校 走出过不少出名的艺能者 甚至还有进入光明组织的人 没想到第一个出场的 就是他们 场上的观众活跃起来 第一个就是北斗 这场比赛好看了 我可压了十万能源币 在北斗身上 北斗今年可是出了两个S级艺能者 就在观众还在讨论的时候 第二签也抽了出来 蓝灵艺能学院 市长念出这个结果后 不少人皱起眉 观众也为蓝灵惋惜 第一跟第四 我看蓝灵艺能学院 今年又要第四了 蓝灵不是出了的S级艺能吗 你没听说吗 那个S级艺能者 被人打得满脸于青 啊 这么惨 看来是没戏了 一共四所学院 两两一组 首先就是蓝灵对阵北斗 五局个人站 最后一局团队站 校长在后台为五人打气 这次的翻身机会 已经等了很久 要说郑伟坤比他们还紧张 一点也不为过 场上主持人介绍完 两所学校分别从两侧入场 五人加上古森在旁边的等候区落座 按照交上去的名单 第一个出场的是叶宇成 叶宇成摩拳擦掌 仿佛对自己充满自信 北斗第一个派出的 竟是拥有变身系火麒麟的孔灰 火麒麟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变身系 它比普通的猛兽 有更强的身体 甚至还能从口中喷出火焰 果不其然 叶宇成在孔灰半变身状态下 没坚持十分钟就被打下台 孔灰还嚣张地竖起终止 可恶 五场对局 只有最后一个上场的苏白宇 对决一个A级精神系异能者 拿下一分 沈静渊也利用异能 让对手和他同时落地 打成平局 北斗三分 蓝灵一分 所有人聚焦于最后一场团队战 只要蓝灵学院拿下这三分 就能绝地翻盘 苏白宇奈何有数个异能 但不能使用 先不说 场上有检测使用异能的仪器 就是随便暴露个雷电和雾都 要引起关注 毕竟都是引异能 眼下 想要拿到校长给的一千万 只能用庞博海的A级 岩石掌控 苏白宇暗暗换出升华系统 升华A级异能 岩石掌控 A级异能岩石掌控升华为S级磐石之固 升华成功 苏白宇嘴角勾起弧度 短暂的休息后 主持人走上台 宣读团队站名单 十人分战两边 随着铃声一响 两边迅速用异能攻向对面 寒冰求劳 沈静渊的兵系异能 比刚觉醒时又强了不少 眼看对面几人脚下的寒冰 爬上小腿 恐灰变身火麒麟 口中火焰将寒冰化开 随后还咆哮一声 看向沈静渊 没想到他的火焰竟然这么强 不是变身系的吗 怎么有这么强的自然系招式 火焰又向几人袭来 背影印双手前推 从身后出现的水流 对上火焰 水火不相容 滚滚的水蒸气迅速上升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时 宋文山金属异能 配合叶宇成的雷电冲向对面 雷电在金属的包裹下轰然炸裂 但对面好像有预感似的 提前撤离 怎么躲开了 苏白宇看向跟他对战的精神异能者 这人竟然也可以像他一样预判攻击 先把那个戴眼镜的淘汰 其他几人也发现了猫腻 赞同苏白宇的提议 短暂地制定了个计划 由精神系的苏白宇店后 宋文山和叶宇成使用刚才的招式 沈静渊和背影印在侧面干扰 看着宋文山召唤出的金属 再看向大屏幕上自己的照片旁 苏白宇 S精神系 无奈 不能暴露SSS的九天巡雷 回过神时 戴着雷电的金属触手 穿破木墙 像戴眼镜的弓曲 就在对面刚要躲开之际 背影印将水洒到几人身上 又从金属触手上倒过雷电 短暂的麻痹后 出手将精神系异能者打下擂台 而宋文山和叶宇成 也被一直戴着黑色口罩的男子鸡飞 第十七章 EVR 暴露第二个异能 虽然刚才的进攻 将那名精神系异能者淘汰 但代价 却是宋文山和叶宇成 场上情况不容乐观 北斗还剩四人 而蓝灵只剩三人 怎么办 咱们学校就剩三个人了 北斗的那个戴口罩的浩强 只是黑影一闪 就把两人淘汰 哎 蓝灵的学生 在观众席双手攥紧 咬着嘴唇 老师们也皱着眉 反观北斗那边 气势更胜于刚才 加油 北斗第一 北斗第一 左影好帅 明年我要报北斗艺能学院 从完全麒麟化 变回半人形态的孔灰 指着苏白宇 你们还是趁早投降吧 不然出了什么意外 可不怪我们 话音未落 孔灰脚下用力 一双带火的麒麟爪攻了过来 寒冰屏障 咔 麒麟爪撞上冰墙 沈静渊制造的20厘米厚的冰墙 陡然碎裂 冰墙碎裂的一瞬间 被盈盈换出滔天的水柱 拍向孔灰的脸 在碰撞的刹那 孔杰编织的木墙 护住孔灰 爹 你别冲动 刚才沈静渊的防御 加上贝盈盈的攻击 似乎是让她觉得丢了面子 对她哥哥孔杰的劝阻 充耳不闻 好机会 孔灰性格冲动 可以利用她的性格 打她个出其不意 苏白宇走到两个女生身边 一会看准时机 你用冰墙挡住其他几人视野 你用水 配合我将孔灰淘汰 沈静渊和贝盈盈互相点点头 苏白宇微微一笑 露出银芽 本来不想暴露的 但校长说 要给一千万 我就陪你玩玩 孔灰先是一愣 然后大笑起来 就你 哈哈 S级精神系 被打的于青 至今还未消散 苏白宇无视孔灰的话 双手拍向地面 十巨人 一个高五米左右 石头组成的人形 在台上缓缓生成 那是什么 谁的艺能 好像是苏白宇的 你们看屏幕 此刻在屏幕上 苏白宇照片旁赫然出现 S级自然系岩石异能 巨人生成的一瞬间 北斗学院的人也愣住 就是现在 随着苏白宇大喝一声 沈静渊用冰墙 将孔灰与其他人隔开 背影印的水系异能 配合苏白宇 被岩石包裹的拳头 砸向孔灰 动 一声闷响 孔灰被砸向场外 落地时 还拖了一条长长的黑线 刚才被岩石巨人 吸引视线的人 这才回过神 可恶 竟然这么阴险 没事 就算3v3也不怕 我们有两个S级 左影没说话 一直看着苏白宇 被左影这么看 苏白宇也有点不舒服 这人有病吧 盯着大男人这样看 沈静渊和背影印 现在斗志被重新点燃 人数已经齐平 还有机会 兰陵学院的休息区 所有老师都站了起来 苏白宇竟然还有S级自然系异能 为何他从来没说 双系异能都是S 精灵启示池中沃 这场比赛过后 不管蓝陵能不能赢 苏白宇必定会成为炙手可热的人 而且 他们三人的配合也不错 看到这场画面的人 没有一个心情能够平静 整场比赛都没说 一句话的左影突然开口 没想到 竟然是双系异能 苏白宇歪着头 你的异能也很特别 电光火石之间 一团黑影冲到苏白宇面前 左影与他开始激烈的肉搏 两人攻击快到 已经出现了重影 就在沈静渊要用寒冰束缚他时 黑影一闪 左影消失在场上 哪去了 怎么不见了 其他人不知道 但拥有感知的苏白宇 看向岩石巨人的影子 这人不仅能穿梭在阴影 还能藏在阴影中 不被发现 左影消失的同时 孔杰和使用毒的异能者 利用树木袭来 岩石巨人俱拳一杂 孔杰换出的树枝 被拦腰斩断 但孔杰却嘴角一动 苏白宇醋眉 不好 有毒 现在提醒为时已晚 沈静渊和贝影影 眼神空洞 转头的一瞬间 左影从阴影中闪出 一脚将二人踢下擂台 苏白宇也迅速 冲到孔杰二人身边 将毒系异能者轰下擂台 被树枝举起的孔杰 逃过一截 但现在变成了EVR 一人单挑两个S级异能者 场上寂静无声 刚才的嘲讽声 也化为乌有 都在认真地观看 这场精彩的对决 进攻只在刹那间 左影 孔杰二打一 没有了后顾之忧 攻击不再留守 苏白宇一身岩石 不断被击碎 巨人的攻击太过迟缓 只能起到保护的作用 孔杰不断召唤树枝 向苏白宇方向延伸 左影利用阴影 不停穿梭在树枝的阴影中 虽然能感知到左影 但速度太快 还要时刻提防孔杰的进攻 几番下来 苏白宇大喊淋漓 不行 一直躲不是办法 跳上十巨人肩膀 不停在脑海 寻找左影进攻的弱点 三西后 苏白宇眼前一亮 他似乎只待在 比自己大的影子里 苏白宇猜测 左影只有在 比自己大的影子中 才能发挥 异能全部的威力 试试 利用感知 找到左影的位置 引诱他过来 苏白宇现在所占的位置 光线充足 影子很短 孔杰再次要为 左影搭桥时 巨人砸下一拳 这一拳用了最大的力气 整个会场都颤抖了一下 树枝还没到苏白宇面前 就别挡在前面 左影想停下来 已经为时已晚 S级感应 就等他进入包围圈了 失去阴影的左影 果然速度有所下降 已经不能全部 躲开苏白宇的攻击 苏白宇一心二用 利用岩石巨人 缠住孔杰 左影现在 也自知落了下风 想要寻找机会逃脱 但苏白宇可不给他机会 一把抓住左影 身上的岩石向他转移 不一会 一个裹得像木乃伊的左影 被岩石搬下了一台 天哪 左影竟然败了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苏白宇歪了两下脖子 然后转过头一笑 早上就说 要教训教训你们俩 你弟弟下去了 做哥哥的替他吧 说完 苏白宇冲向孔杰 在巨人和他高强度的攻击下 孔杰很快就招架不住倒了下去 苏白宇上前 两脚踩着孔杰的双手 很自然的 一巴掌朝孔杰山去 啪 啪 一边山一边说 嘴剑是要负责任的 啪 啪 啪 所有人都呆住了 这是什么仇 什么怨 裁判赶紧上前拉开苏白宇 迅速地说出比赛结果 再删下去 北斗学院就要炸了 这删的不仅是孔杰的脸 更是北斗学院的脸 我宣布 北斗学院与兰陵学院比试 兰陵学院获胜 第十八章 各方势力来抢人 裁判将他拉开 孔杰的脸被删得像猪头一样 北斗竟然输了 我的十万能源币啊 双S异能 好强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站在台上的苏白宇 竟然1V2战胜两人 站在擂台中央 观众洒去的目光 有震惊 有疑惑 有愤怒 等到会场的人来 清理擂台 他们才终于不甘地相信 北斗不敌蓝陵 经过这一战 苏白宇的大名 铭记在美人心中 连后面两所学校的比赛 都已变得索然无味 除了官方的光明组织 非官方组织都已派人来接近苏白宇 连刚被打脸的北斗学院 都来挖人 郑卫坤也没拦着 因为就算现在拦下 私下也必定会再次找上苏白宇 一个黑色西装男子摘下墨镜道 你好苏同学 我们是红莲艺能工会 你在场上爆发的战斗力相当惊艳 诚恳地邀请你加入我们 蓝陵的休息区 人满为患 几乎照天使一半组织的人都来了 我们是城光艺能工会 如果你能加入我们 我们会专门为你打造一件S级武器 量身定做的S级武器 周围人都看向他 S级武器 恐怕只有大工会才能拿得出手 苏白宇瞥了一眼他 S级武器就想收买到他 想得多少有点天真 谢谢 暂时不加入任何组织 死 旁边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这要是拒绝了 可就得罪了赵天使一半的异能工会 果然 刚才还很和善的黑衣男子 现在瞪着苏白宇 我再问你一遍 一件S级武器当真不加入我们 苏白宇被问得有点烦躁 没好气地喝道 不加 好 你别后悔 我就看看 还有哪个组织敢收你 说完 男子转身就走 后半句话明显带着怒鹰 旁边的人小声嘀咕 完了完了 得罪了城光艺能工会 恐怕以后的路不好走了 走吧 城光工会 是赵天使最大的私人组织 整个工会 云集了十多个S级艺能高手 A级艺能者更是众多 除了官方的光明组织 这里就数他们最大 工会的人陆陆续续地散去 休息区也宽松起来 北斗的校长走了过来 高傲两个字就差写在脸上 苏白宇同学 我们北斗艺能学院 多次蝉联校比第一 教师资源和材料资源 都比来龄要丰富很多 你考虑考虑转校吧 怎么有势力的 都不会尊重人 刚才城光的人这样 这北斗校长也这样 不转 白脸色给我看 还想让我转学 北斗校长脸色不悦 像吃了只死耗子一样 瞪了一眼也走了出去 旁边兴风 侵蚀的人倒是正常了许多 最起码不是用高高在上的语气命令他 但这两所学校能给的东西 跟在兰陵学院差不多 要是留在兰陵 校长说不定还会感激他 给他更多好处 委婉地拒绝了两所学院 郑卫坤走过来 胳膊肘碰了碰苏白宇 苏同学 你这是愿意留在兰陵了 别废话 给钱 这人还真认钱 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说 等明天结束的 眼前的苏白宇 成了整个场上最亮眼的一颗心 叶宇成极度的眼神 已经隐藏不住 其他人都因为打败北斗而高兴 而他却满脸阴猛地瞪着苏白宇 今日的比赛都已结束 获胜的是青石艺能学院 明天由青石对战兰陵 获胜的就是今年校比冠军 回到学校的单间 苏白宇躺在床上 瞪大眼睛思索 因为一千万 暴露了第二个异能 到底值不值 今天好像很多人都对他充满敌意 成光异能工会 甚至在网上发了通知 说哪个组织收了苏白宇 就是在挑战他们成光 成光的会长 还是市长的亲戚 甚至网友都不敢 在下面做过多评论 苏白宇看着这个通知 就像看小丑一样 他也有个组织 而且现在还很火爆 银组织虽然只有他一人 但那日的战斗 市民还都历历在目 网上甚至还自发组建了粉丝团 口号就四个字 替天行道 苏白宇猛地想到了 林中救下的那几人 也不知道 救下的那三人怎么样了 上次虽然分给了他们一能 但都不是很强 利用灵魂镣铐连接的三人魂魄 还在灵魂树上发亮 这就代表三人都还活着 卡拉 就在苏白宇冥想时 窗户陡然碎脸 碎成渣的玻璃 还没掉在地上 一颗子弹 就射在他刚才所躺位置 一种熟悉的感觉 油然而生 苏白宇勾起嘴角 熟人啊 用白雾包裹住全身 从窗户跳出 利用风系异能 跳跃于高楼之间 对面的杀手还没察觉之际 苏白宇就立在他们身后 看着眼前三个黑衣少年 苏白宇顽心四起 让我看看 你们长进没有 解除白雾伪装 岩石包裹住的右臂 砸向三人 后面 楚婉宁率先发现后方的异动 旁边方璇 直接变身为剑齿虎形态 挡住一击 苏白宇见两个异能已出 那旁边之人 就是分道 耐火的倒霉弹 岩石壁垒 挡住外面两人 苏白宇在墙内 一拳打晕南赵夜 随后大声喊道 你们的同伴 已经被我杀了 听到这句话 楚婉宁和方璇 几乎癫狂 狙击击枪的能量弹 和虎拳 疯狂攻向岩石 等二人攻击迟缓后 苏白宇接触岩石屏障 赵夜 两人吼出两个字 带着重重的哭腔 苏白宇以雷电的速度 刹那间将二人放倒 随后 岩石爬上两人身体 逐渐只有一个脑袋 露在上面 坐在高处 苏白宇看着两人 刚才我在岩石后 杀了你们同伴 你们有机会逃跑的 怎么不跑 没有任何回答 被控制的两人 只是狠狠地瞪着苏白宇 苏白宇鸣嘴一笑 你们要是不说话 我就把你们同伴的尸体 扔到楼下 这么高摔下去 估计能摔成一个饼吧 说着 他做事拽起南昭夜 就要往楼下扔 说说说 你要听什么 说说你们 为什么不跑 方璇躺在地上 深吸一口气 吸了下鼻涕 我们不只是同伴 更是家人 这么多年相依为命 本来以为有了异能 可以跟随大人 如今这一切都是命数 第十九章 三人的忠心 引组织成行 苏白宇听到 大人一词 不由得一笑 随后抬眼问道 什么大人 方璇这才意识到 说错了话 咬着牙 看向苏白宇 哼 没听见 我问你 什么大人 苏白宇步步紧逼 方璇和楚婉宁 被吓得浑身颤抖 如果说了 就背叛了救他们命的人 不说 南昭夜下一刻 就要被扔下大楼 两人像上料好的一般 同时喊出 你杀了我吧 我求你杀了我 苏白宇站定 义正言辞地说道 只要你们说出来 我就放了你们三个 看着身体 逐渐悬空的南昭夜 两人的心理防线 顷刻间崩塌 泪水顺着两侧流向地面 带着哭腔吼着 我求求你了 杀了我 我们死都不会背叛他 映着月光 银月一般的微笑 挂在苏白宇脸上 虽然这个答案很满意 但是还不够 苏白宇抓着整个身体 都在悬空状态的南昭夜 五根手指同时放开 啊 喂喂喂 逗你们玩的 苏白宇刚把南昭夜放开 拥有 剑齿虎 异能的方弦 变成兽人状态 竟想要咬蛇自尽 利用风系异能 赶紧将南昭夜拉上来 又把一个岩石块 扔进方弦嘴里 跟你们开个玩笑 你们再看看 我是谁 说完后半句 白雾从苏白宇脚下旋转上升 逐渐包裹住整个身体 只露出右眼 这个异能 这个眼神 你是大人 耐晚的大人 这玩笑差点开大了 没想到这两个年轻人 这么刚烈 白雾随着岩石一同退去 大人 赵夜他 没事 就是晕了 听到南赵夜没事 两人心里的石头放下 身体不由得瘫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人 我们没想到你是兰林医能学院的 对不起大人 我们没完成承诺 苏白宇坐在两人身边 而后转头说道 没事 你们刚才已经通过考核了 刚才三人不抛弃同伴 不为了活命背叛恩人 苏白宇都看在眼里 两人不敢相信 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心脏砰砰地快速跳动 尹组织 这两天在市里总能听到 如今真的成为组织的一员 苏白宇打断两人 还有啊 不用叫我大人 你们现在也算是尹的元老了 叫大哥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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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三人一看 旁边的南赵夜不知何时醒了过来 三个人单膝跪地 喊了苏白宇做大哥 苏白宇闭着眼睛摆摆手 哎哎哎 这种礼节咱以后免了呀 三人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眼前的人 与那天在树林中的苏白宇 不太一样 苏白宇看出他们的疑问 拉起几人道 世界上只有三种人 朋友 陌生人 还有敌人 不要把对敌人的情绪 放到朋友身上 更不能对敌人怜悯 三人心里暗暗赞同 那大哥 我能不能跟你说个事 看像刚才被他打晕的南赵夜 有事直接说 就是我的异能 只能抵抗热量 有点拖累婉宁和小璇 苏白宇心里暗笑 想的不是为了自己 而是怕拖累同伴 你不问我也要跟你们说 先把你们这几日 用异能的心得说说 再告诉我 你们比较向往什么异能 几人听到这话 瞬间就想到 那天苏白宇大手一挥 三人就突然有了异能 三人捂着下巴 抿着嘴思索 苏白宇没打断他们 躺在地上欣赏月色 按照现在的实力 虽然可以随便给他们 放入一个S级异能 但是如果没有兴趣 开发起异能来会很困难 实力会被限制得死死的 若是自身感兴趣 开发异能也会有无限的乐趣 异能开发 成功就像是水到渠成一般 良久 楚婉宁先开口 大哥 我不知道狙击枪是什么等级 但只要被发现 就只能逃跑 近战没有任何战斗力 嗯 这一点早在上一任 狙击枪突着主人身上 就已经凸显 近战就跟个普通人一样 你想要什么类型的异能 我 我想要变身戏 一个女孩子 变身戏 还是不要选虎豹豹豺狼这些的好 苏白宇暗暗记在心里 等三人都说出自己向往的异能后 苏白宇嘱咐道 记住 以后对付敌人 千万不要手软 起身刚要走时 苏白宇这才想起 你们是受什么人指使来杀我的 方璇走出 用手比量着高度 那人这么高 全身上下穿得漆黑一边 被包裹得死死的 连眼睛都没露出来 我们在猎杀异兽回到市里后 找上我们的 苏白宇点点头 买凶暗杀 怎么可能暴露自己 你们暂时不要出门 等我消息 这是西城103号别墅钥匙 为了不让雇主找到他们 只能暂时隐藏起来 把钥匙交给几人后 苏白宇暗原路回到学校单间 一个变身戏 一个自然戏 一个精神戏 要的还都不一样 收拾好地上的玻璃碎片 又躺在床上 距离上次的暗杀 已经过去了很久 但这也不能否定 两次买凶的 不是同一伙人 仔细想想 对自己有敌意的人 城光艺能工会 叶宇成 北斗艺能学院 还有不知道 藏在暗处的人有多少 这一算 还真结了不少仇 苏白宇尴尬一笑 排除错误答案 都要排除好几次 好在自己的底牌足够多 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系统 我在 我能不能去找 异兽尸体来提取 短时间内死亡可以 长时间死亡 身体灵气消散 提取不出任何东西 哦 看来这个方法不行 那就只能猎杀异兽 或者斗兽场 和异兽交易行了 再去别墅路上的三人 也在交谈 楚婉宁 一直紧动的神情 舒缓过来 从今以后 我们有靠山了 我们要让大哥的组织名 镇整个苍龙国 大哥 是第一个认可我们的 这么多年苟且偷生 都快让我忘了 尊严是什么 夜风吹过 地上散落的叶子 慢慢堆积起来 第二十章 雇主出现 黑衣男子 整个晚上 寒风不断吹进 苏白雨的房间 凌晨五点左右 房间的温度 几乎跟外面一样冷 阿秋 苏白雨打了个喷嚏 看向破碎的窗户 还是用岩石先封上吧 青色的石头 慢慢堵住破碎的窗户 冷风不再吹进来 多少暖和了点 今天醒得比较早 早饭还没有送过来 只能上个往来打发时间 由于这两天忙着叫笔 也很少看手机 当他在打开手机时 就看到一则公告 庞博海事件 已经全部调查完毕 大概的意思就是 根据执法者记录下来的影像 最后那人逃走时 用了白雾异能 加上之前作战时的雷电之力 基本可以判断 是影消灭了庞博海一干人等 之前在没有官方的确定时 网友只能靠着碎片信息来猜测 这则公告一出 网友讨论的热火朝天 天 真的是尹大人 连相位都敌不过吗 庞博海在西城区作恶多年 终于灭了 庞博海一死 他的恶行全都被曝光出来 但有人喜爱 就有人诋毁 有不少人都认为 是影与庞博海力分配不均 内乱了 或是影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下面甚至还贴出影与共秒 落成对战的录像 苏白宇关上手机 冷哼一声 真就认为看到的就是真的 有多少异能者 暗中做着伤天害理之事 庞博海死前最后一句话 他可一直记着 叶区长 庞博海能作恶这么多年 叶城不会不知道 当窗外雾气散去 苏白宇的早餐也被送了过来 匆匆吃完后 兰陵学院的人就出发体育场 今天是最后的决战 拿下第一就翻身 兰陵的车辆抵达时 正好轻蚀的人也刚到 轻蚀艺能学院的五人 见到苏白宇一脸崇拜 你还你好 苏同学 你那个岩石巨人太强了 有机会 我们可以一起出任务啊 看着眼前几人 苏白宇一个不认识 昨天被好几十人挡在门口 后面那场比赛一眼没看到 你们也很强 你们也很强 随便寒暄起居后 随着郑卫坤回到休息室 最强的对手北斗已经被淘汰 这个第一可谓是囊中之物 旁边老师的笑容从没停过 连以往刻板表情的古森 现在看起来都好看了许多 好好打 嗡嗡 震动感从大腿传来 苏白宇打开手机 喂 那边没有说话 但传来打斗的声音 堵住左耳 极力听清手机传来的声音 是赵叶他们 一种不安的感觉 突然牵动心脏 急促的打斗声陡然结束 猛虎咆哮的声音 传入苏白宇耳朵 怎么办 怎么了 沈静游走到身边 看他在愣神边问道 苏白宇回过神 但呼吸还很急促 没事 该上场了 快走吧 现在这个情况 没时间在台上跟他们秀一能 快步走上卫台 眼神凝视前方 旁边几人也觉着苏白宇和平时不太一样 随着裁判的铃铛敲响 苏白宇直接利用岩石制造出石墙 限制轻蚁异能学院的人移动 接着 岩石巨人出现身后 在场上的人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一拳一拳砸向擂台 擂台被摧毁得越来越小 他在干嘛 观众不解 为何他要摧毁擂台 岩石巨人在苏白宇的控制下 双手向下 用力砸下最后一击 碰 沉烟四起 石块被蹦向四周 在对面的人跳起躲避之际 苏白宇赶至挤人的方向 至空之时 苏白宇也跳向空中 在烟雾中 一人一脚踢下擂台 这些操作一气呵成 电光火势之间就奋出胜负 烟尘还没散去 苏白宇便冲下擂台 是苏白宇 他怎么跑下擂台了 怎么回事 里面发生了什么 苏白宇在所有人 差异的目光中冲出体育场 终于脱离了他们的视线 利用白雾包裹住身体 飞速奔向别墅 晚一秒 他们就多一秒的危险 苏白宇眼神阴冷 看向前方 不管是谁 都不会放过你 此时 擂台上的烟雾 也逐渐散去 整个会场的人 都不觉得将眼睛睁大 擂台的一半 被砸成废墟 侵蚀的人 倒在擂台下面 竟然这么快就结束了 这 裁判看向两侧 蓝林的人 还站在台上 自然宣布 蓝林为这一年 笑比第一 沈静渊几人也愣住了 只站在台上一分钟 比赛就结束了 老师学生都疑惑地 看向苏白宇离去的方向 他到底干嘛去了 笑比会场在北城区 离西城区别墅不算太远 有雷电和风的异能附身 很快苏白宇就赶到了别墅 深吸一口气 平缓自己的呼吸 随后 将身上白雾消散 直接从大门进入 刚进门时 就看到一身漆黑的男子 坐在沙发 手中拿着他的七星剑 看着两名手下摧残三人 突然进门的苏白宇 立刻引来注意 黑衣男子先是一愣 然后大笑起来 没想到没想到 昨天没杀掉你 你竟然自投罗网 苏白宇抬眼看向他 对不起啊 走错了 抓住他 刚才还在殴打三人的两名手下 迅速抓住苏白宇两臂 苏白宇没有反抗 装作恐惧地说道 大哥 你们是什么人 为何要杀我 黑衣男子攥住苏白宇头发 往上一拉 带着这个疑问去见人组吧 苏白宇多次询问 但男子嘴巴很严 没吐露任何信息 哼 看来怎么样 也不会说了是吧 黑衣男子猝眉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死 苏白宇身形抱起 雷电直接贯穿 按住他的两个喽啰 被电出白烟的两人 瞬间倒地 随后电弧机向黑衣男子 庞大的电流 在空中打出响声 咔 黑衣男子的伪装被打破 露出火红的拳头 拳头上还有着黄色纹路 你竟然还有雷电影呢 你是赢 说出自己的猜测 黑衣男子也震惊了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最近很火的神秘组织 赢组织的创建者 赢还在上学 第21章 赢的凶名 看着眼前的苏白宇 黑衣男子坠坠不安 就在几日前 在市中心与光明组织两大高手交战 最后结果是逼退两人 恐怖如斯 苏白宇身上布满雷电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白雾将他隐藏起来 雷电和白雾萦绕 看上去像是在风暴之中 双方都知道 到这一步 怕是不能善了 黑衣男子身上 温度突然飙升 双臂上的衣服 被烧成灰烬 两条像碎裂熔岩一样的胳膊露出 石块缝隙中 黄色亮光异常耀眼 黑衣男子压低声音 以你的资质 本来可以大有作为 可惜碰到了我 熔岩火拳 两条胳膊上的热浪 扭曲了视线 苏白宇不敢轻敌 岩石覆盖皮肤 双手交叉在胸前 碰 熔岩拳砸中苏白宇 手臂侵蚀不是熔岩的对手 高温的作用下 侵蚀逐渐变红 热量顺着手臂 传入苏白宇身体 死我靠 什么异能 不能近身 熔岩拳的威力 不在物理伤害上 他所散发的热量 才是最难办的 在苏白宇思考时 黑衣男子又挥拳而来 碰 感应使他躲过一截 但地面被敲出来的大坑 房子下面里土地都被击穿 可见其威力 见速度不敌苏白宇 黑衣男子双手拍向地面 此时 他的上半身 已经被烧得一干二净 以双手为中心 地面逐渐升温 刹那间 熔岩代替了木质地板 并且缓慢向周围蔓延 赵燕 喊了一声 没能叫醒晕倒的三人 再这么下去 倒在地上的三人 必定会被熔岩吞没 太乙清风 风的力量将三人卷起 朝着一处大楼顶部移动 看着三人离开这片危险区域 苏白宇也不再留守 让你试试我的 天道修罗 使用刚获得的天道修罗后 苏白宇双眼放出金光 穿过面前白雾 黑色头发也散发着金色光韵 好 怒吼过后 身形激增 修罗的金色真身 幻化而成 金色修罗的出现 立即引起周围注意 刚买的别墅也变成了废墟 发生什么了 那边似乎爆发战斗了 那金色修罗模样 好像在哪见过 看着眼前的金身修罗 黑衣男子双手握拳 这不是相位的异能吗 怎么可能 实质的眼神不可置信 由苏白宇所画的修罗 也有少许不同 三个头变得更像苏白宇 尤为明显的是那锐利的眼神 苏白宇变身后 没有丝毫迟疑 金带甩出 想要缠住他 黑衣男子见势头不对 想要逃出西城区 修罗合适的霜后分开 随后朝着空气一转 啪 啪 啪 几道天雷陡然劈下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是还在上学的人 黑衣男子脸上的 伪装在缠斗中被破坏 可以清楚看到他的面部 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疤痕 从左眼到嘴唇 黑衣男子低吼 可恶 这是你逼我的 只见男子从裤子里 掏出一个小盒子 随后倒向口中 这是机能胶囊 这一幕苏白宇太熟悉了 上次旁风就是吃了这东西后 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 果然 男子吃下的刹那 眼神变成火红色 身上本来还是黑色的熔岩 也被烧得通红 脚下每走一步 就形成一个亮黄色熔岩坑 此时的他整个人 已经完全熔岩化 随着温度激增 热浪扭曲了整个战场 这里仿佛人间炼狱一般 白雾 雷电 熔岩 苏白鱼眼神一冷 率先发难 想要利用SSS技艺能 九天玄雷 直接将其击杀 天上雷霆之力不断汇集 隐隐有滚雷在空中炸裂 随着金色修罗大手一挥 汇集已久的玄雷 轰然砸下 哄 玄雷砸向地面 巨大的冲击力 使土地向四周崩开 尘土寝客间崩得老高 熔岩也被激出亮黄色的光点 像是夜空爆炸的烟花 远处围观的人群 也感受到脚下传来震动 这是尹 好强大 尹竟然也有修罗异能 和尹在打的是什么人 竟然也有这么大的威力 玄雷落下后 苏白鱼喘着粗气 刚才那一击消耗了不少精神力 硕大的修罗脑袋向下看去 嗯 一个青色头发的男子 站在黑衣男子前方 双手交叉举过头顶 跪在地上 嘴角还挂着血迹 不等苏白鱼说话 那名男子喘着粗气说道 不是有意冒犯阁下 请让我带走他 日后必有重限 苏白鱼暗自盘算 精神力消耗过大 能出来一个救他的 就有第二个 修罗身体逐渐消散 青发男子 见状作一道谢 扶起倒地的那人时 苏白鱼带着手中汇聚的旋雷 猛然冲去 扑 雷霆之力贯穿他的胸口 身体一瘫 不再有任何反应 对于要杀他的人 怎么可能留下祸端 靠近二人时 心里默念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容颜 竟然只有A级 A级就有这种效果 这个异能的强度可想而知 当然也不能排除他开发的好 看着同伴死在自己怀中 青发男子神色一宁 咬着牙挤出一个字 尹 围观的群众也呆住了 这么狠 不是放过他们了吗 你哪只耳朵听见了 就是 尹大人只是把异能收回 又没说放了他 尹的凶名 迅速在人群之中传开 两人大战 也被拍下船到网上 苏白宇不再停留 白雾始终包围着自己 没露出一点空隙 顺着西城郊外方向 跑去 这里人多眼砸 保不齐会被看到 在躲藏的过程中 苏白宇换出系统 现在还剩下一万多升华值 经过多次的升华 苏白宇摸清了规律 F到一到D需要100升华值 D到C到B需要1000升华值 B到A到S需要1万升华值 但是D等异能高级升华时 也有几率晋升为S 就像自己的E级灵感 高级升华后成为S级感知 但强度是按照消耗的升华值来判定 短暂地休息过后 饶了一条到回到市区 现在别墅那边肯定人山人海 执法者也必定在其中 当务之急 还是看那三个刚收的小弟怎么样了 第二十二章 激增的小队实力 来到大厦楼顶 三人已经清醒过来 正焦急地看向侧面战场 你们醒了 三人猛然回头 大哥 你没事吧大哥 对不起大哥 都是因为我们 苏白宇摆摆手 不怪你们 是我疏忽了 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快找到你们 看向系统中的熔岩异能 A级就这么强力 S级会怎么样 毫不犹豫地将熔岩升华 A级异能熔岩升华为S级异能岩浆 苏白宇淡淡一笑 小璇 你想要自然系异能吧 大哥 不等方璇反应 苏白宇将异能球放入他的身体 随着异能球的融合 方璇惊讶的表情在脸上浮现 这是那个人的异能 不错 不过比他的更强 好好使用 婉宁 赵叶 最近我会为你们找到合适的异能 那个人死了 应该不会有人找你们了 说完 苏白宇离开楼顶 现在之所以害怕各大组织 归根结底就是还不够强 一切的恐惧都来源于实力不足 提前离开了笑比 还不知道那里怎么样呢 苏白宇一边走一边想 方才慌张地跑出体育场 要是没有个合适的理由 必定会被怀疑 幸好战斗爆发在西城别墅区 苏白宇没有回到体育场 而是返回了别墅 在看到别墅的惨样后 装模作样大哭起来 啊 到底是谁啊 我新买的别墅啊 旁边的群众不由怜悯地看向他 哎 这孩子也够倒霉的 好好的房子被毁成这样 也有不少人蹲下安慰 但演戏就要演足 怎么能这么快就接受事实 整个房子已经被烧成灰烬 容颜凝固后 救援队在废墟中 找出一柄炭化的剑 苏白宇心中一紧 这可是S级七星剑啊 就这么被毁了 说不心疼那是假的 在这里大哭一番 周围的人也记住了他 等学校问起来 这个理由无懈可击 旁边有几十数百的证人 擦擦眼泪 苏白宇离开西城区 远离了人群 刚才还阴郁的表情瞬间消失 嘿嘿 成了 回到体育场时 郑卫坤正在台上讲话 苏白宇从侧门回到休息室 里面的学生和老师 都疑惑地看向他 你上哪去了 面对江灵的质问 苏白宇将准备好的说辞讲出 听完他的遭遇 众人头上的疑云逐渐散开 江灵拍拍苏白宇肩膀 上面会有赔偿的 这段时间你可以住在学校 住在学校 不不不 不用 苏白宇就是因为在外面住着方便 才不在学校住的 万一在学校 有人发现他的秘密怎么办 校笔的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获得第一的校长发言 等郑卫坤带着一个奖杯 和一本证书下台 校笔也就到此结束 观众席上有人意犹未尽 有人痛哭流涕 回到休息室 看到苏白宇时 郑卫坤也不解 为何他没头没脑地跑出去 不得不再跟他解释一遍 郑卫坤听完点点头 终于所有人都接受了这个理由 苏白宇玄着的心也放下来了 校长 钱 郑卫坤被气笑了 还真是个财米啊 不过赢了校笔 自当履行承诺 而且苏白宇的房子被毁了 也需要钱 回学校的 明天行吧 没忘就行 由于苏白宇出其不意的进攻 这届的校笔结束得太快 回学校时 还没到午饭时间 留在学校学习的高年级学生 也赶来庆贺 打破了多年的第四名次 值得高兴 收拾好自己的东西 苏白宇离开学校 别墅虽然毁了 但好在怀里还有五百万的苍龙卡 带着巨款 游走在市中心 升华值消耗得太快 在为楚婉宁和南兆业寻找异能时 也要收集一下了 虫子和一手一手抓 哪个都不能浪费 来来来 新款上市 银组织面具 瞧一瞧看一看 仅此一家 顺着声音过去 发现是之前苏白宇买面具那个小店 上面摆的面具都是灰色云雾形象 随着老板的吆喝 门口聚集的人快把街道堵上了 可见 隐在这些人心中的地位 他们也不会想到 心心念念的人就在他们身边 挤出层层人群 苏白宇朝着火风山脉走去 以前苏白宇就是在这里的外围 拾取灵财变卖 如今 再回来 颇有感触 实力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孱弱 在深处也有自信全身而退 火风山脉内部不像外围 外围看上去极为正常 与普通树林无异 但内部却有庞大的热量 这也使得火风山脉 火系异兽偏多 其他维度的异兽 撕破虚空而来 散落到世界各地 除了出现在城市中的异兽 会被迅速处理 还有隐藏起来的异兽 伺机而动 这里好热啊 苏白宇进入内部刚走了一小时 身上的汗就浸湿了衣服 刚要脱下外套时 心头一动 本能地向侧面翻滚 地面被砸出小坑 里面还有火焰在不停跳动 看向发出攻击的方向 苏白宇露出银牙 淡淡一笑 嘿嘿 救你了 树林后 一只全身火焰的鸟 缓缓飞起 是燕灵皇 火焰经过灵气的滋养 逐渐生成灵体燕灵 燕灵没有意识 但能融入鸟类身体后 可以让附身的鸟遇火重生 最终变为燕灵皇 火风山脉深处 很少有人来 苏白宇直接幻化天道修罗 六臂修罗出现的瞬间 燕灵皇吐出火焰喷来 修罗搅动手中的金带 其中还蕴含着风系异能 本是笔直的火焰 被卷成螺旋状 去 金带向前用力一甩 火焰击中燕灵皇 一兽毕竟不是人 没有人类聪明的脑子 燕灵皇被火焰击中 口中嚎叫起来 两边翅膀不停扇动 火焰逐渐凝聚起来 最后随着一声鸣叫 燕灵皇两侧的火焰冲击过来 苏白宇冷哼一声 随后消散惊声 掌中雷电聚集 借用风的力量 急速跳向空中 旋雷掌心刀 雷电击穿燕灵皇的喉咙 嘴里吐出一团火苗后 跌落到地上 获得升华值9000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金羽燕灵 第23章 冒充影的人 S级金羽燕灵 是特殊的变身系异能 给楚婉宁使用刚好合适 苏白宇在灵中 不仅猎杀异兽 甚至连昆虫也没放过 一个下午的时间 升华值就长到了 43521 眼下天色渐晚 苏白宇准备带着收集的材料 返回市里 这里离赵天市不算近 不用异能 起码得走一天 这次的收获还可以 不仅拿到了升华值 还给楚婉宁 找到了个不错的异能 火峰山脉内部带出的材料 也能卖几万能元币 苏白宇利用风系异能 跳跃于树林间 远远地能看到市区亮起的灯光 我杀了你 嗯 苏白宇停下脚步 仔细聆听 你们是畜生 不是人 吕瑞君 我说过 你去找谁都没有用吧 哈哈哈哈 你一个一级一能的废物 跟我们斗 哈哈 我杀了你们 还我妻儿性命 咆哮的吕瑞君带着哭腔 无助地嘶吼 给我去死 苏白宇皱着眉 刚才那一声 带着男子的绝望 愤怒 碰 啊 就在苏白宇跳上树梢 刚要落到地上时 下面出现一个 戴着面具的男子 指着口吐鲜血的男子道 你们为何要伤他性命 两个尖嘴猴塞的施暴人 打量他一番 你是谁 关你屁事 只见面具男背过双手 雾气从双臂喷出 你是尹 这下两个男的慌了 尹的大名 他们可是如雷贯耳 磅礴海 就是被他一人所灭 尹尹大人 我们 苏白宇在树上 看得一清二楚 面具男背过双手后 按下了手臂上的一个按键 随后 白雾从双臂的袖中喷出 苏白宇面带微笑 静静地看着这几人 这年头 都有人冒充自己了 面具男看着慌张的两人 滚 两个男的快步跑开 其中一人血甩出去 都不敢回来捡 看那两人消失在视线 面具男蹲下 查看吕瑞君的伤势 吕瑞君仰着头 眼睛红得像西红柿一样 泪水顺着侧脸 不断向下流 大叔 你没事吧 吕瑞君转过头 猛地抓紧面具男 求你 求你杀他们 他们仗着自己是异能者 为非作胆 求你 我求求你了 说出后半句话 男子再也控制不住 嚎啕大哭起来 苏白宇也好奇 究竟是什么事 能让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 等到男人哭声小了 面具男摘下面具 缓缓说道 大叔 我不是尹 我叫顾苏年 我也很想像他一样 有强大的实力 见到不公的是 敢出手制止 可是我没觉醒一能 啪 啪 啪 说完这句话没到三秒 树丛中有人拍起了掌 差点让一个小屁孩给忽悠了 树丛中走出的两人 正是之前逃走那两个 显然是之前逃走 又偷偷迂回过来了 怎么办 小伙子你快跑 我死就死了 顾苏年咬着嘴唇思考 我告诉你们 我是顾苏年 赵天市东城区区长的儿子 本以为说出自己的身世 对面两人会掂量一下 不曾想 那两人相识一眼后 大笑起来 原来是顾区长 那个没一能的儿子 就你一个废物 还敢跟我谈条件 知不知道 你爹都得给我们面子 说着 两人拳脚相向 连着顾苏年一起打 苏白宇看向顾苏年的眼神 有些玩味 两人无论怎样殴打他 顾苏年一声不吭 眼神坚定地护住脑袋 这小子有点意思 顾苏年的性格吸引到他 有一点想要收入麾下的意思 苏白宇覆盖全身白雾 跳下树叉 两位忙着呢 两个男人回过头 又来一个 真以为弄点白雾就是赢了 不给他说第二句话的机会 苏白宇闪身上前 蕴含雷电的手 抓住男子脖梗 瞬间将他击晕了过去 顾苏年和吕瑞君 努力睁大双眼 白色的雾气萦绕 出手干净利落 真的是 吕瑞君拖着受伤的身体 跪在苏白宇面前 求您 大人 求您 把我杀了他们 苏白宇看向刚才 事报的两人 还清醒的那个 已经被吓到浑身颤抖 我为什么帮你 这句话问得 吕瑞君 一愣 只要您能帮我杀了 他们两个 我这条命就是你的 今生今世 永远效忠于你 苏白宇 吃鼻一笑 我要你的命干嘛 你觉得你对我有利用价值吗 话虽难听 因为他也不是养闲人的 苏白宇停顿了一下 而后又到 告诉我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吕瑞君眼神变得阴狠 死死盯着两人 我们一家 原本在东城区 卖些小商品 有一天 带着七二来到石林野餐 没想到遇到他们 他们见我妻子貌美 企图战友 我妻子不肯 被他们逼得咬舌自尽 跑过去的女儿 被他们活活摔死 我找了他们所在的 异能工会 执法队 全都不管 吕瑞君的鼻涕 和眼泪掺杂在一起 苏白宇也沉默了 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样 再看向两个男子的眼神 已经没了情感 苏白宇觉得 眼前这两个就是畜生 自己的仇自己抱 说着 苏白宇悄悄提取出 两人异能 随后用岩石固定两人 转身走到前方 我在前面等你 后面顾苏年 也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 大哥 大哥大哥 等一下 大哥 能和张颖吗 签个名也行 透过白雾露出的眼睛 扫了扫他 这小子 是不是忘了刚才被打了 不拍不签 倒是你 跟我讲讲 为何要冒充我 顾苏年低下头 右手不停抓到后脑勺 还有些不好意思 嘿嘿 我就想见您的名城威风 你的异能太帅了 有风 雾 雷电 哦对了 好像还有修罗 苏白宇鉴定完毕 这顾苏年纯纯是个话牢 说着说着 还手舞足蹈起来 我也想像你一样 有强大的实力 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 可惜 说完这句话 顾苏年眼神变得暗淡 似乎想到了什么伤心往事 想要拥有一能吗 顾苏年瞪大眼睛 看向苏白宇 口中足以塞下一颗鸡蛋 第24章 特殊系异能锻造 你想拥有异能吗 这句话 不停地在顾苏年脑海中盘旋 想 异能 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 每当他看到异能者 靠着自己的异能为非做歹时 恨得他牙根都痒痒 而且因为 自身没有觉醒异能 就算是 有个区长父亲 也不能在异能学院继续学习 如今 眼前这人像是一道光 出现在他的世界 苏白宇 看向刚刚提取出的两个异能 一个是自然系C级 晶元素 一个是超人系C级 脑力强化 随后到 看着我的眼睛 顾苏年文言 毫不犹豫地抬头 看向苏白宇深邃的眼睛 双目对视的瞬间 苏白宇发动灵魂镣铐 顾苏年没有提防心理 一缕魂魄 顺其自然地被连接到灵魂树上 以后 只要他有任何异动 苏白宇就能通过灵魂链接 击杀顾苏年 苏白宇也不避讳 直接将此事与顾苏年说明 顾苏年毫不在意 诉说着对苏白宇的崇拜 苏白宇淡淡一笑 默默将脑力强化 升华为S级脑力开发 从今以后你为我做事 倾脚一切 不配拥有异能的人 随后 异能球融入顾苏年身体 融合成功后 顾苏年双眼睁的老大 这 是异能 S级的脑力开发 能使人的脑部能力完全开发 聪明一词 已经配不上使用者 苏白宇想了想 这个异能 自保能力太有限 随后 又花费一万升华值 将金元素 升华为黄金助像 江星的异能 也一并融入顾苏年身体 这两个异能好好使用 保护好自身安全 顾苏年用力点着头 心中的震惊 已经让他说不出话 双手也不自觉地颤抖 刚获得的升华值 转眼就用掉了两万 多少还是有点心疼 但一个人的能力 始终是有限的 只有银组织其他人的实力 也强大起来 才有底气做更多的事 恩人 两人转身刚要走 后面吕瑞君跑了过来 身上红白相见 不用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吕瑞君跑到苏白宇面前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恩人 你为我报了仇 让我也跟着您 就算上刀山下火海 我也愿意 而且 我会锻造装备 苏白宇慢慢转过身 装备 对异能者来说也很重要 如果银组织 有一个专门锻造装备的人 能省去不少麻烦 苏白宇淡淡道 之前听说 你是一级异能 是什么 一级的 锻造 我制造装备的成功率 比大多数锻造师都要高 苏白宇眼前一亮 竟然是个特殊系的异能 而且非常契合吕瑞君 你想好要跟着我了吗 现在可是有不少人 要置我于死地 我愿意 吕瑞君的回答斩钉截铁 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听完他的回答 灵魂镣铐又将吕瑞君的魂魄链接 一会发生 什么都不要 有任何抵触心理 吕瑞君把眼睛闭上 苏白宇用手倾出他的脑袋 心里默默道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一级异能锻造 长叹一生 又是一万昇华值 将锻造 升华 升华成功 一级锻造 升华为S级鬼斧神功 鬼斧神功 听这个名字就不一般 将异能重新送回吕瑞君身体 嘱咐二人道 你们干其他的是我不管 只要不是伤天害理之事 嘱咐完两人 苏白宇准备卸下伪装 毕竟这样进士区 肯定会引来注意 反正两人的灵魂 已被苏白宇控制 也就没必要隐藏了 白雾散去 一个面容清秀的男人 出现他们眼前 这与他们所想象的 尹截然相反 本以为是个 浑身肌肉的中年男人 没想到 竟是个二十左右的年轻人 你是兰陵学院那个 旁边顾苏年一眼认出 这就是在笑笔上 大放一彩的双戏天才 苏白宇白白手 这是你们知道就好 另外 组织还有其他三人 最近我会找个隐蔽的地方 当作基地 说吧 三人一并返回赵天室 现在别墅被毁 只能找个酒店先住下 三人交谈中 顾苏年说出 他是网上瘾组织粉丝团的会长 姑姑苏苏年就是他的网名 苏白宇这才想起 那日有人推测庞博海事件 就是这个ID打赏了一百万能源币 果然是区长儿子 才大气粗 吕瑞君获得了更强的异能 想在苏白宇面前展示一番 但身边也没有什么材料 只有从火峰山脉带出的一点 用这些材料先试试 过几天等基地 选好再给你收集材料 吕瑞君接过苏白宇手中材料 左右翻看 思考着要做什么装备 这些材料基本都是偏火系 肯定不能逆着材料特性而来 沉思片刻 吕瑞君着手制作 鬼斧神功 异能开启 刹那间 手中出现一柄古朴的鬼斧锤 前面还出现一个金属的神功台 鬼斧锤方方正正 全身长半米左右 吕瑞君一边使用异能熔炼材料 一边感受鬼斧锤传来的力量 旁边苏白宇和顾苏年静静地看着 锻造装备很可能因为外界的干扰 而导致失败 鬼斧锤不断锤击神功台上的材料 渐渐 一个红色斗篷模样的装备显现出来 又过了一会 吕瑞君擦掉头上汗水 成了 等金光退去 红色斗篷躺在神功台上 吕瑞君拿起斗篷 反复观看 随后满意地交给苏白宇 这是用刚才的材料制作出的火焰斗篷 火系异能者使用斗篷周边会出现火焰 斗篷也不会被火焰损毁 苏白宇接过斗篷 斗篷质地柔软 用手摸上去 还能感到一股断流传来 黑红相见 纹路看上去也甚是精美 不错 没想到 拥有鬼斧神功的吕瑞君 能够利用剪回的材料 能制作出这么优秀的装备 可惜现在没有检测设备 不能判断出装备的等级 但这已经足够证明 吕瑞君锤造上面的造诣 苏白宇暗自点头 不枉费他花费一万升华值 第25章 异兽 银组织惊艳登场 吕瑞君成功地证明了自己 喜悦之色不由地挂在脸上 就在三人翻看斗篷之际 地面突然传来震感 地震了 苏白宇疑惑 但很快震感又突然消失 究竟是怎么回事 苏白宇急忙地来到窗前 眼前的一幕令他匪夷所思 他竟然看到一只背生双目 形状如羊的异兽 站在街道 这些人怎么都不跑 听到苏白宇的惊讶声 顾苏年和吕瑞君也走了过来 看到街上的情形 两人也一阵疑惑 街上的人怎么了 异兽都要踩到他们了 苏白宇看向异兽 心里推测出 是这是精神系的异兽 之所以市民不走 是因为被异兽的异能所控制 嘿嘿 好机会 苏白宇的嘴角勾起弧度 身边白雾逐渐生成 为了不被天眼看到 特意跑到酒店房顶出发 雷电在白雾中萦绕 手中也在不断汇集玄雷 当异兽再次向前移动之时 苏白宇纵身冲向他背后的眼睛 扑呲 玄雷击穿碧绿的大眼 绿色的液体不断刺出 随着异兽的眼睛受伤 旁边的群众终于缓过神 快跑啊 刚回过神 整个区域一瞬间乱作一团 那是影 真的是 是影大人来救我们了 终于有人发现了旁边的影 他们躁动不安的情欲 也稍微得到舒缓 快击杀他 苏白宇回头看向刚才命令他的人 这种命令的语气让他十分不爽 快 我偏要慢点杀 周围凝聚的玄雷不断向下劈去 但异兽受到的伤害却很少 群众眼中尽是疑惑 为何影像猫桌耗子一样玩弄异兽 两久 侧面一柱亮黄色的岩浆喷射而来 正打在异兽头顶 异兽右侧的脚也被岩浆融化 苏白宇暗自一笑 终于来了 侧面来了三个戴着面具的人 正是在楼顶苏白宇叫过来的楚婉宁 南赵叶和方玄 三人来到苏白宇身旁 小声喊着大哥 苏白宇将金与燕灵送入楚婉宁身体 而后道 试试这个异能 保证你喜欢 楚婉宁听完收起身后的狙击枪 短暂的停顿过后 楚婉宁的双手突然燃起火焰 身后也出现橙红色琉璃状的翅膀 这 苏白宇摆摆手 这一战 让所有人记住银组织 楚婉宁和方玄听后 眼中燃起火苗 是 楚婉宁身后的翅膀 将他带到空中 绕着异兽不停盘旋 翅膀的火焰 在他盘旋之际 形成了一个龙卷形状 方玄双手拍向地面 冒着泡的岩浆 向着异兽袭去 这一战 要的不是剩得多快 而是单纯的炫技 还在围观的市民 瞪大双眼看向前方 这 都是银组织的人吗 我看下 一个影就这么变态了 他竟然还有队友 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 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苏白宇回头一看 竟然是老朋友落成 金色的天神 将拿着长枪指向挤人 苏白宇左右摆摆头 嘎啦啦的响声 从脖子传来 正好让我看看 是你的天神匠厉害 还是我的修罗更胜一筹 说吧 苏白宇跳向空中 金色修罗在空中形成 碰 落下瞬间 尘土被震得老高 看着眼前的金色修罗 落成也梦了 那日竟真的是你 天神匠开口 问的应该是别墅那一站 苏白宇等这一站已经很久了 得到 天道修罗 哄 一直想与天神匠一较高下 修罗将剑横于胸前 天神匠剑撞 也握紧长枪 你要站 那便站 天神匠提着长枪挥舞而来 修罗用剑抵挡进攻 两柄武器僵持之时 修罗合适的双手 瞬间打开抓住长枪 其他四只握有武器手 不断攻击到天神匠身上 天神将想拉回自己的武器 但奈何遭不住其他手臂的攻击 他怎么也没想到 苏白宇竟然会直接抢他的武器 手中没有武器的天神将攥紧双拳 盯着把玩金枪的修罗 你 你 下面的群众可是累坏了 眼神在两边的战场来回游移 天哪 落成大人的武器被夺走了 为何隐回有香味的异能 上次就有人问了 但没人知道是为何 苏白宇用天神将的枪指着他 上次你们两人差点就抓到我了 可惜啊 你们非说我们是危险人物 那我问你 我与庞博海相比 谁善谁恶 我与那些仗着拥有一能 肆意欺压普通人的 谁善谁恶 天神将也沉默了 一时间竟被他问住 苏白宇将长枪甩出 扎在天神将旁边 随后 修罗的身形逐渐消散 在天神将武器脱手的那一刻 就已经输了 没必要再打了 楚婉宁和方玄见苏白宇那边战斗结束 两人不遗余力 要轰杀眼前一兽 这怎么行 那可是升华值 慌乱之际 九天旋雷的力量轰向异兽脑袋 整个头部被雷击成黑烟消失了 升华值加11200 听到系统传来的提示声 这才安心下来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极异能感念操控 还真是精神血 异兽解决完 四人在一阵白雾中消失 人群的后方 几人脱下伪装 大摇大摆地回到酒店 刚进入到房间 就看到顾苏年两人 楚婉宁几人瞬间紧张起来 苏白宇关上房门 解释道 一家人 互相介绍了一番后 南赵业拉着苏白宇手臂 大哥 有没有我的 苏白宇吃笑一声 这小子还真不见外 可能也是因为他的性格 楚婉宁三人流浪时 才不那么悲观吧 取出感念操控 放入他的身体 这样一来 组织中六个人 都是S级异能者 这要放在外面 各个工会都得打破头的来抢人 因为苏白宇第二天要上学 找住址的事 全权交给顾苏年了 有个区长父亲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面子 苏大 你叫我白宇就行 不能乱了辈分 刚才吕瑞君也要叫了大哥 四十多岁叫二十多岁的大哥 多少有点不合适 白宇 刚才战斗我全都有看到 有几个问题 一个是面具容易被掉 第二个 是他们二人的释放的热量 普通衣物抵挡不住 苏白宇点点头 这些交给你了面具和衣服 第二十六章 洗劫了学校宝库 清晨的阳光照在脸上 苏白宇缓缓睁开双眼 看向时钟 已经八点多了 啊 苏白宇打了个哈欠 走到窗前 外面的街区已经开始繁华起来 大大小小的店面都已开门 他们聊得最热的一个话题 还是昨日营组织的经验登场 今天校长该给我钱了吧 转过头穿好衣服 给其他几人留了的信息 就赶去学校 刚走上街道 就有不少人认出 苏白宇是校笔上双戏异能的天才 小伙子 我闺女今年二十三 考不考虑认识认识 我闺女也是兰陵学院的 小伙子 怎么竟是来说没的 苏白宇挤出人群 快速跑到学校 到了校门口 还回头来看看 有没有人追来 好在那些人 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走进校门 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乙穴 苏白宇眼神锐利 一眼就看到 有蚂蚁在爬 这么顽强 白给的升华植怎么可能不要 靠近乙穴位置 左脚用力一跺 雷电传输进去 升华植提升的消息 陆陆续续地传来 升华植加三 升华植加九二 升华植加五七 蚊子腿也是肉 苏白宇面露喜色 旁边的同学看到 也不再奇怪 只觉得 是天才舒缓压力的方式 消灭了一窝蚂蚁 升华植长了四千多 向里走去 操场上同学们在布置典礼 苏白宇连忙低下头 向教学楼快步走去 嘴里还不停嘟囔 没看到我没看到我 我不想干活 苏白宇 这一声叫得他身体停滞 完了 还是被发现了 回头看去 正是自己的班主任江灵 江灵来到他身边 掐着他的耳朵道 跑得挺快啊 来得还挺是时候 都忙完你到了 苏白宇嘿嘿一笑 巧合 巧合 听到都忙完了 那也没必要跑了 便随着江灵一同来到校长室 两人敲门进去 里面笑笔上场的四人 都坐在沙发上 好像都在等他 叶宇成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似乎觉得 苏白宇在笑笔上 抢了他的风头 哎呀 小苏啊 可算来了 苏白宇对学校来说是个宝贝 校长也对他偏爱有加 等正为坤讲完庆典流程后 苏白宇挠挠头 害羞地问道 那个校长 昨天说的钱 哈哈 除了钱 学校还特意为你们打开宝库 宝库 上次苏白宇进去 里面好东西 没有多少 不过白给的谁不要 九点钟声响起 典礼也开始了 郑卫坤一番慷慨激扬的演讲 把底下学生们的斗志激起 笑笔的五人陆续上台 传授自己对异能的理解 苏白宇感觉很无聊 就是走个过场 今天就是来拿钱的 那可是一千万 而且听别人传授 不如自己感悟 自己创造的 才是独一无二的 终于演讲环节结束了 苏白宇的眼神 也不再无精打采 因为下个环节 就是要给几人发奖励 五人一字站在台上 郑卫坤从左侧上台 依次将苍龙卡 分发给五人 看着手中的苍龙卡 苏白宇咽了咽口水 一千万 给他们发完奖励 郑卫坤也不忘了 给其他人打鸡血 他们能做到的 你们也能 只要你们不断努力 也能通过自身 将异能等级提高 苏白宇对郑卫坤的 演讲充耳不闻 已经在心里盘算 怎么花这些钱了 喂 走了 嗯 苏白宇回过神 发现校长已经 结束致辞 走下台去 要不是沈静渊提醒他 又得成个笑话 谢谢 放好苍龙卡 两人一同下台 来参加庆典的同学 也不是空手而归 学校准备了 低等的益寿结晶 和材料 发给众人 跟随校长 来到学校宝库 第二次来的苏白宇 已经不再感到稀奇 里面的东西 几乎被看了个遍 你们可在宝库内 挑选一件装备 等级不限 真的 除了苏白宇 其他几人都露出惊喜之色 四人争先恐后地 进入宝库 你怎么不进去 苏白宇拉着校长的胳膊 校长 你看我在校笔上 那么多人邀请我 我都没去 郑卫坤恍然大悟 这小子 是嫌给的少了 你挑两样 行吧 不是 校长 我不要装备 我能不能选里面的材料 材料 郑卫坤想了想 学校的装备不多 但材料过剩 再加上过几天 有人送来校笔的奖励 行 随便你挑 只要你能拿走 谢谢校长 没等郑卫坤说完 苏白宇就快速冲进宝库 眼花缭乱的材料 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 本来还想问一下 吕锐君需要什么材料 没想到 宝库中通讯信号完全屏蔽 系统 有没有能制造面具的好材料 右前方 陈晶 右前方 苏白宇跟着提示走过去 眼前只有一块黑的发亮 像是铁块的立方体 这是陈晶 是 得到系统的确定 苏白宇双手抱去 我靠 这么重 一个还没有一立方的陈晶 苏白宇抬起来脸就憋得通红 沈静渊四人都在认真挑选装备 也没注意到他 要是拿这一个材料太亏了 苏白宇将陈晶拖到门口 郑卫坤看了看 陈晶 眼光不错 本以为苏白宇挑的 只有这一样材料 但没想到 他将陈晶拖到门口后 又向里面走去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 衣服 口袋 裤子中 塞满了材料 你拿这么多干嘛 那是火之术 怎么拿了这么多 苏白宇拿来的材料 已经远远超出了郑卫坤的预测 校长你不说 只要我能拿走都行吗 郑卫坤背弃的说不出话 苏白宇拿的材料 已经超出了给他的奖金一千万 我看你怎么拿 陈晶这么重 身上还塞这么多 苏白宇检查好身上的材料 塞得满满当当 也不太容易掉出来 嘿哈 双臂一用力 陈晶缓缓被抬起 连也仗得跟红灯一样 郑卫坤见状 拖住陈晶 江灵 把你学生带走 在旁边看守的江灵走了过来 看到苏白宇滑稽的样子 忍俊不惊 快快快 郑卫坤看着苏白宇拿走的材料 心中在滴血 那么大一块陈晶就五百多万 第27章 人造异能者 江灵帮着苏白宇把材料班搬到学校门口 一路上引来不少同学的注意 苏白宇这是把学校宝库抢了 拉倒吧 没看江老师在旁边吗 肯定是学校给的奖励 咱们什么时候也能这样啊 到了校门口 苏白宇催着江灵回去 因为自己有升华系统 能把陈晶提取到系统中 要是旁边没人 早就这么做了 苏白宇给顾苏年打去电话 让他来接 过了一会 一辆黑色吉普车在苏白宇面前停下 顾苏年下车 帮着苏白宇将陈晶搬上去 看见有人来接 江灵也放下心来 回到学校 车上其他几人都在 苏白宇打电话时 他们碰巧在附近找房子 大哥 这是什么东西 苏白宇擦擦汗 听说叫做陈晶 陈晶 吕瑞君惊呼一声 陈晶一小块就价值千金 你搞来这么大一块 这么贵 苏白宇之前不知道陈晶价值 怪不得后来正为坤脸色大变 苏白宇又掏出揣在身上的材料 吕瑞君看着眼前的材料 眼睛都直了 有了这些材料 S级的装备也能制造出 要不是亲眼见到他锻造装备的过程 苏白宇都以为他在吹牛 找到地方了吗 苏白宇问道 前面开车的顾苏年答道 吕叔锻造装备得找个人少的地方 照天室的郊区我们都看过了 这是选的几个地址 接过他手上的图纸 苏白宇扶着下巴细细思索 良久 东城区吧 那边相对方便 人也没多少 顾苏年收到指示 拐了个弯直奔东城区郊区 这边设施还比较完善 不像西城区那边重建后的样子 房子在别墅区的最里侧 相当僻静 整个房子的布局像是四合院一样 四面将院子围住 粗略的一算大概一千多平 碍于顾区长的面子 房价只有原来的一半 但也要二百万能源币 苏白宇虽然心疼 但他知道 有些该花的钱不能省 别墅的设施一应俱全 除了生活用品 电器基本都有 以后 这就是咱们的基地了 三层的别墅 房间众多 足足一个小时 才把全貌看完 几人也都挑选了自己的房间 又将一楼的几个不用的房间打通 作为吕瑞君的锻造间 根据几人的需求 又改了几个房间 训练室 收藏室等等 有异能的帮助 确实方便 一个下午的时间 就将别墅改造好 天空映着金色的夕阳 收拾好别墅 几人悠闲地躺在沙发上享受 大哥 这个别墅可别像西城区那样 又被毁了 不能 没人发现 银组织会在这里 碰 一声惊天巨响 将几人都震得坐直身体 乌鸦嘴 苏白宇探头看去 不是咱们这 靠近市中心 好像发生爆炸了 几人凑到窗前 看向前方 此时 那边已经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不时的 还有爆炸的声音传来 怎么回事 没看到异兽啊 我去看看 等吕叔制作好面具 你们再行动 这里除了苏白宇 可以用白雾隐藏 其他人都是靠 十块一个的面具来遮挡 暴露的风险太大 不值得 苏白宇利用白雾和风的异能 跳跃于空中 像一朵云不停向前闪烁一般 到了发生爆炸的地方 向下看去 一个上身赤裸 双手负着火焰的男人 正发狂一般的攻击 异能者 苏白宇本以为是异兽 没想到是异能者在作乱 但眼前这异能者 好像失去理智一般 不断地扔出火球 火球接触到物体 还会产生爆炸 跟他交战的守护者和执法者 被轰得节节败退 双戏异能 有火还能爆炸 苏白宇自上而下 将旋雷劈下 砸在男子身上后 一个血洞在他肩膀处出现 随后 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呼叫S级守护者 灾难等级提升 被爆炸击飞的守护者 掏出通讯器 呼叫支援 碰 下一个火球 即将砸中那人时 苏白宇用旋雷挡下 随后压低声音说道 这里交给我就行 是银 有救了 多谢 挡下火球后 苏白宇迅速冲到男子身边 感知 奇怪 怎么感知不到他下一步的行动 苏白宇本想利用感知 躲避攻击 但只有男子出手后 才能觉察到危险 眼神一凝 手中悬雷逐渐形成一柄箭的形状 苏白宇握着剑柄 白雾蒙蔽男子视野 随后从后面一箭贯穿胸膛 男子从癫狂中 行动慢慢变缓 最后向前倒了下去 提取 提取失败 无异能 什么 那刚才他用的是什么 第一次发生这种情况 苏白宇也凌乱起来 刚才明明看见 男子使用了不止一个异能 但怎么可能提取不出来 再过一会 前来支援的守护者就要到了 光明组织的人苏白宇一个都不想见 只能先回去 离开时扫了一眼 男子绿色的裤子上写着137 白色的编号 在绿色的裤子上格外显眼 带着这个疑问苏白宇回到别墅 一路上他还是想不通 为什么提取不出异能 大哥怎么样 苏白宇皱着眉 没事 已经解决了 将刚才发生的事 讲给众人 异能者 狂暴的异能者 这让顾苏年联想到了机能胶囊 机能胶囊苏白宇也想到了 但不至于提取不出异能 唯一发现的疑点 就是绿色的裤子 编号137 拥有脑力开发的顾苏年 沉思一番 我想起来了 多年前 有个人找到我父亲 说是做项目研发 但最后发现 其实就是人体实验 他们抓没有异能的普通人 往他们身体注入异能因子 从而让他们拥有异能 为了创造人造异能者 不知死了多少人 苏白宇一听 就想到就除晚宁三人那晚 三人也默契地 看向苏白宇 要是那晚苏白宇没救下几人 估计也要被做人体实验 第28章 锻造天才吕锐君 人体实验 几人对这个词都充满敌意 这已经是违背道德 湮灭人性的实验 大哥 我们要不要查一查 顾苏年鸣嘴问道 其他人也看向苏白宇 苏白宇也很气愤 像这种泯灭人性的事 怎么有人会做得出 查 顾苏年拥有脑力开发 智慧已经远超普通人 任何蛛丝马迹 都会在他脑海中不断重组 吕锐君也走到锻造间 加班加点地为几人制作装备 首先是面具 一定要有特点 让其他人模仿不出 其次就是楚婉宁和方玄的耐火战衣 不然每次战斗 都要换一身衣服 很不方便 出去买房的钱 还剩下一千多万 几人现在都跟着他混 肯定不能让他们自食其力 而且材料也挺费钱 这些钱都得由他出 苏白宇看向手中的两张苍龙卡 随后拿出一张交给顾苏年 这里有一千万能源币 明天你们几人分一下 再留一些应急 看向面前几人表情 好像都对一千万没兴趣 要是放在以前 他们可能会心动 震惊 但现在因为有苏白宇的出现 几人不仅有了异能 甚至还是S级的异能者 对他们来说钱已经不重要了 又随便交代几句后 苏白宇回房睡觉了 这里里学校可不近 东城到西城 超近到少说 也要一小时车程 一日 苏白宇睁眼的第一时间 就看向手机 8点03分 已经是迟到三分钟了 除了一些庆典 正常上课时间都是8点 就算现在飞过去 也迟到了 索性直接一通电话 打到郑卫坤呢 喂 校长 我搬到东城了 今天好像迟到了 只听电话那边 轻描淡写地说道 没事 小苏同学 你只要能来就行 其他都是小事 苏白宇早就猜到 郑卫坤会是这种态度 要是换做江陵 早就怒发冲关的吼他了 虽然校长说 什么时候去都行 但还是要给他点面子 不能真等放学的时候再去 打开房门 发现几人聚在客厅 桌上的食物都一口没动 你们在干嘛 大哥你快来 苏白宇走过去 发现是吕瑞君 连夜做好的六副面具 旁边还有几套衣服 这面具 沉金所造 怎么这么轻啊 吕瑞君得意地笑道 不错 每副面具都是不同的形象 我在沉金之中 加入了星云石 它就变成现在这样的重量了 鬼斧神功 还真不是白叫的 漆黑到发亮的面具 拿在手中 轻盈无比 放在脸前时 两侧的机关自动将面具 固定到头部 不仅轻 而且不耽误呼吸 好东西 每副面具 都有不同的鬼神形象 所有人都挑了一副 自己喜欢的 戴在脸上 露出的眼睛 正好呼应上 面具的表情 这几副面具 也没消耗多少材料 一粒方陈金 只用了小小一角 但也值数十万能元币 旁边的衣服 也非常精美 用手摸上去 柔软细腻 拿在手上 轻盈如鹅毛 黑色的披风 像黑夜中 没有一颗星星的苍穹 毫无杂质 吕瑞君也很用心 根据美人的异能 和性格制作的衣服 楚婉宁和方璇 都是红色 一个印着琉璃状的 黄色凤凰 一个印着 岩浆喷溅的画面 美人都各不相同 苏白雨的 则是灰色云雾 飘渺而神秘 楚婉宁和方璇 迫不及待地 测试衣服 分别用自己的异能 传向衣服 两久 两人收回异能 再看向衣服 上面 竟然连个洞都没留下 太好了 以后不用担心 衣服被烧掉了 作为男生的方璇 倒不在意 但楚婉宁是个女孩子 使用异能 都要小心翼翼 怕把衣服破坏得太严重 苏白雨也兴致勃勃地 换上整套装束 从房间再走出后 气质仿佛变了个人 深邃的眼眸 不紧不慢地扎洞 印在黑的透亮的 鬼神面具上格外深沉 再加上黑色斗篷点缀 一种不寒而立的感觉 扑面而来 当苏白雨在运用 云唇雾集时 明显地感觉到 控制得更加顺手 这 这衣服竟然能 增强异能的控制力 苏白雨震惊地 看向双手 精神力比之前 消耗得小很多 这在战斗中 是一大助力 有精神力 就有反抗的资本 听到苏白雨的描述 其他几人 也迫不及待地换上 再出来时 气质也变得不同 难道面具也有 改变气质的效果 苏白雨将震惊挂在脸上 要是有这种效果 装备最起码是S级 七星剑的效果 就是对异兽 有更强的伤害 吕瑞君满意地笑着 这些装都哪里都好 只有一点 就是不能随身携带 要是随身携带 也有被发现的风险 是好衣服 桌上的饭菜都凉了 几人随便吃了一口 一同出发 苏白雨到西城区时 直接去了学校 其他几人去买些生活用品 还有检测仪器 测试水晶这些 等到苏白雨到了学校 已经接近中午 一年级的这片校区 操场上的人寥寥无几 估计还在上课 苏白雨捏手捏脚地 走进教学楼 到班级门口时 还贴在门上 偷听里面的声音 怎么没声音 听了半天 还是没有半点声音 实战课 苏白雨现在的姿势 像急了小偷 又过了一会 还是没声音 就在起身要敲门时 猛然一个回头 发现江灵竟拿着手机拍她 从刚才的角度来看 苏白雨弯腰 撅屁股偷听的姿势 全被拍进去了 江 老师 苏白雨从来没这么尴尬过 上一次 还是给江灵看手相 江灵也没说话 把手机一关 说道 进去吧 看来郑卫坤已经打好招呼了 不然江灵可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她 坐在位置上 苏白雨还在回想 刚才尴尬一幕 脚趾都快抠出三十一听了 自从笑笔结束 那些诋毁苏白雨的声音 少了很多 反而崇拜的人数 变得更多 每次苏白雨离开班级一小会 桌子里就被塞满了情书 红的 粉的各种颜色都有 无聊的时候 她还简单地看了看 里面塞的照片 差点让她流出鼻血 第29章 阴谋 机能胶囊 老师上课讲述的内容 也不是毫无作用 毕竟有多年的艺能使用经验 肯定能对刚觉醒艺能的新人 有所帮助 比如一些特殊的自然系艺能 像土 石 沙 能够制造出巨像来并肩战斗 苏白雨的物就是这样 不过不是实体艺能 制造出的巨像强度不高 消耗的精神力也很大 还有一些艺能的相克 都是通过多年的战斗经验总结出 老师传授的经验 能够极大的减少学生们的成长时间 苏白雨将这些有用的信息 记在心中 虽然有系统 有S级艺能 但谦虚一点肯定没错 一些天才 败在自己的高傲上的人不在少数 零零零 铃声响起 上午的课程全部结束了 刚下课就有不少努力的同学 反复思考老师说的话 企图能让自己的艺能更进一步 当然还有不少学生来给苏白雨送情书 除了自己班的 其他班级的人也不在少数 别别别 苏白雨挥手 拒绝递过来的信封 但见他不接 情书直接抛到桌子上 甚至因此 还有学生开展了业务 一些文笔好的同学 带写情书 一封一百能源币 写一封信 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 但还是有怨种光顾 没办法 挡不了 我还躲不了吗 苏白雨跳下窗户 严实异能 将下面建造出一节节的阶梯 哇 好帅 苏白雨好帅啊 整个午休的时间 苏白雨都没敢回班级 生怕被几个女生堵上 苏白雨悠哉悠哉地 躺在一棵不高的歪薄树上 嘴里还吹着口哨 同学 我这有增强异能的东西要不要 苏白雨抬眼看去 吐掉嘴里的树枝道 什么东西 下面的学生将手放入怀中 贼眉鼠眼的左右看看 见周围没人 才掏出手中的东西 这个是异能增强药剂 试试 苏白雨看向他手中的东西 瞳孔一缩 但转瞬 就隐藏好自己的表情 但笑道 我都不知道你是谁 怎么敢拿你的东西 我跟你是一个学年 五班软兵 这是苏龙国刚研制出的 异能增强药物 苏白雨心中都快骂了他一千遍 真当他是傻子 这药品 苏白雨一看就知道是技能胶囊 要不是因为想掉后面的大鱼 他才懒得李软兵 直接抓到校长那就行了 苏白雨装作震惊的模样 直坐在树上 眼中还露出贪婪的眼神 真的能增强异能力 软兵嘴角微微勾起 但很快又恢复原样 虽然只有不到一秒的变化 但苏白雨全都看在眼里 我倒要看看 是谁指使你的 阮同学 这个多少钱 这一课我送给你 等你服用后 知道了效果 为我打打广告如何 我也是做倒卖的生意 苏白雨称了称手 暗道 聪明 用利益来建立两人的关系 但在黑市摸爬滚打三年 吃了不知多少亏 这点小伎俩 怎么能逃过他的眼睛 接过阮兵手上的胶囊 仔细地打量一番 随后眼睛盯着阮兵 右手缓缓将胶囊凑到嘴边 胶囊凑得越近 阮兵的眼睛就睁大一分 苏白雨玩味的一笑 随后放下拿胶囊的手 阮兵的神情也变得有些恼怒 但转瞬即逝 怎么了苏同学 苏白雨拿着胶囊举起 在手指间旋转 没什么 就是不知道你这东西 从何而来 你说不出我不敢吃啊 这就是我在科研所拿到的 阮兵说出这句话 调门明显提高了 这是说谎的标准表现 这么问也问不出什么 苏白雨将胶囊 抛向空中后 攥在手里 看我眼睛 阮兵毫无防备 抬头看向苏白雨 灵魂镣铐 阮兵身体一正 随后头上冒出冷汗 你 你对我做什么啊 没什么 我的精神细异能 你现在的灵魂 已经被我拘束 我能随时让你变成傻子 说完 苏白雨细血地盯着阮兵 什么 阮兵不敢相信 苏白雨的精神细异能 一直都没有明确的说明 没想到 竟然能控制别人灵魂 看着身体颤抖的阮兵 苏白雨跳下树叉 只要你告诉我 谁让你给我这东西的 我就放了你 阮兵猛然抬起头 眼神又忽然吓飘 手心钻得都是汗 看来只是他的人 来头不小 苏白雨拍了拍 他肩膀轻声道 放心 只要你告诉我是谁 保证你安然无恙 说完停顿了一下 一转刚才的和善 脸上阴狠地诱导 不然我让你现在就变成傻子 阮兵快哭了出来 左右为难 但眼下的局势就是 要么将一切和盘拖出 要么变成傻子 阮兵双手钻得越来越紧 指甲刺破 皮肤都没察觉 是叶宇成 是他让我把胶囊给你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说只要让你吃了就行 不然就让我们一家人都不好过 我家本来就 停 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了 还听他绅士干嘛 叶宇成 这人心思恶毒 超越不了 我就要毁了我 技能胶囊 确实能让异能更强 但服用后会控制不住自己 失去理智 长期服用还会成硬 终止服用 后果可想而知 苏白鱼眼神阴冷 正好薪酬就恨一起算 你告诉叶宇成 就说让我试药 得给点钱 一百万能源币 我相信他会拿的 这么多次的针对 不得收他点利息 好他羊毛 阮兵闭上眼睛 深吸一口气 既然已经选了这条路 就必须走下去 在心中不断推敲 要说的话术 不能有一点失误 否则就是万劫不复 阮兵找到叶宇成 他吃了 没等阮兵先说 叶宇成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阮兵露出憨厚的笑容 叶大哥 苏白与他说 让他是要得给钱 他要一百万能源币 一百万 真是狮子大开口 但是已至此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叶宇成一脸肉疼地 掏出苍龙卡 密码九个九 给他转 第三十章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叶宇成允命 阮兵现在只能尽全力地 为苏白宇做事 他默默在心里祈祷 希望苏白宇能够保住他 阮兵拿着苍龙卡 又来到苏白宇身边 贼没鼠眼的小声说道 叶宇成说同意转钱 这是他的卡 密码九个九 苏白宇接过阮兵手上的卡 没有立马转钱 仔细想了想 光拿叶宇成的钱 算什么教训 他做的 可是要毁了苏白宇的事 苏白宇可没那么大度 别人都要他命了 怎么可能还以得抱怨 让叶宇成拿钱 也只是暂时先稳住他 看着手中的白绿相见 技能胶囊 一个想法孕育而生 苏白宇勾起嘴角 手指捏得咔咔作响 叶宇成他们几个人 软兵惧怕地回应 就他自己 也是 做这种事 怎么可能让旁边的人知道 人多嘴杂 日后再勒索 他就不好办了 说不定苏白宇吃下胶囊后 连软兵都不会留下 你先回去 看向软兵走去的方向 苏白宇眼神阴冷地盯着那个角落 嘴里同时咬着牙说出 叶宇成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苏白宇利用树林遮蔽视野 从另一个方向绕到教学楼后 捏手捏脚来到后面 叶宇成正焦急地等着发生些什么 等软兵跑回 他一把拉过来迫切地问道 吃了没有 叶宇成脸上表情非常复杂 呼吸也变得急促 你说话呀 他吃没吃 软兵的沉默已经让他有些恼目 因为叶宇成的角度正好背对苏白宇 软兵一眼就看到站在后面的苏白宇 苏白宇手指在嘴唇上摆出虚的姿势 随后点起脚尖 身体缓慢一动贴近叶宇成身 吃了 叶宇成猛然回头 没想到苏白宇竟然在他身后 眼睛和嘴巴都张得老大 正好给了苏白宇机会 张开手掌 啪 迅速地将手中的技能胶囊 拍进叶宇成嘴巴里 同时 另一只手按着他的头 不让他吐出 软兵健壮 心一横 也帮着苏白宇按住叶宇成 两久 随着叶宇成的吞咽声响起 两人才放手 啊 我杀了你们 技能胶囊 进入叶宇成身体的刹那 他的身边不断生成雷电 双眼也逐渐变得心红 你去把周围的学生引过来 就说叶宇成疯了 苏白宇把叶宇成双手反绑 控制在脚下 他产生的雷电 对于苏白宇来说就是小儿科 像是打火机里的电弧 对上自然界的雷电 片刻后 软兵将周围的同学都引了过来 苏白宇见时机差不多 一脚将叶宇成踹出角落 自己装作被追杀的模样 真是叶宇成 他怎么了 我怎么感觉他疯了一样 啊 丧失理智的叶宇成 已经开始无差别的攻击 雷电不断批向围观的学生 苏白宇心里暗笑 证人有了 理由有了 你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了 不能暴露其他异能 以免带来麻烦 只能使用岩石和感知两个异能 叶宇成批向同学的雷电 都被苏白宇用岩石屏障挡下 毕竟只是让他们当见证 没必要伤他们性命 叶宇成雷电的攻势越来越猛 苏白宇假装抵抗不住 大意凛然地喊出 你们快跑 包括软兵在内 学生向四周散去 十米范围内 除了他们两人 再无他人 苏白宇手中凝聚岩石所化的石枪 瞄准叶宇成胸膛就要刺去 两人身体靠近之时 右手一歪 石枪从叶宇成腋下穿过 同时左手伸出 抓住他的脖梗 同为雷电系的异能 死了也不会引起怀疑 石枪只是幌子 真正的杀招藏在左手中 触摸到叶宇成脖梗时 九天玄雷刹那间 涌入他的身体 即使作为同系异能伤害会降低不少 但SSS级的异能 怎能是他抵挡得住的 从脖子直接连到大脑 转瞬间 叶宇成就失去了意识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雷击 怎么回事 结束了 叶宇成发什么疯 他们此时还不知道 叶宇成被雷电直冲大脑 已经成为一具尸体 这边的动静 也引来了老师的注意 但石森赶到时 战斗已经结束 苏白宇装出无辜的表情 双眼充满疑惑 还有些恼怒地说道 老师 我不知道他发什么疯 刚才还要杀我们 石森走过去 拍了拍叶宇成 随后双眉一皱 一种不好的预感 涌上心头 石森把手放到叶宇成心脏位置 刹那间 他的双眉拧得像根麻花 看了一眼苏白宇后 对旁边人指挥道 封锁现场 恶人自有恶报 对于苏白宇的调查 是免不了了 但他早就考虑好 叶宇成之前的苍龙卡 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 两人没有任何交集 身上也没有石枪造成的伤痕 整个计划可谓是天衣无缝 除了另一个在场的人 阮兵 但他也不知道 叶宇成因何而死 而且灵魂也被苏白宇控制 在叶宇成附近 学校拉起了警戒线 等着执法者来 还有就是叶宇成他爸 叶腾区长 苏白宇找到阮兵方向 走了过去 在附近的人群中问出 同学 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 旁边的同学摇摇头 苏白宇的暗示已经很明显 阮兵看在眼里 心领神会 这就是让他装作 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都让执法者去查 除了能查到叶宇成体内的 机能胶囊 剩下的什么都查不到 石森一脸郁闷 叶区长的儿子死在学校 怎么交代 校长和老师们来回夺步 问周围的学生 也什么都问不出来 终于 执法者赶到了 手中拿着很多不知名的仪器 对着叶宇成的尸体 一顿检查 当仪器扫到腹部时 负责检测的人说道 尸体要带回执法者总部 你们等消息 谁要带我儿子走 给我放下 跑过来的是叶腾 头发凌乱 满头大汗 一看就是匆忙赶来 再看到叶宇成的刹那 他的双腿不自觉地瘫乱 抱着叶宇成 失声痛哭 现在的模样 早已没了区长的威风 第31章 暗潮汹涌 暴怒的叶腾 苏白宇可还没忘记 庞博海那晚的临终遗言 他说是叶腾的人 既然能在叶腾管辖下 安然无恙地作恶这么多年 要说其中没点猫腻 任谁都不会相信 说不定还有不少事 是叶腾病人 安在庞博海身上的 这样一来 庞博海一死 就没了方案的可能 贪坐在地上的叶腾 回过神 擦掉泪水 看向周围怒吼道 谁 是谁 是你 是你 还是你 旁边的学生 被他失心疯的模样 吓到连连后退 执法者连忙上前劝阻 您好 叶区长 我们刚才在您儿子腹中 检测出义务 通过学生描述的情况 我们有理由 怀疑他服用了技能胶囊 技能胶囊 叶腾脑海一震 短暂的惊恶过后 抓着刚才说话的执法者 伊领幕后 我儿子不可能吃技能胶囊 不可能 作为帝国维护秩序的执法者 竟然当众被拽着伊领 这个区长在他心中的形象 跌入谷底 执法者痴鼻一声 也不是我说了算 检测结果一出 一切就一目了然 说完 六名执法者 带着叶宇成的尸体上了车 苏白宇一直观察着叶腾 在带走叶宇成时 叶腾的双手不住地颤抖 脸色也十分奇怪 从刚开始的愤怒转为不安 随后眼神又突然坚定起来 好了同学们 回去上课吧 执法者处理好事情后 时森带着学生回到教室 叶腾也带人离开学校 刚才发生的事 让他们久久不能平静 叶宇成真吃了技能胶囊 我听说技能胶囊 只要吃了一颗 一个人的一生就毁了 那叶宇成为什么会吃呢 可能想增强自己的实力 苏白宇看向窗外 脑中不停思考 虽然查不出是他杀的 但从过往来看 叶宇成对他的敌意很大 肯定会被当做嫌疑人 而且 今天叶腾像疯狗一样 见谁都像凶手 如果找不到凶手 保不齐会拉着苏白宇陪葬 虽然对于拥有数个S级异能的苏白宇来说 叶腾根本不算个事 但他身后若是有组织 盯上苏白宇就不好办了 一整节课 苏白宇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江灵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碰 管他呢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苏白宇 你对我有意见是吧 刚才他猛然站起拍着桌子 包括江灵在内 都回头看向他 苏白宇害羞一笑 右手抓起头发 没有没有 老师 我怎么能对全世界最优秀的老师有意见呢 老师 您就是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 男人的梦中情人 女人的天敌 果然伸手不打笑脸人 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蛇 终于让江灵出了教室 一下午的时间 执法者也调查出叶宇成的死因 作为近距离的目击者 苏白宇被带了过去 到了地方 一整个会议室的人都看着他 把你看到的一五一十地讲出来 苏白宇看着坐在中间的那个女人 这不是在询问 而是测谎 那个女人很可能拥有精神细异能 能清晰地洞察出他的精神波动 但只要苏白宇 把真的说出来不就行了 午休的时候 我恰巧看到叶宇成 不知道吃了个什么东西 后来好像听说是叫技能胶囊 吃下后 他就开始发疯 双眼通红 张着大嘴 像要吃人一样 为了不让他伤到同学 我利用严实异能控制住他 同时让旁边的同学找帮手 后来等同学来了 他突然正脱开 开始无差别的攻击 我用严实异能换化了石枪 想要阻止他 还没刺到他 他就倒地不起了 说完 苏白宇一脸无辜地看向周围 整个过程非常平静 就好像事实确实如此 旁边的人都看向中间的女子 片刻 那女子点了点头后 旁边的人也放下心 紧张的气氛逐渐缓解 郑卫坤从后面走出 拉着苏白宇道 放心 叶宇成的死因找到了 他的体内有技能胶囊的残留 是被雷电击中大脑后身亡 苏白宇点点头 没说其他的话 这里还有个见谎的人 言多必识 小心才能使得万年传 走过这一遭 苏白宇的嫌疑被彻底排除 他们也判定 叶宇成是由于吃了机能胶囊 亦能脱离掌控导致 很快 叶宇成因服用机能胶囊 而死的事情上了新闻 震惊 叶区长儿子 因服用机能胶囊致死 新闻一经发布 网上瞬间炒得热火朝天 区长的儿子 怎么也没必要服用机能胶囊吧 机能胶囊害人不浅 必须出手铲除 同意 挖出幕后黑手 屏幕前 还有个人死死地盯着手机上的报道 我儿子一定是被陷害的 我明明就告诉过 他技能胶囊的危害了 这人正是叶宇成的父亲叶腾 手机被一怒之下捏得粉碎 叶腾办公室 一个红衣光头 翘着二郎腿 坐在沙发上 头顶还有长长的一道疤 看着让人不寒而栗 叶区长 要不要我们帮帮你 帮我 我儿子死了怎么帮 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我们的药泥 好像也拿得不少 怎么反过来指责我们 红衣光头 正是贩卖机能胶囊的小头目 丽震南 在西城区贩卖的机能胶囊 基本都出自他们之手 叶腾垂胸顿足 靠在桌子上 支撑他摇晃的身体 我当初就不该与你们合作 打 丽震南放下二郎腿 起身走到叶腾身边 搭上他的肩膀 叶区长 您儿子可不能白死 隐忍这么多年 也该让他们知道叶腾的名字了 本就心烦意乱的叶腾 被丽震南的一番话冲昏头脑 猛然抬起他通红的双眼 一拳将桌子砸了个对穿 我要让兰陵异能学院的人陪葬 失去儿子的痛苦 令叶腾失去理智 带着丽震南来到了一片郊区 从小道穿过 进入了一个别墅 你们的胶囊快没了吧 从今天开始 你们每杀一个兰陵异能学院的人 我给一课 杀一个老师 我给十课 第32章 灾难来临 引组织的全新姿态 院子中有六个人 他们都是被叶腾利用机能胶囊控制的异能者 起初丽震南就是看上了他的野心 才与他达成合作 以利益相换 丽震南为叶腾提供机能胶囊控制异能者 而叶腾为丽震南售卖机能胶囊打掩护 他利用区长的身份 邀请高等级异能者前来 碍于叶腾的身份 很多异能者都会过来给个面子 可就是这样 他们一步一步进入了叶腾的陷阱 眼前的六人 就是因为长期服用而导致成瘾 一旦停止服用就会控制不住异能 对自身造成伤害 严重的还会暴体而亡 他们的生命掌握在叶腾手中 只能任由他摆布 本可以被人所敬仰的异能者 就这样被腐蚀成一具被奴役的曲强 丽震南在叶腾身后邪魅一笑 露出等着看好戏的表情 今晚必定是一场腥风血雨 傍晚 苏白宇回到别墅 里面的设施已经被几人填补齐全 看到苏白宇回来 顾苏年摘下眼镜 揉了揉眼睛走过来 大哥 我今天查到 在六年前 有个组织疑似参与制造人造异能者 这是那个组织的名字 在被发现是人体实验后被捣毁了 组织里面的人也不知去向 苏白宇看向递过来的资料 屏幕上红到发黑的两个大字写在上面 天命 放下电脑 苏白宇郑重其事地说道 这件事先放一放 先把叶腾的底细查一下 尤其是与庞博海的关系 我感觉它不简单 见他一脸认真 肯定不是小事 好 大哥 我这就查 顾苏年办事效率很高 回到房间就着手调查企业藤 作为区长的儿子 很容易就能从他父亲那里获得情报 更何况 现在已经是个天才 一些内部的消息也能略知一二 苏白宇走下楼 看向大门紧闭的锻造室 李瑞君从他回来之前 就把自己关在里面 说要制作装备 可能是想给几人惊喜 楚婉宁他们三人 在地下的训练室中练习异能 每人都不想成为苏白宇的累赘 天色完全黑透后 苏白宇让他们休息休息 劳逸结合才是最有效的进步方式 饭桌上 几人激动地说出 对自己异能的全新理解 李瑞君脸上也挂着微笑 嘿嘿 我最近在研究新装备制作 到时候让你们开开眼 什么装备 你快说啊 吕说 其他人怎么问 他就是什么也不透露 吊着几人的胃口 你们看新闻 一直在翻看手机的顾苏年突然惊呼 苏白宇打开电视 记者正在报道西城区被袭击 所在的位置正是兰陵学院 记者身后的学院大门已经消失 只剩满地余境 时不时还有火星崩到记者的脸上 这是怎么了 大哥这是你的学校吧 苏白宇放下碗筷 抿着嘴 一脸愁容地看着报道 不止兰陵异能学院 整个西城区都受到了牵连 似乎是专门针对西城区一样 在记者的镜头外 还能隐约听到呼救声 难道又是人造异能者 苏白宇回到房间 拿出影的作战服 在面具戴上的那刻说道 走 以全新的姿态展示我们 几人听后 心中热血沸腾 纷纷跑回房间 换上作战服 吕叔你怎么不去 吕瑞君摆摆手 微笑道 白宇 我不适合战斗 能为你们不断制作新装备 就很好了 苏白宇点点头 从系统中将叶宇城的雷击 交给他 并嘱咐道 这个异能你先用 无论战不战斗 都要能保证自身的安全 他们对于苏白宇大手一挥 就能让旁人拥有异能的能力 已经见怪不怪 交代完 正好其他人也换好衣服走出 五人以苏白宇为首 分裂两侧 面具之下 看不出任何表情 神秘而威严 出发 院子里 楚婉宁变身为红色神皇 翅膀在背部生成 在漆黑的夜空 划出一道橙红的轨迹 其他人也使用各自的异能 赶去西城区 赶到西城区的第一时间 苏白宇就去了学校 到门口时 兰陵的牌子已经烧得一片漆黑 随便一踩就碎成渣 里面的火被老师扑灭 一个垂头狂笑的男人 被四名老师架住 看来学校的危机 不用他操心 你是谁 苏白宇转身刚要走 就被江陵拦下 为何要攻击兰陵学院 还没解释 江陵就持着满是火焰的长剑劈来 苏白宇一甩斗篷 白雾遮住他们视野 随后消失在白雾后 是尹 离开兰陵学院 外面的街道如同被恐怖袭击 房屋倒塌 浓烟四起 被压在下面的人 无助地哭泣 苏白宇跳跃于空中 在废墟中寻找着始作俑者 很快 以俯视的视角 很轻松地找到了 制造爆炸的人 那人正欲将手中的爆炸物 扔向人群 在他出手的刹那间 苏白宇利用风墙挡住爆炸物 随后吹回那人方向 是尹大人吗 这面具 真的是吗 你们看那边 所有人回过头 正是楚婉宁的神皇形态 全身完全变化 呈红色琉璃状的黄飞在空中 以火焰为雨 三根细长的尾灵 在空中不停摇曳 随着一声鸣叫 楚婉宁拍打双翅 两股火焰向前涌去 随后会在一起 冲向面前之人 是尹组织 你们记不记得 上次有一个身后有翅膀的人 经过这人提醒 旁人也都想起了那日战斗 好像真是 上次好像只变出了翅膀 没想到完全变身这么强 看那边 又有人挥手一指 旁边一个金色的鬼神形象生成 金光大圣 闪耀无比 这惊人也是 以前没见过呀 难道银组织又进了新人 我也好想进去呀 顾苏年控制黄金 生成鬼神形象 脸上的形象 也跟他所戴面具的一模一样 没想到第一次使用 黄金助相就有如此天赋 第三十三章 被技能胶囊控制的异能者 银组织五人的异能各不相同 而且都不是那种烂大街的能力 整个战场像舞台一般 他们则是台上表演的艺术家 在观众的连连惊叹中 展示出自己的实力 天哪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才能组建这样的实力 他们的实力 每个人都有资格加入光明吧 光明组织哪有那么容易进 那可是苍龙国嫡系的官方组织 苏白宇也随着他们一起 观察其他人的战斗 判断 进攻 异能的掌握都很完美 低头看向 眼底还在疯狂的胖子 你也随着他们去吧 苏白宇将他扔出的炸弹 悉数摧毁 碰 碰 碰 连环的爆炸声 惊得前方人群连连后退 看清后才发现 是苏白宇解决了那个爆炸狂魔 男子被炸的肢体残缺 苏白宇靠近他 习惯性地提取异能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爆破物质 我靠 怎么回事 竟然不是人造异能者 苏白宇刚要阻止其他人 但随着冲天的火焰 与炽热的岩浆 那几人连个渣都没剩下 异能肯定是提取不出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 眼下这人不是人造异能者 那其他人也应该不是 为何这么多的异能者 突然暴乱 好几个问题 一起涌入苏白宇的脑海 当楚婉宁解决掉了最后一人 废墟中的群众们欢呼起来 高喊着影 在欢呼中 苏白宇带着疑惑跳向几人 五人以苏白宇为首 向两侧排开 五副神鬼面具下 隐藏着几人面容 没人能看出他们的表情 他们站在高台上居高临下 在月光的映衬中 面具显得更加诡秘莫测 噗 苏白宇一甩斗篷 白雾遮挡所有人的视野 影组织就这样又一次 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 虽然他们已经消失了一段时间 但人群中还是争论个喋喋不休 那个用凤凰的好帅 肯定是个超强的变身系 那个岩浆才帅 伤害直接拉满 影大人的呢 他才是最厉害的 就这样 他们在争吵中等来了救援队 赶来的守护者 也因营组织抢了他们的风头 而不满甩手 其实也并不是他们来得慢 而是执法者与守护者的工作性质 执法者是解决市民的矛盾 和一些小的事件 当发生解决不了的事 才会通知守护者 比如易兽入侵 或者像上次的人造异能者 因此 每次都是苏白宇 比他们先赶到 这也使得尹 更加深入人心 刚回到别墅 吕瑞君就激动地跑来迎接 你们刚才太帅了 我像是在看表演一样 那些人造异能者 就像玩具一样被蹂躏 看到连我都热血沸腾了 苏白宇慢慢摘下面具 放在桌上 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随后转身对几人说道 那些人不是人造异能者 而就是异能者 什么 那他们为何要集体发生暴乱 苏白宇也摇摇头 之前他也是先入为主 认为是人造异能者制造的暴乱 要不是提取出异能 他也没想到 竟然会是这么多普通的异能者所为 顾苏年眼睛一转 缓缓说道 他们似乎只在西城区破坏 尤其是大哥学校附近 听顾苏年这么一说 苏白宇立刻联想到白天发生的事 叶腾唯一的儿子死了 说不定这就是他派人来报复 难道是雇佣的杀手 区长的私人办公室中 碰 叶腾刚换好的桌子 又被砸穿 叶区长别担心 这是怎么也不会查到你头上 丽震男假惺惺地 安慰着愤怒的叶区长 叶腾不停地摔出办公室 能摔出的东西 嘴里还高声声吼道 特么那帮戴面具的是什么人 我的好事都被他们给坏了 丽震男揉了揉 他那沟壑纵横的光头 缓缓说道 从他们几人的异能来看 很有可能是 最近刚兴起的银组织 叶腾双眼瞪得通红 咬着牙挤出一个字 银 叶腾之前也听说 杀死庞博海的就是银 薪酬旧恨加在一起 让他再也忍不住 给我去找幽灵杀手组织 放出任务 杀一个银组织的人给一百万 活捉一个一千万 丽震男冷笑一声 嗯 随后他一脸不屑地 走出了叶腾的办公室 在叶腾所管辖的区域 发生这样的事 市民都对他怨声载道 网上甚至还有呼吁 给西城区大换血的 苏白宇这边 倒还是有条不紊的日常 锻造装备 练习异能 查阅资料 在电脑前的顾苏年盯着屏幕 突然眼睛瞪得老大 随后高呼道 大哥 大哥 宛宁 吕叔 你们都过来 房间里的苏白宇 走到顾苏年身边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顾苏年将苏白宇一把拉过 指着屏幕说道 大哥你看 这是我之前 见的影组织粉丝群 里面有人发了一个截图 苏白宇凑上去 图片中影组织三个血红的字 高高地顶在上面 翻看下一张截图 里面清晰地标出 杀影组织一人多少钱 活捉多少钱 这是 是暗网 由一个杀手组织所见 组织的名字叫幽灵 苏白宇直起身 下牙咬着上嘴唇 怎么了 初吻宁几人 听到顾苏年大喊 也赶了过来 正好你们都到了 小年你跟他们说说 顾苏年打开截图 展示给几人 咱们现在被盯上了 有人在杀手组织的暗网上 悬赏咱们 看任务状态 似乎已经有不少人 接了这个任务 等他说完 房间一阵沉默 他们不怕明面上的敌人 怕就怕这种藏在阴影中的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苏白宇沉思片刻 清了清嗓子说道 能在暗网悬赏我们 肯定是小看了我们的实力 我们可以可以引蛇出洞 将那些藏起来的臭虫引出 一网打尽 苏白宇的计划就是 用实力来证明 银组织不是他们所能挑战的 只有打疼他们 他们才能长记性 不然就像苍蝇一样 没完没了的恶心人 第34章 立阵男 暗中推手 入夜 天空中月明星夕 一群身着黑色斗篷的人 站在高处 斗篷上黑色的帽子 遮住了几人面容 突然一阵夜风吹过 将围守那名男子的帽子戴下 月光下 沟壑纵横的光头 正是立阵男 此刻的他正阴邪地盯着下方市区 嘿嘿 时间差不多了吧 准备行动 是 是 立阵男一声令下 身后几人随声附和 黑衣人向四周散去 叶腾 看来你的能耐也就到这了 咱们后会无期 说完 立阵男直奔西城区 此时已经午夜两点多 城市中大部分人都已睡着 立阵男站在空旷的大街上 双手交叉结印 随后双手拍向地面 是谁 鬼面武士 只见立阵男身边蓝光闪耀 随后 在他身边缓缓出现一个 带着鬼面具 手握武士刀的怪物 给我尽情地破坏吧 目光所及之处 全都摧毁 鬼面武士得到命令 将武士刀横于胸前 庞大的躯体 足有五米高 随便挥一刀 就能将房屋砍成废墟 随着立阵男这边的声音响起 刚才四散的手下 也开始大肆破坏 赵天氏 希望我留下的礼物 你们会喜欢 由于是午夜 现在的时间 多数人睡得正香 当有人发现时 城区已经破坏得面目全非 碰 什么东西 巨大的冲击 将苏白宇惊醒 刚才明显感觉 房子摇晃了一下 掀开被子 翻身跳到窗前 前面正有一个 带着黑色斗篷的人 攻击别墅 难道我的身份暴露了 不管怎么样 这人不像善茶 苏白宇迅速换上瘾的作战服 从另一侧迎上那人 你是什么人 带斗篷的人明显正了一下 手中的动作停顿了一秒 苏白宇看向周围 已经有不少房屋被破坏 再看向其他方向 阎晨四起 高楼不断倒塌 那些异能者 是你们派出的 苏白宇压低声音 话语中明显能感到一丝怒意 眼前这人像听不懂一样 直接朝着他攻击过来 自然细数业异能 苏白宇只是冲来的黑衣人 身体没有丝毫摸移 在那人靠近之时 雷电直接将他从胸膛 系了个对穿 旋雷穿过的刹那间 他的身体一软 向前倒了下去 苏白宇拉住他的胳膊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万叶 提取出异能后 将那人尸体向前一甩 随后赶往阎晨最大的西城区 当苏白宇赶到时 力震男已经收起异能 正准备撤退 站住 力震男身体一正 向后看去 一个戴着黑道发亮的面具 灰色云雾着装的男子 出现在他身后 你是赢 既然你找死 就别怪我 是谁 鬼灭武士 苏白宇就静静地看着他 使用异能 没想到 还是个特殊系的召唤异能 鬼灭武士召唤出的刹那间 力震男就驱使他攻了过来 巨大的武士刀挥舞起来 竟没有丝毫迟钝 刀意中 甚至还能感觉到嘶嘶寒意 苏白宇看向力震男 玩味地笑着 这种程度的攻击 对他来说 就像幼儿园小班一样 感知 能轻松判断出 他每次出招的方向 力震男顿感不妙 转头要跑 但苏白宇 怎会让他这么容易就走掉 每当他转身要跑时 就有一道旋雷 就在他前方劈下 前后左右 所有方向都是变了 苏白宇就是不肯放过他 终于 力震男被激怒 转头怒吼道 你别以为是我怕了你 精血融入 只见力震男在手上 划出一道口子 鲜血不断涌入 鬼灭武士躯体 血液融入的刹那间 鬼灭武士仿佛开了灵智一般 面具下的双眼 红光一闪 进攻得更加凌冽 秀 一瞬间 鬼灭武士竟然从五米之外 来到了苏白宇面前 要不是有感知 还真要着了他的道 九天玄雷毫不客气 黄暴的雷霆之力 自天空中劈下 直接将弑神轰成白烟 苏白宇在看向力震男 后者喘着粗气 明显疲软下来 是瘾 苏白宇转头一看 不少市民闻声而来 一眼认出了他 今晚到底怎么了 是什么人要破还赵天使 其他城区已经有守护者前去了 执法者也在配合救援 力震男双拳握紧 不甘地怒吼 可恶啊 赢 在他仰头咆哮的时候 头上的帽子掉落 露出了他毛骨悚然的头颅 这是什么人 长得好可怕 力震男两眼一瞥 一跃抓住从后方而来的叶藤 同时拿出刀抵着他的脖子 别过来 再过来就让你们区长死在这儿 叶藤看向力震男双眼震怒 手不自觉地握紧 他的这一句话 旁边的执法者都不敢动 苏白宇却吃笑一声 慢慢向前走去 一步一步靠近他 别过来 没听见吗 再过来 我就杀了他 苏白宇压低声音 冷淡地说道 随便 不止连力震男在内 旁边所有人都惊讶地看向他 刀已经将叶藤的脖子 压出一道血痕 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 震惊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就在此时 一个蓝色身影 从苏白宇身后 冲到力震男面前 寒冰 沈静渊凝聚的兵剑 迅速地刺向力震男 是谁 在沈静渊来到他面前之时 力震男又发动他的弑神 只不过这次弑神身体飘渺 淡薄地如一层云雾 但武士刀 还是击碎了寒冰剑 就在武士刀 即将刺到沈静渊身体时 苏白宇刹那间 冲到他的面前 用手掌挡住了 鬼面武士的进攻 武士刀贯穿了他的手掌 血液滴答答地滴在地上 沈静渊呆呆地 看着眼前的手掌 知道 是因为自己的冲动 导致了他手掌受伤 对 对不起 本来苏白宇 是想利用岩石异能 抵挡住武士刀 但到了面前才突然想起 这个异能引不能用 这也直接导致武士刀 将手掌刺了的对穿 杀了他 快杀了他 苏白宇回头 叶腾已经挣脱了 利振南的控制 别杀 留他一命 要查出幕后指使之人 是市长在阻止他 不过正合他意 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 叶腾好像怕眼前的 黑衣男子透露出什么 第35章 因祸得福 月神庇佑 鬼面武士在攻击苏白宇后 直接消散 利振南仰面 朝天昏死过去 武士刀刺穿手掌的剧痛 让苏白宇不由地咧嘴 看向脚边的利振南 一脚将他踢向执法者 随后又看了眼叶腾 此时这位区长的脸色 像猪肝一样 滴答 滴答 苏白宇左手的血液不断滴落 地上的石头都已被染红 我给你包扎一下吧 沈静渊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 抬手就要缠上去 不用 苏白宇冷淡地拒绝 随后用风将沾上他血液的砖石 通通带走 这要是被人收集到他的血液 一查不就知道了 尹的真实身份 现在已经被杀手组织盯上 暴露真实身份 就意味着危险 到时候 暗中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找上苏白宇 一个他能轻松解决 十个也不是问题 但要是一百个 一千个一起来 该如何是好 苏白宇离开后 人群中才发出声音 尹大人居然受伤了 他刚才为何用手去挡武士刀 明明可以用异囊的呀 人群中七嘴八舌地辩论着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 尹是因为不能暴露严实异能 才导致受伤 回到别墅 苏白宇将面具一扔 斗篷下的左手 四根骨刀都被砍断 皮肉外翻 钻心的疼痛 让他的脸色变得猙獰 大哥 你怎么了 快上医院 挽了手就废了 屋内四人也穿着作战服 可能是听到声响 准备支援他 苏白宇大汗淋漓 拉住楚婉宁 婉宁不能去医院 很多人都看到我的手 被武士刀刺穿 去了 那怎么办 大哥 苏白宇喘着粗气 钻井右拳 带我从东城郊区 进入黑灵山 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里 但楚婉宁还是毫不犹豫地 拉起苏白宇 在空中楚婉宁变身金羽燕灵 驮着他向黑灵山出发 金羽燕灵挥动双翅 像流星一样 划破天际 你们看 流星 快许愿 在金羽燕灵背上的苏白宇 硬撑着睁开双眼 就是这儿 神皇徐徐落下 便回楚婉宁 苏白宇环顾四周 好像在寻找着什么 突然树丛中抖动一下 就是他 手中一道玄雷陡然打出 穿进草丛中 之 升华值加二十 短促的声音后 苏白宇跑到草丛旁 握着地上月光图尸体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F级异能月光之力 升华 快升华 升华成功 F级月光之力 升华为A级月光灵权 不够 继续 升华成功 A级月光灵权 升华为S级月神庇佑 升华为S级异能后 苏白宇脸上的笑容 看上去异常诡异 融合异能后 马上利用月神庇佑 对左手治疗 异能使用时 苏白宇被治疗的左手 放出白光 逐渐 他的呼吸平缓下来 脸上的表情 也不再争鸣 慢慢地 左手骨骼逐渐连在一起 皮肉也渐渐愈合 白光消失后 之前几乎断裂的手掌 只留下了淡淡的刀痕 疼痛缓解的那一刻 苏白宇昏睡过去 一日 苏白宇在睁开双眼时 已经身处自己的房间 昨晚他昏睡后 楚婉宁就立马将他带回 此时再看向昨天被伤的手 心里还是不由的一紧 那种彻骨的痛意永远都忘不掉 大哥你醒了 嗯 没事了 听到苏白宇苏醒 其他人也进到他的房间 大哥昨天发生什么了 手怎么会被伤到 苏白宇摇摇头 将昨晚发生的事情 讲给几人 听完苏白宇的描述 几人都不由得一笑 哦 英雄救美啊 苏白宇老脸一红 用枕头砸了过去 其实他昨天也没想着英雄救美 只是单纯地想利用岩石抵挡住攻击后 提取异能 召唤异能 还是比较少见的 可后来的事 让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异能 经过昨晚一战 同时也暴露了召唤异能的弱点 召唤出的怪象 一旦被重创 使用异能的本人 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苏白宇摸了摸衣服 昨天因疼痛流出的汗水 浸透了衣衫 整个人现在潮呼呼的 打发几人出去后 苏白宇洗了个澡 顺便测试一下 昨天获得的异能 要不是苏白宇 有在野外的三年经验 顺利找到有恢复能力的月光兔 那么留给他的 只有两个结果 要么暴露组织 要么废掉左手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手和组织都保住了 只是升华值又消耗一空了 四 洗澡时苏白宇没注意 手臂滑到铁片上 一点血印长长地拖出 这左手的伤刚好 左臂又受伤 苏白宇看向伤口时 惊人地发现 红印逐渐变淡 苏白宇不敢相信 用手搓了搓 痕迹真的完全消失了 月神庇佑竟然还有被动效果 因获得福 就这样获得了一个 强有力的治疗异能 升华值已经用尽 苏白宇盘算着请几天假 带着南兆夜 他们去异兽丛林中历练 一是要收集升华值 二来可以磨练几人的异能和配合 要是还能获得几个优秀的异能 那就再好不过 洗完澡 苏白宇拿起手机 刚要跟郑卫坤请假 学校群里就发出 要放假七天的通知 理由是学校和城区都要修复 还有一点学校没有说 就是要调查发生这件事的始末 苏白宇在群里发了个收到 这样也不用再请假了 正好利用七天时间好好提升实力 引出暗中的杀手组织 一网打尽 召集几人来到客厅 苏白宇将七天的计划说给几人 吕瑞君也一并前往 反正一能再生 到哪都能锻造装备 得知要去与异兽搏斗 几人也兴高采烈 实力是在一次次厮杀中提升的 苏白宇交代众人 我们要找就找强大的异兽 不然就太丢面子了 还有最后一击让我来击杀 虽然感到好奇 但其他人也没有过问 谁都有秘密 追根问底只会令人反感 收拾好行李 准备好七天的用品 出发 第36章 再探黑灵山 苏白宇将试炼的地点 定在他击杀九毒英灵蟒的黑灵山 上次测试 他还没进入深处 就已出现拥有A级异能的巨蟒 其中必定还会有其他凶猛的异兽 绕开大路 几人直接顺着小道进入黑灵山深处 月王里走天色月暗 浓密的枝叶遮天蔽日 此时正值赏午 太阳最盛的时候 但他们所在的林中 就已经像入夜了一般 南赵夜拉上苏白宇胳膊 大哥 我终于知道 为啥这叫黑灵山了 苏白宇看他的样子 明显是怕黑的表现 赵夜 你这怕的不是黑 怕的是黑暗中的未知 只要你足够强就不会再怕了 南赵夜听后 抖了抖一山 郑重其事地说道 大哥 我不怕了 虽然他身体绷得直挺挺的 但眼神飘忽不定 这小子在硬昌呢 黑灵山的树林很是奇特 外围跟寻常的树木一样 但深处的树林 不知为何繁茂无比 从上方看 能明显看到 黑一线将两侧分隔开 一面翠绿 一面泛黑 井水不泛河水 六人走了将近一小时 也没有遇到强大的异兽 黑灵山深处 怎么也竟是些垃圾异兽 苏白宇扔出手上拎着的石土兽说道 不仅异兽垃圾 连能力也没什么潜力 有的甚至根本没异能 这一路过来 升华值才加了寥寥七千多 还没有灭一窝蚂蚁来得快 苏白宇都有些后悔 把地点选在这了 就算选上蚂蚁窝 升华值都比这长得快 啊 苏白宇愁眉之际 走在最后的吕瑞君 痛苦地大喊一声 怎么了吕说 几人纷纷来到吕瑞君跟前 只见吕瑞君头上的汗如黄豆粒 噼里啪啦地滚落下来 痛苦到五官都挤在一起 哪里受伤了吕说 吕瑞君费力地抬手 指了指右腿 好像有东西在吃我的腿 苏白宇反复观看 但没找到任何伤口 月神庇佑 白光出现的时候 明显能感觉到 吕瑞君的脸色好了许多 怎么回事啊 明明没感觉到 周围有很强的异兽 为何能将吕瑞君伤到 苏白宇一边治疗 一边皱眉思考 啊 怎么了小玄 我的胸口 好像被攻击了 依然没看到 任何异兽的痕迹 方玄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攻击胸口 突然 苏白宇汗毛炸裂 感知令他心头一紧 双脚一蹬 向后方闪去 扣 一声沉闷的干咳 从苏白宇胸腔发出 刚才感知到 是胸前有异样 为何向后躲避 还是被攻击到了 苏白宇环顾四周 寂静的丛林 透露着肃杀之意 隐身一受 那 感知 也应该能觉察到啊 破 观想之际 身体好像 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是影子 扶着胸口的苏白宇 突然想到 笑比那天的影子一能 瞪大双目 仔细在地面观察 虽然因为树林的遮挡 看不见他们的影子 但影子不是消失了 而是因为 本身就身处在一片影子中 苏白宇将眼睛闭上 用心感知周围的一切 风穿过树林的沙沙声 断断续续 陡然 双目张开 果然 苏白宇感知到地面所有的影子 但有一个十分活跃 穿梭在漆黑的树影中 判断出影子下一个移动方向 九天旋雷刹那间劈出 哄 强烈的爆炸 将地面轰出深坑 等烟尘散去 怎么可能 在他的感知下 明明旋雷已经劈到黑影上 但黑影恍如无事发生 依然活跃在阴影中 难道一兽不是藏在影子里 苏白宇双目一凝 再次攻击窜动的黑影 但几次下来 依然没有效果 大哥 异兽在哪 你们小心 异兽能借用阴影攻击我们 说完 苏白宇脸色一沉 既然你这么喜欢待在影子里 我送你份大脸 万叶 被异能所掌控的树叶 如刀子一般 螺旋着向周围的大树砍去 碰 碰 碰 随后利用太乙清风 将倒下的树木卷到一旁 树木消失 太阳悬挂在头顶 阳光突然地照射下 苏白宇本能地眯起双眼 此刻 几人的周围光秃秃一片 就像大海中的孤岛一般 大哥 你看哪 苏白宇顺着顾苏年 锁指方向 转头看去 阳光照射下的土地 一块黑乎乎的阴影 格外突兀 就是它 那块阴影 似乎也觉察到不对劲 迅速窜入树林中 追 没想到 竟然没有实体 就能出现影子 与较鄙视的那个异能不太一样 感应着黑影逃窜的方向 苏白宇跳跃于树林中 就这样一前一后 追了大概十分钟 下一刻 苏白宇停下脚步 一手扶着树干 一手擦掉头上汗水 没想到藏得这么远 在感知中 黑影于远处 一只异兽相互吸引 靠得越来越近 竟然能操控影子 你的影子我攻击不到 那我就攻击你的躯铁 树丛后 鬼影蛇正快速爬行 它的影子 也正飞速地回到它的身体 苏白宇目光凝视前方 在身后凝聚出树道雷电 噼里啪啦的声响 惊得林中 鸟群一起飞走 身后雷电逐渐变得精炼 随着它大手一挥 雷电一同击出 穿过大树 直击后面的鬼影蛇 升华值加23100 成了 鬼影蛇死亡的一瞬间 无数的影子 从它身体中飞出 没想到 拥有这么诡异异能的是条小蛇 鬼影蛇身长一米左右 但影子却十分巨大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如影随形 获得异能后 苏白宇迅速回到几人身边 回去时 吕锐军已经能够站起 苏白宇将鬼影蛇扔下说道 攻击咱们的就是它 确切来说是它的影子 影子 没错 我们受伤 也是因为影子受到了攻击 它不仅能利用影子攻击 还能吞噬影子 吕锐军跺了下脚 怪不得 之前感觉我的腿被撕咬一样钻心地疼 到后来直接没了知觉 苏白宇点点头 与他所感觉的差不多 那么强的冲击力打在身上 身体却丝毫未动 疼痛感却丝毫不少 第37章 密林深处 残破的遗迹 几人短暂地休息一会 又继续向更深处进发 这里对于苏白宇来说像是一座宝库 不仅能提取异能 还能增加升华值 其他人也可以锻炼自身的能力 大哥 你说昨天的异能者会不会是叶腾指示的 苏白宇将嘴里的食物咽下 我看像 你们没看到他昨晚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几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 幽济的树林也不再像之前一样令人生寒 好 正前方突然传来猛兽的一声嘶吼 树上的鸟被惊到四散飞去 去前面看看 几人脚下的步子逐渐变快 拨开前方浓密树丛 一只通体黑色毛发的老虎仰着头 随着嘶吼声的消失 他那高傲的头颅直挺挺地向下摔去 倒在地上的老虎 用出他剩下的最后力气不甘地嚎叫出 随后魂归天空 这老虎怎么了 你们看他肚子 透过黑色的毛发 老虎的肚子一闪一闪 虽然光芒微弱 但在幽暗的树林中显得格外刺眼 苏白宇先是习惯性地提取 但没出现任何异能 随后剖开老虎肚子 一颗拳头大的球形石头被取出来 石头上还散发着淡淡的绿光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看来就是这东西要了他的命 就在几人观察绿色的光球时 球体爆发出一股奇异的能量 随后那些能量在空中汇聚成一幅地图 藏宝图 这是几人第一时间想到的 顾苏年用他超凡绝伦的记忆力记下 地图在空中停留一分钟左右 便变为光运消失在空中 石球也变成粉末 不再有任何异常 这不会真是藏宝图吧 要不去看看 好 顾苏年凭借记忆 在纸上绘制出一模一样的地图 连上面的标点都丝毫不差 众人仔细研究手上的地图 发现他们所在之处与标记终点的位置 离得并不远 苏白宇为了能更清楚地看清路 使用月神庇佑来照明 白光在这里犹如月亮一样 能清晰地看清三米范围 但这个异能消耗的不是精神力 而是体力 强忍着到了终点时 苏白宇已经累得满头大汗 应该到了吧 苏白宇瘫坐在地 大口呼吸 顾苏年拿起地图 仔细对照来实路线 到了 我们现在就在地图的终点 说完 几人左右观望 但这里除了树木 比其他位置稀疏一些 没有一点像有宝藏的样子 我们是按照路线走来的 怎么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是宝藏已经被拿走了 周围除了树就是树 宝藏不可能直接放在地上啊 眼前的景象 让他们感到疑惑 一度怀疑是被骗了 怀疑这根本不是藏宝图 不如我们在这休息会吧 我先把树给砍了 坐在地上的苏白宇 将周围的树挪走 露出阳光照在地上 轰隆 怎么回事 脚下突然传来的震动 让几人一惊 随后地面在他们的注视下 逐渐碎裂 泥土不断向下落去 震动停止后 一个五平米左右的坑洞 出现在几人面前 难道地图的终点 是指向下面 众人相视一眼 都已经到眼前了 哪怕没有宝藏 也要进去一探究竟 楚婉宁对准深坑 双手释放火焰 在火光的照耀下 深坑一览无疑 除了有些碎石 并没有其他东西 苏白宇驱使着风 来缓冲几人下降的速度 准确地掌握好力量 刚好让几人平稳着陆 这次苏白宇 没用月神庇佑来照明 消耗太大 楚婉宁右手 托着火团走在前面 不知这里 已经有多少年历史 但砖石 砌城的洞口 竟然还没倒塌 走过一条狭长的通道 前方豁然开朗 哇 地下竟然藏着 这么大的一个遗迹 几人不住地惊叹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座宏伟的宫殿 虽然已经满是尘土 但灰红的造型 仿佛在遗迹上 彰显他昔日的荣光 楚婉宁点燃四周的火把 踏上满是尘土的台阶 每走一步 脚边的灰尘就跳动起来 厚厚的尘土踩上去 像是棉花糖一样 这遗迹好像没人来过 我们说不定是第一个拜访的 楚婉宁说得不错 遗迹已经沉寂了几百年 他们是多年后第一批来客 这么好的一座宫殿 为何遗弃了 枝呀呀 厚重的大门不知多久没动过 几人合力推开 门轴刺耳的声音 让他们不自觉地咬紧牙 门上的尘土 也是一坨一坨地掉下来 刚打开大门 就能感觉都宫殿的威严 怎么好像什么都没有 我们分开找找吧 大殿这么大 肯定有遗留下的东西 宫殿的油灯 火把全部被点亮 大殿的整个布局尽收眼底 几人开始分头寻找 苏白宇看着纯金的座椅心痒痒 这么大的黄金椅子 得卖多少钱 虽然眼馋 但实实在在地重量劝退了他 诶 这是什么 做以后 一块拳头大小的蓝色晶体 吸引了他 反复端向 也没看出是什么 语说 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吕瑞君接过晶体 眯起眼睛认真思索 随后 拉起苏白宇的手 震惊地说道 这 这好像是空悬晶 空悬晶 没错 我之前在电视上见到过 虽然这块比较小 但少说也能值几千万 苏白宇眼睛都值了这么值钱 空悬晶蕴含淡薄的空间之力 如果锻造技艺高超 可以制出拥有空间之力的装备 苏白宇眼睛一转 咬着嘴唇思考 卖掉虽然能大转一笔 但对于影组织来说 更加需要空间装备 好 吕说 等回去交给你了 好好好 对于锻造师来说 没有什么比能锻造出优秀的装备更加开心 苏白宇默默将空悬晶提取到系统 这么稀有的东西 怎么能浪费 高级升华 升华成功 低级空悬晶升华为中级空悬晶 继续 升华成功 中级空悬晶升华为高级空悬晶 高级才配得上空间属性 第38章 锻造空间装备 极为精纯的空悬晶在手中散发着蓝色光运 只要放在手中就有一种神奇的感觉传来 它不像普通石头的感触 外围的光运像是保护膜一样 轻轻捏下去就有一种轻微的阻力传来 光这一块空悬晶 几人就已经不虚此行了 大哥 这里什么都没有 都是骨头 我这也是 一碰就碎了 看来只有苏白宇的运气好 找到了一块空悬晶 看着几人沮丧的表情 苏白宇将空悬晶握在手中 缓缓张开五指 这是宫殿中找到的 拥有空间智力的材料 有了它 我们就有空间力量的装备了 真的 那我们行动 岂不是更方便了 当然是真的 有吕叔的鬼斧神功在 什么装备制造不出 有了收获 几人失望的表情一扫而空 纷纷聊起空间装备的样子 这里已经没有其他价值 他们也没必要继续待在厚厚灰尘的宫殿了 离开宫殿时 苏白宇还回头看了一眼 那么大的黄金 可惜拿不走 按着原路返回 很快就走到了坍塌的洞口 天黑了 好像是 大哥之前将这周围的树木都清空了 深坑之中 几人向上望去 在他们探索宫殿时 太阳已经落山 漆黑的夜空中看不见半点星星 你们说 要是我们在这里过夜 晚上会不会有奇怪的东西过来 大哥 你可别吓我 男赵夜身体一缩 胆小的样子表被尽收眼底 旁人不由地笑出声 赵夜 你怎么这么怕黑 多大的人了 男赵夜尴尬一笑 用手挠着头发说道 小时候我妈晚上接我回家 就是这样 一片漆黑的夜里 异兽突然攻击 母亲为了保护我永远地离开了 其他人脸色不太好看 尤其是苏白宇 男赵夜说的那一晚 就是西城区 被异兽破坏的最严重那次 西城区几乎一半的人都死了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默契地 不再提男赵夜怕黑的事 嗡嗡 有信号了 顾苏年掏出震动的手机 之前在宫殿时 通讯信号被屏蔽得死死的 直到出了洞口 才有了两格信号 顾苏年盯着屏幕 眼睛半天没眨一下 我靠 大哥 出大事了 怎么了 旁边几人也靠过去 六双眼睛盯着屏幕上的信息 进攻赵天市的几个异能者查实 细微东岛国人 在苍龙国售卖围京药物 疑似还带有其他目的 苏白宇向下翻了翻 皱着眉问道 这是公布出来的 顾苏年黑黑一笑 好像做了坏事一样 这是利用我爸的身份入侵的 他收到什么指示和任务 我这里也能看见 苏白宇暗暗竖起大拇指 这可真是将异能和资源充分利用了 一条一条看去 整件事情的脉络逐渐清晰 利震男一众人等被抓到光明组织的第一时间 就让他们失去了自杀的能力 拥有精神系的异能者 不停在他们脑海中制造幻想 连续24小时不间断的恐惧幻想中 有人终于扛不住 将知道的都交代出去 从他们口中得知 他们的确是东岛国派来的 为了降低苍龙国实力 他们利用技能胶囊来危害苍龙国人 所服从的头目 也只有一个利震男 那日破坏赵天氏的行为 只是他们决定离开时 一时兴起所作 本来想嫁祸给叶腾 没想到却被苏白宇提前截住 其中最让光明组织震惊的是 叶腾竟然与利震男相识 随后经过调查发现 叶腾和他的关系 不只是相识那么简单 两人竟然暗中勾结 做着机能胶囊的生意 没想到啊 叶腾竟然就是卖机能胶囊的人 怪不得这么久都没抓到 原来是贼喊捉贼 这种畜生还真不配叫做人 苏白宇深知机能胶囊的危害 很轻松就能毁掉一个人的一辈子 现在回想那晚的几个异能者 既然不是人造异能者 肯定就是被机能胶囊控制的人 我爸好像也被调查了 正常区长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肯定会严查的 连苍龙国官方的人员 都这样参差不齐 别说异能者了 苏白宇点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停顿半赏 淡淡道 你们愿意跟我创造新的格局吗 大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我也是 要不是被大哥救下来早就死了 没有丝毫犹豫 眼前五人心里只有一个选项 就是跟随他 苏白宇严肃地看向几人 随后开口说道 现在他们都在适应规则 但似乎都忘了 还有另一条路 那就是创造规则 异能者已经凌驾于普通人之上 但他们似乎忘了跟他们也是人 更有甚者利用异能为非作歹 去对付那些普通人 既然那些所谓的官方组织不管 那我们就来管 让整个苍龙国 是让整个世界都记住我们组织 让隐成为那些自视清高人的梦魇 原本没什么干净的苏白宇 经过这次叶腾事件的发酵 他愈发觉得 为异能者定的规则太不公平 一些拥有异能的异能者 甚至可以让光明组织 对他的罪行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似乎只有强大起来 亲自制定规则 才能最有效快捷地解决 一番慷慨激昂地讲说 苏白宇自己都感到热血沸腾 大哥你放心 我们不会拖后腿 没错 就让我们的面具 成为他们心中 消散不惧真正的鬼神 咔啦咔啦 苏白宇攥紧双拳 手指被捏得咔咔作响 邪魅的微笑挂在他脸上 就先拿那个杀手组织开刀 不是接了杀我们的任务吗 我倒要看看他们几斤几两 白宇 那我现在就开始锻造空间装备 苏白宇将空玄金 交到吕瑞君手中 随后利用岩石易能 简单地制造一个房子 用火把将房间照亮 几人探讨要打造的装备 根据材料的大小与形状 众人一致认为 戒指是最方便的空间装备 第39章 本部富裕的遗迹雪上加霜 岩石所造的房屋将几人隔开 他还专门为吕瑞君 留出了单独房间去锻造 夜里并不像几人所想 有奇怪的东西来袭击 苏白宇睡不着坐在屋顶 透过白天在丛林中打出的天窗 凝望月亮 奇怪 怎么感觉体力和精神力 恢复得这么快 双手摊开 一脸疑惑地看上去 是月神庇佑 这种异象之前并没有发生过 只在获得了月神庇佑 后才第一次感受到 没想到竟然能依靠月光恢复 慢慢长夜 就让我来宠幸丛林中的异兽吧 从鬼影蛇身上提取的异能不错 但精神力消耗的原因 还未曾使用 现在月黑风高 周围更是漆黑一片 苏白宇发动如影随形 只见他脚影子脱离本体 按照他所想的位置 快速移动过去 影子感知到的画面 能够共享给本体 由于行动没有任何声响 又是漆黑一片 很快就偷袭了一只酣睡的异兽 苏白宇按鬼影蛇的样子 试着吞噬异兽的影子 只见异兽突然惊醒 咆哮地向后跑去 巨大的声响在丛林中回荡 在满是阴影的丛林中 又怎么跑过他的影子 异兽的影子渐渐被吞噬 四肢逐渐无力 再起不能 死亡时还睁着他硕大的双眼 眼神中透露着疑惑和不甘 升华值加5100 竟然这么好用 影子攻击的目标也是影子 不管多么强大的生物 它的影子都不能像本体一样 更何况 那些影子是没有意识的 被苏白宇的影子攻击到 就是个死局 一整晚 苏白宇躺在屋顶 没有挪动半步 就消灭了数只异兽 还差9000升华值就10万了 嘿嘿 藏在丛林中的异兽 很会躲避 要不是有 感知 还真发现不了 当影子吞噬掉第11只异兽时 升华值终于来到10万大关 升华值达到10万 系统升级 升级 系统竟然能升级 苏白宇立马换出系统面板 上面的初级升华和中级升华 已经消失 高级两个字也消失 只留下了提取 升华两个提示 提取功能没有变 还是只能提取无生命体 升华却可以选择 为其注入指定的升华值 这样倒是方便了许多 苏白宇收回影子 回到石屋中睡下 一日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从吕锐军那边传来 苏白宇伸了的懒腰走出石屋 看见顾苏年 正看着手机出神 干嘛呢 大哥 我在看粉丝群 有人说 咱们害怕了杀手组织躲了起来 还要脱粉呢 苏白宇吃鼻 管他们说的什么干嘛 我们有必要跟他们解释吗 小璇他们呢 他们去杀异兽了 说不想拖后腿 看来昨天的一番话 激起了几人斗志 丛林虽然危险 但他们三人的异能都很强 苏白宇并不担心 吕锐军锻造装备 需要一些的时间 这几天 只得待在此处了 就这样 苏白宇每日利用影子猎杀异兽 顾苏年收集情报 除婉宁三人磨练异能 到了第六天时 吕锐军赤膊地走出锻造室 身上凹凸有致的肌肉 双手有些颤抖地 捧着六枚戒指走出 完成了 吕锐军出来时 正好是晚上 其他几人围在一起吃晚饭 看到他出关了 几人扔下碗筷靠了过去 吕锐军手中的戒指 让几人心中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这就是空间装备 放在市面上 不知多少人会因此大打出手 甚至杀人越货 素白宇拿出一枚 戒指的形状 是一只半针的眼睛 指甲盖大小 应该是吕锐军有意为之 颜色也不再是纯净的蓝 反而蓝道有些发黑 在光运的映衬下 戒指上的那只眼睛 显得更加清朗 用意念探查进去 里面大概有十个立方的空间 这戒指好帅呀 吕说 真的是空间戒指 每人都拿了一枚在手中 脸上惊喜的表情不言而喻 直接套在手指上 吕锐军也觉得非常自豪 能制造出这种装备 就算放到大组织中 也是备受器重 我把空玄晶的能量 压缩到这六枚戒指中 没想到 颜色也产生了变化 好看好看 要是像之前一样 蓝道发亮太显眼了 这样正好 有一句话说得好 情人眼里出西施 只要喜欢没什么大不了的 更何况 戒指也异常精美 颜色变化 根本不是什么事 苏白宇意念一动 身边的包袱 就被收了进去 好神奇 要不是亲眼看到 真不知道会有这种装备 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尝试 拿出 放镜 拿出 玩得不亦乐乎 怎么了大哥 苏白宇突然想起一件事 有了空间装备 那个黄金座椅 走走走 有了这戒指 不得把宫殿的黄金都搬出来 大哥怎么像的财迷 宫殿我都快忘了 六人欢声笑语 再次进入遗迹 里面和那日一样 地上还留着一排排脚印 兄弟们 能拿走的都给他搬空了 几个人人像土匪一样 洗劫着被遗弃的宫殿 让本部富裕的遗迹 雪上加霜 苏白宇说完 直奔那个座椅方向 快速跑到座椅旁 环绕一圈 笔量了一下高度点头道 嗯 差不多能放进去 这得值多少钱 将意念传入空间界 磅礴的空间之力 笼罩着座椅 请客间 足有一百吨重的黄金座椅 被收入空间界 呜呼 苏白宇眼睛睁大 惊呼出 成了成了 大发一笔横财 座椅在空间界中 占了一半位置 不到六立方米 哎 低头向下看去 就在座椅的下方 一个正方形的黑线 将平整的黄金地面 分割开 难道 苏白宇有一种预感 这下面必定藏着宝贝 要不是拿走了座椅 还真的很难发现 但这没有把手 也没有钥匙孔 该怎么打开 芝麻开门 帅哥开门 美女开门 其他人转头 看像跳大神一样的苏白宇 小声议论道 大哥干嘛呢 难道因为 拿走了宫殿的座椅 而羞愧 大哥可不会因为 这是不好意思 忘了上次大哥 从学校 抢了那么多材料了 第四十章 暗道 这才是真正的宝藏 苏白宇不知道 说了多少口诀 撬了多久 还是没能将暗道打开 有些急躁地咬着下唇 臭 气愤的他 剁下蕴含雷霆之力的一角 周围尘土 刹那间飞舞起来 咳咳咳 尘土中央的苏白宇 都快把肺咳了出来 其他人也受到波及 大哥 这是干嘛 轰隆 看着脚下的震动 刚才所踩的金砖 竟缓缓生气 苏白宇喃喃道 原来你喜欢暴力点 早点说啊 你们快过来 几人掩着口鼻 穿过烟尘来苏白宇身旁 暗道 原来大哥是为了打开暗道 他们这么想 苏白宇也不反驳 他可不想承认 是因为气急败坏地踩了一脚 才误打误撞弄开的 跳下暗道 几人也不再咳嗽 连他们的肺 都得感到庆幸 要不是暗道出现 刚才那种情况的工作量 得多大 楚婉宁首长汇聚火焰 照亮了整个暗道 看向苏白宇 是脸上人均不惊 大哥 你 我 我怎么了 看他们表情奇怪 苏白宇掏出手机 照了个镜子 屏幕上的苏白宇灰头土脸 脸上 还有抹眼泪的痕迹 怪不得你们是这表情 这看上去 就像在土里打了个滚 他以清风 温和地吹去几人身上的尘土 包括苏白宇头上 那一大坨土 再看向暗道 洞壁并没有用砖石围起来 更像是临时挖掘出一般 苏白宇利用 感知探查洞内情况 好在没有什么岔路口和机关 顺着唯一的通道 向前走去 大概走了十分钟后 前方出现了回音 这就意味着 那里有一个空枪 几人加快脚步 火光照耀下 洞中不计其数的材料和装备 映入眼帘 这 这 六人都激动地说不出话 两久 回过神的苏白宇 颤抖地说道 这宝藏挺能藏啊 给它搬空 材料装备全都对在一起 保守估计 至少能填满武力方面 六个人一边往空间借中装 一边在手中打量没见过的东西 苏白宇拿起一个白色瓶子 晃了晃 这是什么东西 灵能液 锻造装备时加入 可被第一个接触的异能同化 我靠 系统 你竟然发善心了 以前鉴定材料 都要苏白宇提取静系统 只要有人在旁边 就非常不方便 这次系统 竟然主动告知 同化是什么意思 可适应异能的力量 在装备加持下 异能有少许的增强 系统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突然喜欢上我了 系统没有清淡 不会喜欢 虽然还是冰冷的样子 但不再像当初一样 看来系统升级 还有这样的好处 真不错 随后 一人一系统进入了问答环节 一个问一个回答 在六个人的齐心努力下 终于帮洞穴打扫干净 里面除了灰尘和蜘蛛网 什么都没剩下 就连已经不能使用的武器 都一并带走 苏白宇看向满满的空间界 满意地笑道 真是不需此行 好人好事做完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空荡荡的洞穴 苏白宇还是一由未尽 但连宫殿都被搬空了 也没剩什么东西 值得他们留下 回到深坑上方 苏白宇好心地利用 异能好心地将洞口封上 现在的时间 已经下午七点 几人商量了一下 还是先在食物中住下 第二天一早再返回 正好可以清点一下收获的材料和装备 苏白宇在原来的食物基础上 把面积扩大一倍 里面的空间 就算装进几头大象 也不在话下 六人将空间界中的物品 悉数取出 堆叠在一起的材料 慢慢变成一座小山 上面的灰尘 被苏白宇吹去 显露出原本的样子 材料和装备掺杂在一起 几人先把装备挑出 这里大多数都已经损坏 使用不了 没有损坏的 也因时间久远 失去灵性 变为非常普通的装备 材料倒还是灵气充沛 无论放了多久都一样 大哥 这么多得多少钱 我看怎么也值几个亿 那这些装备 是不是没用了 苏白宇摆摆手 信我 就这东西 还是有人收 不能浪费 带回去全卖掉 装备虽然可以修复 但修复好的装备 威力会大打折扣 就像试卷的答案 撕碎之后 粘在一起还能用 但抄起来速度 会慢了许多 大大小小几十件装备 怎么也能卖上的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 装备份减好后 剩下的就是材料了 这里除了苏白宇和吕锐君 其他人对材料一窍不通 按着两人的指挥 把材料按属性分好 火系 土系 金属 辅助材料等等 虽然是重复性的工作 但几人也没有感到厌倦 旅说 你之前锻造的装备 究竟是什么 吕锐君黑黑一笑 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 就跟你们说了吧 根据你们使用的异能 我想利用陈金 锻造了适应你们异能的武器 但还在摸索阶段 苏白宇听后 转身在材料中翻找 终于在辅助材料堆中 找到一个白色瓶子 旅说 有了这个就行了 这是 灵能液 真是灵能液 那就不用寻找材料了 以吕锐君的锻造天赋 只要找到对应异能的材料 就能打造出不弱的武器 但除了像火焰异能一样 寻常的异能 能够找到对应的材料 像金与燕灵这种特殊的 变身系异能的材料 去哪找 虽说火焰属性的武器也能用 但威力肯定没有完美 对应异能的武器强 这回有了灵能液 吕锐君很快就能锻造出匹配异能的武器 奋剪好材料时 已经午夜一点多了 将材料分别装入六人的空间间 吕锐君又拿出几张纸 你们把想要的武器造型画下来 回去我就着手制造 纸笔拿在手中 几人齐刷刷地拄着下巴思考 先是方玄 画了一副全套模样 很形象 在旁边还写上融火全套四个字 其他人也一样 楚婉宁的神皇钗 顾苏年的黄金护腕 南兆叶的赶制项链 拿起苏白宇的看似 吕锐君皱着没问到 白宇你画的这是啥 第41章 调出杀手组织 吕锐君眯眼关桥手上的图纸 在看向旁边写着的雷鸣剑 倒是能看出几分像剑的样子 但这旁边是什么东西 苏白宇把图纸放在地上 一一解释 这个是剑柄 这里是护手 我把护手设计成沉金交织的镂空形 这样使用异能时会有剑名 然后旁边是我一想出 使用雷电异能的模样 就是抽象了点 这乃是抽象了一点 要不是由本人现场讲解 这图纸都得被锻造师称为 十大未解之谜 连使用异能后的状态 都画在上面 让谁能看懂 吕锐君整理好图纸 在岩石是磕了磕 叠在一起放入空间间 武器包在我身上 鬼斧神功 再深 最慢一周时间就能制作出 时间太晚 几个人也终于熬不住 在硬邦邦的地上就睡下了 一日 六个人都是呲牙咧嘴的起床 岩石搭建的地板 实在各得慌 苏白宇赶紧用月神庇佑 将他们的不适感去除 挥了挥双臂 刚才酸痛感已经消失 走吧 我都有点想吸成那家包子了 有了空间界就是方便 来时众人带的大包小包 都已收在其中 此时轻装变形 很快就走出了黑灵山深处 顺着小路返回到几人停车位置时 他们都愣住了 顾苏年的大吉普 只剩下了一副空架子 轮胎 座椅 玻璃 反正是能拆下来的东西 一个不留 我靠啊 谁啊 这可是深山老林啊 这 顾苏年快被气笑了 前后两个车牌 整齐地摆在一起 好像在跟他说 不用客气一样 大哥 没事 等回去 我再给你买一辆 谢谢大哥 看着整齐的车牌 顾苏年先是美好气瞪了一眼 随后 还是拿在手中 这里离东城区不算近 又靠近树林 为了不被黑灵山历练之人发现 只能步行回去 好在身上没有行李 走了一个上午 就看到了赵天士 让我知道是谁卸的车 直接让他推车来回走试探 看顾苏年气急败坏的样子 几人都忍不住笑起来 我看你让他给你展示一下怎么卸的吧 我看手法好像挺精湛 确实 车架子一点没损坏 里面的东西却都没了 打打闹闹 终于回到了东城区郊区 终于快到家了 今天的部署绝对是第一 弯弯绕绕 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别墅 六个人头一次感觉 别墅这么亲切 回去的第一时间 苏白宇就利用严实异能 在地底挖了的仓库 仓库的入口 设置在对着院子的楼梯旁 这样 吕瑞君取材料也好取 仓库的位置 也能在几人的视线中 防盗措施制作好后 几人边吃饭边商量 杀手组织的事 大哥 我们怎么找到杀手组织 不用我们找 只要落个破绽 他们就会自己浮出水面 要是主动去找 必定会打草惊蛇 我们只需等个机会 异兽 聪明 等下次的异兽入侵 就是调出杀手组织之时 优秀的猎人 往往都有超出常人的耐心 一天 两天 三天 好 来了 终于在第五天晚上 异兽撕破虚空而来 苏白宇交代几人藏在暗处 这次就让赵天使所有人 看看他的演技 换上作战符 直奔北城出现的鸣血兽 到达北城时 苏白宇立于鸣血兽面前 市民还没来得及慌乱 尹就已经出现了 是尹 谁说尹大人怕了 杀手逃跑了 肯定是键盘侠 除了仰慕的粉丝外 苏白宇明显感觉到 还有数十股杀意对着他 哼 你们只管来 我让你们后悔当了杀手 余光一扫 顾苏年他们也开车赶到 该开始表演了 苏白宇一上来就使用 天到修罗 硕大的金身与异兽齐平 鸣血兽也毫不含糊 一口咬住修罗的胳膊 咳 鸣血兽咬住的一瞬间 苏白宇感觉到 他在吸食修罗的血液 而且 他的力量 好像也一直在变强 多吸点 别让他们觉得你很弱 控制好力量 苏白宇用其他手臂中的武器 击打鸣血兽 看似用尽全力 但都是 攻击到鸣血兽 可以抵挡的位置 这异兽 怎么会这么强 尹大人的攻击 都被挡住了 打他脸 打他脸 人群都在为他们的尹大人紧张 但他们 不知道的是 一切都是他有意为之 吸狗没有 看着胸前体型 不断保暴涨的鸣血兽 苏白宇驱散金身 在白雾中 换上提前准备好的道具 金身怎么都被打破了 你们看 尹大人受伤了 苏白宇装作金身 是被打破的模样 跌落空中 面具下方已经碎裂 嘴里一口假血喷出 快来人 去帮尹大人 守护者在哪 先逃命吧 没看尹都打不过吗 苏白宇演技逼真 所有人都相信了刚才的事实 但还不够 市民都知道 尹还有一个雷电异能 引以为傲 苏白宇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右手凝聚玄雷 劈向鸣血兽 玄雷毕竟是SSS级异能 虽然只用出不到一半的力量 异兽就已经疼痛地嚎叫起来 苏白宇假装不可思议 怎么可能 雷电竟然只有这点伤害 鸣血兽被他激怒 四脚着地 咧着大嘴扑了过来 苏白宇见时机也差不多了 两手凝聚出电球 迎上鸣血兽 一人一兽相撞之时 苏白宇布满雷电的双手 同时拍向鸣血兽脑袋 鸣血兽冲刺的惯性 也将苏白宇撞飞 假血又从口中喷出 升华直加4300 躺在地上的苏白宇 利用感知探查周围 杀意的数量 比之前翻了个倍 苏白宇一蹶一拐地走向前 下一秒就倒在地上 就这样 一片沉寂过后 隐藏在市民中的 愣头青杀手 按耐不住 隐的命归我了 是我的 本来有经验的杀手还在观望 但有了第一个冲过去的 就有第二个 金钱直接冲昏了他们头脑 地面上40多个杀手 一起朝苏白宇冲了过去 嘿嘿 正系现在开始吧 第42章 正系开始 恐怖的引组织 藏在暗中的杀手 都已按耐不住 争先恐后地冲过去 在他们眼中只要杀了眼 就能在幽灵组织中 打响名号 甚至能被幽灵内部团队邀请 金钱 地位令他们封魔 但同时也是他们的催命符 苏白宇起身 淡淡一笑 破碎的面具 露出他弯月一般的嘴角 希望你们别后悔哦 距离苏白宇五米左右时 就有数道异能波打向他 别跟老子抢 他的人头是我的 你说是你的 就是你的 人头给你们 但尸体我要带走 还没有交战 这些杀手就开始抢夺功劳 烟尘中 苏白宇重新换上陈金面具 只见他手持雷电大剑 冲破烟雾 斗篷在快速移动下 像是黑色翅膀 破 蓝色的雷电大剑 穿过一名杀手的胸膛 刺进身体后 玄雷不断在他身体中暴动 内脏 血肉 都被破坏得模糊一片 血液喷出 像是血雨 他 后面的杀手停下脚步 正正地看着影 尹大人是在引出杀手 我就说尹大人很强的 拉倒吧 就你刚才要跑的 人群后的楚婉宁几人 看到苏白宇动手之后 也换上作战服 今天就要 让那个所谓的幽灵组织知道 尹组织的人 不是些臭鱼烂虾能觊觎的 楚婉宁便为金宇燕灵 鸣叫一声冲向云霄 方璇在地面制造一个 沿江圈起来的区域 分隔开市民与战场 地面三人进入 里面的杀手猝不及防 本来只要解决了尹 拿下组织其他成员 只是时间问题 但引从废墟中重新站起 他们却是进退两难的境地 南昭夜感受到杀手恐惧的念头 利用感念操纵 不断让恐惧滋生 慢慢地 有五个杀手不断拿头砸向地面 同时嘴里大声地嚎叫 有时哭有时笑 已经被折磨到几乎疯掉 苏白宇慢慢向杀手方向走去 摆弄着雷电汇聚成的剑 你们认为我们好欺负是吗 是什么人要杀我们 整句话听不出任何情感 见此情形 一个抱着侥幸心理的杀手 跪在地上 大人 大人 我们只是领任务 不知道雇主是谁 您放我们走吧 旁边的杀手也帮枪刀 没错 你放我们离去 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只有五个 苏白宇看向说话那人 你是在威胁我 随后手中雷电剑消散 就当杀手都以为苏白宇同意提议时 从他身后飞出无数片叶子 被异能掌控的叶子像飞刀一样刺向那人 叶子划破他的皮肤 身上的衣服也像碎布片一样 身上的血液不断渗出 在远处看 就是个血人 你 他这是不放让我们离去 我们这么多人 一起上 空中的楚婉宁 凝聚了一团超大火球 宛如天上的太阳一样耀眼 透过淡淡的云层 能看到火球飞快地向下坠落 如果换作是我们 你会大发善心地放过 还真是圣人啊 杀手用出毕生所学 纷纷用异能抵挡天空坠落的火球 哄 两边的力量在空中对上 强烈的冲击波迅速向四周席卷 顾苏年用黄金在周围筑起围墙保住了城区 既然已经交手 两边只能存活下来一方 顾苏年 方璇纷纷向杀手冲去 苏白宇也驱使影子在杀手中不断穿梭 啊 是什么东西 我的手 影子在他们中间大块躲移 不断吞噬杀手的影子 手 脚 没有一个人能逃掉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放了我们吧 现在求饶简直是天方夜谭 太乙清风吹向围在一起的杀手 他们的躯体已经残缺 想要逃跑的希望约等于零 风中没有狂暴的力量 反而有些沉寂 接触到太乙清风的人身体 突然飙出血液 在空中滑出一个弧度 围观的人群用手掩住张大的嘴 这是怎么做到的 好像是风 尹大人的风细意呢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吗 本就没有团结二字的杀手组织 拿着旁边的人当作挡箭牌 用自己的方式多活了一段时间 沿江圈内的战场 恍若人间炼狱 哀嚎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不论怎样的恳求 攻击一点不少地打在他们身上 现在他们在看到五副面具 真的犹如鬼神一般 那个充满诱惑的任务 成了他们的催命符 生命在接下任务的时候 时间沙漏就开始为他们倒计时 苏白羽眼神冷冷地走过去 现在知道 有些人不是你们能招惹的了吧 知道了知道了 我加上有老下有小 扑 没等他说完 雷电剑就从喉咙贯穿 那个杀手的嘴里 响起乌鲁乌鲁的声音 眼睛死死盯着苏白羽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 只要你们都能回答上来 我就放你们走 您问 大人您快问 苏白羽示意三人先停手 转头问道 幽灵组织在哪 谁派的任务 我知道 幽灵组织各个国家的人都有 只要达到他们的要求 会被邀请专门为他们做事 我们只是幽灵组织的外围成员 其他的真不知道了 哦 那死吧 等一下 苏白羽回头看去 数名白色装束的异能者 飘在空中 是光明组织 竟然来了这么多人 尹大人竟会引来一个小队 苏白羽只是回头看了一眼 他们爱谁谁 影子不再克制 在杀手们仅存的阴影中肆虐 撕心裂肺的声音响彻天际 连光明组织的人都一阵胆寒 可恶 竟然不把我们光明组织放在眼里 队长 我们出手将那几人抓起来 动手 嚎叫的声音越来越小 等光明组织的人出手时 四十多名杀手已经尽数击杀 福昆飘在空中 指着苏白羽道 赢 我们现在执行光明组织的权力 带你回去 请你配合 苏白羽解决了杀手 也利用太乙清风飘在空中 与福昆对峙 我杀了想要杀我们的人 错了 第四十三章 实力太强 引起注意 所有的目光都注视着空中的二人 苏白羽眼神中的不屑 让高高在上的福昆心生不悦 他可是光明组织赵天氏三队队长 何时被人用这种眼神盯着 福昆沉着脸 冷声说道 影组织危害社会 光明组织现在执行抓捕 苏白羽轻者自轻 从没有迫害过一个好人 话不投羁绊居多 福昆体型暴涨 逐渐变为一头人手蛇身的竹笼 飘在空中 竹笼刚一出现 苏白羽内心就极度抵触 这玩意也太么太丑了 苏白羽凝着眉将影子驱使到竹笼身下 一下一下疯狂地攻击竹笼的影子 好 只见竹笼在空中旋转起来 巨大的蛇身宁着劲地抽搐 你这是什么异能 别管我神妖异能 你他妈赶紧给我变回去 苏白羽实在不想多看一眼 红色的蛇身 硕大的人头顶在上面 瞅到已经颠覆了他的认知 影子的攻击像是真实伤害一样 无论身体多么强壮 防御力多么强悍 在影子中都变得一无是处 苏白羽影子的猛烈攻击下 福昆只得妥协 变回人形 竹笼变回去的一瞬间 苏白羽感觉整个人都好受多了 世民都不住地惊叹 天 影大人竟然把福昆大人逼得变回人形 影究竟是何方神圣 就像凭空出现一般 苏白羽压着呕吐之意 低声音说道 这些杀手最有应得 你们该抓的不是我 是那些堕落的异能者 说完 他快速地飘向那些杀手尸体 这可都是宝贝 时间长了 就提取不出异能了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欲物 太好了 灵气还没消散 下一个 就这样 苏白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提取异能 但在外人看来 影是在一个一个检查杀手 死没死透 太缜密了 竟然要一个一个检查 那肯定的 万一有活着的来报复怎么办 福昆双手钻拳 竟然做得这么绝 一共四十多个杀手 能提取出异能的 只有十七个 其他的都在打斗中 支离破碎 大哥 那些人怎么办 苏白羽晃了晃头 我们不能让影组织 成为众矢之地 他们是帝国的官方组织 而且群众也很拥护 他们没对我们 动杀心之前不用管 扫了一眼战场 这里已经没有别的价值了 是时候离开了 五个人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潇洒地离开城区 要知道 旁边可还有六个光明组织的人 就这样走掉了 市民心中无比震惊 难道光明组织 和他们有联系 福昆身后的供秒 不禁上前问道 队长 就这么放了他们 福昆也不想 但先前变身为竹龙 依然被当作玩具一样 打回原形 怎么了 好不容易混成队长 他可不想死 回去吧 剩下的交给执法者 六人小队回去时 明显感到非常沮丧 苏白宇一路上 强忍着激动的心情 回到别墅后爆发出来 发了发了 17个异能 以后看谁敢来招惹我们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 其他几人也猜测出 苏白宇拥有夺取 其他人异能的能力 他们就是这样 成为的异能者 苏白宇看着系统中散发光运的异能球 这么多 就算是再造十个双系异能的天才 也很简单 跟顾苏年他们打好招呼后 把自己关在房间中查看异能 17个异能中有三个是S级 分别是压缩空气 寒冰冻土 人格切换 前两个倒好理解 人格切换 什么鬼 给人格分裂的人用吧 剩下的14个A级异能中 还有一个也很奇葩 叫做 呐喊助威 能力就是鼓舞士气 让其他人内心更加坚定 思维也变得专注 辅助能力是挺不错 但是 谁会在大战中羞耻地喊出 加油 你们是最强的 谁都打不倒你们 那不是蠢蠢有病吗 鸡肋 直接丢在系统中吃灰 大概过了两个小时 苏白宇挑出了几个 比较优秀的异能 准备增强一下其他人实力 刚一走出房间门 顾苏年就冲了过来 大哥 发任务的人知道是谁了 你看 苏白宇接过手机 上面赫然写着夜腾的供词 里面详细地写下了他 如何与力震男交易 还有利用 他在幽灵组织发布任务 还真是他 能不能从力震男身上 查到杀手组织的人 顾苏年撅起嘴 沉思一番 我试试 通过力震男的通讯系统 找找看 远处 城区正在执法者的指挥下 有序地修复 被岩浆融化的痕迹 格外地醒目 旁边的人 还在意犹未尽地 谈论之前的战斗景象 我觉得 尹组织一定是某个大人物 悄悄创建的 我看也是 不然异能怎么会这么强 后来光明组织的人都不管了 就直接让尹组织的人走掉了 明显就是啊 赵天氏 光明组织总部 福坤等几个队长在开会 尹组织今天所展现的实力 已经很恐怖了 必须控制起来 没错 他们既没注册 也没报备 是个定时炸弹 福坤 你说说 今天为何放走他们 福坤尴尬一笑 那特么不放走 我就死了 今日我与尹交手 他身怀数个异能 不知被他哪种异能攻击到 钻心的疼痛 就算变身后也扛不住 说完 整个大厅陷入沉默 尹究竟是什么人 究竟有多少异能 究竟要干什么 许多问题 一时间冲进几人脑中 梁九 一个充满魅惑的女子 声音飘来 反正他们又没滥杀无辜 死的那些不都是杀手吗 啪 旁边脾气火爆的男人 一拍桌子 他敢今天当街报仇 明天他就敢打上光明组织总部 会议是 你一言我一语 争论不休 一直到会议结束 也没争论出个结果 先暗中观察 尽量能查出他们的真实身份 第44章 东岛国来熟人 第二天一早 苏白宇在西城吃包子时 旁边的人谈论的 都是昨日影组织大战杀手组织的事 他们造成的轰动 满城皆知 上到80岁 下到刚会走 都听说了 照天市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神秘组织 走到学校门口 原本只有两个门卫验证身份 但今天 突然多了十多个 身穿执法者服装的人 苏白宇验证身份后进入学校 哎同学 这是怎么回事 我听说是因为影组织的原因 现在光明在各个学校挑选预备成员 预备成员 作为一年级天赋第一的苏白宇 肯定会被选中 更何况 在校比上大放异彩 这阵仗 看来是来真的了 回到班级 果然江陵也在班级 旁边还站着大掌重艺能者 福坤 苏白宇 你过来一下 预感还挺准 还真是照着他来的 怎么了蒋老师 江陵侧过身子 让出站在身后的福坤 这是光明组织的三队队长 其他的是他跟你说 虽然 昨天才打过照面 但还是要装一下 苏白宇装作震惊地说道 原来是福坤前辈 你好你好 你的异能很帅 昧着良心说谎话 差点呕了出来 竹龙的样子 实在不敢恭问 福坤倒一脸骄傲 相信你以后也会一样 天赋虽然是注定的 但可以通过不断努力 追上我的脚步 像你一样 追上你的脚步 要是福坤知道 面前这个面善的学生 是昨天的杀神 他会是什么表情 果然 这些有地位的异能者 就喜欢抬高自己 苏白宇虽然心里不爽他 但没在脸上表现出来 是是是 谢谢啊 找我来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光明组织正在挑选人员 组建预备役 如果在预备役表现优秀 毕业后会直接加入组织 自己的影组织 都能甩大部分组织 和工会几条街了 就连眼前的福坤 都只能求饶的份 谢谢 不想去 答案早就准备好 就等着福坤问了 回答完苏白宇 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 旁边的江灵 和趴在门上偷听的同学都震惊了 什么 他竟然拒绝了 苏白宇 别耍小兴子 无论江灵怎么叫他 苏白宇都是一脸可怜巴巴的表情看着他 仿佛在说 老师 我不想去吗 求求你了 福坤也愣住了 光明组织的邀请 竟然被拒绝了 苏同学 我再跟你 我说不去了 烦不烦 苏白宇拒绝了他 又打断了他说话 福坤脸色阴沉 江灵健壮 还是选择维护苏白宇 福坤大人 人个有志 既然我的学生不想去 就不要勉强了 而且他的异能也不强 江灵笨拙的撒谎技巧 破绽百出 异能不强 怎么可能在笑笔上力挽狂澜 福坤看江灵 也算给了他台阶下 冷哼一声 摔门去 目光注视着福坤走远 江灵瞪了苏白宇一眼 刚才江灵维护苏白宇的样子 让他对这个严厉的老师 有所改观 虽然平时嘴上不说 但还是很关心自己的学生的 福坤没能邀请苏白宇进入 只能把目光看向更高的年级 已经在学院学习一年的两年级学生 大多数都加入了工会或者组织 因为签了契约 只能由光明组织支付违约金 把人挖过来 一共挖了三人 虽然都是A级异能 但违约金足足一千多万 一整天 江灵没有什么好脸色 苏白宇也识去的陌生 嗡嗡 就这样被你征服 喝下你藏好的毒 所有人转头看向苏白宇 苏白宇手忙脚乱地拿出手机 短促而有力地按了好几次挂断按键 抬头再看过去 江灵手中的棍子都烧了起来 你要征服谁啊 抱歉抱歉 老师 死销售早不打晚不打 偏偏你上课的时候打 要不要打回去骂他一顿 电话那头 顾苏年打了个喷嚏 阿秋感冒了 苏白宇义愤填膺地赖到顾苏年身上 接着上课 班上的同学大气都不敢出 大家都能看出 江灵今天心情不好 坐下的苏白宇掏出手机 给顾苏年发去短信 怎么了 我上课呢 大哥 资料更新了 有个大事 什么事 有话快说 我们老师今天更年期 让他发现 我就惨了 发完这句话 苏白宇抬头看了一眼 江灵已经不在讲台上了 突然 背后传来思思良意 谁更年期 惨了 苏白宇咬紧嘴唇 怎么也想不到个好理由 去操场跑试圈 哎 从好的方向看 至少这下回消息 不用躲着了 苏白宇直接一个电话打过去 喂 什么事快说 大哥 你不是上课吗 被赶出来了 快点说 苏白宇知道 平常顾苏年没有重要的事 都是等到他放学回去说 这次肯定很重要 电话那头 大哥 丽振南他们的国家来熟人了 上面说 丽振南是个东岛国官员亲属 鉴于造成的危害 他们愿意赔偿 条件是带走丽振南 还真是全力滔天 手都伸到苍龙国了 同意放人了 嗯 三点就会有人带他走 苏白宇看了眼表 两点四十三分 贩卖技能胶囊的人都能放走 苏白宇百思不得其解 知不知道 他们从哪走 知道 因为不能让市民知道和解的事 所以偷偷地送到黑灵山 用飞艇接走 好 看着手上的空间界 苏白宇攥紧双拳 随后翻墙跑出学校 来到僻静之处 在白雾中换上作战符 向着黑灵山飞去 飞艇停留之地 一定是在空旷的地界 浮在空中的苏白宇 用感知仔细搜索 只要到了感知的范围内 就能锁定到 两久 苏白宇抬头看去 在那啊 喜欢回家 我就直接送到位 第四十五章 旁若无人 全都留下来 苏白宇预风向前方飞去 在感知范围内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 有数道生命体移动 到了飞艇所在空地 四个守护者 正压着利震男来到此处 利震男猙獰的头颅上 挂着诡异的微笑 犯了事还想跑 苏白宇凌空而下 带着雷电的一脚 砸向飞艇 突如其来的攻击 令旁边的东岛国人一惊 你 什么人 飞艇外部材料 虽然用的是高级材料 但悬雷的力量之下 顷刻间变成一堆废铁 残骸中的苏白宇 缓缓站起 想走 问过我了吗 前来接应的人 不知道尹的实力 甚至没在苍龙国 听说过这人的名字 但对面的守护者 和利震男都知道 他就是个杀神 利震男拧着双眉 既愤怒又惊恐的好处 尹 随后 他又好像有免死金牌一般 嬉笑着说 尹 放我回去是你们苍龙国的命令 你敢违抗 说完这句话 他旁边的几个守护者 纷纷看向他 一直被关押的利震男不知道 但他们可清楚地知道 连光明组织三队队长 在他面前 都像个玩具一样 谁又能让他忌惮 利震男的这番言辞 只会激起瘾的逆反心理 死得只会更惨 苏白宇吃鼻 沉声问道 你毁了大片的城区 又贩卖机能胶囊 你觉得你能走 利震男和坚硬的东岛国人 微微一正 我是东岛国议员的侄子 你确定不放我离去 好笑 到现在 他还在用威胁的口气 苏白宇手中雷电声成 直接击穿了一个 东岛国人的头颅 转头用戏虐的语气说着 不好意思啊 刚才没控制注意呢 你说什么 利震男 一言不合 就用武力镇压 利震男没想到 眼前的尹竟然 无所顾忌一般的出手 尹 你别太过分 我们还在呢 你们原来还知道 自己干嘛的 那为何 又要放了他 利震男也终于认清了 眼下局势 没了之前的嚣张的气焰 眼中只剩下恐惧 尹 只要你让我走 你想要什么 我都可以给你 钱 女人 果然都是这些 这就是堕落的导火索吧 今天来 就是要让利震男留在这的 说再多也没有用 苏白宇歪了歪头 随后 一步一步慢慢走过去 你 你别过来 你们要保护我 我是赔偿交换的人质 我死了 你们什么都拿不到 利震男慌了 双腿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你毁坏了赵天使就该赔 你也该死 见此情形 飞艇旁的东岛国人 相识一眼 随后攻向苏白宇 苏白宇闪身一躲 七飞的影子脱离本体 向那几人撕咬而去 影子接触的一瞬间 那些东岛国人 撕心裂肺的疼痛 响彻山林 啊 我的身体 轻松解决掉了身后的四人 押送到守护者和利震男 都已说不出话 那可是四名 A极异能者 竟然能在刹那间击杀 眼前的影 究竟多么恐怖 你们应该庆幸 刚才没出手 不然也一起躺在地上了 苏白宇走到几人面前 他们身体竟然僵住 不敢产生其他念头 太乙清风席卷利震男 温和的微风吹他头皮发凉 短暂的沉默过后 血液从利震男身体渗透出 眼 鼻 扣 耳标出的血液 喷溅到旁边守护者身上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感觉到恐惧 在成为守护者后 从来没有的感觉 清风将利震男的内脏搅烂 只留下一具躯体 这尸体给他们送回去吧 要是不赔 我亲自去东岛国拿 苏白宇的每个字 像想炸雷一样 在他们脑海中回荡 直到苏白宇身影消失在树林中 他们才稍微缓过来 怎么办 带回去吧 肇事上报 等到他们走后 苏白宇又走了回来 直奔一棵粗壮的大树旁 出来吧 只见树后走出一个手持相机的男人 英大人 我 被苏白宇发现后 已经语无伦次 我不会伤害你 刚才都拍到了吧 本以为英很不尽人情 脾气暴裂 没想到眼前的影跟刚才截然相反 这也让田旭平静下来 拍下来了 拍下来了 我有隐藏的异能 你是怎么发现的我 苏白宇伸了个懒腰 隐身 还是迷彩 我可以让我的存在感降低 所以我总能拍到 别人拍不到的画面 倒是个很奇特的超人戏异能 你别管我怎么发现你的 你再给我拍一段 田旭紧张到手都有些发抖 这可是独家新闻 用力摔了几下双手 尽量平复了一下情绪 好了 田旭的录像打开 苏白宇压低声音 我是隐 我组织的存在 就是要改变异能者格局 异能者不是神 也不该把自己当成神 那些你们不敢管的 我来 说完 苏白宇架着白雾飘向远方 收起作战符看了眼时间 已经四点了 希望将龄别发现我逃跑吧 抱着侥幸心理 苏白宇又来到学校围墙前 用力一跃 高度正好能跳过去 在面前 像是一道隐形的墙挡住了他 出来都能出来 怎么回事 又试了几次 都被撞了回来 是你小子 苏白宇回头看过去 是古森带着学校的护卫过来了 古老师 那个 小心翻出墙了 然后怎么也翻不回去了 这别角的谎话 古森都懒得戳破 五米的高墙 能不小心翻出去 无奈 又被教导主任逮到了 被带回学校时 苏白宇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他进不去了 没所学校为了保护学生安全 学生上课时 就会启动法阵 法阵是单向通道 只能从里面出去 外面进不来 为了节约资源 等到学校放学 就会关上法阵 怪不得那天晚上我能回来 你说什么 苏白宇小声嘟囔 被古森听到 这一脸凶向的教导主任 他可不想惹他 还是想想 怎么跟班主任解释吧 第46章 压不下的新闻 苏白宇本来想着办完事 悄悄回去 神不知鬼不觉 没想到 被学校的围墙给演了 好在古森也没难为他 知道冲法阵的是本校同学 也就嘴上教训了一顿 但陶克还是被告知到江陵那里 最后一节课是实战 苏白宇刚一走进训练室 一团火球就冲他飞来 我靠 哎真的 见他躲开第一发 江陵又向他扔出数道火球 苏白宇右手一撑 厚重的岩石墙挡在他的前面 上来 今天我来训练你 苏白宇淡淡一笑 利用岩石在他面前 生成一具石像傀儡 江陵见状 周围的火焰燃烧得更加赤裂 室内的温度持续上升 旁边的同学 纷纷离得老远 都躲在沈静渊凝聚的冰屋内观战 江陵的火焰 逐渐凝聚成 与傀儡一边高的岩魔 我看看 天才究竟有什么样的试炼 画壁 岩魔飘向石像 两拳相撞的瞬间 火星漫天飞舞 这要是在晚上 估计会被认为是 谁在放烟花 苏白宇看着全身熊熊火焰的岩魔 心里感叹 能将普通的火焰异能 开发到这一步 要是成长天赋更高的异能 会怎么样 双方默契的 只用傀儡进攻 现在比拼的就是 谁开发的更好 谁的精神力更足 石像在苏白宇的驱使下 想要控制住岩魔 但岩魔身体元素化 根本抓不住 两边的破坏力都惊人的高 棚顶的玻璃 罩在进攻时就被震碎 庞大的同学都为之感叹 学生与老师对决 竟然丝毫不落下风 老师 你的火焰温度 好像不够高 先把我的岩魔打败 再说大话 只见岩魔身上 火焰跳动得更加剧烈 身后逐渐生成一对火焰翅膀 包裹住石像 苏白宇看向地面的石头 心生一记 在石像被岩魔包住时 苏白宇也利用岩石 一层层包裹住岩魔 江陵显然是对他的岩魔充满信心 任由岩石覆盖 渐渐岩魔被包裹成一个石球 在石像完全被摧毁时 整个岩魔眉都被包裹其中 里面熊熊燃烧的烈火 使得青色石球逐渐变亮 元素化的火焰 很快就能从缝隙中钻出 苏白宇双手合十 石球不断向内压缩 江陵也让传给岩魔更多能量 在不断的博弈中 石球与岩魔都已到达临界点 碰 一声巨响 震得周遭所有玻璃 哗啦啦碎裂 冲击力迅速在整个训练室扩散 石块伴随着火星落下 苏白宇竟然这么强 不然 你以为笑笔怎么拿的第一 发生什么事了 门外 校长带着教导主任冲了进来 看着满地狼藉的训练师愣住 这可是 能抗住S级一能攻击的地板 眼前的地面 大大小小的坑洞 不计其数 苏白宇和江陵 缓缓站起 竟还要继续打的意思 好啦 郑卫坤拦住两人 你们刚才在训练 江陵拍了拍身上的灰尘 是啊 最后一截可是实战 郑卫坤满脸黑线 这哪是训练 说要重新装修训练室 他都信 这还是学校的两个天才 也不能说得太重 只能让他们离开 剩下得由郑卫坤默默承受了 维护训练室 又是一笔钱 哎 放学后 苏白宇还在脑海中 还原战斗画面 江陵的异能是A级天赋 他既然能开发到这种地步 必定有可以学习的地方 虽然苏白宇有众多更强的异能 但也不能就此懈怠异能开发 走在市中心的苏白宇一抬头 硕大的屏幕上正播送着田旭采访的画面 黑面具 黑斗篷 云雾服装 尤为明显的是他深邃的眼神 采访的话一出 无论普通人还是异能者 都被他刺激到 他竟然说要改变异能者格局 他以为他是谁 我们能觉醒异能 本来就高人一等 普通人不就是为我们服务的 一些觉醒异能的人 听到尹的话 气得牙根痒痒 要是按他所说改变格局 那异能者的权利 地位能省下多少 苏白宇仰着头看完采访 后面的栗震男 事情还没放完 就被中断了 无论是电视还是网络 之前的那篇报道都被封杀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 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一点痕迹 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苏白宇不屑一笑 还真是怕我触碰你们的利益 实话都不让说 本以为事情真的会就此结束 没想到影组织的粉丝群中 很多人都在转发先前的录像 里面消息滚动得飞快 谁有资源 谁有资源 别发朋友圈 我朋友号都没了 自己看 这么说不怕树敌吗 怕啥怕 硬刚就完了 引组织牛皮 看来除了那些手握权力 滥用权力的人 还是有很多人支持的 就这样 视频一传十 十传百 顾苏年这时也打来电话 刚接通 那边就激动地喊出来 声音大到 苏白宇将手机拉得老远 还能听清 大哥 你竟然悄悄接受采访了 顺便 他正好也在树林里 现在视频都被下架了 要不要我添一把火 苏白宇眼神一转 一脸坏笑地说 好 搞快点 顾苏年挂了电话 就利用苏白宇 刚给他的黑客艺能 入侵了电视台大楼 同一时间 被入侵的电视台 失去了控制权 数百个电视节目 换成了影的那段话 不仅是电视 就连电视台大楼外的屏幕 也被换上 快通知执法队 有人入侵 我们电视台 等待执法队来的时间 采访画面循环 放了不知多少遍 围在下面的群众 黑压压一片 都在拿手机记录这个时刻 现在这件事再怎么压 也压不住了 电视放出最后一遍 画面上一个竖起中指的形象 挂在上面 随后顾苏年赶紧切断连接 利用黑客技术 将位置定在光明组织总部 市长办公室 赵文辉一拍桌子 快给我查 我倒要看看 是谁敢这么干 旁边正好坐着几个区长 除了叶腾这几人 都没什么毛病 顾军起身 交给我吧 好吗 老子查儿子 这要是被人知道 不得笑到喷出隔夜饭 第47章 网络交涉 工具人田旭 新闻不断发酵 看着躁动的人群 赵文辉双手不断揉着太阳穴 小李 把那个发新闻的记者带来 眼下这样的景象 赵文辉一个市长 不能做缩头乌龟 一小时后 田旭在几名执法者的陪同下 来到市长办公室 市 市长 吃了吗 赵文辉挥了挥手 示意他坐下 你别紧张 我既然叫你来这 那就不会追究你的责任 看田旭情绪 平复了些后又说 你既然能那么近的距离拍到他 是不是与他相识 不不不 田旭可不想与苏白鱼扯上关系 两只手不断挥动 脑袋也像波浪鼓一样晃着 随后 把下午的发生的事 复述了一遍 赵文辉听后点点头 眼镜摘下大拇指 暗揉着眉心 两久 他重新戴上眼镜 戴相机了吗 就拿了手机 还被收走了 赵文辉给了后面执法者一个眼神 后者把手机交到田旭手中 如果按你所说 他不是穷凶极恶之人 那这个办法可以一事 拜那篇报道所赐 田旭的视频账号 一下午的时间 就涨了将近一百万粉丝 找好角度 田旭摆了个OK的手势 赵文辉开始讲话 你好 尹组织的所有人 希望请你们客观地看看眼下的局势 你所做之事 确实在打击罪恶 但你是谁 对于苍龙国到底有没有危险 我们都不得而知 赵文辉一番长达十分钟的讲述 都在客观地陈述事实 田旭发上去的第一时间 就有上万人转载 苏白宇当然也看到了 大哥 这 苏白宇皱着眉头 难道方法错了 按赵文辉所说 他们现在相当于一颗定时炸弹 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爆炸 虽然现在没有做对照天使 造成危害的事 但谁能保证以后 百般思量 苏白宇缓缓睁开眼睛 深吸一口气 重重呼出 眼神坚定地说道 交给我 顾苏年顺着网络 查到了田旭的位置 后者刚刚回到家中 就在他看着显示 粉丝不断刷新时 戴着面具的苏白宇 从窗户跳进来 喂 田旭一直独居 被身后突然传来声音 吓了一跳 你 那视频 我 你怕什么 以为我是来灭口的 田旭大气都不敢喘 看他这样 苏白宇也没在逗他 给我录个视频 不是来灭口的就好 别说拍一条 拍一万条 他都乐意 田旭打开手机 苏白宇站定 看着镜头平静地说出 我们不会滥杀无辜 并且保证 不会危害苍龙国 田旭听完苦笑起来 好吗 两个人用他在这网络兑现呢 纯纯当他是工具人 市长办公室 赵文辉看完视频后 深吸一口气 确实他们没有滥杀无辜 只能暂且相信苏白宇说的话 随后 躺在椅子上的赵文辉喃喃道 如果真的这么强 说不定真的可以对抗天命 天命组织的人造异能者实验 不仅违背人伦 对国家造成的危害 也相当大 数十年间 追查的异能者不是被干掉 就是沦为实验材料 这也导致了 国家对优秀的异能者格外珍惜 学校的资源也不断增加 为的就是希望出现更多的种子 尹和市长的网络兑现 也到此为止 光明组织的大厅 赵天市的三个小队 加上一阵一阵两个团长 一共二十个人陷入沉默 团长 我们还要追查吗 范清瑞手指敲击桌子 缓缓说道 查 但不要与他们产生冲突 如果尹说的是真话 那对我们来说 未必是坏事 如果发现他们有异样 立刻上报 联合抓捕 是 苏白宇针对的 也不是所有的异能者 而是要做轻道夫 如果能够打击罪恶 何乐而不为呢 赵文辉不愧能稳坐 十几年的市长 魄力 手段 责任感 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换成另一种处理方式 结果可能就适得其反了 苏白宇回到别墅 网上的舆论很快被压下 田旭也靠着这事 赚得盆满钵满 经过这场风波 执法者甚至在网上 找出了很多 煽风点火的他国奸细 大哥 我看市长这人行 能处 哈哈 确实有一事执掌的风范 大哥 我一直好奇 艺能班都学什么啊 看着被迫辍学的顾苏年 苏白宇拍了拍他肩膀 鉴别异兽 艺能开发 作战经验 还有艺能属性的香客等等 要不要重新入学 顾苏年先是眼前一亮 但很快又暗淡下去 我已经测试过了 而且也吸收了艺能时 要是重新入学 肯定会被怀疑 苏白宇点点头 确实如此 但看着有些沮丧的顾苏年 于心不忍 这样 我以后把在学校学到的东西 交给你们 怎么样 好啊 不仅是顾苏年 旁边的楚婉宁几人 也很兴奋 艺能开发 对于几人来说 不是什么难事 但还是缺少理论知识 艺能的属性香客 也一窍不通 只靠着自身实力硬刚 本来楚婉宁三人 没有用过艺能时觉醒 苏白宇 还想在学校拿几块回来 不曾想 学校对艺能时的保护强度 都高出了学校的宝库 后来问了正位昆才知道 艺能时产出西手 每个注册的学生 一生只有一块 但也无伤大雅 有苏白宇在 还差那一个艺能了 吕书还没出关啊 没呢 都快一周了 吃喝都在锻造室里 太期待了 我觉得装备至少是S级 那还用说 好的材料 加上吕书这么强的锻造师 想制作个S级装备都难 第48章 这是你家后花园吗 哈哈哈哈 几人还在闲聊之际 吕锐军打开锻造室的门 大笑而来 还真是说 曹操曹操的 吕锐军能够大笑出来 也就代表 武器都已经制作完毕 而且达到了他的预期 来到锻造室 五把武器整齐地摆在桌上 我去 这么漂亮 苏白宇迫不及待地 将雷鸣剑拿在手中 剑身长三尺六寸 暗合360个周天 重约为两斤 这是根据苏白宇 用剑的力量特意调整 护手部分也按照苏白宇所想制作出来 轻轻传入一丝力量 护手在雷电催动下奏鸣 灵灯夜的作用 此时也发挥出来 本是通体有黑的剑身上 出现蓝色雷电符纹 好剑 其他人也纷纷拿起端在手中 打量着为他们量身定做的武器 宇说 太强了 你绝对是最牛的锻造师 嘿嘿 我就说 保你们满意 拿起旁边的装备检测仪 一一测试 果然每一个都是S级装备 在市面上 有价无事的存在 晚上趁着天黑 一行六人进入火风山脉 其他人的武器 在使用中 只为异能增幅强度 形态并没有产生变化 而楚婉宁的神皇拆不一样 可能因为是 变身系异能的原因 在他变身为金羽燕灵后 金拆成为神皇头上的关羽 金色的火焰 在关羽上生生不息 很是玄妙 宇叔没为自己做一件 吕瑞君摆摆手 拎起手上的锤子 我不适合战斗 有我手中的鬼斧锤就够了 对了 仓库的材料消耗的比较多 尤其是辅助材料 钱的话 对苏白宇来说 已经不叫事了 空间界中的黄金座椅 一融 就是几千万能源币 哎 苏白宇突然想起 学校的宝库材料 不是很多吗 有免费的还要买 浪费 宇叔 缺啥你列个单子 我们学校有的是材料 堆在那也不用 行 回去我就检查一下 列个清单 一个多小时后 几人意犹未尽地收起武器 拥有空间界也十分方便 使用的时候 随时都能取出来 一日 苏白宇出奇地 拿了笔记本去上学 平常他都是靠脑子记 有用的就记下 没用的就左耳进右耳出 江林看着一反常态的苏白宇 满脸疑惑 这小子又做什么哟 一节课后他发现 苏白宇还真不是做样子 笔记本将他所讲的一一记下 老师 异兽图鉴能不能再给我一本 我之前的资料都没了 看着眼前认真学习的苏白宇 江林感到很欣慰 他以为是那日作战后 苏白宇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转而努力起来 但事实是 他要交家里的几个 不方便去学校的人 行 跟我来吧 苏白宇和江林走出后 班级的同学也不禁谈论起来 苏白宇竟然学习了 那有什么奇怪的 觉醒的只代表天赋 异能极限有多强 还是要自身的开发 对 你看江老师的异能只是A级 但就靠自身的开发 能比肩S级异能者 看来我也要学习了 你拉倒吧 你的迷彩异能 不是别去做偷窥狂就好了 到了办公室 其他老师以为苏白宇 又犯了什么事挨法 就在他们准备看 这个天才的好戏时 江林从桌子下 拿出了一整套学习资料 这些是上课要用的材料 这些是学校整理的 异能开发感悟 听到这话 旁边喝茶的老师直接呛道 什么情况 就这毛病不断的天才 竟然要学习了 不怕努力的人 就怕是天才还很努力 他们看向苏白宇的目光 也不再不鲜 转而是震惊 其中还有几分期待 苏白宇抱着厚厚一摞学习资料 走出办公室 江老师 你们这苏白宇转性吗 说不定是三分钟热度 虽然江林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里还是非常期待苏白宇 从那日两人对战就能看出 苏白宇的天赋极强 对战一个获得十年异能的老师 不落下风 有这样一个天赋高 开发好的学生 让他有些自豪 回到班级 苏白宇就开始想着材料的事 直接跟正位坤耀 是不是有点唐突 但放着也是放着 学校的天才要点材料 没毛病 午休时 苏白宇去了校长室 哒 哒哒 进来吧 苏白宇侧身进入 小心翼翼地关上门 是小苏啊 什么事 苏白宇搓着手 抿着嘴唇 有些害羞地说道 校长能不能要点东西 管我借什么 钱 你在西城那所别墅 不是给你赔偿款了吗 爱提前多俗 我不要那玩意 正位坤放下手机 身体作证 那你要什么 说吧 苏白宇低下头小声嘟囔 我想要点材料 没吃饭啊 大点声 我想要点材料 正位坤紧闭嘴巴 能听到他重重的一声鼻息 上次苏白宇打劫的场景 还历历在目 今天又要材料 你上次的材料干嘛了 怎么又要 既然已经开口 那就没必要扭扭捏捏 最近迷恋上锻造装备 上次的材料都用得差不多了 一个主为攻击性的异能者 要锻造装备 校长你要是不给 我只能去别的学校问问了 我也知道 咱们学校材料不多 别 正好校笔送来了很多材料 我这就带你去 正位坤瞪了他一眼 这小子还真能耗羊毛 算上这次 已经是三进宝库了 现在的宝库 真是金飞锡笔 材料 武器多了不止一倍 怪不得学院 为了校笔整的头破血流 正位坤为了不发生上次的事情 这次苏白宇走到哪 他就跟到哪 想偷偷装空间戒中 都不行 好在早有准备 苏白宇从怀中 拿出一个白色布袋 琳琅满目的材料 苏白宇靠着系统 精准地找到清单上的材料 布袋慢慢充盈起来 够了够了够了 差不多了 这个你用不上 你看 你都拿不下了 正位坤一直阻止苏白宇 就他现在布袋中的材料 已经价值几百万了 苏白宇也时去地不再翻找 行 校长 这次就这么多 这次 还想有几次 别这表情嘛 要是制造出了S级装备 低价卖你怎么样 第49章 学校任务 异受暴乱 正位坤哪里会相信他 能够制造出S级装备 随便敷衍他说 行行行 苏白宇扛着装有材料的布袋 从宝库中走出 打眼看去 就像是来搞批发一样 这么多 你能拿回去 要不我给你看着 放学来我这拿 不不不 大可不便 苏白宇严重怀疑 正位坤会偷偷拿出点材料 放回宝库 我新买的房子有地方放 很安全 下午上课准时回来 带着材料和书本材料 准备回去别墅 离开学校的时候 还在图书馆 借了关于锻造装备的资料 不断地学习肯定没错 经验是无价的 回到别墅 大包小包地堆在地上 顾苏年几人 看着书上锁写 感到新奇 原来 还能这样用意呢 看他们认真的模样 苏白宇没在打扰 旅说我回去了 这些材料应该够了吧 差不多 我研究研究 其他装备的制作方法 苏白宇已经在学校 拿了快两千万的材料 一直这么好羊毛 也不太好 正在他想怎么报答 学校的慷慨相赠时 江林的电话打来 喂 苏白宇 下午学校任务 火风山脉异受暴乱 必须来 知道了江老师 看来江林是怕苏白宇又逃客 特意打过来通知一下 正好 瞌睡来了送枕头 简单的在街边吃了点小吃 回去时 午休刚好结束 江林站在台上 讲述这次任务 火风山脉异受暴乱 本次的行动 有异能工会参加 你们做的 就是保护自身安全 吸取经验 打辅助 这可不是苏白宇所愿 更可况 任务还有奖励 一些市面上买不到的材料 通过任务可以获得 异兽暴乱的程度不算轻 几乎所有 异能工会 都派人前来 当然最重要的 肯定是寄予奖励 装备 材料 国家发下来的 肯定比各个学院收集的好 交代好后 江林带头出发 火风山脉 苏白宇很熟 昨天晚上还去过 说不定就是因为 他们昨晚测试装备 才惊吓到山脉中的异兽 从而暴乱 当他们到的时候 已经有异能工会的人 在与异兽厮杀 暴乱的情形 比苏白宇预想的要严重 整个山脉的嘶吼声 此起彼伏 林中的树木 一倒就是一片 江林转身嘱咐道 按自身能力而为 不要犯险 说完 他利用火焰喷射的冲击力 跳跃在空中 苏白宇撑了撑手臂 身后石像逐渐生成 随后利用感知 洞察周围精神维米的异兽 柿子肯定要挑软的念 石像变换手中的武器 一杆长枪 轻松地将一头魔狼挑起 细水一般游走于整片山脉 这些异兽也真实 这么弱 还要前仆后继地向前冲 长枪再次挑起 已经不知这是第几只异兽 青色的石枪 被异兽的血液染得五颜六色 有的是红的 有的是绿的 枪头已经像彩虹一般 解决掉小喽啰 苏白宇盯上前方 双眼星红的血魔狮 兽性一旦爆发 异兽就会爆发 比平常更恐怖的力量 血魔狮吸收了同伴的鲜血 嘴边血液还在拉丝就冲了过来 对于这种迅猛的异兽 长枪显然已经不再适合对战 只见巨像双手掐住血魔狮 死死按在地上 血魔狮被固定在地上 怎么也挣脱不掉 S级的岩石力量 怎么可能是他能粉碎掉的 随后 苏白宇在手臂上覆盖岩石 岩石按他所想 变为一根尖刺的形状 身体用力 利用惯性自上而下 直接贯穿了血魔狮胸膛 刺穿后 他的四条腿 在他抽搐之后崩直 再没有丝毫生命迹象 苏白宇和石像穿梭在战场 战斗的姿态华丽而优雅 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 那是谁 好强的能力 你上次出任务不知道 这可是兰陵学院双S天才 怪不得 刚进入异能班 就有这样的战斗天赋 不少异能工会都想拉他入会 但听说连光明组织都被他拒绝了 他们也不认为比光明组织更厉害 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石像与苏白宇配合的相得一张 后方的记录员都已看呆 十八头 十九 苏白宇的表现已经完全盖过了其他人 整个战场好像是为他搭建的舞台一般 其他人都只是他的配角 连江陵的风头都被抢去 苏白宇也正是这个目的 主要就是为学校多争些面子 地上的异兽尸体众多 但一个都不能提取 这里的人这么多 要是暴露和营养的习惯 肯定会被有心人发现 反正也都是些嗜血 力量强化 火焰这种 没必要犯险 苏白宇仗着S级的岩石极为坚固 在身后制造出树根尖刺 站在石像肩膀上 双手一挥 尖刺不断向下落去 碰 碰 碰 地面被扎得像是石灵一般 异兽也被钉在地上 异兽的哀嚎声逐渐变少 或许是因为失去同伴 原本无所畏惧的异兽群逐渐溃散 原本在边缘的异兽 已经钻入灵中 消失在视线里 暴乱中心 活着的异兽越来越少 声音也逐渐变小 苏白宇用岩石间刺激杀掉 最后一只异兽后 这场暴乱彻底平息 江林召集学生 挨个点名 好在都没有生命危险 再看向苏白宇 上下打量了一番 不错 嘿嘿 老师教得好 老师教得好 这次的任务 无疑是苏白宇最为耀眼 在任务中 一共解决掉33只异兽 出手救下4人 而且多方位地展示出异能的使用 无论是10次 还是10项 表现出的都不像是一个心神 第50章 退学 自己得路 火风山脉的动乱平息 所有人都知道 苏白宇是名副其实的第一 后面工作人员 拿出一个用白宇做成的盒子 这是此次任务第一的奖励 名神花 周围的异能者 齐刷刷地看向盒子 名神花 苏白宇将盒子端在手中 名神花可是能提升精神的药物 提升了精神 就相当于提升了异能的强度和韧性 精神是异能的基石 只有基石足够稳固 异能才能爆发出更强大的战斗力 但是这好东西 可不能就这么服用了 他的系统中 可是还有着20万的升华值呢 其他参与此次任务的人 稍后领取你们的奖励 参与的奖励 就算是安慰奖了 比起苏白宇的名神花 肯定是不值一提 但是有总比没有好 真羡慕他 谁不是呢 能提升精神的药物 谁都想要吧 人个有命啊 撤吧 异能工会的人渐渐散去 江陵也带着学生走出山脉 老师 应该放学了吧 苏白宇出去后 有些迫不及待 手里抱着名神花心圆一马 看了眼时间 也确实到了放学时间 各自回家吧 路上注意安全 尤其是你 苏白宇 苏白宇不以为意 离开众人 视线后藏到一个角落 随后将名神花提取到系统 不断令其升华 原来只有普通品质的名神花 一直被它升华到 没有一丝杂质的极品 本来升华值还有很多 苏白宇是想继续升华的 但系统传来的提示 令他有些不满 什么叫宿主体质偏弱 如果服用再次升华的名神花会 精神失常 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系统也不会害它 只能到此为止了 升华后的名神花 从系统中取出 拿在手中的花与 在山脉刚得到时 截然不同 此刻的名神花 竟然能够被灵魂系 仔细用精神感受 甚至能感觉到 花的周围有一圈 像是阴晕之息的现象 虚无而飘渺的感觉 瞬间传向脑中 苏白宇不禁期待起来 不知道能将精神力 提升到什么地步 虽然灵魂被制作成为丹药后 口感要好一些 但苏白宇已经急不可耐 反正药效都一样 何必分批服用 先是用手比量了一下 淡青色的花朵大小 又比量了一下嘴的大小 点了两下头之后 伸冤巨口一口吃掉花朵 不断地咀嚼过程中 根筋也慢慢卷入嘴中 还挺好吃 添了嘴唇 苏白宇还有些意犹未尽 在感受精神力的时候 身体像是有一股暖流 不断游走 最后汇聚在头部 这五万 升华之花的不亏 苏白宇仔细感受着精神力 试探的过程中 如潮水一般的精神力 不断滋生 澎湃的浪潮 冲击着他的脑海 吃了这株被升华后的名神花 精神力竟 翻了接近十倍 现在不仅感到头脑更加清明 甚至还能清晰地感受到 感知异能的范围变大了 现在就算一直用九天旋雷轰炸 也不用有丝毫顾解 完全吸收名神花后 苏白宇走出角落 深吸一口气后 又重重呼出 呼神清气爽 似乎是因为吸收名神花的原因 让苏白宇想通了一件事 父母的遗愿 是想让他进入异能班 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 但进入异能班这么久 学校教的东西 似乎是有限的 连今天的名神花都 不是学校提供 学校俨然成为他路上的绊脚石 不仅要考虑两个身份的转换 还要浪费时间 在无用的交际上 归根结底爸妈 是希望我有出息 但谁又说过 离开学院就不会有出息 苏白宇眼神坚毅 心里已经做出决定 回到别墅 苏白宇把他们叫过来 什么 大哥 你要退学 苏白宇点点头 之前我不想违背父母遗愿 即使觉醒了S级天赋 也没想过离开学校 但今天我 突然走出了牛角尖 如果没了学校的限制 我或许能做得更好 父母只是希望我有出息 而不是要我在学校有出息 听了他的一番话 众人纷纷点头 毕竟决定全不在他们身上 他们的灵魂 可是掌控在苏白宇的手中 大哥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既然已经决定退学 那必然想好了后路 苏白宇拿出面具放在桌上 我要让尹成为世界第一的组织 简单的一句话 激起了众人的斗志 为了组织的建设 既然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着 之前他们的组织 更像是个小队 大家只是以兄弟相称 所以 为了能够让尹组织 真正的像的组织 几人制定了一系列的条款 首先 苏白宇作为组织的创建者 有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尹 以尹作为金字塔监区划分 往下一字是两个字 三个字 再往下 就是在考察期的编外人员 如果把苏白宇比作会长 那么两字的人 就相当于是团长 三字的就是队长 等那些编外人员考察通过后 才算正式加入组织 并且将会获得专属的三字代号 苏白宇会第一时间将那人的灵魂链接 只要有一点异样 就能直接抹杀 苏白宇为他们提供异能 如果做了白眼狼 怎会让他好过 最后几人的商议下 决定引组织兵不再多 而再精 就像一个好吃懒做 连动脑都不愿意的人 给他一个S级天赋的异能 他能开发到什么地步 如果是那样 还不如找条好狗 所以 组织吸收的人 不一定要多聪益 但必须努力 第五十一章 异能消失 一日 苏白宇迈着坚毅的步子 走进校长室 他的心里 多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拿了学校那么多材料 是小苏啊 有什么事吗 郑卫坤放下手中的报纸 拉着苏白宇 在旁边坐下 那个 校长 我要退学 哦 啊 郑卫坤屁股刚沾上沙发 随后又迅速站起 双眼瞪得老大 肉眼可见的双手 在微微颤抖 发生什么了 怎么突然要退学 面对校长的质问 苏白宇来时 就已经想好说辞 校长 感谢学校的培养 但是我的异能突然消失了 在我体内感觉不出任何异能力 说着还装出枯意 这番话 像是炸雷一样 在郑卫坤脑海炸脸 双S天赋的天才 这是多少年才能出现的 郑卫坤盯着苏白宇 扮上说不出一句话 愣神过后 迅速地从柜子中 拿出检测水晶 来 试试 苏白宇暗自一笑 先前想好这番说辞后 就将异能提取到系统中 现在检测与无异能者 没什么两样 果然水晶一点变化没有 但郑卫坤的心里 已经五味杂沉 再看向他的脸 刚毅的脸庞 似乎老了几分 这怎么可能 郑卫坤摊坐在沙发上 双眼中没有一丝神采 嘴里不断地重复那句话 苏白宇站起身 从身后抽出一把匕首 拿到郑卫坤面前 可能是因为锻造装备 被某个异兽 污染了体内灵气 郑卫坤接过暗金色的匕首 也无心查看 按照苍龙国的规定 无异能者 不能在觉醒一世后 留在异能学校 这时已经板上钉钉 就算是校长 也无权留下 郑卫坤看向苏白宇满脸的惋惜 一个星星刚刚升起 但就像流星一样 一闪而过 诶 我知道了 这是一百万 好好生活吧 苏白宇微微一笑 谢谢校长 以后我可能会离开赵天使 有缘再见 郑卫坤不再挽留 一百万足够普通人生活的 苏白宇也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那些材料也就不再追究 将苍龙卡放进怀中 苏白宇走出学校 留给校长的那把暗金匕首 是吕瑞君新制作出的S级武器 这也算是对喜劫学校宝库的赔偿 现在 苏白宇在苍龙国的档案中 已经变成无异能者的普通人 任谁也不会将苏白宇和尹联系到一起 校门口 顾苏年几人已经在等候 结束了 嗯 结束了 我们下一步做什么 苏白宇趁了趁手坐上车 自由感令他浑身轻松 首先要让他们认可组织 我们不是破坏者 是建设者 黑灵山东侧一直封禁 我们去把这件事解决了 黑灵山东侧 有一群稀释灵器变异的蚂蚁 蛮利蚁力大无穷 并且是成群结队的出现 有很多野外探险的人 被蛮利蚁攻击 双前不断撕咬皮肤 即使用异能打死第一批 但还有第二批 第三批 帝国曾经也发布过任务 去解决蛮利蚁 但数十次的打击后 蛮利蚁还是存在 不得不惊叹他们的生存能力 久而久之 黑灵山东侧就被封禁 不再有探险者过问 换上战斗服的 五人走进森林 透过树木的枝叶 进来的阳光照在地上格外安逸 蚂蚁在什么地方 没看到巢穴之类的地方啊 苏白宇对蚂蚁深有研究 周围的确没有洞口之类的地方 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感知可以 闭上双眼 感知着周围的生命体 当他扫到脚下时 猛然睁开双眼 上树 听到苏白宇一声大喊 几人连忙跳上附近的树枝 就在几人跳上树的一刹那 土地炸裂的声音 此起彼伏 刚刚的位置 钻出数十只体型巨大的蛮利蚁 这蚂蚁吃化肥了 这一指都有一米了吧 苏白宇神色凝重 怪不得这蚂蚁 会令人闻风丧胆 看这两只钳子 闪着悠悠黑光 若是被夹住 可能会断成两截 蛮利蚁钻出地表 有组织的来到几人的树下 双前一夹 大树被拦腰夹断 干掉这帮畜赏 大树倒下的一瞬间 五人纷纷用处异能 方璇带着闪出红光的拳套 率先击穿一只 绿色的汁水 肆意喷溅 靠近拳头的部位 被考得滋滋作响 见到自己的同伴被击杀 其他的蛮利蚁 分风涌向方璇 周围都是树木 五人的战场十分紧凑 苏白宇跳向空中 取出雷鸣剑 将雷霆附着在剑身之上 向前随意挥动 就能听到轰鸣之声 闪开 带着雷霆的一剑 劈向地面 接触到地面的一瞬间 剑身上的雷霆 陡然轰出 雷霆在树林中疯狂地肆虐 周围的蛮利蚁 被击出千疮百孔 身上还留下了雷击出的花纹 升华直加7600 大家小心 肯定不止这点 说完 苏白宇一边向前 一边赶至脚下 果然不止这些 地下的洞穴纵横交错 里面的蛮利蚁 逐渐靠近几人 蚂蚁靠着触角 与同伴交流和感知气味 不然苏白宇朝着洞穴 释放毒物 就能一窝端了 看来还真不简单 准备战斗吧 找准一个洞穴 雷霆将隐藏在地表的洞口暴露出来 五分纷纷将异能灌入 留在洞穴中的蛮利蚁 还没到地面 就被击杀 方悬的岩浆 顺着洞穴流淌 火焰在几乎密封的洞穴的 达到极限 碰 一声巨响 将交织的洞穴轰塌 继续 以后没死 他们就还能卷土重来 地表不断凹陷 蛮利蚁挖出的洞穴 成倍的坍塌 成百上千的蛮利蚁尸体 被埋在下方 但还有延伸的洞穴 究竟挖了多深 五人皆是这个疑问 下方的深坑接近十米 苏白宇继续赶支 脑海中 下方至少有上千只精神波动 找到了 就在下面 几人相视一眼 随后跳下深坑 第52章 光明组织交涉 深坑中没有半点光亮 几人一起 向着苏白宇指出的位置轰出 洞 墙壁后的空腔被瞬间击穿 把周围的杂兵清理干净后 继续进发 蛮力已挖得洞穴巨大 即使站直身体头 也不能碰到顶部 我好像听到声音了 几人停下脚步 纷纷闭眼聆听 从前方传来嘻嘻啦啦的爬动声 在安静的洞穴中听得异常清楚 将武器拿在手中 苏白宇打头阵 透过楚婉宁的火焰照射 慢慢向前移动 穿过纵横交织的洞穴 前方一个巨大的空间 出现在几人眼前 正中心的位置 一只硕大的蚂蚁趴在那里 周围还有数十只蛮力已在守卫 白滑滑的蚂蚁卵 铺在以后附近 但体型是正常蚂蚁的几千倍 苏白宇将雷鸣剑横于胸前 两根手指轻视剑身 雷霆之力随着手指附着在剑身 上 雷鸣声在洞穴中不断回响 一道闪电向以后袭去 啪 守卫以后的蛮力已挡在以后身前 还有挡刀的 我看能挡几次 雷电在洞穴中交织 一次一次劈向以后 周围的守卫被清理干净后 只剩下臃肿的以后 看他的样子连移动都成问题 方璇手中拍出岩浆 无数的蚂蚁卵被熔岩烧成灰 苏白宇将剑仍在空中 用玉物控制雷鸣剑飞向以后 轰鸣的雷鸣剑不断劈下雷电 扮上过后 以后身上青烟冒出 提取 提取失败 无异能 看来只是因为灵气而变异的蚂蚁 这是什么 苏白宇在以后身下 发现一块闪着蓝光的金石 将手放上去 系统的提示音传入耳朵 A级能量时 可以增强自身的能力 好东西 怪不得每只蛮力都力大无穷 原来是以后使用了能量时 这东西对人类也有好处 吸收里面的能量后 有几率提升异能的强度 甚至有几率提升天赋的等级 除了增加接近十万的升华值 这东西也算是不错的报酬 升华 直接升到上限 这种好东西可不能浪费 升华之后再吸收 才是聪明的选择 升华成功 A级能量时升华为 SSS级能量时 看来SSS就已经是极限了 回去再吸收 能量时收入空间界后 头顶的土层 似乎因为刚才的战斗 掉下土渣 在断载的平静过后 土层崩裂得越来越快 就在刚要坍塌之时 顾苏年利用黄金包裹住身体 变成一个高大的金人 金人顶穿洞口 足有十多米高的金人 也只有投入了出来 挖得可真深 几人走出洞穴已经傍晚 夕阳将树林晃成金色 拍掉身上的灰尘 从洞口走出 苏白宇整理好衣服 面具下嘴角微微上扬 外面有人在等我们 等我们 旁边几人也大体猜到 黑灵山东侧 发出这么强烈爆炸声 必然引起了注意 也好 这样就不用特意去宣告 引阻之将蛮力以解决了 五人以苏白宇为首 甩着斗篷走出树林 这么多人 可能都想知道 里面发生了什么 外面除了野外探险的冒险者 还有不少特意赶来的其他人 加在一起 少说一百多人 看到树林中走出的苏白宇几人 他们不自觉地睁大双眼 是 他们从里面走出 难道解决了蛮力 那肯定的 里面发生了什么 能说一下吗 苏白宇抬眼看去 正是记者田旭 里面的蛮力已杀干净了 哗然 一句话 就将一百多号人的情绪点燃 那可是一能工会数次清理 都没清理干净的 我也听说 以前有很多A级异能者 抱团领了任务 最后无意生还 尹大人 你们的组织还收人吗 这句话问出 周围焦头接耳的声音 瞬间消失 大家都安静下来 看向苏白宇 尹组织 可是现在异能者 挤破脑袋都想进入的 所有人的心脏 都在砰砰跳 即使不知道能不能进入 但还是想听到 他亲口说出答案 苏白宇整理散落耳边的刘海 缓缓说出 收啊 只要我们认可了 就能进入 进入的条件很简单 只有一条 但也只是看上去简单 要符合他们的要求 要求是什么 围观者还想刨根问底 但苏白宇摆了摆手 带着几人在白雾中飞向远处 苏白宇离去 有胆子大的进入树林 随后第二个 第三个 连田旭都撞着胆子进去拍摄 树林中坑坑洼洼 满里的尸体铺满地面 真的都杀了 田旭的闪光灯不停闪烁 又是第一首新闻 苏白宇离开方向 一个人影在空中拦下他们 有事吗 范清瑞双手环抱于胸前 看着苏白宇 面具下露出的双眼 你们解决了蛮利益 对 无论你们是谁 只要做出违背苍龙国的事情 谁都逃不了 苏白宇吃鼻 我想杀你 你能拦住 范清瑞看向苏白宇 的确 以展露出的实力来说 赢的能力非常强大 他也没把握能打赢 而且还不知道有没有藏着的后手 你们的目的是什么 苏白宇被质问的有些不耐烦 你只要知道 我们不会危害苍龙国就行 说完 一阵风吹过 将几人推向前方 范清瑞在几人走后 重重地叹息 回到别墅时 田旭已经将新闻报道出来 得知这一消息的探险家 是最兴奋的 不仅少了个大威胁 还多了一个探险的地方 里面的灵财 可是许久没人踩过 光明组织的人经过上次 也全面了解了 庞博海等被银组织击杀的事件 他们的确犯下了可诸的案件 而且没找到银组织的其他黑料 再加上这次的蛮利益 让他们有了明确的判断 范清瑞在纸上写下报告 随后放进档案袋 第53章 人组遗迹 回到别墅 苏白宇迫不及待地拿出能量石 对于他来说 精神力越多越好 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运用数个异能 来吧 让我看看能量石有多大作用 吸收 随着苏白宇心念所动 能量石化为一道流光 不断进入他的脑中 庞大的能量 像涓流一样涌入脑海 奇怪的是 并没有一丝痛苦的感觉 相反感到脑中异常舒爽 相比于上次更为清凉 随着最后一丝能量的注入 幽兰的能量石变得苍白 最后碎成乳白色粉末 呼 苏白宇呼出一口浊气 缓缓睁开双眼 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显然吸收能量石 已经过去一夜时间 没想到精神力增强这么多 握紧双拳 数种异能交织在手中 现在的精神力 就算同时使用所有异能 也不会有一丝疲惫 实力的增长 令他有一种十分踏实的感觉 脸上不自觉地洋溢出自信的笑容 推开房门 顾苏年还在电脑前鼓刀着 小年 顾苏年放下手中的薯条 兴奋地招手 大哥 你快来 苏白宇快速走到电脑前 目不斜视地盯着电脑前的报道 守护者在先前剿面蛮力 已所造成的深坑中 发现一处一迹 经过一整晚的探查 在下面找到了 人祖石器留下的残骸 不仅有一肠巨大异兽骨骼 而且附近还有断裂的武器 武器被血迹浸透 显露着 他出曾经作战的真容岁月 在深处 更是挖掘出一个巨大的空枪 其中 一个像是法阵的图案 刻画在地面 虽然不知过了多久 但图案的颜色还是鲜红 这是什么 苏白宇指着鲜红的图案问道 顾苏年歪着头思索 说出他的猜想 会不会是被人祖封印的异兽 没得到证实之前 一切都是猜想 赵天室这则新闻 在网上疯狂转载 人祖的遗迹 令所有异能者为之狂热 就连其他国家的人 也想来一探究竟 在苏白宇认真翻阅新闻时 顾苏年把手伸进怀中 嘿嘿一笑 大哥 我还有个消息 要不要听听 别废话 快说 顾苏年掏出专门共享 他区长付近信息的手机 大哥 今年好像有个大人物要来 连这里面也只说 必须市长亲自接待 剩下任何信息都没有 苏白宇接过手机 上面确实只有一道命令 行踪隐蔽 市长 区长必须亲自到场 必然是的大人物 静观其变 若是遗迹有利可图 我们必然要奋一杯羹 有便宜不占就是傻子 更何况是因为他们的行动 才发现的遗迹 利益这一块苏白宇算得明明白白 一日 事情刚被报道一天 各国的研究人员 就带人来到赵天市 街道 酒店被塞得满满当当 连刚重建的西城区 都异常繁华 甚至没能进入赵天市的人 在野外搭建了临时住所 各式各样的小房子交错排列 远远看去 像是大型的野营活动一样 苏白宇摆弄着面具 心援一马 人组是开辟了 异能者时代的人物 每一个人的异能 都非常强大 如果不是升华系统 恐怕不会有人 能超越他们的天赋 他们留下的遗迹 也绝对不会平凡 小年 那边什么情况啊 顾苏年将整理好的材料 拿到苏白宇面前 他的情报工作 做得十分到位 材料分类整理 井然有序 苏白宇看着材料 喃喃自语 来了这么多人 这是 当他看到下方四个字的时候 眼睛瞬间瞪大 空间异能 市长接待的 竟然是一个空间异能者 空间异能异常稀有 放到哪个国家 都是一个宝贝 怪不得会令赵天氏 所有领导层的人接待 空间异能 不知道天赋等级怎么样 苏白宇一直向往的异能 就在这个城市中 这让他有些信仰 但男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无仇无怨 他做不出杀人越祸的事 先将这件事放下 注意力转移到遗迹上 原本五米宽的深坑 被扩大了两倍 深度也延长了几十米 地底的面貌 一览无疑地 暴露在大众的视野中 地下的刀具 骨骼也被带走研究 先前对于法阵 是封印异兽的呼声很高 特此 派了空间异能者断尽前来 如果真的是封印的异兽 那必然十分强大 连人组都只能做到封印的地步 将其击杀 弹劾容易 再向下滑动 是一个视频资料 里面白色西装 男人的一席话 打破谣言 这个阵法的确蕴含空间之力 准确地来说 不是封印阵 而是一个传颂阵 就是不知道传颂阵的另一头是什么 苏白羽扶着下巴 皱着眉头 认真回味刚才的话 传颂阵 难道是 人组创造的空间 那他的天赋 究竟该有多强 思绪乱飞 苏白羽脑子里 不断挠不出人组 大战异兽的场景 再看向自己的手 上面的雷电滋滋作响 随后用力攥紧 满脸兴奋地说道 人组也不是不能超越的 小年 有了传颂阵的消息 立刻告诉我 像距离赵天市100多公里的龙吼山出发 精神力的暴增让他有了底气 也该好好开发新的招式了 如果不是因为赵天市来了很多游客 他大可在附近历练 无奈 人多嘴杂 只得去到远处 在路上 苏白羽不断比较异能 算上系统中的异能 一共20多个 必须要做出一些割舍 要明确 哪些是最具价值开发的异能 哪些是不太重要的 就像体内已经有了SSS级的九天旋雷 其余的雷电系异能 就没必要升华了 不断的对比后 苏白羽挑出了两个最具潜力的融入体内 幻获之铜和灵体转移 幻获之铜是以眼睛为基础施展的幻术 如果开发的好 甚至可以让全程的人进入幻术 灵体转移是为自己的影子异能服务的 将灵魂附着到影子上 影子就有了基础的灵质 在战场中不必再分身控制影子 两个异能原本都是A级天赋 经过系统的升华 变为现在这样 第54章 空间异能 严禁 苏白羽盯着淡蓝色的系统面板陷入沉思 两久 原本盘坐的身体一跃而起 反正升华值还能转 不如现在提升实力了 原本只升华一个SSS异能 是因为精神力不足以支撑 但现在精神力已经不是问题 升华值也十分充足 索性将使用的异能统统升华 不到SSS不罢休那种 系统中的升华值像流水一样 一秒变一个数字 看着逐渐变少的升华值 苏白羽不禁感 看来又要开始手机升华值了 经常使用的异能全都升华完成 要不是先前击杀蛮利益 获取了一些升华值 单凭20万还真不够 系统面板上13500升华值 冰冷的显示在上面 苏白羽重重叹息 还想攒到100万 看看系统会不会再次升级呢 这回又从头开始了 虽然只剩了1万多 但升华值花得很值 一共11个3S天赋 单拿出来一个 异能的成长性就足以震惊世人 其中异能变化最大的是影子异能 原本只能以2D视角在地面平行移动 现在影子可以虚影形态出现在苏白羽身后 两只眼睛释放淡蓝色的幽光 看不出一点情感 做完一切 也该好好开发了 开发异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其中人和占最大部分 只要脑子思维灵活 就算一个普通异能 也能使用得很出彩 龙吼山离市区比较远 再加上人组遗迹的出现 人都聚集在照天市 整座山估计就苏白羽一个人类 剩下一个探险者都找不到 三天的时间 苏白羽白天使用异能战斗 晚上总结感悟 可能是因为精神力提升的原因 现在元素实体化的难度小了很多 不仅能瞬间变为苏白羽所想的造型 甚至还能在战斗中进行转换 灵魂镣铐也在三天的历练中 逐渐有灵体化的趋势 相较于其他系的异能 精神和灵魂不能操之过急 稍有差池就将万劫不复 苏白羽撑了个腰 左右晃动一下脖子 果然还是实力的提升 最让人踏实 看向系统面板 除了增加了几个垃圾异能 升华值也增长了不少 嗡嗡嗡 苏白羽掏出手机 消融逐渐浮现 看来有消息了 喂 电话那边 顾苏年激动得有些结巴 即使看不到 也能感觉出他现在的神情 大哥有消息了 跟你想的一样 传送阵已经被破解 现在正召集人进入其中 果然 不知道传送阵的另一头 究竟是服侍货 就让些炮灰打头阵 这热闹可不是好操的呀 虽然是个摆在明面上的陷阱 但依旧有很多人愿意往里跳 因为诱惑力实在太大了 里面说不定会得到特殊的机遇 能突破自身天赋的机遇 不仅如此 听顾苏年说 想要进入秘境 还要交一百万能元币 就这个条件卡住了不少人 不然行动的人数还能翻个倍 就算是这样 也足有一百多人想要前往 其中半数以上是他国人 我们去吗 大哥 去 等我回去 挂了电话 苏白宇跳到空中 将身后的风不断压缩 最后形成空气泡 推着他迅速地在空中划出一道白线 一小时后 苏白宇来到赵天市上方 站住 一道人影拦住了他的去路 你是那个空间系异能者 苏白宇玩味地笑道 从未与空间异能交战过 令他十分期待 倒不是他多好战 只是单纯地想知道 空间异能稀有在哪个地方 我是炎静 当你进入赵天市 我就在空间中 感知到一个人飞在空中 看你的着装你是瘾 不错 打一架 确实该教训教训你 真当自己是英雄 说话兼炎静的空间之力 锁定苏白宇 在他抬手之时 苏白宇身形暴退 身后的影子浮于身后 随后在黑夜中 袭向炎静 竟然利用空间 制造出浮梯立于空中 厉害 来时便听说 赵天市出了个妖念 你也不错 影子的攻击 被空间之力封锁 每次即将打到炎静 他就将身体周围的空间切割 攻击都变得无效 你和你的组织 杀了那么多人 真觉得自己是英雄 你跟他们有什么两样 英雄谁爱当谁当 我从没说过我是个好人 我只是以恶制恶 空中二人的攻击 愈加灵力 但每次炎静的攻击 都被苏白宇躲掉 苏白宇的攻击 也被空间之力屏蔽掉 现在就进入了 比拼耐力的时候 谁的精神力先耗光 谁就输了 刚刚提升精神力的苏白宇 底气十足 打到现在 也才消耗了一半的精神力 但也能看出 炎静也使用了不少 增加精神力的灵才 夜空漆黑 没人注意到 城市头顶两个人的战斗 又过了一个小时 炎静额头 已经出现歇血汗珠 你究竟是什么怪物 精神力怎么会这么强 苏白宇喘了口粗气 立于空中 你管不着 要不要加入我的组织啊 炎静作为稀有的 空间细异能者 在哪都是备受尊敬 苏白宇的挑衅 让他有些愤怒 你的组织就是个跳梁小丑 你以为你能对抗所有的恶 别做梦了 苏白宇没把他的话放在心里 空间细异能 更加坚定的 想要获得一个空间细异能 也许银组织现在与一单薄 但将来一定会是世人 遥不可及的存在 这句话不是吹牛 有他在 只要不断成长 迟早会掌握话语权 这场战斗苏白宇 利用精神力 耗垮了炎静 不知多久 他都没有过失败 没想待这次 败在了一个小城市的人手里 滚吧 想通了就直接在媒体上 宣布加入银组织 到时候 我会找到你的 别做梦了 都已经是手下败将了 就算苏白宇 现在随便释放一个异能 都足以杀掉炎静 没想到 还保护着高傲的自尊心 第55章 出发秘境 苏白宇大可杀掉炎静 提取空间异能 但这样做 又与夜腾之流有何区别 他虽不是什么好人 但也绝不是堕落之辈 苏白宇借风服在空中 立于炎静面前 我十分期待 你对空间异能的开发 想通随时找我 我会让你的天赋更上一层 说完 苏白宇擦过炎静 飘向黑灵山 虽然已经入夜 但临终火光攒动 这些人对于遗迹的热情 丝毫未见 苏白宇就这样 站在空中静静观桥 下面的人也没有发现他 人数多的 不禁让他感叹 竟然会有这么多人 按照顾苏年提供的信息 明天就是进入秘境的时候 苏白宇回到别墅 几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他 没等其他人说话 苏白宇将面具放下说道 明天我们进入秘境 里面可能有机遇 但也暗藏着危险 一定要万分小心 几人激动得无以言表 这么长时间的训练 现在正式展现他们成果的时候 吕瑞君打开桌上的木盒 五块令牌一样的东西 整齐地排列其中 吕说 这是 吕瑞君拿出一块展示道 嘿嘿 这是我利用星石打造的星云牌 将同一颗星石分成五块 五块为一体 只要将精神力注入 无论距离多远 它都会在上面显示出方位 听完他的讲解 苏白宇也拿出一块 迫不及待地将精神力注入 注入精神力的星云牌 亮起淡蓝色微光 原本黑漆漆的牌身 出现星星点点 其中五个团促的蓝色光点 最为闪亮 这五个星星 就是五块星云牌 不错 众人感叹着吕瑞君的鬼斧神功 这种利用灵财制作出的装备 不会像电子设备一样被干扰 很是方便 好 今晚好好消息 明天出发秘境 回到房中 苏白宇检查好空间界中所带之物 一日 天光大亮 早上七点多 所有人就都陆续走出 苏白宇戴好面具 交代好吕瑞君安全事宜后 带着其他人出发 五人飘在空中 俯视着赵天氏 虽然才刚刚清晨 但街道上已经人满为患 大家都是奔着秘境而去 去得早点 也许能抢到个观看的好位置 街道实在太过拥挤 除了苏白宇利用异能飘在空中 还有一些穿着奇装一服的人 也利用异能在上空滑行 飘行的速度很快 不一会就来到了黑灵山 这里也是人满为患 就连树上也占了不少人 那是银组织 苏白宇几人落地 标志性的面具和斗篷 很快就被认出 真的是银组织的人 难道他们也要进入秘境 那肯定的 这个遗迹可是因为他们发现的 粉丝的狂热 让其他国家的异能者一头雾水 这些人是什么人 怎么没听过 有人没听过 但东岛国的人肯定如雷贯耳 当初交换的人之力震难 就是被他们所结 不仅照常赔偿 人还没接回来 陪了夫人又折兵的怨念 在他们的心中不断滋生 哼 找个机会将他们击杀 是 苏白宇几人走进中心区域 里面已经聚集了 进入秘境的小队 粗略一看一百多人 面前的深坑中 也被灯光照得透亮 苏白宇压低声音道 我们要进入秘境 旁边赵文辉和各个区长 站在一旁 范清瑞满脸阴沉地 走到苏白宇面前 驱动传送阵 需要消耗灵财 每人一百万能元币 对于高等级天赋的异能者来说 钱只是一个数字 苏白宇大气地掏出 存有五百万能元币的苍龙卡 这是五百万 范清瑞扫了几人一眼 随后一把拽过苍龙卡 九点开启传送阵 发生的任何意外 丐部负责 苏白宇找了个相对安静的区域坐下 了解银组织的人 也不敢打扰 只有几个应就国人前来找查 为首的黄发男人 指着苏白宇别角地说道 朋友 我们要在这里休闲 你去别的地方 苏白宇吃笑一声 这是你家 旁边有位置 你要在这休息就闭嘴 装什么大一巴郎 对于这种自视过高的人 苏白宇从来不给好脸色 那几个黄发男人 虽然听不太懂 但也大概明白 苏白宇是在嘲讽他们 你 我们是应救国皇家护卫团的 赶紧滚开 苏白宇知道 对这种人说什么都没用 索性直接伸出右手 封在苏白宇的掌控下 化为巨型手掌模样 狠狠地掐住为首男人 自己的老大 被像鸡仔一样掐在手中 后面的几个应救国人 纷纷使用异能 楚婉宁几人健壮 也释放异能 挡在苏白宇身面 战斗一触即发 旁边的人 都像看戏一般 双手环抱 跟应救国的皇家护卫团打 就是找死 真是几个愣头青 但赵天使的人都清楚 尹组织的实力 有多么恐怖 纷纷为几个黄毛惋惜 这边的战火即将被引燃 作为此次行动的主办方 不能看戏 赵文辉带着范清瑞几人来此陪笑 二位 不就是一个地方吗 有什么好争的 那边不是有很多休息的地方 我带你们去 苍龙国的光明组织 应救国的人 还是要给些面子 哼 别让我在秘境中碰到你们 带走了几个黄毛 周围也安静下来 都在等待九点传送阵开启的时刻 大哥 那边的人一直在看着咱们 苏白宇依旧闭着眼睛 在顾苏年提醒之前 他就已经发现 不用管他们 就是一群蝼蚁 怒视着他们的 正是东岛国人 本想看应救国人教训他们 没想到被赵文辉拉开 这些人要是放在以前 说不定还会忌惮 但现在这些蛇蜀之辈 不配苏白宇放在眼里 动 动 动 赵天使的大钟九声正响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站起身 来到深坑边上 范清瑞站在前方高声喊道 此次行动皆是自愿 秘境中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予负责 说完 严禁作为传送阵的启动者 跳下深坑 随后一百多号人陆续跟在后面 第五十六章 红雾峡谷 传送阵所在空间 不知被扩大了多少倍 一百多人站在里面 丝毫不觉得拥挤 空色的阵纹上摆满了灵财 这应该就是此次传送需要的材料 严禁站在传送阵的阵中间 单手伏地 刹那间 红色阵纹发出耀眼的光芒 红色光芒与空间之力的白色光芒交织 严禁起身 对着众人跟说道 传送阵已经开启 一切都是未知 祝各位好运 另外 如果想出来 只要找到传送阵即可 这些材料足以支撑你们传送回来 说完 众人兴奋地走进传送阵中 白光一闪 便被传送过去 已经走到这一步 没有人打退堂鼓 一百多人陆陆续续地走上传送阵 人数逐渐变少 最后只剩下苏白与几人 众人走向传送阵 来到严禁身边时 苏白与侧头说道 你的能力很强 但天赋的等级不是最顶级吧 怎么样 考虑好了吗 严禁盯着戴着面具的苏白与不吭声 苏白与看看他 转过头 几人短暂地停留后 一同进入传送阵 白光闪过 五人消失在阵法中 苏白与猜得不错 严禁的异能的天赋等级是A级 虽然能力很强 也很稀有 但成长性限制了他 如果要是S级的 空间切割会不会更强 对于强者 只有强大的实力 才会吸引他们 其他都是次要的 苏白与的话 显然撬动了严禁的心绪 传送中的众人 只觉得眼前一黑 便失去了无感 感觉不到 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 短暂的黑暗过后 一片茂密的山林映入眼帘 这是 晚宁 你 苏白与回头看去 周围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悠悠的山谷 飘着红色雾气 视野范围最多就三米 一股莫名的恐慌感 席卷而来 这是 时空裂缝 地心灵气复苏后 整个世界就出现了时空裂缝 异兽会从中钻出 没有人知道 里面是什么样 好 一声咆哮 打断了苏白与的思考 异兽 苏白与眼神紧盯前方 树林沙沙作响 不一会 一头通体红发的赤血魔元 跳了出来 魔元静止冲了过来 显然是把苏白与 当成目标 跳到地上 魔元双手握拳 垂击胸口 张开血盆大口 高声嘶吼 上下四颗尖牙 还挂着血丝 似乎是钢饱餐一顿 雷霆 苏白与手中汇聚的闪电 轰然批出 雷霆将魔元的脑袋 打了个对穿 庞大的身躯 晃晃悠悠 从眉心流出鲜红的血液 随后双眼一白 身体贪软地搭拉下去 升华值加两千 提取 提取失败 无异能 这魔元原来没异能 怪不得这么不惊打 眼前这只魔元 只是普通异兽 还不知道红雾中藏着多少 咚 咚 咚 什么声音 苏白与利用感知探查周围 糟了 原类本来就有群居的习性 异兽也有 啪 一棵枯树砸向苏白与 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 红雾中 几十只魔元跳跃而来 苏白与丝毫不慌 别说是没有异能的魔元 就算有又如何 眼前这些可都是升华值 苏伯宇的影子逐渐拉长 最后附着在她的身后 幽兰的双眼 透露着凶光 心念一动 影子以肉眼难辨的速度 飞入魔元群 陡然间 魔元群中哀嚎声音四起 即使有能够忍受疼痛 来到苏白与面前的魔元 也被她的雷鸣剑 划破喉咙 升华值加三千 升华值加二三零零 升华值不断提升的消息 传入耳朵 很快就增长到了二十多万 真是个宝地啊 在赵天市 奋力击杀异兽 也才攒下不到三十万升华值 在这里不到一小时 就获得了二十万 魔元的声音逐渐变小 最后都魂归西天 这么多魔元 苏白与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才将异兽结晶统统取下 真是奇怪 没有一直是有能力的 一共六十七块异兽结晶 不过都是最低级的 但放到市面上 一个也能卖上十万能源币 加在一起 也是不小的数目了 苏白与的影子 也在战斗中饱餐一顿 身形变得更加凝练 眼下当务之急 是要找到楚婉宁几人 若是被仇家先找到 后果可能会很严重 拿出手机 果然已经使用不了 除了能当手电筒剩下 也就能拍拍照片了 还好五人都带了新装备 掏出吕锐军制作的星云牌 将精神力缓缓注入 四项星辰的星光亮起 其中 中心是苏白与所在位置 其他几人哪个方向都有 随后苏白与选择了 距离最近的一块星云牌 尝到升华值暴涨的甜头 一路上故意发出响声 为的就是吸引异兽 最好是那种一窝一窝的 那样升华值增长起来才过瘾 我的 怎么控制不了这红色雾气 这可是SSS极异能 苏白与百思不得其解 对这个神秘空间又多了一些忌惮 无法驱散红雾 但好在还有感知 只要在范围内 有精神波动的异兽 就会暴露出来 飘在空中的苏白与 不断靠近距离最近的那人 再看向星云牌 苏白与移动的过程 其他几人也不约而同地 奔向哪个方向 死 什么东西 苏白与停下观看星云牌之际 一条红色丝线射向它 好在行动敏捷 没有中招 顺着感知传来异样的方向落下 面前 一只红黑相见的蜘蛛 正盘踞在猪网上 捏MM的 你绝对是我见过最大 最吓人的蜘蛛 血液蜘蛛的八条腿 漆黑到发亮 每一只眼睛都跟苏白与一般大小 全身像是一座小山一样 苏白与微微愣神之后 细虐的笑容浮现 不知道解决 你给多少升华值 苏白与率先发难 踢着雷鸣剑飞向空中 同时 影子从另一侧来到蜘蛛身下 影子到达之际便大快躲移 撕心裂肺的疼痛 令这庞然大悟也忍不住嘶吼 影子吞噬需要时间 像这种体型这么大的 需要的时间就更多了 苏白与的幻火之铜发动 利用同力将蜘蛛拉入幻境 乖乖成为我的剑下亡魂吧 第57章 冤家路窄 进入幻境的血域蜘蛛 身体僵硬 就连影子被吞噬大半 疼痛感也不能将其唤醒 苏白与高举雷鸣剑 剑尖上的雷电贯穿红雾 直通云霄 随后直剑的那只手用力一挥 一道弯跃状的雷电陡然劈出 灵力的攻击迅速从血域蜘蛛身体穿过 升华值加15300 在雷电消失之时 蜘蛛的身体才慢慢分裂 最终它身死也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提取 提取成功获得S级物体强化 看着系统中的异能 苏白与难难自语 物体强化 怪不得珠网能承受这么大的蜘蛛 融入身体后 苏白与释放异能测试物体强化 看来跟名字一样 只能强化物体 招式并不能被强化 虽然有些许限制 但异能的成长性不错 物体分为固态 液态和气态 很遗憾的是 雷电只是自然界的放电现象 并不能被强化 但风 雾这种可以 带走了血域蜘蛛的异兽结晶 继续向星云排方向出发 被强化后的风更为坚韧 踩在上面 有一种在陆地上的感觉 红雾布满峡谷 已经分辨不出日和月 手机也因为没有卫星 而时间错乱 再来到这个空间后 被重置为零点 现在只能通过进入的时间 和手机显示的时间来判断 如果进入空间的第一时间就醒来 那么现在应该是中午十二点左右 空中漂浮的苏白鱼 眼前都是红雾 即使是可是范围内 也皆是如此 再看向星云排 两颗星星逐渐拉近 即将碰面 死 怎么回事 苏白鱼突赶心头一紧 得加快速度了 哈哈哈哈 原来是个小妮儿 兄弟们 知道怎么做吧 远处 隐隐传来打斗的声音 其中 还夹杂了几个猥琐男的奸笑 苏白鱼立马看下星云排 那个方向 就是他要去的地方 心跳加剧 双手用力 钻成拳头 此时的他 双眼已经满是怒火 嘴里低声怒吼着 你们自找的 怒从心头起 脚下撕撕雷电声成 做了一个起跑的姿势后 向前冲去 咔啦 一声炸雷响彻峡谷 苏白鱼从空中砸向地面 雷电炸出的余波 把前面几人掀翻在地 没事吧 苏白鱼回头 这块星云排的主人 正是楚婉宁 此时的他 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嘴角的血液滴答滴答 顺着下巴低下 苏白鱼转过头 双眼冰冷 一步一步地走向前面几人 靠近之时 终于看清着他们 冤家陆窄 他们正是东岛国人 栗震男在苍翁国做的事 不配让他活着 本来事情告一段落 你们不惹我 我也不会找到你们 苏白鱼一边说着话 一边靠近 为首之人似乎很有底气 也向苏白鱼靠近 你做的事就对 苏白鱼没有回答 直视着他的眼睛 冰冷地说出 你们之前要对婉宁做的事 我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面具下的嘴角 勾起弧度 现在 去把你的同伴杀掉吧 当苏白鱼说完这句话 那名男子双眼短暂失神 随后转身 对着他同伴 释放一能 大人 你怎么了 我们是你的手下 大人 说了苏白鱼听不懂的几句鸟语 还是没能唤醒他 幻境启示几句话就能打破的 在那人与苏白鱼对视之时 幻惑之童 就已经将他拉入幻境 他眼里的同伴 已经是黑面具 黑斗篷的样子 以为自己一人 就将银组织打退 他嘴里还不断高呼 银组织就这样的实力 我大左目一个人就能解决 说完 手中的水球 不断向他同伴招呼 被逼无奈 只能出招应对 不然就要被大左目杀掉了 大人 对不起了 四人对视一眼 纷纷使用异能 但作为S级异能者的大左目 对出手时机掌握得十分到位 水流逐渐变为一头蛟龙 在空中盘旋一会儿后 冲向那四人 苏白鱼一边看戏 一边为楚婉宁疗伤 月神之力 被升华为SSS天赋后 治疗速度便快了很多 而且还能为苏白鱼 缓慢恢复体力 婉宁 你是怎么碰上他们的 楚婉宁摘下面具 擦掉脸上的血迹 我在这里发现了一处惊动 里面竟是一些发光的石头 我觉得应该是很稀有的材料 挖掘了半天 也没撬动一块 就留在这看守 后来他们就来了 苏白鱼点点头 楚婉宁的异能 刚好被大左目克制 加上他们人数众多 敌不过也很正常 惊动在哪 整理好衣着的楚婉宁 重新戴上面具 伸手一指 在那 看了一眼自相残杀的东岛国人 两人准备先探查一下惊动 索性离得很近 就在身后十米处的山壁中 刚一进去 里面传来的能量 就笼罩二人 这 这股能量苏白鱼很熟悉 但就是想不起来了 一记 还是拍卖行 苏白鱼摇摇头 直到走到近处 苏白鱼双眼睁大 二十厘米长 棱柱形 这是异能石 异能石是被整个世界 严格控制的产物 每个入学的学生 一生只能吸收一块觉醒 整个山洞的异能石 足够支撑一个学校 一年的使用量 苏白鱼将手放在异能石上 想要放入空间界中 哎 放不进去吧 我之前也试过 不然就不会留在这了 苏白鱼吸进一口气 重重呼出 这么大的一个宝藏 必须拿到手 名嘴思索之际 系统的声音传入耳朵 你可以把异能石 比喻成果实 如果你想放入空间界 就必须摘掉果实 或者空间界足够大 把整个树都放入其中 系统的提示 让它恍然大悟 但它不禁心里发问 你告诉我这干嘛 我直接提取不就行了 我在为你解答 为何不能放到空间界 系统越来越热情了 搞得苏白鱼 有些不知所措 我还是喜欢之前 桀骜不训的你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一块异能石 真奇怪 没有等级 第58章 异能石 楚婉宁虽然对于 消失的异能石很好奇 但也没问 每个人都有秘密 如果刨根问底 只会令人反感 被提取到系统中的异能石 静静地躺在里面 看着满山洞异能石 苏白鱼不知道是开心还是难过 这得提取到什么时候 苏白鱼揉了揉脑袋 先把东岛国那几个人解决了吧 有了苏白鱼坐镇 任他来多少人 也不敢来抢夺 洞口外 那几人的战斗 似乎已经接近尾声 大左目满身鲜血地 站在四人尸体之上 哈哈哈哈 引组织也不过如此 苏白鱼淡淡一笑 来到大左目身边 解除 下令的一刻 大左目双眼有一瞬间睁大 随后又恢复原状 他看到苏白鱼的时候 有些诧异 你 不是被我杀了吗 苏白鱼指了指 他脚下的尸体 嘖嘖嘖 连自己的同伴都傻 大左目低头看去 不自觉地后退两步 没注意到脚下的胳膊 不小心被绊倒 这 这不 不是我做的 大左目不敢接受这个事实 贪软地坐在地上 不断向后层去 他的双眼 已经没有一丝神韵 散落的碎发 令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嘴里还不断重复着 不是我 不是我 跟随他多年的步下 被他亲手杀死 他的神志 已经凌乱不堪 苏白鱼的出现 像是压垮 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杀了你 大左目双眼流出血泪 发疯一般 冲向苏白鱼 苏白鱼再次看向他的眼睛 把大左目又一次拉入刚才的幻境 不过这次他的步下 就只是他的步下 没有面具 斗篷的伪装 真实的情形 令他痛苦不堪 大左目不断扯下头发 痛彻心扉地怒吼着 在幻境中 他看着自己亲手 杀死步下 无论他们怎样哀求大左目 都无动于衷 一个 两个 扑 大左目口中喷出鲜血 随后晕倒过去 提取 靠近他们 将五人的异能 统统提取到系统中 S级水系异能 还算不错 大哥 他死了 没有 还有口气 苏白鱼附身蹲下 用月神之力 将大左目的外伤治疗 现在他没了异能 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 让他感受 被异兽分食的痛苦吧 治疗完毕 用风将这几个东岛国人 远远吹走 随后两人重新进入惊动 先将异能石 全部收集起来 再去找其他人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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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婉宁从空间戒中 拿出食物 在洞口做饭 苏白鱼在洞内 双手齐用 不断提取 虽然不用费很大力 但重复同一行为 令他有些想吐 天杀的 才提取了一半 看着还剩半个山洞的异能石 苏白鱼咬紧牙 干 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处宝藏 怎么可能不搬空 重新燃起斗志 这次行动 比之前更为迅速 现在他的眼中 只有异能石 连肚子咕噜咕噜叫 都没感觉到 楚婉宁多次来叫 都没能打断他 直到外面没有一丝 光亮他才停下 苏白鱼躺在地上大口喘气 双手已经有些麻木 要不是有月神之力在 早就累趴了 虽然很累 但一切都值得 系统中 3782个异能石 这就是3782个人的命运 短暂的休息后 苏白鱼将异能石 放入空间间 十个立方的空间 有些拥挤了 这黄金回去后得处理了 来到洞口 楚婉宁正制作火把 都这么晚了 洞外漆黑一片 透过洞内的火光 看着外面格外阴森 而且 红雾似乎变得更加浓郁 大哥 都收集完了 苏白鱼从空间戒中 取出一块说道 都收集完了 这块给你 吸收异能石后 有几率觉醒异能 你也试试 听他这么说 楚婉宁欣喜的结果 谢谢大哥 之前因为家庭原因 楚婉宁三人 都没等到学校 分发异能石的时候 就辍学了 现在正好是个 弥补的好机会 即使没觉醒异能 也了却了他们 心中的遗憾 在空旷的山洞内 苏白鱼利用岩石 制造出两个隔间 分别给楚婉宁 和他休息用 最后封上洞口 只留出进气孔 在隔间中 楚婉宁将异能石握在手中 心面一动 能量就顺着手臂 传进全身 觉醒最短需要一天 最长三十天 这也是为什么 学校要在分发异能石 三十天后 才开始觉醒一试的原因 一夜无话 一天的劳累 令苏白鱼睡得很沉 睡醒后 面前还是一片红雾 将岩石撤去 洞外也不再是漆黑一片 但也仅仅是比晚上好一点 楚婉宁也走了出来 怎么样 有觉醒吗 楚婉宁失望地摇摇头 苏白鱼拍了拍他的肩膀 安慰道 我觉醒也用了十几天 不必在意 看向星云牌 已经有两人会合 苏白鱼斟酌一番 为了防止出现楚婉宁这样被围攻的事情发生 两人决定先去找洛丹的那个 毕竟苏白鱼只有一个 他能一挑一群 其他人不行啊 根据星云牌的提示 向西出发 已经会合的两人 似乎读懂了苏白鱼的意思 也默契地向那边移动 路上 苏白鱼收集了不少升华值 系统中已经累积了四十多万 距离一百万 也只差一半多一点 看来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一百万 苏白鱼十分期待 升华值就是他的底气 只要有升华值 就能打造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团队 虽然 现在已经出路争容 但还远远不够 婉宁 从这里出去后 我们要扩充人员了 好 定不负大哥众望 六人的团队 相较于几人的实力来说 有些寒酸 既然已经制定了制度 也该要做好崛起的准备了 但作为领导者 要一视同仁 在苏白鱼发散思绪的时候 星云牌上的三颗星星不断靠近 到了 苏白鱼精神感知传来的信息 让他知道 大概五十米的距离处 有一个人 两人加快速度 飞跃在红雾之上 到了那人头顶后落下去 第五十九章 SSS天赋 变身细硬龙 苏白鱼和楚婉宁 徐徐落下 到了近处后 终于看清 下面的是什么人 哭笑参半的面具 漆黑的斗篷 最为明显地 在红雾中 亮着金光的护腕 小年 看到苏白鱼后 顾苏年上前一把抱住他 大哥 这里太恐怖了 昨晚我看到红雾中 有一双射人心魄的眼睛 眼睛 看来是被不知名的东西盯上了 苏白鱼拉开顾苏年 检测周围的精神波动 然而 在几人周围 并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我们先去找小璇和小燕 其他人并没有苏白鱼的感知 亦能探查 所以 行动得比较缓慢 一秒就会增加一分的危险 按照其他两人所在的方向 苏白鱼几人全速前往 良久 苏白鱼淡淡说道 前面就是了 不过周围好像有些其他东西 两人听后迅速警觉起来 环顾四周 皆是一片红雾 即使有异样 也很难发现 这一物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但这似乎不是物 我的异能控制不了这些红雾 三人交谈之际 双方拉近距离 小璇 小燕 很快 前方就回应道 大哥 我们在这 是他们 向前走了几步后 五人终于会合 苏白鱼从空间界中 取出两块异能石 交给方璇和南赵燕 这是 两人都没见过 一人拿起一块 在手中端向 这是异能石 顾苏年认出 惊呼出来 大哥 你从哪弄的 这可是全世界都严格控制的资源 看三人都很好奇 苏白鱼就把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在他讲到楚婉宁被围攻时 顾苏年几人 无不凝眉瞪眼 这东道国人 真是该死 就该像大哥一样 好好折磨他们 既然五人已经会合 那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苏白鱼找了个 没有精神波动的地方 安顿下来 你们两个 先把异能石吸收 我前去探索一番 随后转身又嘱咐道 你们四个先等我回来 照看好他们两个 交代完 苏白鱼出发 站在微风上 飘向先前 感知到精神波动的方向 这里虽然危险重重 但也是个动天伏地 升华直 异兽的能力 对于苏白鱼来说 颇具诱惑力 来吧 抵达目标处 红雾后 有一条黑影高高耸立 苏白鱼取出雷鸣 剑横于胸前 再次生活了不知多久的 深渊魔骄 也发现了他 短暂的平静后 交手陡然冲向苏白鱼 在看到深渊魔骄时 苏白鱼瞪大双眼 不禁愣神 他的父母 正是死于深渊魔骄 虽然不是同一条 但单单这个形象 就令苏白鱼愤怒到浑身颤抖 呼呼呼 苏白鱼大口喘着粗气 眼中似有泪珠 短暂愣神过后 嘴里不住地低吼 我杀了你 随后 金光以苏白鱼为中心扩散 一道金色虚影笼罩着他 修罗身形逐渐凝实 六双眼睛不怒自威 晋升为SSS级天赋的修罗行动 更为迅速 不再像以前那样有些臃肿 金色的武器紧握在手中 随着修罗嘴里喊出金刚浮魔 手中降魔杵金光大圣 巨大的双手挥动着降魔杵 砸向胶手 碰 胶手比他想象中更为坚硬 刚才的一击 仅仅只让他掉落些许鳞片 深渊魔胶晃了晃头 随后迅速缠向巨大的修罗 金刚浮魔 浮魔 浮魔 降魔杵一下一下砸上胶手 也终于再多次垂击之后 砸穿脑壳 顷刻间 黑白胶织的液体喷溅而出 胶身翻转地扭动几下后 重重砸向地面 升华值 加15000 即使深渊魔胶已经身死 苏白宇也不曾停下 直到整个胶手变为肉泥 他才罢手 天道修罗的三双眼睛中 皆是一片迷茫 最后金光一闪 化为本体的苏白宇 站在胶身之上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胶化 看着系统中的提示 苏白宇认真思索 胶化应该就是变身系的异能 蛇变芒 芒变燃 燃变焦 那最后一个 就应该是龙了 苏白宇没有任何犹豫 放到系统中不断升华 终于消耗了接近五万升华之后 亦能变为SSS级的天赋 硬龙 龙有多种 青龙 角龙 望龙 形龙 而硬龙也是其中一种 硬龙与龙的形态无异 只不过背身五彩双翅 随时高举 五根爪子如利剑一般 轻易就能将钢铁刺穿 变身系的异能 不仅能增强自身体质 而且 自身所带的天赋 也足以对抗同级别异能者 龙可登天前渊 呼风唤雨 硬龙自然也具备这些天赋 将异能融入身体 苏白宇伸出右手 五根手指慢慢拉长 在目光注视之下 变为五根漆黑的利爪 刺了 吕瑞君所做的手套 在变化的一瞬间 就被刺破 那可是能承受S级能力的装备 可见 硬龙的利爪 有多恐怖 看来得麻烦吕叔重新做一套了 脚下这头深渊魔胶死的不能再死 既然已经变为胶了 那身上的材料 肯定不能放过 苏白宇伸出一根爪子 在胶身上轻轻划过 顺着爪子移动方向 胶链像拉链一样 从中间分开 筋 皮 一切有用之物 统统放进空间界内 像这种品相的材料 在拍卖行 至少能卖到大几百万 空间界快被塞满 苏白宇摇摇头 以后可不能啥都往里塞了 只能用升滑值将其扩充一下了 刚才用了五万来升滑易能 现在还剩下41万升滑值 凑个整 留下40万 剩下的用来升滑空间界 升滑空间界 升滑成功 10立方米空间界 升滑为50立方米空间界 取出系统中的空间界 外形上没有一点变化 只是内部空间变大了 苏白宇开始反省自己的邋遢行为 所有东西都扔在空间界中 材料 物品被堆得像个小山一样 而且 旁边还有一座高大的土豪金座椅 像这种东西 以后放在家里的宝库就行 随身带着 就是浪费空间界 用了点时间 将空间界中的东西 分类放好 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后 开始找寻下一个目标 第60章 天命组织 变身为 硬龙的苏白宇 翱翔于红雾之中 硬龙的力量 充斥着它每寸肌肤 体型最小 可变化为正常人类一样大小 最大可伸展到500米长 感受着硬龙力量的苏白宇 不忘开启感知 一边扫视着下方 一边熟悉异能 嗯 左前方 有几股精神波动传来 苏白宇嘿嘿一笑 看来收割升华值的时候 又来了 在空中 苏白宇变回人形 手指雷鸣剑 踏着轻风而去 距离太远看不清 直到落下后 他才发现 下面并不是一兽 而是一群人类 在看到苏白宇时 人群里有人高呼救命 苏白宇注视着前方 疑惑起来 面前一共九人 看穿着样貌 有数个国家的人 在最后方 还有两人像是被绑架一样 黑色绳子紧紧地反绑住他们 两侧还有三人在看管 你是 赢 还真是得来全部费功夫啊 弗雷德大人 这就是苍龙国新崛起组织的领袖 身上数个异能 研究价值非常大 面前的几人 看向苏白宇 像看猎物一般 被称为大人的弗雷德 眼神上下一扫 打量着他 抓了他 苏白宇此时也终于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天命组织的人 隐藏到队伍中 并不是想探查秘境 而是来抓进入秘境的探索者 苏白宇伸出右掌 随后用力一握 整个手掌变为龙爪 迎上攻过来的敌人 扑辞 亨利 五根漆黑的利爪 洞穿了亨利的左胸 他的心脏被龙爪握在手中 还在砰砰地跳动 紧随其后的人看到这一幕 纷纷停下脚步 亨利可是有S级的护体 能承受S级异能攻击的护体 竟然一瞬间就被秒杀了 苏白宇抽出手臂 亨利的胸膛变成一个血洞 死前的眼睛还在盯着苏白宇 眼神中充满着不可思议 你 你 弗雷德说不出话 眨眼间就死了一个队员 尹的实力究竟多么恐怖 先前在自己的国家 也只是听说 苍龙国出了个身怀数个异能的天才 没想到成长的速度竟然这么快 这劫难恐怕躲不过了 苏白宇把还热乎的心脏扔向弗雷德 你们这么喜欢研究 为什么不研究你们自己 人体实验也亏你们能做得出来 弗雷德的手下也是经过生的 眼下只有一种结果能活下来 那就是杀了面前的瘾 只有杀了他才有一线生计 几人相识一眼 从口袋里掏出的东西吞了下去 哼 技能胶囊也是你们的手笔啊 弗雷德沾沾自喜 嘴里凝笑道 别拿市面上的垃圾跟我们的相比 这才是技能胶囊真正的威力 说完 弗雷德几人体型不断膨胀 最后体型竟然膨胀到三米高 他们的表情笑容看起来极为猙獰 把苏白宇的面具跟他们对比 都算是和蔼可亲了 变化后的弗雷德一把抓过亨利的尸体 张开血盆大口咀嚼起来 苏白宇拧着眉看着这一幕 真是畜生 对这种已经不算是个人的怪物 苏白宇提不起一丝怜悯 控制着雷鸣剑悬于战场之上 剑尖散下的雷电像是球龙一般把几人罩住 这是苏白宇新开发的招式 算是一个小型的领域 把那两个被绑着的苍龙国人甩出战场 接下来就是净化这帮臭虫的时刻 蚕食完同伴尸体的弗雷德 仰天大吼 六人一起向苏白宇发起进攻 其中一人 身体如动 从脖子两侧又长出两个头 身体上黑铃不断浮现 逐渐覆盖了全身皮肤 身体后端出现一条弯钩状的毒刺 看上去活像一个人形毒线 对于这种丑陋的生物 苏白宇没有好感 只觉得心中生厌 真够恶心的 雷电中 苏白宇赋予影子简单的灵质 下令攻击 本就昏暗不堪的视线里 谁都没注意到 有一团黑影游走于几人的影子中 好 啊 惨叫声不断传来 不绝于耳 弗雷德身体不断异动 这算是个人形的状态 逐渐变成蟒蛇状 扭动后又变为蜘蛛形态 随后 蜈蝣 蝴蝶 大象 等等形象不断闪现 苏白宇猜测 弗雷德的异能 是吞噬了东西后 就会变为那种生物 痛彻心扉的疼痛 令弗雷德癫狂起来 装有一罐技能胶囊瓶子 被嚼碎在口中 胶囊刚进入腹中 弗雷德扭曲的身体 不断发射出 多个异能的攻击 只要能想象到的部位 都能发出异能攻击 就连刚刚被吞噬的亨利 护体异能 也在他身上浮现 竟然还能吸收异能 看来异能没选对人啊 苏白宇弯跃般的笑容 在面具下浮现 弗雷德的异能天赋 虽然很高 但对于这种吞噬躯体的方式 实在令苏白宇 提不起兴趣 苏白宇将五根龙爪 并在一起 利用清风飘在空中 躲避异能攻击 我要是你就该猥琐发育 现在 去给被你当做 实验体的人陪葬吧 漆黑的龙爪 贯穿臃肿的弗雷德 本来就像气球一样的他 在被击穿时 爆成漫天血雨 你是怪物 我也是个怪物 解决掉弗雷德 其他几人也被影子 搅得痛不欲生 认真观察了几人的异能 也不知道是谁 有那么大的恶趣味 变身出来的 都不像个生物 只有一人的能力 苏白宇看得上 既然都已经没有了价值 一并送走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光之力 苏白宇淡淡一笑 这种能力 刚才竟然被荡成手枪 用来发射 简直是爆天天物 升华 这必须得升华 升华成功 S级异能光之力 升华为SSS灰光 光代表着希望 谁不想在深处黑暗之中 看到光亮呢 将异能融入身体 苏白宇走向被反绑的两人 刚才的战斗 虽然他们没看到 但通过声音也能知道 苏白宇单方面地暴杀了他们 几人痛彻心扉的吼叫 他们两人现在想起来 还一阵胆寒 多谢 多谢 谢谢 苏白宇之前还奇怪 为什么两人 不用异能挣脱锁链 拿在手中他才知道 这种装备是 特别制造出来的 能抵挡S级异能者的攻击 第61章 觉醒 楚婉宁的半生异能 苏白宇将暗金绳 拿在手中 若是将这绳子 交给吕锐军 好好研究一番 必定能制作出同款装备 看来也得把他们的异能 升华一下了 苏白宇心里暗自盘算 天命组织的人 既然能渗透到这次的行动中 那么必定有一只大手 在暗中推动 否则这么多人 怎么会没露出半点蛛丝马迹 这些人肯定也只是 极小的一部分 外面还不知 在暗处藏有多少 对于没有异能的人来说 能获得异能 就是最大的诱惑 他们看惯了 高高在上的异能者 力量使他们心灵扭曲 尹大人 不知组织是否收人 苏白宇观想之时 旁边那人打断了他 看向眼前黑发魁梧的中年人 苏白宇收起暗精绳说道 看自己的能力 通过考核 就会获得自己的代号 说完 苏白宇继续向前方飞去 尹大人 考核是什么 什么时候考核 尹大人 任身后的男人怎样呼喊 苏白宇都没停下脚步 告诉你考核内容 那他还选什么人 能力不是最主要的 重要的是人 人格与星星 才是苏白宇挑选的目标 红雾中 他漫无目的地 在空中飘行 在这个空间内 必须找到传送阵 才能出去 但满是红雾的峡谷 寸步难行 想找到一个 刻在地上的阵纹 谈何容易 来点群居的异兽啊 再不进蚂蚁也行啊 路上 苏白宇击杀的 都是单独生存的异兽 虽然升华值给的多一点 但一个一个的行动起来 在路上就会浪费些时间 收集升华值的速度 也瞬间慢了下来 但也收获了不少灵财 有一句话叫 福祸相依 单独生存的异兽 虽然贡献的升华值有限 但在他洞穴的附近 会生长天才地宝 此时的空间界中 各色的灵财绽放光彩 看上去都不是些凡物 咕噜噜 腹中饥饿声传来 苏白宇掏出星云牌 此时已经与其他四人 相聚甚远 竟然走了这么远 推算了一下时间 现在已经接近傍晚 若是此时出发回去 应该能在天黑之时到达 虽然苏白宇大可 在这片空间里畅行 但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还是要与其他人在一起最好 跳向空中 五彩双翅在背后生出 硬生生地把斗篷 戳了两个洞出来 随后双翅一阵 后方狂风阵阵 苏白宇副手飞向四人方向 应龙的飞行速度 比太乙清风快很多 在飞行之时 苏白宇突感周围 像是有什么东西凝视他一样 但玄庭在空中环顾四周 没有发现任何波动 难道这就是小年兽的那东西 苏白宇醋眉看着周围 感知并没有觉察到异样 看来要多加小心了 绝对不是普通异兽 转过头 苏白宇继续出发 终于在红雾即将变得浓郁之时 赶回了阵地 双脚刚刚踏上地面 原本昏暗的天空 变成漆黑一片 伸出手都不知道手在何方 还好赶回来了 看着面前盘坐在一排的楚婉宁三人 苏白宇知道 他们在感受体内异能时的能量 只有顾苏年凑了过来 大哥 找到传送阵了吗 苏白宇摇摇头 随后问到几人的状态 从他离开之后 他们就已经进入这种状态 异能时的的吸收需要时间 看来他们都想为苏白宇 增添一份战力 用岩石搭建了个石屋 新的异能 灰光也立马起到了作用 这回不用靠火把 来照亮了 看到苏白宇使用了新的异能 顾苏年眼神充满了仰慕之情 大哥 这是你新的异能 苏白宇淡淡一笑 点头道 路上所得 朝夕相处几人 苏白宇也不用刻意隐瞒 就现在 即便是被人觉察又能怎样 想把他拉去做实验 简直是异想天开 从空间界中掏出食物 一边往嘴里送去 一边郑重地问向顾苏年 小年 你说那日 你在红雾中 看见一双红色眼睛 仔细说说 被问到的顾苏年 显然还是心有余悸 重重地咽了一口唾沫后 顾苏年缓缓说道 那天我按照星云牌锁指方向行走 不知走了多久后 周围忽然漆黑一片 红雾似乎也变得更加浓郁 我环顾四周之时 在后方发现 出现一双发亮的眼睛 在漆黑的视野里 格外惊悚 苏白宇听后点点头 看来今天他碰到的 就是那个怪物 不过似乎觉察到苏白宇发现了他 所以并没有看见那双眼睛 即将天黑之时出现 但又不主动攻击 似乎是在观察 怎么 大哥你也碰到了 嗯 不过就在我发现他时 就消失在红雾中了 一个人的时候 本不恐怖的东西 越想就会越害怕 但人一多起来 就有了人在身边壮胆 旁边的顾苏年就是 本来还很怕呢 现在鼓动着苏白宇 一起要解决怪物 即便是顾苏年不说 苏白宇也是这么想的 被人盯着的滋味 实在不好受 保不齐那怪物 就在感知的范围外 盯上了五人 吃过晚饭后 两人便休息了 充足的睡眠 才能保持精力充沛 碰 第二天 一声巨响 将两人惊醒 什么东西 石屋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顺着声响传来的方向走去 就看到楚婉宁身上 燃烧着蓝青色的火焰 长长的黑发 也变为蓝青色的灵体状态 飘在空中 看来是觉醒了 苏白宇激动得无以言表 双眼瞪大 注视着楚婉宁 短短两天就觉醒 不是天才那是什么 根据刚才的攻击苏白宇推断 他觉醒的天赋等级 至少是S 顾苏年也双手攥紧 期待着醒来的楚婉宁 一分钟 十分钟 一小时 时间缓缓过去 终于在一声尖笑后 楚婉宁缓缓睁开双眼 此时的他 瞳孔变为蓝色 还泛着悠悠蓝光 刚醒来的楚婉宁 打亮着全身 手上蓝火吓了他一跳 无论怎样拍打 都没有熄灭 这是 觉醒了 恭喜 婉宁 你觉醒的天赋 绝不会低于S 第62章 诡异的红雾 楚婉宁在熟悉了体内异能后 逐渐能掌控蓝色火焰 在变身为神皇时 原本呈红色的灵上 燃烧着熊熊蓝火 这就是浴火重生吗 苏白宇感叹着 现在他感受到 神皇传来的能量 比之前更为巨大 在蓝燕融合的那一刹那 似乎产生了 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 就在两人惊叹于 楚婉宁的天赋时 旁边芳璇身形暴涨 身体逐渐膨胀 双手逐渐变为利爪 仰天咆哮之后 头颅请客间受化 灰光的照耀下 他的双肩处 生出一对灰色翅膀 头如猛虎 灰色毛发 身上还有淡淡亮黄色的纹路 苏白宇惊呼出 穷奇 变身的特征极为明显 一眼他便认出 眼前的猛兽 就好像是从书中走出来一样 还没等苏白宇震惊完 旁边南赵夜 也缓缓睁开双眼 见没有其他一样 苏白宇不禁想到 难道就小夜没成功 就在他驻足之际 南赵夜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以南赵夜为中心 一股精神波动席卷周围 随后几人 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地方 这就是南赵夜的半生异能 造梦 苏白宇撇开嘴角 三人都没愧对他的培养 但他们的连连觉醒 也令苏白宇眉头紧锁 怎么可能会一起出现 三个S级天赋的人 发生这种事的概率太小了 几乎没有 整个学校一年才能出现几个 这三人的觉醒率是百分之百 而且都是S级异能 经过仔细思索 苏白宇发现了一个共通点 楚婉宁的蓝燕 与神皇的火焰极为契合 方玄原本体内也有 剑齿虎的异能 南赵夜的半生异能 则是与他的恐惧操纵 也属同源 一个想法在脑中应孕而生 难道是因为我给他们的异能 才令原本的半生异能发生变化 现在 也就只有这样一个说法 能够站得住脚 在觉醒后 会进入短暂的昏迷状态 另异能与精神相交融 苏白宇打算利用这段时间 查看他们的天赋等级 顾苏年和苏白宇盘坐在地上 一边吃着东西 一边攀谈 旁边三人肆意地挥霍着精神力 真是精力充沛 都这么久了 还闹痛着呢 苏白宇说完这句话 楚婉宁就徐徐落下 便回本体躺在地上 紧接着方玄 然后南赵夜 终于等到现在的时刻了 苏白宇把食物恢复原样 走到他们面前 依次提取己人的异能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蓝艳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天赋穷奇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天赋造梦 果然都是S级天赋 那就送你们每人一份礼物 换出系统面板 苏白宇大手一挥 升华值花花的消耗 耗费了十多万升华值后 把三人的半生异能 都升华到SSS天赋 虽然消耗的有点多 但他没有一点心疼 增强了几人的战力 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随后把三个异能 送回三人体内 苏白宇伸了的懒腰走出 小年 你是不是羡慕了 顾苏年摆摆手 大哥 我的作用就是为组织收拢信息 打加油你们就够了 你们不是为保护我吗 苏白宇倍感欣慰 顾苏年表现得格外成熟 愿意为其他人 把自己的光芒遮盖 这样才像是同伴 或许这样也好 人各有所长 舍弃掉武力的开发 这样才能收集到 更多有用的信息 一个S级的黄金助向 足以应对大部分异能者 两人看守了 楚婉宁几人两个多小时 他们终于在大概12点时 陆续清醒过来 三人醒来的一瞬间 都是瞪大眼睛 感受体内的异能 惊诧过后 也终于回过神来 大哥 我觉醒了 我也是 苏白宇料到 三人是这样的表情 起身将食物拿到 吉人面前 嘱咐道 现在 你们有了一副当官的能力 我也放心了 谢谢大哥 他们能从流浪到 有今天的实力 离不开苏白宇的培养 在他们的心中 苏白宇的身形更加伟岸 吃过饭后 苏白宇交代接下来的任务 首先就是要找到传送阵 然后就是收集 这片空间的天才地堡 也不知道能不能再次进入 这回就一次拿狗 路上 苏白宇讲起 顾苏年所说的红色眼睛 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在几人身后的红雾之中 一双眼睛缓缓张开 他巧妙地避开了 苏白宇 感知的范围 那双眼中近视阴邪 远远地注视着 这几人消失的方向 红雾遮盖住的嘴巴 慢慢张开 真是具不错的曲窍 他贪婪地说出这句话后 陡然间就消失在红雾中 奇怪 苏白宇看着眼前的红雾诧异 先前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无法控制红雾 但眼下的红雾 似乎在缓慢地流动 而且方向也很有规律 都朝着他们身后的方向飘去 虽然这意向有些奇怪 感知没有发现特别之处 苏白宇摇了摇头 几人又继续向前走去 眼下的当务之急 是找到传送阵 找不到 可就一辈子困在这了 闪开 苏白宇把旁边的顾苏年 踹飞到一旁 本来一头雾水的顾苏年 抬头发现 那晚所见的星红眼睛就在前方 而且 刚才攻击的方向就是他 结结结 果然有精神异能 周围红雾不断向他汇集 本来只有头颅大小的一团红雾 逐渐生出躯体 红色的身影看上去像是个人 但整个身形都是虚无状态 就像最开始 苏白宇用白雾凝聚的巨像一样 你是什么人 苏白宇右手变为龙爪 左手握着雷鸣剑 之前他说的 人 我更喜欢他们叫我时空妖帝 言语间 时空妖帝像是漩涡一样 将红雾聚拢在体内 周围没了红雾 变得清晰可见 这片空间的样貌 也映入他们眼睛 我所在的次元灵气枯竭 本以为可以独占地心的灵气 这才耗费所剩不多的能量而来 没想到被觉醒异能的人类 大伤元气 你可真是一个惊喜啊 第六十三章 时空妖帝的分魂 看着眼前扭曲的怪影 所有人都戒备起来 时空妖帝是侵略到地心恐怖怪物 连通地心所在次元 就是他的手笔 苏白宇不敢怠慢 只见雷霆滋滋作响 怒目看向时空妖帝方向 五条闪电陡然劈去 哄 怎么可能 五人一阵惊恶 雷霆竟然穿过妖帝身躯 向后方劈下 峡谷被雷霆劈得烟尘四起 而妖帝的身躯 却只是被打散几片红雾 别挣扎了 乖乖做我的驱笑吧 苏白宇用风将几人向后吹去 妖帝飘在空中 凝聚出红色枯肘 紧随其后 眼前这个敌人 是他们所欲最为棘手的 所有人纷纷使用异能攻击过去 但结果都与之前一样 攻击穿过红雾 无法对他造成伤害 男赵业的精神攻击 也被反弹回来 被反噬的男赵业口中 喷出鲜血 昏迷不醒 赵业 赵业 可恶 苏白宇攥紧拳头 心中生起无尽的怒火 一声龙啸贯穿天地 声震还雨 苏白宇变身成为硬龙 在空中与他对峙 青色身躯 五彩双翅 在阳光的照射下 终于看清 横眉的双目 看上去更是威严 时空妖帝看到这一幕 好像变得更加兴奋 猙獰的红影下 尖声凝笑 不管你变成什么东西 都伤不到我分好 献出你的灵魂吧 红雾瞬间扩散开来 从四周包裹住庞大的龙身 片刻后 一个红色圆球 把苏白宇包裹在内 从下面看宛如一轮血远 外面的妖帝向前闪身 一个红色影子融入其中 里面遮天蔽日 漆黑一片 一双红的发亮的瞳孔 在黑暗中亮起 逐渐靠近苏白宇 灰光 陡然间 白光炸裂 充斥着整个空间内 苏白宇也变回人形 同时泛着黑光笼罩 向前抓去 但除了一团红雾 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放弃吧 即使是我的一缕分魂 也不是你能对抗的 时空妖帝眼中 红光更盛 在圆球空间内 白光与红光不断对抗 里面已然被分割成为两处 一阵尖笑过后 苏白宇灵魂 有了与肉体分离的迹象 苏白宇忍受脑浆 翻滚的疼痛 嘴角慢慢向上勾起 原来是灵魂 怪不得物理攻击都无效 成为我的傀儡 是你的荣幸 乖乖沉浮于我 红影幻化出一条锁链 顶部凝聚出 像是一把镰刀的形状 锁链凝食之后 妖帝向前一甩 苏白宇的灵魂 完全被勾出身体 但灵魂出窍后 并没有向他所想 怎么可能 你的灵魂已经脱离肉体 为何没有溃散 突如其来的变故 令他这个老妖怪 也不禁诧异 看来你不知道 我也有灵魂系的能力 苏白宇先前故意胡乱攻击 为的就是找出 时空妖帝的破绽 现在已经知道了 他是灵魂状态 那就没必要隐藏 灵魂浮现在苏白宇身后 幽兰的双眼慢慢睁开 咧到脸颊处的大嘴 看上去与妖帝不遑多让 经过开发后的灵魂 也效仿妖帝 利用灵魂能量 在手中凝聚武器 慢慢 一柄剑的形状缓缓出现 随后 灵魂镣铐 从苏白宇灵魂身后 出现数条蓝色锁链 向着时空妖帝方向奔去 同时 蓝色的身影 执着长剑 一起向他攻去 妖帝将红色钩子拽回 旋转着向几条锁链扔出 蓝红交织 双方的锁链被缠绕在一起 但灵魂锁链 不是灵魂力制造的武器 而是苏白宇开发出的能力 所以 并不需要时间来凝聚 接二连三的锁链继续发出 一次比一次多 即使妖帝反复躲闪 也被狂乱的锁链拴住 时空妖帝瞪眼怒吼 这是什么能力 苏白宇没有回答 灵魂咧着大嘴 冲向妖帝 蓝色长剑横于胸前 在靠近妖帝之时 向上扬去 都是灵魂作战 这一击攻击令他痛彻心扉 嘴里发出连绵不断的怪吼 SSS级的天赋 又经过加强的灵魂锁链 启示着苟且在这片空间的 一缕分魂所能抵挡 时空妖帝剑 势头不对 星红的眸子中满是怒火 好小子 你给我等着 说完 红色的球体慢慢分解 被练住的红影嘶吼过后 逐渐变小 最后竟正脱了锁链 想跑 苏白羽深知 斩草要除根 即使是分魂也不能放走 双手持剑 双眼缓缓闭上 感知着时空妖帝逃离的方向 随后双手一转 剑刃朝向哪个方向斩去 这一记剑招如同寂静的风 所到之处无物不斩 时空妖帝的灵魂 被出其不意地一刀斩成两半 尖笑伴随着身形扭曲之后 逐渐平息 红色的灵魂 也在短暂的抵抗之后 向上徐徐飘去 最终归于虚无 升华值加五三一零零零 整个空间 红雾消散 许久未见阳光的异兽 纷纷涌入丛林 蓝色灵魂逐渐变小 最终回到苏白羽的身体中 还好有灵魂异能 不然怕是要全军覆没 等等 一二三四 刚刚他还没注意到 升华值竟然加了五十多万 这么多灵灵他有些茫然 只是一缕分魂就加了这么多 距离一百万的进度 瞬间加快了一大截 在空中震惊过后 苏白羽飘回地面 用月神之力治疗后的南兆叶 缓缓睁开双眼 还好 是自己能力的反噬 要是被勾出灵魂 恐怕神仙难救 大哥 那老妖怪死了 苏白羽摇摇头 这只是他的一缕分魂 应该是与人祖交战后 逃到这里 那传送阵 也许就是人祖 为了击杀妖帝搭建的通道 苏白羽同意这个观点 但从要低的分魂来看 似乎是失败了 像这种老妖怪 肯定狡兔三窟 这里也只是 他恢复的其中一个地方 肯定还有其他 分魂存在的空间 灵魂虽然能免疫 所有物理攻击 但同样也使用不了 除了灵魂的能力 看向周围 没有了红雾的限制 一目了然 树木因为没有了阳光 变得漆黑一片 远远望去 仿佛深渊一般 虽然诡异 但已不像先前一样恐怖 走吧 一边搜索 一边找传送阵 第64章 阴谋 这片空间最强大的生物 已经被干掉 再没有其他东西 能阻挡苏白宇的脚步 下面的峡谷 就是苏白宇的乐园 任其在峡谷中 是多强大的存在 在苏白宇面前 一样都会沦为升华值 十万 九万 八万 距离一百万差的越来越少 终于 在干掉眼前的吞火吸益后 升华系统中 一百万的数字浮现在上 大哥 怎么了 其他人看不到系统 只是看着 苏白宇对着前方傻笑 升华系统升级 悦尔的声音传来 苏白宇暗自欢喜 不知道这次会变成什么样 收起系统 继续向前出发 这是我们先发现的 谁说谁发现就是谁的 要我说 按实力分才对 你 大哥 前面好像有人 嗯 苏白宇听双方争吵 似乎是在抢夺什么东西 其中有两个声音 他很熟悉 正是先前被他救下的那两人 走向前方 跳上一个粗壮的树干后 终于看清了争吵的几人 除了被他救下的江山和渝兵 旁边还有七个英九国人 里面也有他的熟人 正是在进入这片空间前 挑衅苏白宇的加利亚 看来红雾消失 让他们活跃起来了 大哥 那是不是之前那个黄毛 是他 五个人站在黑色的树枝之上看戏 本就漆黑一片的着装 与树枝完美融合 不仔细看 根本看不出一棵树上 站了五个人 前面 局势似乎一边倒 江山这边就两个人 而对面有七个 你别以为是英九国的皇家护卫团 我们就怕你 一头白发的渝兵 手里握着弯月状的兵刃 指向对面 江山健壮 也拿出男人的血性 你们想独占不可能 最多我们一人一半 苏白宇好奇 究竟是什么东西 能让两个人 要硬钢对面七人 距离过远 分析不出 你升级完了 刚刚升级完 距离多远能分析出 十米 苏白宇淡淡一笑 跳向旁边的大树 在距离十米处停下 分析 随后 苏白宇看向地面像花一样的植物 芙苓花 吸收后可增强精神力 江山 自然系土异能者 天赋S级 渔冰 自然系冰异能者 天赋S级 接着 系统又爆出了对面几人的异能 苏白宇震惊地说不出话 升级后的系统 竟然不需要提取 便能知道 材料和异能的详细情况 这对于苏白宇来说 可谓是一个极大的助力 下面双方还在对峙 加利亚走到前面 甩了甩 她自认为很帅的刘海说道 就你们还想分到茯林花 地狱里面有的是 自己下去找吧 说完 连苏白宇在内都感受到周围磁场发生的变动 身上像是有万金铁块绑在上面 咔 咔 咔 周围的树枝也被硬生生折断 距离最近的江山和渔冰脚下 已经踩出深坑 二人硬撑着站着 后背已经弯成弓撞 还真是稀有啊 苏白宇向着前方发出安乐毒素 龙渡控制得相当准确 他们还没察觉到时 就已被毒昏过去 随着加利亚昏倒 周围的引力磁场消失 苏白宇擦了头顶的汗 喘着粗气走到加利亚身边 你不是很骄傲吗 不知道你能不能承受 异能消失的痛苦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异能月影磁场 夺取了加利亚的异能后 苏白宇不忘把把周围的茯林花 一并放到空间界中 数十朵茯林花 能让他的精神力更上一层楼 看了眼躺在地上的江山和渔冰 刚才他们不惧生死的眼神 令他有些悸动 剩下就看你们的造化了 说完 苏白宇离开这边 他心中所想的是 如果两人能够对抗 还留有一能的六人 他就会考虑让他们加入组织 英九国剩下的六人 一能都很平常 应该就是陪加利亚前来 回到顾苏年几人身边 苏白宇拿出弗林花 这是弗林花 吸收后可以提升精神力 几人听后眼前一亮 能够提升精神力 就能让自己的战斗力 增强一份 谢过苏白宇后 收到空间戒中 准备夜晚时再吸收 五人继续游荡于峡谷中 所到之处 灵财像是风卷残云一般被拿走 但可惜的是 没有像异能时一样的物品 大哥 山顶好像有人 苏白宇发动感知 上面的确有几十股精神波动 难道是传颂阵所在之处 心里带着疑问 几人一起飘向山顶 看到空中的苏白宇几人 下面的人群突然惊呼出 尹大人 救救我们 尹大人 我们可能出不去了 听完这话 苏白宇眉头一紧 出不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红色阵纹的地面上落下 苏白宇压低声音 询问现在的状况 出不去是怎么回事 不是有断镜给的牌子吗 尹大人 牌子不好使 我们被骗了 是啊 我们所有人都是过了 谁的都不好使 被骗了 难道进入秘境 是一场阴谋 但这么多国家的人参与 不应该搞出猫腻的呀 苏白宇心中生气一团怒火 朝着脚下的蓝色虫子踩去 升华值 加13000 什么 一只虫子 竟然给了这么多升华值 分析 体内蕴含空间隙能力 空间隙 这是苏白宇梦寐以求的能力 装作把虫子尸体扔出去 偷偷在接触到手掌时 把异能提取出来 随后用升华值将其直接升华为 SSS级的天赋 融入体内 SSS级的 时空力 空间隙 而且是恐怖的 SSS成长性 既然有了空间之力 那么就能仿照断镜的样子 从传送阵反向传回 苏白宇转头对向众人 悠悠说出 我或许可以启动传送阵 真的 我们的命 都掌握在您手上了 苏白宇挥手打断他们 你们当然 也要付出点代价 有钱给钱 没钱给材料 这 所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不想把辛苦的收获交出 最后一个苍龙国的中年男人走出 这是我的 第65章 启动传送阵 苏白宇接过男子的包袱 里面应该就是 他在空间内收获的所有灵财 打开粗略一算 大概能卖上700多万能源币 有了第一个 就有了第二个 银组织的名头 在苍龙国很小 不一会 苍龙国的所有冒险者 就将这次收获的灵财 交给苏白宇 大概是怕惹得苏白宇不开心 他们将所有的收获 全部都交了上去 只想换得回去的机会 苏白宇摇摇头 其实他也只是想收取一点好处 并没有掠夺成果的想法 给的太多了 这些都是你们冒死获得 我只收取 你们所获的十分之一 听到这个消息 所有人头上的阴云立刻驱散 双眼瞪大不敢相信 原本还有些不甘的情绪 现在都变成了仰慕 对于能够回去的机会 这些灵财就算全收了 又如何 而他作为唯一的钥匙 他竟然没有贪图灵财 苏白宇这样做 无疑让所有人都高看了他一眼 这是你的 从包袱中拿出少许灵财 放入空间界后 还给第一个男子 随后依次把剩下的灵财 也交还给其他人 真的还我们了 多谢多谢 尹大人可是有储物空间 苏白宇没过多地回答 只是按部就班地收取 10%的费用 原本压抑的人群 因为他的规定 欣然奉上灵财 还没交灵财的人 都乖乖在后面排上了队 在等着获取回去的资格 两久 苏白宇的空间界 又被塞进十立方的灵财 其中种类繁杂 也没有时间一一叫队 所以就任由灵财散乱地堆在里面 等回去后再做打算 还有人吗 见没人回应 苏白宇看向顾苏年 后者点点头 刚才他在收取灵财之时 就让顾苏年 悄悄记下所有人 看他点头 那就代表眼前的这些人 都已交了门票钱 头顶太阳正大 苏白宇深吸一口气 照着断镜所摆灵财 在这个传送阵上一样画葫芦 所有人凭住呼吸 心里默默祈祷 片刻后 苏白宇站起身 转身说道 谁想第一个 人群中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 哼 一群胆小鬼 我来 又是那个男人 从交材料就能看出 这个人很有魄力 苏白宇抬眼正视了眼前男子 你不怕发生意外 无非一死 要是被困在这片空间 到最后 不还是一死 有何区别 你叫什么名字 海川 说完 他大步走进传送阵中 来吧 苏白宇也不含糊 虽然是第一次进行空间传送 但这个男人的举动触动了他 让他心中无缘升起莫大的信心 感受着手中传来的空间之力 看向地上鲜红的震纹后 双手一拍 原本平静的地面 狂风乍起 震纹发出红色光芒 海川的身形也逐渐化为虚无 最后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中 成功了 五五五 我来 下一个五 有了第一个成功的案例 后面的人争先恐后 脑袋像削了个尖一样往前顶 一改刚才愁愁的样子 通过刚才消耗的灵财 苏白宇推算出 传送一个人需要的灵财 换算成能源币大概六十万亿人 除去所消耗的 这次赚了个盆满钵满 你们几个 一起来 苏白宇手指随便点了几个人 一个一个传送太浪费时间 反正都是消耗一样的灵财 为何不加快一下进度 十人一组 正好能被脚下阵纹包裹 随着传送的次数增加 苏白宇的速度也变快了许多 最后只剩下了苏白宇五人 走吧 出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 苏白宇对于背音的事情耿耿于怀 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断静 五人站在传送阵中 苏白宇空间之力刚要注入阵纹中 远处走来两个亮枪的身影 苏白宇嘴角不自觉地弯起 远处两个人影互相搀扶 一步一步蹭过来 大哥 是那两个人 苏白宇点头 这两人正是与因救国人对峙的江山和渔滨 看样子 似乎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苏白宇收起手中空间之力 等着两人走过来 短短一百米的距离 两人足足走了十多分钟 在他们走过的路上 一个一个血红的脚印印在上面 等他们走到苏白宇面前之时 两人肿胀的眼睛努力睁开 一 大人 苏白宇手中散发月神之力的光芒 向两人身上照去 很快 两人的伤势就得到了缓解 原本即将晕厥过去 经过苏白宇的治疗 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多谢尹大人 苏白宇淡淡一笑 确实应该谢我 那几个因救国人呢 于滨和江山一起瞪大眼睛 加利亚是您 两人一起说出心中的猜测 原本最为忌惮的加利亚一能突然消失 醒来后加利亚直接疯掉 剩下的人不肯放两人走 双方爆发了一场大战 二人身上的伤口 就已经证明的战争有多激烈 苏白宇收回月神之力 嘴里缓缓说道 想加入我的组织吗 我能给你们其他人都给不了的东西 什么东西 力量 作为异能者 极少能被金钱等身外之物所吸引 只有力量才是他们所需要的 两人眼中充满震惊 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嗓都说不出话 我 我 我愿意 旁边白发少年于兵一口答应 眼中满是坚决 好 我话说 在前头 加入银组织 我会控制你们的一缕分魂 如果你们做出背叛我 或是无端危害普通人的行为 我会直接抹杀你们的灵魂 愿意 好 看向眼前少年 与苏白宇差不多大 估计是其他城市学院里的天才 看我的眼睛 于兵抬头 直视上苏白宇的眼睛 在看上于兵眼神的时候 灵魂镣铐拴住他的一缕分魂 灵魂树上也再度出现一个枝鸭 我也愿意 看我眼睛 随后 江山也被苏白宇拴住灵魂 两人的能力与星星苏白宇都很满意 尹组织的也壮大了一分 第66章 回归 传送阵中 一阵玄妙的微光闪动 里面的身影开始变得虚幻 在短暂的黑暗过后 一阵白光刺入几人眼中 缓缓睁开双眼 模糊的视线逐渐变得清晰 这好像不是黑灵山 似乎都不是照天使 眼下 几人虽然没有被空间之力分散开 但已身处一个陌生的地方 脚下所踩的是一个小岛 对面的城市 他们也没见过 嗡嗡嗡 000 好在手机已经有了信号 这就代表 他们已经回到原来的时间 喂 爸 我跟朋友出国完了 对 我回来了 有惊无险 顾苏年和其他两人接起电话 这么多天杳无音讯 家里人肯定担心 电话那头 听到他们没事也放下心来 让他们尽快回去 尹大人 你们两个想办法先回去 之后我自然会找到你们 为了不暴露他们两人 苏白与令 两人自行离去 不然让有心人看到 两拨人走在一起 尹组织的仇家 也许会拿他们开刀 与几人道别后 渔冰在海面上 造出一条冰道 带着江山向对岸划去 我们也走吧 苏白与猴中低吼 跳向空中后 便身为应龙 突如其来的庞然大雾 令对岸的人目瞪口呆 Oh my god 那是龙 难道是一兽 快拍下来 咔咔咔 闪光灯不断冲着苏白与照去 拉上顾苏年几人 苏白与咆哮一声后 直冲云霄 大哥 你这应龙太帅了 是啊 直接把那些歪国佬都震住了 身形变化 声音也变得低沉 苏白与转头说道 你们要是能做出点成就 想要什么异能 我就能为你们找到什么异能 虽然现在他们的天赋已经极高 但能够变强谁不愿意呢 苏白与加快飞行速度 依照着手机上的显示 向赵天市出发 飞行速度之快 另几人从远远相隔的两块大陆回来 只用了一个小时 回到赵天市的第一时间 苏白与庞大的应龙身躯 笼罩在城市上空 深吸一口气后 一声惊天咆哮 贯彻天地 炎劲 给我滚出来 下面的市民双手捂住耳朵 蹲下身 抵抗着龙口呼出的狂风 是异兽吗 不知道啊 异兽怎么能说人语 他不是说找炎劲吗 究竟是怎么回事 狂风呼啸过后 苏白与变回人形 五人飘于城市上空 传送阵失效一事 明显就是要夺取冒险之人的性命 是银组织 回来了 没有龙身的遮挡 五人标志性的着装 被一眼认出 等候了片刻 炎劲终于踏着他的空间阶梯走上来 苏白与冲上去 一把抓住炎劲的衣领 为何要诶骗我们 炎劲眼中既震惊 又感慨 不是我 有人突破防线 将阵纹逆转 只能从另一面连通传送阵 幸好你们回来了 其他人呢 苏白与感知着他的精神波动 从刚才没有抵抗 也能看出 炎劲没在说谎 那是谁 多国参与 想把这些人 都困死在那片空间里 有可能是没有参与的国家 也有可能是想挑起 多国战争的人 苏白与眉头紧锁 放开炎劲 被钻得皱皱巴巴的衣领 把你知道的说出来 炎劲震惊苏白与的实力 之前与他对战 也没有这样的压迫感 整理了一下衣服后 炎劲缓缓说出 在你们进入后 各国异能者聚集在洞口上方看守 就在当天夜里 一个空间异能者突破阵线 进入到传送阵所在空间 我本想利用利用空间 把那人格挡在外 但没想到他 直接穿过我分割出的空间 嘴里念到了一段 莫名其妙的咒语后 把空间之力打入传送阵 之后便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苏白与一字不拉地 把他的话记住 要不是他有感知异能 他甚至都会认为 炎劲在撒谎 如果他猜得不错 等那些人回到自己国家的第一时间 就会向断井兴师问罪 既然不是炎劲 那苏白与就没必要大动干戈 我知道了 你还是想想 怎么说服其他人吧 等苏白与几人消失在上空 市民才惊醒过来 天 尹大人刚才是不是变成龙了 卧槽 他究竟有多少异能 太恐怖了 炎劲也抿嘴 看向几人消失的方向 他不仅看到了 变身为应龙的苏白与 还在他身上 感受到一股熟悉的能量 是空间之力 现在连炎劲都没办法用空间能力 锁定苏白与 他究竟是什么怪物 回到别墅 小别了几天的房子 一切如旧 李瑞君不在房子中 一想便知道 他肯定是在锻造间 失去了老婆孩子 只有让自己沉浸在锻造之中 才能忘掉痛苦吧 几人洗漱一番 换上了平常的着装 现在该好好整理一下 峡谷中的所得了 收获的大头 基本都在苏白与的空间界里 来到宝库中 将空间界中的材料 与结晶 尽数倒出 哗啦啦的声音 不绝于耳 面对眼前如小善一样的灵财 几人一阵感叹 把有用的留下 没用的 我去卖给商行 按照当前的市场价 苏白与计算得很是细致 眼前这些灵财 一共能卖上 六亿三千四百多万能源币 其中 茯苓花最为珍贵 作为能增强精神力 且没有副作用的灵财 一朵就能卖到千万以上 从中挑出一些普通的材料 像普通的益寿结晶这种 对他们这种等级的异能者来说 已经毫无作用 随后按照原来的牌布 把灵财分属性放入其中 原本已经有些空荡的宝库 又变成金玉满堂的样子 对了 把金子也卖掉吧 实在占地方 说完 几人纷纷把地下遗迹中 捡的黄金拿出 金子被周围灵财的光运闪得 更加耀眼 小年 你来解决吧 把金子和等级地下的灵财 交与顾苏年 顾苏年带着被塞满的空间界 向拍卖行出发 他的脑子极为灵活 这件事交给他 不会出现意外 苏白宇交代完事宜 回到房间中 感受他新的空间异能 第67章 搅乱格局的恐怖组织 空间之力 是一种玄妙的力量 开发起来会有稍许困难 他并不像其他能力一样 会出现具象的某些特征 所以只能不断地感受这股力量 以求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 苏白宇盘坐在地上 双眼紧闭 进入到这种空灵的状态 已经悄然过了一整晚 就连腹中传来的饥饿感 都没觉察到 外面太阳冉冉升起 晨光逐渐向着苏白宇盘坐的身体靠近 陡然见 苏白宇睁开双眼 两团幽蓝的光运 浮现在他瞳孔之上 盯着前面紧闭的房门 他的眼睛眨了一下后 便目不斜视地盯上前方 刹那间 苏白宇身体周围的空间扭曲起来 短暂的扭曲之后 很快便恢复原样 他的身体 也空间波动后消失在原地 转而出现在苏白宇房间之外 苏白宇看了看双手 不禁感叹道 这就是空间的力量吗 空间跳跃 已经让他脱离了物体的限制 只要他的精神力足够支撑 即使是远在千里 也能瞬间返回 空间能力果然很强 不然怎么可能会这么稀有 又怎么会被各国当成宝贝 捧在手心 咕噜噜 肚子又在提醒他 该吃饭了 随便拿了点东西放在桌上 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吃着早饭 调换频道之时 他无意间看到 电视中报道着 昨天他变身成应龙的新闻 黑色直发的记者 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昨日就是在我的上方 银组织的领袖 展现了他的右翼艺能 从他所暴露的艺能来看 都在他的身上表现出来 相信这也不是 他最后一个异能 他的组织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力 我们也不得而知 电视直播报道 观看直播的人数 都超过了赵天氏的人口 秘境中的事情 被传播出去后 银组织的名号 彻底在世界打响 但人红是非多 盯上苏白宇 和他组织的人 也变得更多 一个灯光昏暗的房间中 圆桌上十个人 像是在开会 为首之人转过椅子说道 一定要得到他 只要有了他的异能因子 我们就能制造 更强大的异能者 十个人都惜字如今 帽子前压 身上的披风 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 看不出任何身体特征 随后几人陆续走出了会议室 此时的苏白宇 还在享受着他的早饭 大哥 苏白宇回过头 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后 回应道 早 小年 查到到破坏传送阵的人了吗 顾苏年伸了个懒腰 坐到苏白宇旁边 你还不相信我的能力吗 首先是参与行动的国家 他们动手的概率很小 但我也没放过 除了没有空间异能者的国家 其余国家的空间异能者的活动时间 与断境所说时间相悖 没参与行动的国家也是如此 就在我愁出之际 发现了一个叫做桑中的恐怖组织 苏白宇听到陌生的名字 不由得皱眉 桑中 没错 他们组织的目标 就是挑起各国战争 搅乱格局 从而从战争中获利 苏白宇将他的话记在心里 破坏传送阵的事 必须去找他们算账 能找到他们在哪吗 顾苏年摇摇头 只知道 他们先前进入了苍龙国 在黑灵山后 信号便消失了 看来的确是空间能力 空间封锁了他们的信号 这才能让桑中组织 安全地流窜在世界各国 哦对了 大哥 这是昨天卖的材料钱 苏白宇摆摆手 把苍龙卡递回 这些当作活动经费 应该能用一段时间 实力变强后的苏白宇 发现自己对钱的执念 没那么深了 准而是对能力的开发 很是痴迷 修整好后 苏白宇也该去找找江山和鱼冰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 从密境出来之后 就要挑选进入组织的人 灵魂料靠天赋等级的增加 已经让苏白宇 能通过灵魂定位到他们二人 灵魂树上两个微光闪动 正好对应他们两人 交代好顾苏年后 苏白宇启程出发灵州市 两个城市距离不算近 如果变身为应龙的话 几分钟就到了 但那样做的话 必定会引起注意 而且 还没有灵州市的空间节点 空间跳跃也不能直接过去 所幸他直接从森林出发 正好可以一边收集 升华值 一边赶路 说不定在路上 还能收获有潜力的异能 灵州市相较于赵天市 周围的山林没有那么多 资源相对来说 也少了许多 苏白宇穿过层层树林 拨开前方高大的灌木丛后 远处灵州市也映入眼帘 江山和鱼冰 此时正在城市中 并肩经过一场殊死搏斗 原本陌生的两人也有了交集 在一块 正好省时间了 使用在森林中获得的 千面异能 苏白宇变成了一个身形魁梧的 中年人形象 随后 走向灵州市 变成一个长相极为普通的人 走在城市中 丝毫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苏白宇左看看 右看看 街道旁边有不少人在摆摊 企图能让自己的灵财多卖点钱 毕竟商行要压低价钱收购 拍卖行更是要收取手续费 更何况 还不是什么材料人家都收的 摊位尽头 苏白宇见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江山和鱼冰也坐在一个小桌子后 上面摆放着秘境所获灵财 苏白宇微微一笑 走到两人摊位面前 这个怎么办 江山起身 为苏白宇介绍起材料 这是我们在照天室秘境中所获 名为火蛇草 对火系异能者颇有作用 苏白宇略带笑意 抬眼看向江山 我是来找你们的 看着眼前面带笑意的 而陌生男人 江山和鱼冰一头雾水 短暂的醋眉过后 两人瞪大双眼对视起来 您是 苏白宇打断他们 收了吧 我都买了 一步一续 别别别 全都送您 我们怎么敢收您的钱 苏白宇很有原则 自己又不是买不起 要是自己的面子 换这么点东西 那他的面子 也太不值钱了 第68章 计划展开 于冰的家庭条件非常好 他的家族在灵州市 开了好几家商行 就连拍卖行也有参与 但是他跟家里人的关系 不是很好 自己有一个能力 在他之上的哥哥 而且自己是父亲 与庸人所生 无论怎样努力 都无法获得别人的认可 也就只有上次 因为进入秘境消失了几天 才担心起他的安危 于冰的亲生母亲 也在生下他后 难产而亡 幸福一词离他很近 却又有一道无形的墙壁 死死挡住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脸上多数都没有笑容 即使是S级天赋 其他人也不愿与他相处 还有一件事 令苏白宇瞠目结舌 江山看上去已经30多岁 但没想到他的真实年龄 才23 原因就是 家庭条件不好 很小便跟自己的父亲 去野外游历 多年的积攒 终于熬到 让江山顺利地觉醒成功 S级天赋 让他成为炙手可热的红人 也就这几年他的父母才放下手中工作 三人进入一处酒店 苏白宇利用空间能力把房间笼罩起来 在这里造就了一个完全隐蔽的地方 我可听说有不少人要找您 您露出真实面目恐怕会引来祸端啊 苏白宇看了眼二人 同时脸上的容貌不断变化 身形也在他变化的时候跟着改变 怪不得 您找我们是有什么任务吗 苏白宇坐在沙发 从怀中掏出一张纸 打开纸后 指着上面写的说道 你们已经通过了 我的考验 就是尹组织的一员 你们的任务 就是在灵州市帮助孤儿 帮助孤儿 这个任务 让他们两人一头雾水 为何是帮助孤儿 这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苏白宇这么做自有他的打算 那些已经有点名头的人 背后家族的势力 错综复杂 如果挑选孤儿 不仅可以了却后顾之忧 还能不遗余力地进行培养 同时也能让他们不会 被时代所抛弃 苏白宇将自己的想法说出 两人也终于明白了他的心思 异口同声地答应着 是 当然 苏白宇此次前来 肯定不会只有这件事 在秘境中 答应二人的实力提升 也应该尽快做到 轻声对两人说道 一会不要有任何抵触心理 是 两人紧闭双目 苏白宇伸出双手 放在二人头顶 他们的天赋都是S级 在同龄人中 已经算是顶尖的存在 没必要现在就把他们的天赋 升华为SSS 就把这个留作 是完成任务的奖励 苏白宇的系统中 还有数十个异能 虽然对他来说作用很小 但对于其他人 来说就是一场造化 对比两人所使用的异能 苏白宇从中挑出两个 升华到S级后 分别是自然系的 进水与超人系的强化 将两个异能 分别融入他们的体内 江山获得的是 进水与他的土系异能搭配 应该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鱼冰的异能也一样 经过强化后的冰 有更强的可苏性 好了 苏白宇悠悠的声音 传入他们耳朵 这才睁开双眼 感受到体内出现了新的异能 让他们有些不敢相信 江山看着手上凝聚出的水珠 这 好好使用 如果你们能为组织 创造更大的价值 还有更大的好处等着你们 突然出现的第二个异能 让他们不敢不信 眼前的影 比他人口中传出的所有版本 都更加恐怖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苏白宇来这里的任务也完成了 给两人留下行动经费后 便离开了酒店 好不容易来到了灵州市 自然不能这么快就回去 城市中的各处 他都想转一转 最为想去的 便是那斗兽场 那里可是苏白宇发家的地方 如果有不错的异能 那就再好不过 分析 在贩卖异兽的地方 苏白宇停下脚步 虽然被捕获的异兽 攻击力不会很高 但保不起有其他 令人惊喜的能力 离近笼子 系统的提示音 在脑中传来 化雀 超人系语言能力 铁甲龟 超人系防御能力 果然都不是什么稀有异能 但化雀的语言能力 令苏白宇动了心思 如果天赋等级变高 那么这个能力 是个追踪和搜索的神迹 若是顾苏年 把负责搜索信息的队伍带起来 这个异能 就能够成为他们的一大助力 老板 我要这个 几千异能币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无足轻重 老板将化雀递到苏白宇手中 苏白宇第一时间就用了提取 提取后的话 却已经失去了原本的能力 变成了一只普通的鸟 走到人烟稀少之处 右手一撇 化雀在空中扑腾起来 哎 远处有一人影 苏白宇定睛观桥 原来是海川 海川在秘境中的魄力 令他不禁竖起大拇指 看他现在的样子 好像刚从商行出来 苏白宇淡淡一笑 迎了上去 装作不经意间 撞在他的身上 哎呦 海川浑后的声音响起 小心点 随后 他便继续向前走去 看着他紧紧抱着怀中的包袱 苏白宇缓慢说出 朋友 看你似乎很缺钱 苏白宇的一句话 让海川站住 后者盯着他 没说任何话 缺多少钱 不关你的事 想打我的注意 最好小心点 原来海川是把苏白宇 当成劫道的了 怪不得刚才的眼神有些冰枉 苏白宇掏出手机 给顾苏年打去 查一下灵州市海川 顾苏年熟练度操作电脑 噼里啪啦地敲打一会后 对着电话说出 灵州市海川 35岁散修艺能者 超人系S级力量强化艺能者 有一妻艺女 目前都在灵州市的超能医院救治 海川盯着苏白宇 手中的拳头已经攥起来 怀中可是他妻女的救命前 万不能被夺取 陡然间 挥动拳头的声音 在空中炸裂 但到苏白宇面前之时 停滞不前 空间之力 无形地将两人分隔开 你 苏白宇缓缓说道 还记得我在秘境中的话吗 我很欣赏你的破裂 短暂的迷茫后 海川的瞳孔逐渐变大 你是 第69章 海川的眼泪 你是赢 海川的手微微颤抖 惊呼地 说出这个名字 苏白宇伸出一根手指 放在嘴唇 咻 随后缓缓走向海川 我知道你有一个妻子和女儿 现在正在接受治疗 你怎么会知道 你不用管 我可以救下他们二人 连灵州市最好的医院 都只能调着他们的命 海川不太敢相信 苏白宇能救下 虽然尹的实力很强 但也不代表 他在治疗上也有天赋 但花费了所有积蓄 都不见希望 他也想试试 尹能否像传言一样神奇 带我去吧 海川转身 默不作声地向医院走去 他的心中满是忐忑 口中干燥的他 不住地咽着唾沫 拐了四个弯 穿过三条街道 眼前高耸的超能医院 映入眼中 刚走进去的时候 里面医生装扮的人 看到海川的第一句话 就是治疗费凑齐了吗 还差一点 马上就能凑齐了 差一点都不行 快去把剩下的补齐吧 苏白宇看着眼前的一幕 上前拍了拍海川的肩膀 先带我去 多年的劳累与奔波 快要磨平了 这个男人的棱角 他的眼神 也失去了原本的光亮 两人无视了门口的医生 静止走向海川妻女的病房 里面有两张床 再靠近门的一侧 是海川的女儿海千雅 靠窗的一侧 是他的妻子黎若 两人身上 都安放着各种医疗器具 苏白宇看着瓷娃娃 一样的海千雅 遭受这样的苦难 心中不由的意境 发生了什么 海川神情低落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两年前人造异能者 在灵州市作祟 守护者与他们两方激斗 千雅和我妻子 被异能波及到 一直昏迷到今天 苏白宇点点头 人造异能者 必须尽快铲除 否则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因此受难 走到病床前 苏白宇手中散发 月神之力的光芒 随后 光芒从海千雅的头部 一直蔓延到全身 SSS级的治疗天赋 能量注入的第一时间 海千雅身体中 如复古制度的残留能量 就被驱散 片刻后 她的脸上慢慢有了血色 呼吸也不再微弱 突如其来的一幕 令海川瞪大双眼 嘴巴足以塞下一颗鸡蛋 她能明显地感觉到 苏白宇的治疗有效果 两年间 医院不知派了多少人前来救治 出门的时候 都是摇着头 但现在她明显感觉 海千雅恢复了生机 收起月神之力后 海千雅的眼珠 在眼皮下来回移动 随后缓缓睁开眼睛 用力看清前面的人后 嘴里轻声叫出 爸爸 海川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瞬间奔涌而出 一双大手抱紧海千雅 迟迟不愿放开 苏白宇微笑地看着这一幕 转身对黎若救治起来 团圆怎么能少一个人呢 月神之力再度攀上黎若的身体 成年人的身体更为坚韧 但也更难治疗 耽误了比较久的时间后 黎若也睁开眼睛 许久未见阳光的 双眼被刺痛 海川赶紧拉上窗帘 老婆 老公 今天怕是海川一生中 最幸福的时刻 这也算是失而复得吧 一家人拥抱许久后 擦去了脸上泪痕 海川转过身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嘴里还是有些哽咽地说着 苏白宇赶紧用空间之力 把两人包住 不能暴露他的身份 大人谢谢你 以后当牛做马 赴汤蹈火 我都愿意 倒是不用当牛做马 加入我的组织 成为尹的一员 你可愿意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海川一口答应 是 大人 你先起来吧 海川平复好内心情绪后 苏白宇将空间之力收回 在空间之力内所说的话 不会传到外面 就算近在床边的海千雅 与骊弱也听不到 骊弱看出了 是苏白宇救了他们 也要下跪道谢 但已经两年 没有挨着地板的脚 显然对走路有些陌生 扑通一声摔倒 苏白宇赶紧掺起来 不必如此 旁边的海千雅很是可爱 苏白宇摸摸她的头 本来一片祥和的房间 砰的一声房门被推开 我是超能医院的院长方丽 他们二人是你所救 不知为什么 苏白宇看到方丽后 心中就无端升起厌恶 冷冷地注视着她 方丽走近又说 我代表超能医院邀请你加入 你的治疗能力 虽不是最顶尖 但我们医院 可以为你提供最优秀的平台 不是最顶尖 可真敢说 苏白宇戏虐地笑着 贬低别人 在装作大意凌然的样子邀请 除非是个刚觉醒的蠢货 才能上当 察觉到刚才说错话 方丽改口道 你的能力也是治疗 在医院你可以大有作为 就职的费用与医院五五分 怎么样 已经对前没有概念的苏白宇 怎么会被这迎头小力诱惑 滚 你 你别以为天赋高就了不起 在灵州数 让你一个人都救不了 方丽被拒绝后 摔门而出 先入为主地认为 苏白宇就是个治疗异能 像这种人 没必要给他好脸色 从他的话和行为来看 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海川走到苏白宇身边 小声说道 大人 方丽是灵州市市长方雄的弟弟 任他万般神通 也敌不过得水蛟龙 苏白宇自秘境中走出 已不再是这帮蝼仪所能觊觎的 想打造世界第一的异能组织 就要拿出作为领导者的气概 看着我的眼睛 海川听后 不假思索地看上去 随后他的异缕分魂 被苏白宇所控制 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 黎若和海千雅 都被禁过了异缕分魂 爸爸 我困了 海千雅懦懦地说出这句话后 便靠在黎若身上睡着了 在他睡下的同时 身上散发出淡白色的光韵 这是 分析 海千雅正在觉醒 S级天赋变身系天使 自然觉醒 自然觉醒的异能 比异能时辅助觉醒更加强大 只要不出现意外 海千雅必定大有作为 海川和黎若看着发光的女儿 心中紧张起来 刚刚苏醒 千万别发生意外啊 第七十章 意外之喜 海川与黎若皆是一脸担忧 苏白宇则是震惊 一个十三岁的孩子 竟然自然觉醒了 很快 苏白宇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他没事 只是在觉醒异能 觉醒异能 两人从担忧的神情 瞬间转为惊讶 但一个十三岁还自然觉醒 如果传出去 必定会引起注意 对海千雅来说 不是好事 为了医治妻女 海川已经将能变卖的都卖了 两年来掏空了他的全部 苏白宇知道他需要钱 便从空间界中 拿出一张苍龙卡递过去说道 这是五百万 先去买一个安身住所 然后去找这两人 你们在灵州市的任务 都写在上面 让海川记下江山的联系方式 随后苏白宇把纸条销毁 看向系统中 还有多余的雷电异能 苏白宇为其升华到S级后 融入海川的身体 好好使用 如果任务完成的优秀 还有更大的好处 这次的灵州市之行 还真是有意外之喜 不仅遇到了海川 没想到他的女儿 还是个自然觉醒的异能者 交代好海川事情后 苏白宇变了一张脸 走出病房 里面的两人都惊讶于他的变化 他是个大人物吧 黎若果然是个秀外惠中之人 海川点点头说道 他是个令人捉摸不透的神人 外面传言说他能力通天 这次算是见识到了 既然妻女身体都无大碍 也该离开待了两年之久的医院了 收拾好一切 海川背起海千雅 搀扶着黎若去办理手续 苏白宇走到医院大厅之时 还看到了方丽 和他擦肩过去方丽 都没认出苏白宇 外面的天色渐晚 突然一声尖笑 打破了宁静的街道 天空中出现一只形如翼龙的翼兽 他的后肢短小 两条手臂伴随着双翅生长 嘴巴很尖 头上还鼓出一个圆锥形的包 升华直 现在苏白宇看见翼兽就想上前击杀 升华直这东西可太好了 又变了一张脸 苏白宇借用锋利飞到天上 分析 赤木龙S级天赋真实视野 所看之物极其细微 任何细小的东西都不会放过 真实视野 好像还不错 空中的苏白宇和赤木龙平齐 见到苏白宇后还尖声吼过来 苏白宇一甩手 吼出的风被吹到一边 随后 锋利在另一只手中按螺旋状的汇集 慢慢 一个用风凝聚成的锋利圆锥 在手中出现 看向赤木龙的方向 苏白宇左脚一踏 身体迅速地朝着赤木龙攻去 赤木龙现在想要逃为时已晚 风锥再打到赤木龙的一刹那 蕴藏在风锥内部的风 肆虐起来 随后顺着那个血洞 向四周不断蔓延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天赋真实视野 赤木龙双翅扑腾得越来越缓慢 随后摔向地面 升华直 加12000 下面的市民都惊呆了 究竟是谁出手这么迅速 异兽出现的第一时间 就将其击杀 试了福一去 苏白宇可不是来灵州市显威的 既然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就不必再留恋于这个城市了 顺着风吹去的方向 苏白宇站在天上 缓缓飘向远处 那是谁 拍到照片了吗 拍到了 拍到了 从医院出来的海川 看见刚才的一幕 心中已经猜出他是谁 如重获新生一般的他 眼中再度闪出光亮 老婆 不知为何 我的内心很是激动 黎若微笑着说 我懂你 远离城市的苏白宇 回头看去 黑夜已经悄然来临 换上作战服后 空间之力连接上 照天室的空间节点 空间短暂的扭曲后 苏白宇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照天室的别墅中 或 还挺好精神力 空间跳跃所耗费的精神力 远超于其他一能 就连精神力庞大的苏白宇 也觉得有些多 别墅内 吕瑞君将锻造间改成隔音的 防止吵到别人 其他人都出去历练了 顾苏年在好几块屏幕 连在一起的电脑前 悄悄打打 看到苏白宇的第一时间 顾苏年就将收获的信息 与他共享 大哥 你绝对猜不到 桑中的那个空间异能者 是我们苍龙国的人 苍龙国的 那他为何加入了恐怖组织 苏白宇的脑中充满疑问 在苍龙国的内部资料中 上面赫然写着江月 18岁 潜力艺能学院觉醒者 觉醒后失踪 上面还有一张照片 一个帅气的年轻人 笑起来很阳光 往下翻 另一张纸上写着 江月加入恐怖组织 S级通缉犯 一前一后两份资料 分时间排好 上面写着他18岁觉醒 随后仅一天时间就失踪了 并且连带着父母 也一并失踪 看来最近几年的 艺能学院制度 就是因他而变 觉醒时必须封锁校园 就是为了保护学生 数大招风 就是这个道理 看了眼上面的时间 已经过去五年 算下来 现在江月已经23岁了 若是能安稳地毕业 估计也是光明组织的 重要人物 可惜 看完资料 苏白宇重新放入档案袋 心中若有所思的发呆 天命组织 桑中组织 一个企图搅乱世界格局 引发战争 一个企图通过人造异能者 掌控一方土地 都不是省油的灯 还有无孔不入的技能胶囊 人类对力量的执念太深 很容易就踏入深渊 大哥 顾苏年叫了苏白宇 但他还是发着呆 大哥 大哥 嗯 怎么了 灵州市的事情可还顺利 一切顺利 要不了多久 就会有一批新人加入 顾苏年听后 搓了搓手 那个 大哥 能不能给我安排几个手下 苏白宇笑了笑 看来是一个人的工作量太大 想要找人分担一下 行 你按照需要的异能 找到对应的异兽告诉我 我给你打造一个顶尖的信息队伍 顾苏年听后 立马回到座位上 一边翻看着旁边的异兽路 一边在电脑上查找异兽位置 苏白宇见状也没再打扰 等灵州市那边物色好人员 银组织的据点也该扩大一下了 第71章 迷雾森林的实验室 距离赵天市100多公里外 迷雾森林 除婉宁 方璇与南兆叶三人 正在此处猎杀异兽 为了挑战更强大的异兽 三人不断向里面走去 迷雾森林 会在不固定的时间 涌出大量浓雾 在浓雾扩散之际 花草树木也在不断移动 如果在浓雾扩散之前没能走出 很大几率会被里面的异兽杀掉 婉宁 我们好像迷路了 没关系 大不了我变身带你们出去就行 仗着自身的强大能力 三人有恃无恐 虽然在浓雾中行动缓慢 但也没有一人要退缩 哎 前面是个人 其他两人眯着眼 雾实在太浓 看不清前方黑影是什么东西 三人紧背起来 向前方靠近 好像是个人 南兆叶惊呼 面前的黑影跌跌撞撞跑来 离境后 他们才看清 跑来的是一个穿着病服一样衣服的女人 看样子也就二十来岁 虽然脸色苍白 还有几处伤口 但丝毫掩盖不了她的漂亮 就 就我 说完 女人便摔倒在前面 昏迷不醒 后面似乎也传来了追赶的声音 你们去那边 其他人跟我来 楚婉宁几人相视一眼 方玄说道 我们去看看前面什么情况 楚婉宁出言阻止 现在不是暴露我们身份的时候 随后看了眼前女人一眼若有所思的又说道 先带她离开这里 赵燕 你通知大哥 好 说完 楚婉宁变身成为神皇 载着三人飞离此处 龙雾变成了最好的烟雾弹 追击之人赶来之时 他们早已没了踪影 怎么办 这可是最成功的实验品 找不到 我们恐怕也要沦为材料了 要不我们跑吧 雾中几人乱了阵脚 说话的声音都颤抖了起来 蓝照夜给苏白宇拨去电话 喂 大哥 浓雾森林似乎有异样 我们在这猎杀异兽时遇到一个女人 好 我知道了 你们找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挂了电话 苏白宇皱眉思索起来 像医院的病符 有编号 让他一下就想到了 人造异能者 这不是个小事 苏白宇戴起面具 向三人所在方向奔去 由于没有他们那边的空间节点 只能先跳跃到黑灵山 再从那边过去 楚婉宁几人 为了不暴露容貌 也戴上伪装 空中苏白宇直线飞去 很快就找到了三人的藏身之处 在空中之时 苏白宇先环顾四周 看有没有其他人藏在此处 好在楚婉宁几人 也不是愣头青 选择的地点还算隐蔽 徐徐落下之时 苏白宇看到了 躺在地上的那个女孩 大哥 嗯 这就是你们所说 迷雾森林跑出的人 对 当时好像有人在追赶他 应该是某个组织的秘密基地 苏白宇点点头 看他身上的着装 虽然与先前所见的人造 异能者衣服不一样 但都在衣服前面 印上了大大的红色编号 眼下先唤醒眼前女子 才能知道更多信息 苏白宇手中 月神之力光芒亮起 照在平躺在地上的女孩 她脸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精致而美丽的脸颊 映入几人眼中 女孩被治疗后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眼珠在眼皮底下来回移动 头也不住地左右摇晃 她的身体逐渐冰冷 靠近地面那里 已经凝上一层霜 十根手指抓着地面 头发逐渐从黑色变成白色 啊 突如其来的一声喊叫 吓到了众人 她这是怎么了 可能是噩梦吧 难道是在觉醒一能 交谈之际 原本凭躺在地上的女孩 抓向苏白宇脖子 但就在距离十厘米时 怎样都在难进一步 苏白宇嘴里悠悠说出 恩将仇报可不是的好事 女孩缓过神来 环顾四周 发现已经不是在迷雾森林 是你们救了我 苏白宇摇头 指向楚婉宁几人 是他们 多谢 寒暄几句后 苏白宇直入主题 迷雾森林到底有什么 你又为何在其中 这是苏白宇最想知道的事 女孩虽然已经知道 眼前几人没有恶意 但还是没有将一能收回 白色头发硬的她 脸色更加苍白 慢慢张开 没有一点血色的嘴唇说道 我叫急应血 被抓到一个秘密实验室 他们给我注入了好多药剂 为了让药剂在我体内缓慢融合 他们给我关在一个又黑又冷的密室 还没说完 急应血又昏倒过去 头发也恢复原样 身体也不再冰冷 应该是精神力消耗一空 听完她的遭遇 苏白宇可以肯定 迷雾森林之中 就是天命组织的一个秘密实验室 为的就是制造出人造异能者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蛛丝马迹 但眼下还有一个头疼的事 这女孩怎么办 带回去有暴露的可能 一番思索过后 几人决定先在这里安顿片刻 等急应血醒来再做打算 从秘境回来 苏白宇收获了百万升华值 花费一点 为几人提升战斗力也不算多 除了最开始给他们的垃圾异能 剩下主要使用的 都为他们升华到SSS 这种天赋 在世界上都能横着走 走到哪里 都会被各大组织邀请 说不定刚进去 就会直接进入领导层 你们的天赋已经突破原来 可以更好的开发异能了 谢谢大哥 感受体内的异能 天赋已经远超之前 现在开发的能力 也比之前更为灵力 恐怖的攻击力 诡秘的精神力 若是好好开发 就算是遇上光明组织的小队 也可将其击败 时间慢慢过去 急应血也有了要苏醒的迹象 其他人都进入旁边的丛林 开发异能 只留下苏白宇看守急应血 眼珠快速移动后 急应血终于醒来 啊 你是谁 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 苏白宇一头雾水 大姐 不是刚见过面吗 苏白宇有些无奈 无从开口 两人对峙良久 苏白宇有些为难地说道 你叫急应血 是我的同伴 把你从迷雾森林中救出的 我不叫急应血 我叫急出血 第七十二章 双重人格 什么 是我出现幻觉了 还是我脑袋不好使了 苏白宇脑中凌乱起来 迷茫过后 他才缓缓说道 你有病 你才有病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你会不会是人格分裂 急出血皱着眉 眼神上下打量面前奇怪的男人 我就叫急出血 之前在医院治疗时 不知道被什么人带走了 我有病 但没有人格分裂 苏白宇心里猜想 急出血 应该是在那个房间 被动的精神恍惚 为了逃避痛苦 这才分裂出了急应血的人格 急应血为他承担了 在严寒之下的痛苦 苏白宇微微一笑 突然想起了 他好像有一个从没使用的异能 人格转换 急出血这样子很难沟通 无论怎样说 肯定都不会相信苏白宇的话 索性把异能融入他的身体 让急应血来回答他 我现在说什么 你肯定都不会相信 一会我让他来跟你说 说吧 将人格转换 融入到他的体内 而后诱骗急出血 使用异能后 急应血的人格苏醒过来 苏白宇打开手机 按下录像 这次急应血 不再是带着异能醒来 而是在身体短暂的失控之后 站直身体 是你让我出来的 苏白宇将镜头对准他 用欲物固定好方向 随后走到镜头前 与急应血交谈 你知道 你是他的第二人格吧 急应血看向手机 淡淡说道 是 随后 苏白宇让他对着镜头 把发生的事情 又讲了一遍 这下 急出血应该相信了吧 急应血说完后 他关上手机 又问向他 你想不想亲手复仇 话刚说完 急应血眼前一亮 当然想 我要让他们 也感受到痛苦 随后愤怒的眼神 看向苏白宇 能不能把急出血也杀掉 苏白宇被这句话惊呆了 这应该就是我杀了我吧 但两个人格用的同一个身体 同一个灵魂 只是两个人格 会在特殊的时间交替控制 杀了急出血 急应血也就消失了 苏白宇有些为难 急应血也意识到 这个要求似乎不妥 对不起 苏白宇也不再多说 直接坦言问道 只要你进了我的组织 我就能帮你报仇 我愿意 没有丝毫的犹豫 在实验室承受的痛苦 令他此生难忘 要是那帮泯灭人性的死掉 就算豁出命又怎样 苏白宇抬眼 直视急应血 灵魂波动过后 灵魂树上又亮起一个枝鸭 苏白宇看着急应血 刚刚已经探查了他的身体 急应血的身体中没有异能 但通过他最开始释放的能力来看 应该是带有血的能力 被注入异能因子 没有失去意识 能量没有狂暴 如果是人造异能者 那应该就代表 他们已经接近成功 但虽然现在看起来 与常人无异 保不齐会在体内留下安病 苏白宇把楚婉宁几人召回 开始谋划 进入迷雾森林的事宜 这件事已早不宜迟 以他们狡猾的形式作风来看 必定狡兔三枯 这是个未影组织证明机会 苏白宇不想浪费掉 拍摄这种事 自然要交给田旭 空间跳跃回到别墅中 拿了一套备用的作战服 面具都是根据 每个人的个性打造 每人一个 所以没有备用 但也无伤大雅 战斗时 用白雾为助击硬血就可以 听到有讨伐天命组织的任务 顾苏年也想去看看 既然这次要在 全国人民面前露脸 索性把吕锐军也一起带去 接下来就是找到田旭了 作为现在当红的人物 田旭的身价也是暴涨 顾苏年定位到田旭手机位置时 他正在按摩城呢 苏白宇全身包裹白雾 突然被打开的窗户 吓了田旭一跳 你是 赢 苏白宇直接拽起他 低声说道 有个大新闻 去不去 赢亲自来找 怎么能不去 去去去 作为一个职业的记者 摄像机随身带在身上 田旭慌乱地穿好衣服后 背上摄像机 就被苏白宇从窗户拽出去 在外面与顾苏年 和吕锐军会合后 利用空间之力 使四人传送到楚婉宁几人身边 虽然空间跳跃 消耗了不少精神力 但足够对付那帮臭鱼烂虾 苏白宇先让白雾包裹 助击硬血 令他换上作战服 随后几人向迷雾森林出发 见到这一幕的田旭 大气都不敢喘 从刚过来 就一直瞪大双眼 T&ND 第一次理得这么近 田旭拿摄像机的双手 都有些颤抖 想看又不敢看上去的眼神 一直乱瞟 苏白宇看他没出息的样子警告道 一会主要拍实验室 我们的战斗画面 找个好看的角度 是是是 嘴里答应着 田旭心中不断猜想 实验室 迷雾森林有实验室 究竟为何 引组织一同前往 所有的疑惑 没人为他解答 他也不敢多问 生怕说错一句话 就被扔在迷雾森林 那可不是好玩的地方 会死人的 进入迷雾森林时 浓雾已经开始消散 伴随着月光看上去 还意外的有些好看 知道在哪个方向吗 即硬学努力搜寻记忆 但最终还是失望的摇摇头 众人先来到 楚婉宁几人 发现急硬血的地方 苏白宇闭上眼睛 用精神感知 一边向前走 一边扩大搜寻范围 终于 一股精神波动 微弱地传到 苏白宇的脑海 睁开眼睛 嘴上笑容挂起 要不是有感知 还真找不到啊 这里的浓雾 与苏白宇的白雾 归属同源 很容易就驱散了 周围的浓雾 森林的面貌 暴露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快到了 开始拍摄吧 听到已经快到了 所有人都摩拳擦掌 田旭走在最后 拿着摄像机拍摄起来 在他的视频画面中 七人身穿黑袍 气势汹汹 单从摄像机里看 就能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火了火了 我田旭也有惊天 在靠近实验室时 周围有几只小喽啰 发现了他们 而苏白宇 也同样锁定到他们的方向 第73章 逆临实验室 实验室周围的守卫 慢慢靠近几人 虽然在树木丛生的林中 行动很隐蔽 但在苏白宇的感知下 暴露得很是彻底 小虾没来了 嗯 苏白宇向右方伸出笼肘 陡然间 一个黑影从林中被拉出 哎 在他愣神之际 已然被苏白宇抓在面前 被抓住脖梗的守卫喉咙中 别扭地挤出 你们是什么人 苏白宇微微侧头 悠悠看向他 他的眼睛 犹如漆黑的空间中 仅有的两处光亮 诡秘又充满压迫感 没其他的事 我们就是来简单地摧毁一下 你们的实验室 然后顺手抓几个人回去 苏白宇说完还戏虐地 看向手中之人 想来 他们是没见过影 不然怎么会在看清几人后 还愚蠢地靠近 你知道我们是谁吗 竟然敢说这样的大话 兄弟们 上 贝林在手里的 看守双手把住笼爪 怒吼地 换出其他守卫 本就隐藏在几人身边的守卫们 倾巢而出 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 再对比一下苏白宇他们 这些武器尽显寒酸 突然出现的数十个守卫 围在几人身前 但苏白宇他们没有退缩一步 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任何波动 只有被白雾包裹着的 极硬血 胸口上下起伏 他所受之苦 简直非人 愤怒让他平静不下来 我杀了你们 此时的他 再也控制不住心中怒火 雪白的头发飘在空中 双手愈加寒冷 一片一片雪花 不断在他手中生成 看到眼前一幕 那些守卫发现了端倪 十一号实验铁 抓住他 数十个守卫 纷纷使用异能攻击 极硬血 苏白宇把手中之人向前一甩 人群像保龄球一样 被撞得人羊马翻 随后他伴着一声炸雷 冲向人群 看见自己的大哥冲了过去 其他人也纷纷使用异能 就连吕锐军 也拿出了他的鬼斧锤 砸向地面 顺着他锤击方向 蜘蛛网撞的雷电遍布大地 虽然他不适合战斗 但鬼斧锤 也有不俗的破坏力 顾苏年这次 没有凝出巨大惊象 而是在身体周围 利用黄金创造了树柄武器 武器在空中飞舞 每次攻击都在空中 划出一道金色轨迹 就算面对人数悬殊的战斗 也不落下风 顾苏年眼神一凝 黄金护腕金光闪动 树柄武器瞬间凝聚在一起 一杆五米长的金色长枪 锯成实体 随后向着前方一甩 被黄金护腕加持的长枪 直接把守卫的武器震碎 怎么可能 这可是A级武器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仗着人数优势的守卫 心里发生动摇 恐惧从他们的心里疯狂滋生 用变态来形容 披挂斗篷之人 似乎都显得不恰当 后面 田旭不知何时爬上了树进行拍摄 从上往下的角度 倒是能更详细地拍摄出整片战场 攻击不断蔓延 守卫那些天赋等级低 又很垃圾的异能 怎么可能是苏白宇 创造怪物们的对手 很快 只要是眼中可见的守卫 现在都躺在地上 树上的田旭已经看呆 嘴里不住地喊着 卧槽 面对人数差距这么大的战斗 转眼间就将其击溃 这究竟是多可怕的实力 而且 他们还没有使出全力 解决掉这些杂兵 苏白宇走在前面 继续向实验室出发 实验室内 一个五十多岁地中海的男人 推着他平底后的眼镜 问向旁边男人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声响 旁边的男人紧闭双眼 随后用他超人系的异能 目视前方 看到眼中传来的一幕 他的眼睛似乎有变大了一分 嘴巴也张得能塞下鸡蛋 就连说出的话也有些颤抖 赢 是赢 什么赢不赢的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男人呼吸变得急促 眼睛都快急出眼泪 快跑 跑啊 旁边的男人 身体颤抖的幅度越来越大 连一步也迈不出去 他不断拍打手臂 祈求能够平静下来 但他亲眼看到了 银组织的战斗画面 恐惧使他感觉身体 都不是自己的 我们是天命组织的人 你怎么这么窝囊 博士一直在实验室研究人体 显然是没听说过 银组织的名号 还在批评旁边男人之际 实验室门口的一声 巨响传来 爆炸的威力 把实验室都震得摇晃起来 TMD 来人 这个实验室 是博士一生的心血 只要做出成就 就能在天命组织 掌握话语权 先是实验体丢失 现在又被攻击 一怒之下 他亲自带人走出迎敌 外面 苏白宇披着黑色斗篷 站在前面 风起 把斗篷吹得呼呼作响 月光映衬下的脊肤面具 闪着悠悠黑光 双眼射出的光芒 紧盯烟尘散去的方向 踏踏踏 不一会 从被破坏的大门处 跑出数十个体型健兽的人 打眼一看 就比外面那些守卫 更加精炼 地中海博士 心痛地看着实验室的大洞 转过身指着苏白宇 愤怒地说道 你们要为刚才的行为付出代价 我要用你们的身体实验 上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身后几十个统一着装的男人冲上来 啪 一颗激光弹直奔 苏白宇眉心 他头轻轻一歪 子弹划着头发穿过 激光枪 我好像也有 苏白宇摆出枪的姿势 食指处出现黄色亮光 光越来越亮 逐渐比整个手掌还要大 P.I.U. 苏白宇心念一动 光顺着手指方向发射出去 像是滑破夜空的一道黄线 又像是一颗黄色流星 在攻击到的一瞬间 光枪发生爆炸 一个黄色光团将夜空照亮 仿佛晨曦一样的黄色光芒 笼罩森林 随后又逐渐恢复平静 解决掉身后威胁 剩下的人就犹如砧板上的鱼 不管怎样扑腾 结果都是一样 所有人不再留守 异能力不断攀升 火光冲天的森林 影射着战斗的惨烈 极印血眼中含泪 每次攻击都带着十分的愤怒 无尽的雪花飘进实验室 随着雪花的增加 实验室的温度骤降 穿着单薄制服的实验人员 被动得身体颤抖 第74章 悲惨的人造异能者 地中海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现在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刘燕那样恐惧了 雪 火 岩浆 雷电 眼前就像炼狱一般 他不知道 到底怎么惹上了这尊大神 我只是做实验啊 是啊 只是做实验 人体实验 苏白宇踏着火焰 一步一步走到他的面前 博士原本整齐的头发 变得杂乱不堪 瘫坐在地上 双眼湿神地盯着火光 哼 到头来就是一场空 杀了我吧 苏白宇蹲下 摘下他平底后的眼镜 玩弄起来 现在还不是杀掉你的时候 你还有更大的用处 带上他 去实验室 外面的杂鱼被清理掉 打破被雪封住的洞口 里面已经有人被冻成冰雕 还有人保持着奔跑的姿势 实验室一共四层 两层在地上 两层在地下 第三层是用作实验的地方 第四层则是关着所有实验体的地方 大哥 已经有人向外界发送信号了 走到巨大的控制面板前 鲜红的SOS标志不断闪烁 苏白宇戏虐地盯着屏幕 今天谁敢来 就让谁永远留在这 众人走到一个密码门前 苏白宇拎起博士 手指撑起他的眼皮 随着低的一声 门锁卡拉卡拉的声音响起 随后厚重的门缓缓打开 穿过走廊 一个摆放各种仪器的空间显露出来 田旭 知道该干嘛吧 知道知道 田旭拿着摄像机 扫视整个空间 里面的实验人员被聚在一起 蹲在地上 各色的药液被整齐地摆裂在仪器中 在一个台子上 还有一具被解破的躯体 畜上 眼前残忍的一幕 令众人眼中声寒 下一层 最后一层 就是关着所有实验体的一层 打开后 里面没有任何光亮 只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哀嚎声 灯在哪 那 博士似乎已经认命 极其配合 打开开光 漆黑的空间一瞬间被照亮 一个一个笼子紧密排列 里面关着像是人类一样的生物 就算是一排笼子 也不能凑齐一具完整的人类身体 这些都是被他们摧残 实验失败的人 苏白羽看着笼中的人 他们脸上满是痛苦 有的甚至用头撞击着地面 头上的血液流出都没停止 眼前场景看着众人心里脚痛 活生生的人被变成了人不人 鬼不鬼的怪物 送他们一场骂 已经被改造的人 身体构造已经发生变化 没有办法能够逆转 所有人带着沉痛的心情走向笼子旁 鞠躬道别之后 用异能带走了他们惨痛的一生 随着哀嚎的声音逐渐变小 整个空间也渐渐安静下来 数百个实验体也终于不再受尽折磨 大哥 这里有小孩 苏白羽快速走了过去 笼子里 有五个十多岁的孩子被铁链死死拴住 苏白羽怒不可遏 飞起一脚踹向博士 博士被踢得跪倒在地 抱着肚子一直咳嗽 苏白羽走过去 抓着他仅剩不多的杂毛悠悠说道 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月神之力 被医治好的博士 又被苏白羽堵在角落连续殴打 一拳一拳砸在他的身上 月神之力 连续几次后 博士身体颤抖着 嘴里不断求饶 他从没见过这样的人 把人打了又医治好 然后再打 他终于害怕了 他不怕死 他怕苏白羽在折磨他 其他人看着博士被打 心里说不出的舒坦 要不是留着他查天命组织 早就被碎尸万段了 雷鸣剑斩断铁链 里面五个孩子的呼吸 都很微弱 苏白羽赶紧为他们治疗 虽然身体上的伤被治疗好了 但他们心理上的伤该怎么医治 治疗刚结束 一个孩子就哭着醒来 妈妈 妈妈来救我 随着一个孩子哭泣 其他几个孩子 也被哭声吵醒 五个孩子 瞬间哭成一片 苏白羽有些手足无措 他可没哄过孩子 其他人心中满是难过 眼眶寒泪 回头之际 苏白羽看见了甜旭的摄像机 他心生一记 转身对着几个孩子说道 小朋友们 你们表现得很好 我们是在拍电影 外面的怪兽都被打倒了 你们表现得很棒 真的 小孩还是比较天真 虽然骗了他们 但这是最好的结局了吧 五个孩子哭声变小 抹了脸上眼泪问道 你们就是大英雄吗 是怎么打倒怪兽的 是不是这样 肯定变身成超级帅的巨大神 孩子们一扫刚才的阴郁 身上伤痛的消失 令他们相信了苏白羽的话 扫射了一圈第四层实验室 里面再无精神波动 好了 今天就带你们回家哦 随后给了楚婉宁几人一个眼神 让他们带着孩子先出去了 苏白羽拎着被吓到浑身颤抖的博士 走在后面 旁边吕瑞君眼泪横流 苏白羽过去拍了拍他肩膀 如果没等到光的出现 我们就成为那道光 天命组织在苏白羽这里写进了死亡名单 发誓要诛了那往为人的组织 所有人走出后 苏白羽回头看了一眼 随后深深鞠了一躬 一路走好 安乐毒素充斥着整个房间 活着时就被当作实验体 苏白羽不想让他们死后 还遭此劫难 毒素不断侵蚀他们的躯体 慢慢地 被毒素破坏的身体构造 变成紫气飘向上空 一个 两个 所有人的尸体飞升之后 苏白羽跟上前面众人 走到第二层时 他突然发现 有三股精神波动迅速靠近实验室 苏白羽飞到几人面前 他们的救兵好像到了 随后看了一眼孩子 用毒素让他们睡了过去 好不容易才找了的好理由说服他们 可不能前功尽弃 就这样 几人整装待发 站在实验室前方 等着他们的救兵来 片刻后 树林方向冲出三个人影 终于来了 你们是银组织 我与你们无冤无仇 为何捣毁实验室 哦 看不顺眼 我就想毁了 怎么了 第七十五章 夜空中的神魔 苏白羽说出的话 竟是嘲讽 丝毫没看得起所来之人 赶来的三人眼中满是怒火 这是什么理由 狗拿耗子 为首之人高喊一声 随后竟然向后跑去 跑了 苏白羽几人皆是一愣 还没打就跑了 还真算是实实物 哼 天命组织就这 在咱们面前 他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 你们先回到赵天市 剩下的我来处理 苏白羽的空间跳跃 虽然能带着人穿梭 但必须以自身作为纽带 他不参与空间跳跃 其他人也就不行 所以只能由楚婉宁和方璇 载着他们飞回市中 几人走后 苏白羽回头 分析 利用系统分析 不用再一个一个提取异能查看 很是方便 环顾四周之时 终于让他发现了不错的战利品 在第一层 一个男人被雪花覆盖 看上去像个雪人一般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A级异能事件 超人系眼睛异能 需要把精神力涌入双眼 能看到正常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不能有障碍物遮挡 要是作为探路所用 倒也够了 接下来 就是逃跑的那三人了 苏白羽可不打算放过他们 感知范围攀升 一边向逃窜方向飞去 一边探查下方森林 下面 赢的人不会追来吧 不知道 加快速度 赢组织不是我们三人能碰的 真TM倍 竟然是他们 草 应龙的飞行速度 不是他们所能比拟的 苏白羽的双翅滑破夜空 在月光的照射下 栩栩生辉 细虐的笑容 在他面具下浮现 享受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跑吧 就算你们逃到天上 我也会撕破云层 穿过阴霾 刺穿你们的咽喉 飞行之时 发现下面三人的行动 逐渐缓慢 这可不行 应龙的本源能力 可以呼风唤雨 苏白羽在上方凝聚一块乌云 大到可以覆盖整片迷雾森林 顷刻间 遮天蔽日 森林再看不到一丝光亮 乌云上雷声滚滚 闪电一瞬间 照亮苍穹 随着一声炸雷咆哮 森林上空大雨倾盆 带着苏白羽能力的悬雷 也劈在三人身边 他们追来了 那是 顺着他的手指方向 在闪电照亮的瞬间 看到苏白羽飘于天空 在雨中 他直立身子 漆黑的面具下 一双如同深渊般的眼睛 注视着三人 漆黑的视野内 只有闪电出现的瞬间 才能看清他 每当一道闪电划过 苏白羽就离他们近了一分 伴随着闪电与雷声的奏鸣 苏白羽 犹如一尊自地狱而来的恶魔 下一刻就要勾他们的魂 锁他们的命 不 别 分头跑 已经被苏白羽盯上 怎么可能再跑得掉 苏白羽不紧不慢 收起背后翅膀 徐徐落在地上 三个人跌跌撞撞的 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 身上早已沾满了污泥 原本就幽济的森林 现在更是只能听到雨声和雷声 伴随着闪电无规律的照亮 显得更加恐怖 苏白羽手指雷鸣剑 一步一步踏着泥泞的土地 感知锁定一人 脚下电纹蔓延 随后直接移动到那人身前 碰 苏白羽一脚踢的那人 七魂八素 趴在地上的人来不及疼痛 双手撑着身子 慢慢爬向苏白羽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该惹你 现在还没意识到错在哪 苏白羽将雷鸣剑一甩 落在剑身上的雨水 被滴滴震碎 随后指向那人 苏白羽微仰头 眼神下瓢 你助纣为虐 帮着天命组织作祟 你就是他们残害无辜人的屠刀 伴随着一声炸雷 银白色的剑痕 划破漆黑的森林 贵岛之人的生机 被一箭斩断 对于没有价值的异能 苏白羽不再提取 随后 转身向其他两人走去 本就极易迷路的迷雾森林 他们又惊慌地四处逃窜 所以 来来回回都在森林中绕圈子 苏白羽找到一人的逃跑路线 随后甩出雷鸣剑 扎在逃跑之人前方的树上 在他还没察觉之时 伸手便已分了架 只剩下不远处的一个人了 拔下剑 苏白羽使用灰光照亮森林 见到这一幕 前面逃跑之人更加慌乱 苏白羽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前面的人一边跑 一边回头看向后面 毫不意外地摔倒了 苏白羽慢慢走了过去 那人双脚蹬着地面 面朝苏白羽向后蹭去 地上已经被他蹬出两条长长的轨迹 一边蹭一边颤抖地求饶 放了我 求您放了我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了 无论怎样求饶 苏白羽都充耳不闻 就这样一步一步压迫着他 尿液混着雨水融入土地 恐惧的极端就会变为愤怒 原本还在求饶的那人 突然间变成一只半人半狼的怪物 抓了过来 苏白羽收起雷鸣剑 细笑着 你倒是比你的同伴有种 漆黑的龙爪抓住他的手 五根尖锐的龙爪 渐渐刺进他的皮肤 鲜血也不断从中流出 苏白羽钻紧 用力一拉 狼人双脚脱离地面飞了过来 在空中 苏白羽反手抓住他的脖子 为那些被你残害的 不同人忏悔吧 幻祸之童 让狼人进入幻觉 身体不自觉地跪倒在地 头一下一下地用力磕去 原本满是泥水的土路 很快就砸出了浅坑 地上脏 我仁慈地 让你在岩石上课 随后 苏白羽心念一动 青色石板在狼人身下出现 倒是干净了不少 头上流的血液 也被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 不知过了多久 狼人身体便回了人类的样子 额头上血肉模糊 苏白羽上前查看 已经没了生机 随后他驱散头顶的乌云 乌云飘散的一瞬间 雨水越来越小 最后空中不再有一滴落下 树上的水滴 滴答滴答地落在水坑 月亮也高挂在天空 苏白羽取出系统中的一个火焰能力 把身上的雨水蒸发 询问其他人所在之后 苏白羽回到赵天市 第76章 帝国的正式 回到赵天市 苏白羽与他们会合 但没想到他在空间跳跃回来 看到的第一幕 就是他们在与光明组织的人对峙 下方还有乌泱泱的群众 看到突然出现的苏白羽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 那是空间异能 天哪 会不会是隐身 不会两边要打起来吧 另一边 光明组织的人 面对神皇和穷奇两大巨兽 也不敢轻举妄动 苏白羽慢悠悠地飘过去 用风托着五个小孩 随后带着孩子 飘向光明组织 这五个孩子 是在迷雾森林的实验室就出的 实验室 迷雾森林 光明组织的人 听到一头雾水 随后 苏白羽又把实验室的实验人员 一并交给他们 这些是天命组织实验室的人 我想 把这些人交给你们查 应该能获得更有价值的线索 虽然已故苏年 在情报上的研究 同样可以追查 但这样就是孤军奋战 得不偿失 索性把帝国的人 一并拉进来 线索已经给你们了 要是查不出来 让帝国的人民怎么看 这些人 还是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交过去的 这样做 也能让隐藏在城市中 其他天命组织的成员看到 放长线 钓大鱼 让他们在慌乱之际露出马脚 既然天命之组织 能在世界上存在这么久 肯定有些抵御 一口吃成的胖子 不太可能 做完这些 楚婉宁和方璇变回人形 苏白宇用风拖住不会飞行的其他人 走吧 随后 以苏白宇为中心 周围的空间扭曲起来 随后几人消失在城市上空 消失了 真是空间能力 尹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能力 他好像再不断进步 第一次出现 只能勉强对抗异兽 不仅下面的市民震惊 就连光明组织的成员 也忍不住惊叹 他们都知道 拥有空间之力 代表着什么 赵天市光明组织最大的首脑范清瑞转身 指着旁边的实验人员说道 先把他们带回总部 天命组织的事 要格外重视 随后又命人寻找五个孩子的家人 五个孩子 似乎很久没睡得这么轻松了 安静地被抱在怀中 以为要两方大战 倒是没有发生 似乎好像还合作起来 回到别墅内的几人 眉飞色舞地描述着战斗画面 吕瑞君有些黯然神伤 几人都知道 他为何如此 便没再多说 但还有一件事令苏白宇有些头疼 极硬血和极出血的事怎么办 两种不同的人格 虽然极硬血已经死心塌地地进入了组织 但极出血作为一个自认为正常的人 恐怕不能相信他身上发生的事 思量一番 苏白宇做出个决定 既然他们体内有人格转换 那苏白宇就可以利用幻活之童催眠 使极硬血在需要的时间出现 随后让极硬血记下别墅位置 人格变为极硬血时就能找到他们 这样也没有打扰极出血的生活 已经有些困倦的极硬血一头栽倒在沙发 几人看过去 心中都有一个猜测 就是苏醒后的不再是极硬血 苏白宇按照先前极出血所说的医院 把他送了过去 回去的路上 苏白宇一直在想象 如何能让一个灵魂的两种人格分开 分开之后呢 身体怎么办 虽然是个难题 但苏白宇想挑战一下 身体可是有系统的存在 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 他相信解决此事 只是时间问题 虽然已经是深夜了 但街上灯火通明 并且今晚很少有能睡得着的 回到家中的田旭 马不停蹄地剪辑好视频 上传上去 视频一出就像是炸雷一样 在无数人脑中炸裂 看着实验室中的实验体 听着他们痛苦的嘶吼声 这 天命组织 简直惨无人道 一定要灭了天命组织 我一定要觉醒成功 剿灭天命组织 视频中 苏白宇对那些孩子的做法 也让他备受赞叹 让尹组织的形象 在他们的心中更加伟岸 视频中的内容极度真实 没有一点人为造假的地方 田旭的账号 瞬间涌入一大批十年老粉 并且都在后台询问 他与尹组织的关系 像这种视角 要是说偷拍 那些粉丝能把他给扒了 本来不打算回应的田旭 看着越来越多人在问 无奈只能再发一个视频 声明了一下 当时只是尹需要一个人拍摄 恰巧找到了我而已 他这么说 虽然有很多人不信 但就是真实的情况 难道还要把那天 在按摩的视野说出来 看这个视频的 不只有市民 连帝国的头部领导者也看到了 通量的房间 一个男人掐灭了手中香烟 吐出最后一口烟雾 随后 将手机放在桌子上后 躺在沙发上 仰起头 这个尹究竟是什么人 看样子 尹是站在帝国这边 若是这样的话 似乎可以一试 是也该挑出 腐蚀着帝国的蛀虫了 来人 得到命令 门外看守敲门而入 虽然已经是深夜 但作为领导人的守卫 必须要时刻清醒 领导人 怕一队人暗中调查 这个营组织 另外 你亲自带人追查天命组织 是 苏白宇原本只是个小透明 苟且地活在这个世界 但现在他的实力 已经能够引起了帝国的注意 这就代表 苏白宇创建的组织 不再是乌合之众 他们的实力得到了认可 他们所做的 也得到了市民的支持 虽然苏白宇知道 他的做法过激 但又该怎么做 只有清理钓猪虫 才能让民众 不用再提心吊胆 那些蔑视生命的人 就该被这样对待 照天室的深空之上 苏白宇俯视着下面 他所保护的 不只是城市 更是那些普通人的人权 他们虽然没有觉醒能力 但也不该 被当成虫子对待 身后的一双双眼睛 注视着我 仰望着我 期待着我 我愿成为黎明前的太阳 驱散黑暗 照亮苍穹 第77章 黎若被抓 最近赵天室的不法分子 相当安静 可能是因为银组织 也可能是因为 市长重视起来 普通人失踪的案件 已经不再发生 一日 一大早 苏白宇就被手机铃声吵醒 看到上面显示的名字 苏白宇皱起眉头 于冰 他之前已经交代好了 灵州市的事宜 并且告诉他们 没有别的事 不要联系他 这是怎么回事 电话接通后 那边传来渔冰的声音 说话时还有些急促 大人 海川一家被盯上了 今早有数十个蒙面异能者 劫走了海川妻女 苏白宇沉默片刻 随后淡淡道 知道了 挂掉电话 苏白宇双手扶住脖梗 靠在沙发上 还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想安静的发展势力 总会被打扰 灵州市那些人 是冲着海川去的 海川这个人的性格 很少能与人交恶 目的性这么明确 显然是有所图谋 灵州市 海川身体被打得没一处是好的 两只眼睛只能眯成一条缝 大人来了吗 已经打过电话了 应该很快就能来 他们要用我的老婆孩子换大人 三人交谈之际 苏白宇已经空间跳跃过来 并且通过几人的灵魂位置 找到了他们 大人 原本坐着三人纷纷站起 隐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无可比拟 嗯 说说发生什么了 海川突然跪在地上 泪水从夹缝中夺框而出 大人 求您救救他们 苏白宇叹了一口气 扶起海川 一边治疗他身上的伤 一边说 不要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有自己强大 才能掌控一切变数 苏白宇的到来 给了他们一记强心针 原本手足无措的三人 也逐渐平静下来 听了三人讲述 整件事发生的过程 苏白宇已经有了判断 派人抓走海川妻女的 极有可能是超能医院的院长方力 那天在病房 苏白宇拒绝了方力的邀请 而自身所展现出的能力 又令方力羡慕 小人就是小人 得不到的东西 想方设法 也要拿在手中 苏白宇的灵魂术上 代表海川妻女的质押 还在发亮 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走 我让他们跪着 求你接回妻女 苏白宇的话 仿佛带着魔鹰 让原本气势低迷的几人 突然热血涌动 灵州市郊区 一所废弃的工厂内 十几个文龙画虎 满脸横肉的男人 在里面来回走动 黎若和海千雅 被黑布蒙住眼睛 五花大绑地蜷缩在角落 张哥 咱们这是为谁办事啊 找了这么多人 不该打听的事少问 是是是 碰 碰碰 卧槽 地震了 你 就你 去外面看看 张哥只是一个黑色背心 黄色头发 刘海遮住一只眼睛的社会青年 出去查探 剩下的人围在黎若母亲旁边 那个青年刚一出门 火球就擦着他的头发飞过去 原本令他引以为傲的发型 现在烧得像用了很多年的拖把 MD 你找死 不等他发火 苏白宇手中的火球 像雨点般砸向工厂 看苏白宇这样攻击 旁边海川有些紧张地说道 大人 小人妻女还在里面 苏白宇没有停下手中动作 只要还有一口气 我都能救火 苏白宇的月神之力 可不是医院里的那些普通的医疗异能所比的 当初就连瘀青都没办法帮他消除 能力的天赋 估计也就是地级 而苏白宇的是SSS 这是超越所有人认知的能力 苏白宇的狂轰乱炸 让里面的贼人抱头鼠窜 他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 就算在道上混 也都是先打个照面 谈不下去才开战 现在完全是不给他们开口的机会 张哥怒发冲关 努力让身子在摇晃的厂房内站稳 TNND 走 我倒要看看 是谁这么大胆子 所有人或是爬着 或是跑着 亮亮呛呛地出了厂房大门 看见站在上方的陌生男人 他破口大骂 你 TM谁 敢来这仨爷 找死吗 苏白宇停下手中动作 手臂缓缓放下 不是要找我吗 我就站在你面前 来啊 说完 苏白宇细血地看向下面众人 一起上 能克制火的能力者 保护其他人 为了能让他们能更好的攻击 苏白宇跳下高塔 好小子 竟然还赶下来 苏白宇落地的一瞬间 对面的异能攻了上来 看到他们使用能力的时候 苏白宇微微醋眉 回头看了海川三人一眼 眼中充满失望 这几人的攻击绵软无力 更别谈伤害了 苏白宇明显记得 他给了三人S级异能 就连这几个人都对付不了 深吸一口气 随后重重地从鼻中呼出 右手一挥 面前所有人的攻击 都被卷在一起 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后 原封不动地回敬出去 那些人纷纷躺在地上 捂着胸口 或是其他部位 痛苦哀嚎 苏白宇快步走到三人身边 指着躺在地上的几人说道 就这几人 你们都对付不了 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 任务不会还没做吧 看出苏白宇已经生气 海川连忙解释 大人 这不是劫走小人妻女的那伙人 那伙人至少有三个S级异能 而且人数众多 三人都不敢再看苏白宇一眼 交代海川 去把黎若和海千雅带走 苏白宇转过头去 找到刚才带头攻击的 咔 啊 苏白宇踩着张哥手臂 嘴里问道 说 是什么人指使你们看得这的 啊 我 好疼 苏白宇没耐心等他 咔 又踩向另一只手臂 最好快点说 等你四肢都断了 我可不一定会踩哪了 我说我说 是黑爷 我是黑爷的手下 这样断断续续的说话 苏白宇听着闹心 我先治疗你的双手 要是听不到我想听的 我再给你踩断 是是 手臂的疼痛缓解了 说话也变得更加流畅 黑爷今早叫我过去 让我找几个人 把两个女人关押在这 还没等到下一步的指令 您就来了 把你说的黑爷找来 第78章 小人方立 苏白宇的压迫感 令其他人都不敢起身 张哥麻利地掏出手机 按下黑爷的号码 打了过去 喂 这时候给我打电话干嘛 黑爷 出事了 您快来吧 没等他说完 苏白宇拿过手机 把你能带来的人都带过来 到时候 别说我欺负你们 我 说完 苏白宇就挂断电话 电话那边 黑皮钻井手机 重重地砸在桌子上 TMD工厂那边出事了 人应该被叫走了 工厂不是只有你的人知道吗 你玩我 雕龙画风的茶桌后 一个男人摔碎手中茶杯 走到黑皮面前 你可别忘了 我哥是灵州市市长 你敢耍小聪明 我让你和你手下 无法再次立足 怎么敢 我也不知道 他们怎么找到工厂的 方立在房间中来回踱步 原本是想让海川 引出苏白宇 但不交出人 把黎若和海千雅 关在其他地方 这样就能占尽上风 让海川没有翻盘的机会 但没想到的是 苏白宇利用灵魂搜索 找到两人被关押的地点 这下 直接打乱了他的布局 怎么被发现的 难道有内鬼 两人不停猜测 黑皮也心中生起寒意 方雄在这里的话语权 足以让他的小帮派 消失得无影无踪 抓 只要抓到方立所要之人 就能将功不过 黑皮起身 召集埋伏在此处的小弟 叫上所有人 去工厂 方立冷冷地看着黑皮 作为超能医院的院长 肯定不能参与行动 你要是把事搞砸了 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屋外 数十人整装待发 这些人 都是黑皮几年间笼络的小弟 出发 工厂内 苏白宇躺在一块木板上 晒着太阳 旁边站着江山 渔冰 还有安顿好妻女的海川 寂静的工厂之内 没有一人敢发出声响 知呀 轮胎摩擦地面刺耳的声音 远远地传来 所有人都看向门口方向 一个身体强健 皮肤有黑的男人 带头走了进来 看见那个男人 苏白宇知道 为什么他被叫做黑哥了 皮肤像是在太阳底下 讨了九九八十一天 没翻身一样 黑得不能再黑了 旁边的这几个小混混 看到黑皮 像是看到救星一样 黑哥 黑哥救我吗 黑皮叹了一口气 轻声说道 废物 随后 看向躺在上面的苏白宇 你就是我们要的人 苏白宇利用系统 探查他们体内的异能 确实如海川所说 包括黑皮在内 里面有四个S级天赋的异能者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能力 反弹 还有几个A级 剩下的就是不重要的了 以三人目前的实力 还没有将苏白宇给的异能 开发完全 确实没法像苏白宇一样 一夫当关 面对黑皮的质问 苏白宇依旧躺着 口中随便地答应着 嗯 大哥 这家伙好嚣张 一起上 抓住他 黑皮身后乌泱泱的人群冲了过来 江山几人也做好了战斗状态 最近一直在救助锅儿 根本没时间开发能力 眼下就是个绝佳的时机 苏白宇从眼中看出了他们的意图 便说道 只管战斗 有我在 你们死不了 是 大人 他们也想找回丢掉的面子 面对人数悬殊的战斗 三人丝毫不退却 这种星星 正是苏白宇所看中的 他们的执行力很强 但好像少了一个团队的大脑 没人为他们明确该怎么办时 他们就陷入迷茫 也许该派人来 好好待待他们了 苏白宇悠哉悠哉地 看着眼前的战斗 旁边趴在地上的小混混 也翘起头 目不转睛地观赏着 他们竟然那么强 黑格那边也不弱呀 人数差了这么多 都能坚持这么久 江山几人 对原本体内的能力 理解得很到位 只是新的异能加入 使得两种异能运用的 有些僵硬 能做到的 也基本上是能力的一些皮毛 渔冰的冰 有很好的控场能力 攻击被反弹回来时 他就反手利用冰 限制了对方移动 都是些基础的异能 苏白宇已经有些看腻了 虽然在旁人眼中 这些异能也许很酷炫 对于他来说 这些异能都是垃圾 逐渐 因为人数悬殊 江山这边被打得连连败退 那个反弹攻击的能力 让他们很头疼 无论从哪个角度进攻 他都能在空中凝出一个罩子 然后把攻击反弹回来 就这种实力 还敢大言不惭 兄弟们 抓住那个晒太阳的 击破江山几人的防线 黑皮的手下 冲着苏白宇而来 哈 苏白宇打了个哈欠 高举手臂活动了一下 就凭你们 引火之光 也敢与昊月争辉 陡然间天空瞬间暗了下来 苏白宇身后出现一个巨大虚影 两只眼睛中绽放悠悠蓝火 嘴巴上下竖起尖牙 似乎是在凝笑 已经吞噬不知多少阴影的影子 现在变得比工厂的高塔还大 诡异黑影出现的一瞬间 黑皮手下被惊得停下手中动作 那 那是什么 这是什么力量 黑哥 黑皮后背发凉 就算面对异兽 也从未有这样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 是从心中生出 那种恐惧的感觉 也不断攀升 眼下陷入了 进退两难的境地 若是逃了 方烈 方雄两兄弟 肯定不能饶了他 但眼前之人 又有这么恐怖的实力 怎么办 苏白宇将影子虚影化的时候 整个空间像是被他冻结一样 黑皮等人都愣愣地站在原地 怎么 不敢了 苏白宇俯视众人 犹如高高在上的神灵一般 良久 黑皮像是做出了重要决定一般 双拳攥紧 随后又放开 额头上已经抱起青筋 扑腾 他竟然跪下了 黑哥 黑哥 你这是做什么 苏白宇也纳闷 这是什么事 旁边的人来扶黑皮 都被黑皮阻拦 随后他抬头看向苏白宇 您的实力远在我们之上 劫略海川妻女 是我一人所为 求您放过我的兄弟们 大哥 是我干的 跟我大哥没关系 是我 第79章 人若犯我 苏白宇看到眼前的一幕 不禁感叹 在他眼里的乌合之中 竟然会有人愿意牺牲自己 保护同伴 但错就是错 只能将功补过 但不能抵过 看着下面一双双快 挤出眼泪的眼睛 苏白宇非常好奇 在这些人身上 究竟发生了什么 黑皮的能力是一方面 但也不足以让这么多人 愿为他赴死 苏白宇掏出手机 来看镜头 突然的一句看镜头 所有人不自觉地转过去 好了 给下面的人拍完照片 苏白宇就给顾苏年发送过去 现在就像是一个吃瓜群众 迫切地等待结局一样 帝国的情报系统 有三种 一种就是普通信息 记录着帝国普通人民 一种是专门记录着官员 另一种是高层内部不联网的情报信息 是通过专职人员搜集 汇总 情报是以官职大小开启的权限 管制越高 权限就越高 所看的情报范围也就越大 虽然赵天市和灵州市相距甚远 但顾苏年很快就查到黑皮信息 整理过后 发送给苏白宇 苏白宇靠在墙上 左手托着右臂 右手的拇指不断向下滑动 面对实力强大的他 其他人也不敢发出声响 只是时不时地抬头 偷看神情凝重的苏白宇 苏白宇翻动着冗长的个人介绍 黑皮的故事 还真是令他刮目相看 看似不正经的团队 原来竟然是个异能者工会 作为团长的黑皮 人员不断被挖走 现在只剩下眼前所见之人 原本也有人想挖走黑皮 但他因为剩下的兄弟 义正言辞地拒绝 这也带来了其他工会的打压 久而久之 只要是他们出去猎杀一兽 就会有人从中作梗 但黑皮这边快要人去楼空 怎么敢反抗 只能接一些帮人看场子的活 来维持这帮兄弟的生计 苏白宇看得津津有味 时不时地还评价两句 怕个球 你不服我 我不服你 那就打一架 下面黑皮的人心里发出 颤巍巍的问向 看起来好说话的江山 兄弟 你们大人怎么了 要把我们怎么样 江山也不敢乱说 想了想说道 不知道 问了跟没问一样 终于 苏白宇看完了黑皮的过往 他对这个皮肤有黑的男人 有另一番看法 人不错 但顾虑得太多 苏白宇关上手机 揣进怀中 顺着众人方向飘了下来 大人 大人 大 大爷 二圣 原本也想跟着 还穿他们叫大人 但想了想自己的身份 并且 立场似乎也不一样 索性贬低自己 喊了苏白宇爷 起来吧 坚硬的地面上 跪了足足十多分钟的众人 膝盖早已酸麻 脸上 带着各样的表情 颤巍巍的站起 苏白宇 踢了一脚旁边的黄毛 过去 你们既然惹上了我 那就别想着全身而退 可想而知 你们并不是主谋 把幕后指使供出来 这 这 黑哥 身后的小弟 纷纷看向黑皮 脸色扭曲得更加难看 沉重地探出一口气后 黑皮抿着嘴巴 看向苏白宇 方力 还没等黑皮说话 苏白宇率先说出 黑皮听后瞪大眼睛 随后用力地点头 承认了事实 是 是他 我在灵州市需要些人手 你们在海川他们手下做事 就算将功补过了 方力可是 苏白宇知道这些人的顾虑 任谁面对方力 方雄两兄弟都会如此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 我说了 只管做好你们的事 剩下的不用管 苏白宇交代了这些人 关于资助郭的事宜 海川几人这些天也没有枉费 已经以基金会的名义 帮助了很多郭 任务倒还没让他失望 随后 苏白宇想了想 那日在医院的面容 思考过后 他的身形发生变化 容貌也在他的意念下改变样子 苏白宇的变化 让那些没见过世面的人 算是开了眼 大人竟然能变成其他人 黑皮也没想到 在他面前 展现那么强大实力的人 连真容都没有露出 这是何等的谨慎 变脸后的苏白宇照着手机 一边左右反复观看 一边自问地说出 这应该就是那天的样子吧 揉了揉脸 又活动了一下筋骨 去做你们该做的事 我也该做我该做的事了 苏白宇说完后半句话 眼神一凝 眼中射出的寒光 令旁边的人心中生寒 看到苏白宇的眼睛 就像深渊一样 恐惧 害怕 超能医院的位置 苏白宇可是记得一清二楚 自从有了空间能力 他对地点变得更加明淡 等苏白宇消失在众人视野后 他们也松了一口气 压在他们头上的石头 瞬间拿开 瘫软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终于走了 太吓人了 想找到方力 自然是去医院 苏白宇检查四周 没有其他窥探之人后 利用空间跳跃 出现在医院的路口 在他出现的位置 前面正好有一只流浪狗 在垃圾桶翻找食物 苏白宇出现的瞬间 四目相对 看着眼前嘴里叼着骨头的狗 苏白宇伸手问道 你不会说人话吧 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 那没事了 我又不抢你吃的 别咬我 在狗狗警戒的目光下 苏白宇走出道口 慢悠悠地从医院大门口进入 医院一切如旧 苏白宇静止走到广播室 先生怎么了 我可以用这个说句话吗 谢谢 方力 你爷爷来找你了 来晚就该吃大笔兜子了 苏白宇的连招极其丝滑 询问 感谢 执行 一点卡顿没有 旁边的护士还没反应过来 苏白宇就说完了 你在干什么 方力可是我们院长 反正现在这个容貌 没人认得出他 索性苏白宇直接跑到大厅造谣方力 反正是什么难听 就说什么 终于 方力慌乱地跑来 来时他还在往裤子里塞衬衫 苏白宇一眼就看出他刚才在干嘛 孙儿 来了 这么着急找爷爷干嘛 第八十章 我必犯人 方力被气得脸红脖子粗 原本嬉笑的众人脸色瞬间沉了下去 随后 他们向四周散去 方力整理好衣裳 脸上凝笑着 没想到你还亲自送上门来 苏白宇也玩够了 盯上房里的双眼 哦 听你的口气 好像吃定我了 哼 乖乖来当我的狗 之前的事 我可以既往不救 苏白宇一步一步靠近方力 嘴上挂起音乐一般的微笑 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对我说话的人 看来你在上面待得太久了 以为所有人都要屈居于你这土黄地下 方力听出言语中的异样 陡然间神色一变 随后眯着眼看向苏白宇 苏白宇的 幻惑之童 可不是吃素的 在方力看过来的第一时间 他就已经进入了苏白宇创造的幻境 在他的眼里 此时还在与苏白宇对话 但在外人眼中 方力像个疯子一样 对着空气表演着喜怒哀乐 有时还指指点点 院长这是怎么了 去找精神科的医生吧 快去快去 早已出去的苏白宇 打了一个响指 方力脑中的幻象被清除 清醒的一瞬间 他就环顾四周 一切都没有变 刚才那是梦 究竟是怎么回事 方力还在震惊当中 但他万万想不到 现在已经从异能者 变成普通人了 他的S级天赋的医疗异能 已经出现在苏白宇的系统中 现在已然不在属于他 而且 苏白宇还在他当部下了毒 SSS级的毒 恐怕当今无人能减 我先让你感受 从高高在上 重重摔在地面的落差感 直接捏死你 可太便宜你了 我来好好折磨 你们兄弟俩 苏白宇没有离得很远 就在医院对面 观赏着接下来的一幕 还没发现 这人难道不用异能的吗 终于 等了一下午 方力似乎察觉身体出现异样 苏白宇站在对面楼顶看戏 透过玻璃 方力浑身颤抖 来回在房间内踱步 时不时地张开手掌看一下 随后又失望地抓上头发 不一会 原本精致的发型 被抓得杂乱无章 怎么办 我的异能去哪了 发生了什么 方力的表情都快哭出来了 能当上超能医院的院长 不仅有他哥哥的关系 他自身的异能也不弱 S级天赋的细胞活化 现在突然消失 这就意味着院长之位也不保 哪有普通人担任异能医院院长的 苏白宇看着 笑着 方力在房间摔出能摔的所有物品 但怎样做都于事无补 都是无能狂怒 我给你添点柴 方力肯定不会把异能消失的事情说出 苏白宇料到他对权势的执着 索性他直接变成另一副样貌 把方力异能消失的事情暴露出去 起初也没人相信 但人传人越来越多 原本不相信的人也在心中疑惑起来 你听说方院长异能消失了吗 听说了 我也是刚听说 怎么可能啊 嘘 千万别让别人听到 方力把办公室砸得破烂不堪 终于想好去找他哥哥方兄 整理好发型和衣服 方力急匆匆地推开门 推开门时 他就发现门口两个护士在交谈 看到他出现的一瞬间都安静了下来 随后低着头快步走向远处 方力愣了一会 也没在意 当他就快要走到大厅转角的时候 一句话像炸雷一样击中他的脑袋 诶 你听说了吗 院长亦能消失了 碰 谁跟你们说的 谁 方力拽着里面护士的衣领 眼睛下喷出怒火 被按在墙上的护士被吓到哭了出来 方力现在的样子实在太吓人 好在大厅的人听到声音 赶忙过来拉开了方力 而苏白与郑混在人群中 欣赏着方力的表演 谁 是谁 谁说的 看见方力失态的样子 其他人都已经暗暗确定 超能医院的院长的义能 真的消失了 人群后面的人 他们小声议论着 看来是真的 是怎么回事 我看是罪孽深重 遭到报应了 别瞎说话 他还有个哥哥呢 方力听到这些话 就像是一道道雷电 不断扎进他的心脏 他逐渐癫狂起来 发疯一样 冲进人群撕扯 后面的医生为了稳住他 从后面把他控制住 最后带着他去做全身检查 超能医院的事 迅速地发酵 方力很快得知弟弟的遭遇 马不停蹄就赶来 被皮带绑在病床上的方力 扭动着身子 拴住他双脚的铁链 被扯得咔啦咔啦作响 放开我 放开我 你们是不是忘了我是谁 方熊顺着声音跑来 身边的保镖驱赶着人群 我弟弟在哪 谁干的 苏白宇看着面目猙獰的方熊 还真是亲兄弟 面相同样凶狠 方熊看着被绑在床上的弟弟 一脚踹向旁边的医生 解开 市长 院长现在情绪不稳定 医生本欲在说 但看到方熊的眼神 指得妥协 被放开的方力 不断敲杂着医用仪器 突然 一片黄色的痕迹 在他裤裆慢慢蕴开 旁边的人捂住嘴巴 不敢多言一句 方力 也感到下体一热 看过去时 发现他竟然失静了 啊 啊 啊 再用手摸过去 下体竟然没有一点感觉 不能人道的事情 就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脑中紧绷的最后一根线也断了 方力喉咙一甜 鲜血喷到洁白的墙面 双眼瞬间空洞下来 嘴角挂着血迹 脸上的表情一会哭 一会笑 嘿 嘿嘿 口水连带着血液流下来 院长疯了 上午还好好的 怎么突然疯了 方熊满眼泪水 抱紧摊跪在地的方力 给我查 悬赏五百万 苏白宇细血地看着方熊 你就是悬赏五个亿 也没人知道 幕后黑手就在身边 而却 正欣赏着他们的一幕幕 第八十一章 暴怒的方熊 作为灵州市的市长 方熊在这里有着绝对的话语权 在他下令的一刻 他能调动的所有异能者 都开始行动起来 有的人是想顾现殷勤 有的人是迫于他的淫威 医院的人已经被方熊的手下驱散 随后带着方力就要医院 外面早已恭候多时的记者 把门口围的水泄不通 扛着长枪大炮 闪光灯不断闪烁 看到方熊出现后 他们更加激动 方市长 超能医院的院长 医能真的消失了 能详细讲一下吗 方熊强忍心中怒火 脸色阴沉着打发记者 命人带走了方力 车里 方熊看着已经傻掉的弟弟 攥紧双拳 随后打开手机 熟练地按下一串号码 拨了过去 嘟嘟 喂 老地方 说完 方熊一拳打碎车玻璃 后曹牙咬得咯吱咯吱作响 坐在副驾驶的秘书 察觉到异样 连忙转过头安慰他 市长 事情发生突然 对方院长下手的人 一定还没走出灵州市 方熊心绪杂乱 无力感瞬间充斥四肢 把最好的医疗异能者都请来 一定要治好我弟弟 相比于一个傻子 能够做一个普通人也好啊 苏白宇站在医院楼顶 看着飞速驶离的一排车 当你向深渊迈出了一步 就该知道 深渊也离你更近了一分 现在不能盲目地对付方熊 再怎么说 他现在也是灵州市的市长 为了城市的安定 不能贸然动手 把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显然不是个聪明的做法 方熊回到家中 安顿好弟弟后 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独自一人进入家中暗道 过了一会 他从一个堆满木材的死胡同中走出 随后静止走向 隔壁街道的一个酒馆 酒馆二楼的包厢内 里面同样伪装得严严实实的人 似乎等他许久 现在风口这么紧 联系我所谓和事 我弟弟被人暗算 不仅疯了 连异能都消失了 异能消失了 那人似乎也没料到 竟会出现这种事 锦露出的双眼充满疑惑 但只是一瞬间 那人的眼神变得玩味起来 那你一个市长 不去赶紧查 来找我 碰 你可别忘了 我能让你们在灵州市活 也能让你们在灵州市消失 男人连忙搂住方熊 但眼中神色依旧 别生气嘛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 尽管开口 我弟弟异能消失 就没办法在城中继续下毒了 消失的不只是异能 还是个摇钱术 说完 方熊看过去 那个男人的眯起眼睛 放心 方市长 只要再找到一个特殊的医疗异能者 计划依然可以继续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相信过不了几天就有人上钩 给我一些技能胶囊 哈哈 方市长对这个也有兴趣 我是为了控制下一个摇钱术 那你来的真是巧 这是我刚拿到的 方熊接过瓶子 转身便走了出去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原来方熊所悲愤的 不是弟弟受到的伤害 而是弟弟的异能消失 没了方力的异能 他在城中日进抖金的生意就断了 方力的异能是细胞活化 能够促进细胞的再生与分裂 在通过天命的人 研制出抑制细胞活性的毒药 投入高端的食材当中 那些有钱的人 自然会找到 具备医治这种疾病的医生 就这样 两方联手 在灵州试连了不少财 而误食了食材的人 没钱医治 等待他们的 只有细胞慢慢死亡 不再出现新的细胞 久而久之 身体多器官的衰竭 就是他们最后的归宿 被爆出一些负面新闻 再被发出的一瞬间 就被解决 在灵州市 他还是有些手段 走出酒馆 方雄按原路返回 回到富丽堂皇的家中 厌恶地看了弟弟一眼 仅有两人的房间 方雄也不再伪装 你要是不姓方 早就把你扔出去了 作为市长 显然不能做出违背大众的事情 不然就是玩火自焚 把方利关在另一个房间 方雄把秘书喊来 医疗异能者的是怎么样了 秘书低着头 递过手中文件 这是灵州市 所有医疗异能者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个 是在方院长医院 出现的神秘人 神秘人 是 原本被诊断植物人的两个病人 被那个神秘人救活了 听说方院长还邀请他加入 不过被他拒绝了 方雄一边看着手中的材料 一边想着秘书说的话 连方利都没办法救治的两人 那个神秘人 一定有过人的医疗异能 去 找那个神秘人 另外 对外界悬赏 只要能医治好我弟弟的人 我个人出资为其打造S级武器 并且 B级天赋的以上的异能者 只要过来 都给十万辛苦费 是 这么诱人的条件 连秘书都恨自己 不是医疗异能者 只要来一趟 不管救治有没有效 都能拿到十万辛苦费 消息被放出的一时间 城中的医疗异能者 都跃跃欲试 只要去一趟 就是十万 十万哪有那么好拿 没听说的是B级以上吗 没有那个命啊 媒体也开始 就方雄不惜散尽家财 救治弟弟的事 大作文章 方雄可谓是一箭双雕 不仅在外界来看 方雄何等看重手足之情 而且还能在暗中 寻找他所需要的医疗异能者 苏白宇看着实时报道 不禁笑了起来 正发愁怎么接近你呢 自己到底有开了个门 不急 苏白宇的毒 普天之下 除非有能克制他异能的人 不然 SSS的毒 可不是一般人能解掉的 事情发酵了几天 正好他也在城中 督促海川几人的工作进度 有了黑皮的人 寻找的速度更快了 短短三天时间 就把一百多个 失去亲人的孤儿安顿好 并且还买下了一块地皮 建了一所孤儿院 整个过程苏白宇没有插手 就是想看 他们现在能做到哪个地步 第八十二章 调中调 三天过去 来到方雄家中领钱的人不少 但没有一个人的异能 是他看上眼的 基本上都是很常见的医疗异能 没有一个像方力一样具有特性的异能 人还没找到 钱倒已经花出去不少了 啪 房间中 方雄摔碎手中茶杯 废物 一个个都是废物 灵州市找一个人 都这么难 趋于方雄淫威 旁边的人不敢多说一句 生怕说错一句话 就被方雄当作发泄口 去 接着给我找 是 走出房间的一刹那 所有人身上的压力 轻了不少 咱们上哪找啊 灵州市都快翻了个底朝天了 找不到也要找 走吧 走出大门口 错开领前的长队 四散去 苏白宇料想 此时的方雄耐心 已经逐渐磨磨 便感到了方雄所在 看着面前的长队 他不禁感叹着 都过去三天了 还有这么多人 为了不耽误时间 苏白宇直接走出人群 指着前面的工作人员 随后勾了勾手指 穿着黑色着装的工作人员 指了指自己 随后又向四周看去 就是你 男人走了过来 也不知苏白宇是否有背景 指得低声下气地问道 你好 有什么事吗 苏白宇靠在他耳边 低声说道 我是S级医疗异能 说完 男人眼前一亮 S级 放在哪个地方 都要给几分薄面 恐怕也没人敢伪装自己是S级医能者 请给我走 苏白宇刚要跟随男人走进大门 排队的人有些不满 凭什么先带他进去 苏白宇甩开被拽着的衣角 瞪了身后之人一眼 这人得蠢到什么地步 能被差别对待 怎么也不是他能碰的 方雄的住宅 更像是一个小型城堡 外面有巨大的花园 里面的装潢也是光彩夺目 这边 哒 哒哒 市长 S级医能者 走在前面的男人这时才想起 刚才忘记问苏白宇的名字了 话说到一半 看向苏白宇 苏白宇看着他询问的眼神 淡淡回了一句 苏洛 S级医能者苏洛 前来救治方院长 听到S级两个字 屋内的方雄连忙赶来 脸上惊喜的表情 看向苏白宇 你好你好 你是S级医能者 苏白宇吃鼻一声 随后把手放在旁边枯萎的花上 利用方利的细胞活化 枯黄的枝鸭逐渐嫩绿 哎呀哎呀 没想到竟然有这等天赋 不过苏洛这个名字我怎么没听过 既然能来 苏白宇就准备好了说辞 我是私人培养的医能者 并不在帝国的组织内 我来此也是想看看 究竟是什么疾病 能另一世之长头痛不已 原来如此 我弟弟在隔壁 他的一辈子就靠先生了 转过头的瞬间 苏白宇捕捉到了他邪魅的笑容 不过转瞬即逝 在隔壁 方利被五花大绑地固定在椅子上 这就是您弟弟 是 弟弟他神志不清 为了防止他伤害到自己 才出此下策 苏白宇脸色没变 但心里清楚 两兄弟 好像只是表面的融洽 就算是怕他伤害到自己 也可以找人来照看 绑在椅子上 显然是把方利当作累赘看 苏白宇不动声色地 走近方利 脸上还挂着细腻的笑容 心里想着 又见面了 方院长 苏白宇身后的方雄 也在打着如意算盘 盼了许久 终于有鱼儿上钩了 可不能轻易让苏白宇走掉 荣华富贵 红扑大业 都要靠眼前之人了 智不智的好方利 俨然已经不再重要 苏先生 不知你是哪个家族所培养 灵州似的 苏白宇皱起眉头 哪有上来这么问的 不先问问弟弟 能不能治好 其中必定有蹊跷 苏白宇整理好表情 一边假装查看方利病情 一边应对方雄的问话 不是灵州市 是青藤市的小家族 自然跟您比不了 小家族都能培养出一个S级异能者 必定不平凡 两人互相捧着对方说 心中各自打着算盘 令弟的精神疾病 怕是治不好了 没事 嗯 我不是 我是说 我知道他的精神 需要慢慢养 但还有一个地方 方雄向前一指 顺着方雄锁指方向 方利紫黑的下体暴露出来 苏白宇自然知道 是他的毒所制 伸出手掌举在空中 在手掌制造出一个光团 装作很吃力的样子 额头上已经出现密密麻麻的汗珠 眉头被皱得勾壑纵横 方雄的注意力 没在方利身上 而是一直看着 使用异能的苏白宇 眼中还射出灼灼的目光 良久 毒素被清理干净 紫黑的下体 恢复原本状态 啪 啪 不愧是S级 果然神奇 苏白宇看着他 心想 神奇 刚才的注意力 好像根本没在治疗上 虽然心里这么想 但怎么能说出来 过奖过奖 还好没付了市长所望 先生为弟弟之事劳心费神 我令人准备晚宴 休息一天后再走 事出反常 其中必有诈 苏白宇一口答应下来 我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目点 方雄和苏白宇都在钓鱼 各怀鬼胎 那个 小刘 照看好我弟弟 让外面的人都散了 随后 脸上一脸见笑地拉上苏白宇 来 我们一步一续 两人互相试探 直到晚上 餐厅中大排炎炎 各种名贵的菜品 都端了上来 苏白宇利用感知查探周围 果然如他所想 此时已经被围了起来 方市长 吃个便饭就好 这有些浪费了 不浪费不浪费 来尝尝我高价拍下的零要酒 方雄两人面对面坐着 到酒时故意用桌子遮挡酒杯 夹在他手中的机能胶囊 落入酒杯中 随后晃了晃 胶囊的药性已经融入酒中 随后方雄拿着两杯酒 走到苏白宇身边 来 苏先生 我先敬你一杯 他先仰头一饮而尽 又把另一杯酒 推到苏白宇面前 满脸期待的表情 看着苏白宇 第83章 摊牌 收网 苏白宇玩味地 看向方雄手中的酒杯 就像酒居凡尘的老妖怪一般 眼中闪烁着精明的光亮 半晌 他慢悠悠地伸出手 那还多谢方市长了 方雄死死盯着苏白宇的动作 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 他脸上挂着僵硬的表情 心中不断喊出 喝 喝 快喝啊 苏白宇慢慢将酒杯送到嘴边 眼睛瞟向方雄 就在酒杯碰到嘴唇的那一刻 这么好的东西 还是给你喝吧 苏白宇突然抱起 伸出空下来的手 抓住方雄的衣领 方雄显然是被突然发生的一幕惊到了 他眼中充满了疑惑 眉头皱成了穿字形 再还没反应过来之际 苏白宇右手的酒杯已经送到他的嘴边 方雄当然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现在才想起来反抗为时已晚 他紧闭着嘴巴 喉咙中不断发出恩恩恩的拒绝声 苏白宇把方雄按倒在地 双脚踩着他的手臂 左手手指一起用力 硬生生地掰开了他紧闭的嘴巴 埋伏在周围的人听到声响 纷纷涌出 但赶来之时 要酒早已进入方雄腹中 方雄两眼干瞪 还有仅存的意识时他知道 完蛋了 随着技能胶囊的耀性激发 他的脸色逐渐变得难看起来 苏白宇不知道酒杯中是什么 但看方雄的样子大概就能猜出 是技能胶囊 苏白宇摔碎手中酒杯 看着方雄的身形变化 没想到你竟然会有技能胶囊 他深知技能胶囊的危害 猜到了方雄 肯定是想利用胶囊控制他 周围的手下看市长受到伤害 纷纷冲向苏白宇 他们手持枪械 异能不断攻击过来 而苏白宇只是站直身子 伸出一只手臂 轻声说出 分割 煞时间 餐厅中的空间 已经被苏白宇分割成为 肉眼难查的两部分 在相对的两个空间中 苏白宇立于众人面前 玩味地看着消失在眼前的花火 那些人看自己的攻击 竟然对他无效 也慌乱起来 本来就是市长的走狗 从没这么近距离 见识强大的异能者 如今 在自己面前的陌生男人 竟然能把他们的攻击抵消掉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向后退去 他是谁 不是个医疗异能者吗 市长怎么了 苏白宇回头看向 躯体变为钢铁的方雄 显然是异能开发的并不好 利用岩石控制住他的四肢 苏白宇从他身上 掏出两个手机 一个是方雄平时所用 另一个就是 他做步法勾当的通讯器 吃了技能胶囊 就这样的实例 垃圾 打开那个黑色手机 里面什么都没有 死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 更加可疑 苏白宇想了想 为了查清方雄的技能胶囊 先让他多蹦跆一回 随后 解开空间分割的苏白宇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走出了大门 刚才的攻击 没有伤到分厚 他们对这个男人更加恐惧 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拦 远离人群 走到了一个胡同中 苏白宇空间跳跃 回到别墅中 大哥 你回来了 那边怎么样 苏白宇掏出那部黑色手机说道 还没结束 小年你恢复一下 这个手机中的数据 简单 顾苏年把手机连到电脑 运用他顶级黑客的技术 迅速地恢复了数据 大哥 给 苏白宇查看通讯录 里面只有一串号码 并且没有名字 定位这个号码 鱼调上来了 该收网了 虽然有些难度 但对于顾苏年来说 小事一桩 电脑中显示的位置 正是灵州市的一个酒馆 看来事情不像我想的一样 抓上手机 苏白宇立刻回到了灵州市 方熊的药力还没有过 在没有苏白宇控制后 就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 自己富力堂皇的宫殿 被砸成废墟 不分敌我的 将自己的手下打成重伤 苏白宇回到方熊住处时 灵州市的光明组织成员 已经赶到 一个满头银发 刘海遮住一只眼睛的男人 静止走向身形膨胀的方熊前面 突然 他的头发疯长 不仅长 而且坚硬无比 引发像刺猬一样 扎进方熊钢铁的肌肤中 将它固定在地面 苏白宇健壮 他也不必再出手 随后向酒馆赶去 酒馆中 那日与方熊攀谈之人 正在其中 对面还坐着一个黑帽男人 嘿嘿 金大人 您的技能胶囊 已经被小的送给方熊了 只要他能够善用 那利润就能翻几十倍 几百倍 好 廖老爹 也不忘我冒死偷出 酒馆中人还是不少 苏白宇并不知道 与方熊联系的是何人 他悄悄拿出手机 对着那个号码拨了过去 随后利用空间之力包住手机 不让手机的声音传到外面 苏白宇慢慢向里面走去 环顾四周 终于在一楼角落中 看到一个对着手机 大声喊叫的人 苏白宇挂断电话 那边也愣愣地看着手机 就是他 静止走向两人 苏白宇眼神逐渐变得阴寒 二位 果恩 看来二位不认识我 那你们认识这个吗 说话间 苏白宇黑色斗篷和面具 已经戴在脸上 两束寒光 透过漆黑的面具射了出来 你 你是尹 我们与阁下无冤无仇 阁下所未合适 你不是在照天室吗 怎么会来灵州市 两个人心中暗叫不好 只能装疯卖傻 他们笃定尹不知道他们的底细 装作无辜的样子看着他 但苏白宇 怎么会是那么好骗的 身后的翅膀瞬间张开 两手一边一个 抓着他们 冲破酒馆的墙壁飞了出去 不用装 我知道 你们是什么人 把你们知道的都说出来 或许能放你们一条生路 悬空的两人对视一眼 随后暗暗点头示意 金玉悄悄按下 伪装成指环的通讯器 引在灵州市 只有一人 素来支援 看苏白宇只有一人 金玉作为天命组织的人 也想除掉这个大敌 就是因为他 技能胶囊 甚至照天室的实验室 都被发现 不仅如此 损失的还有数十个科研人员 第八十四章 段路则 苏白宇细血地 看着视死如归的金玉 没想到天命的人 还有点骨气 当金玉指环上的红灯 熄灭之时 他的身体 竟逐渐化作 一团液态银 苏白宇手中逐渐变空 那团液态银 受到引力的影响 向下落去 竟然将异能 开发到这种地步 苏白宇看着空荡荡的龙爪 又看向闪着荧光的液体 他的心中 受到极大的震撼 嘴角咧到了脸颊 一时间竟忘了手中还有一人 随着他心念一动 从地上耸立起几根高大的石柱 石柱出现的一瞬间 就像大树一样 伸出数十分支 将料源死死缠在空中 随后 苏白宇看向 金玉消失的方向追去 叶太英的行动 虽然不算缓慢 但在苏白宇的眼里 就像是蜗牛一般 灵州市街道上的市民 看到这一幕 纷纷掏出手机 但一些爱看视频的人一眼认出 这可是银 随便发一段在网上 点击率就蹭蹭地往上涨 你们看呐 一滩营业 难道是一兽 银不是在照天室吗 怎么会来这里 那边石柱上的是什么人 苏白宇无视周围嘈杂的一润声 专心致志地 与金玉玩起了追逐游戏 在一个水道中 金玉毫不犹豫地落下 苏白宇收起翅膀 缓缓落在地上 只有这一种能力 我玩够了 煞事间周围狂风大作 以苏白宇为中心螺旋状聚集 苏白宇现在 已经可以很好的控制力量强度 原本净若潭水的风 被激发出另一种形态 残暴且凌链 风力有规律地旋转着 苏白宇高举右手 以我清风 扫进凡尘残垢 随着他张开的手掌钻为拳头 风不断收缩 直至将水道卷成龙卷 已经钻入水道中的金玉 被带进水龙卷中 浑浊的水中 一抹亮银色的光亮格外耀眼 苏白宇盯住金玉 空间陡然被分割出来 一个仅能容纳液态银的空间 将金玉罩住 任它万般变化 也不能逃出一点 银 被困在空间中的银叶 幻化成一个酷似人脸的状态 口中不甘地嚎叫着 身体不断撞到空间壁上 偏僻的街道 本来人烟稀少 但因苏白宇这么一折腾 热闹非凡 算了算时间 现在距离金玉的暴性 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 但周围还是没有异样 苏白宇很快就想通 这里是灵州市 虽然不是在中心城区 但守护者赶来 他们也逃不掉 他们虽然想除掉苏白宇 但还是要掂量掂量守护者的实力 但他们怎样也不会想到 就算把城中光明组织的人全都算上 也没有他苏白宇一人恐怖 苏白宇抓到金玉的时候 水龙卷爆成漫天雨滴 阳光的照射下 还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彩虹 虽然味道有些难闻 但景色却格外有人 苏白宇托起限制金玉的空间 回到了那数到岩石耸立之处 看到苏白宇又回来 廖元晃动着脑袋 流出被吓出的泪水 您放了我吧 我求您了 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求求您了 廖元脸上满是水光 流刀到下面 已经分不出是泪水还是鼻涕 苏白宇拎起廖元 飞到灵州市的守护者工会 他可是方雄犯罪的重要人证 把他交给守护者 也算给了他们面子 对苏白宇来说 另外一人才更加重要 既然能联系到天命组织 那必定不是个跑腿的角色 而且艺能开发的也不错 虽然没什么攻击性 但逃跑绝对一流 守护者工会外面 已经有人发现了空中的苏白宇 他们自然知道 面前这位是何方神圣 尹的名号 已经在他们内部传开 照天使的事迹 令他们大受震撼 怕是让他们一个小队人出击 也没有他一人能办到的是多 虽然表面上还是冷淡 但有不少人打心底里 佩服这个神秘人 你们知不知道 灵州市前几日出现的 神秘医疗异能者 就是出现在超能医院那人 那人是尹 是 也不是 苏白宇那日 伪装成了一个 他都没见过的样子 就算发现了 又如何 把手上被吓得浑身颤抖 口中尸声的料源扔了过去 虽然一句话没说 但守护者也知道 该怎么办了 五彩双翅直击苍穹 云层都被冲破出一个大洞 远远看去 似乎像是仙人杜劫一般 来到灵州市郊区 苏白宇放出了 被困在空间中的金玉 重新化成人形的金玉 贪跪在地 双手支撑着他疲惫的身体 汗珠从他额头 噼里啪啦地掉落 大口喘着粗气 金玉抬起头 双眼怒视着身前的怪物 你竟然能控制元素化的我 空间之力何其稀有 金玉显然是没见识过 所以并不知道困住他的 其实是苏白宇的空间之力 苏白宇眼神下飘 从金玉的视角看 他的头正好遮住了太阳 诡异的面具 看不出任何表情 你究竟是鬼是神 虽然苏白宇一句话没说 但强大的气场压迫着金玉 令他逐渐从恐惧 转为愤怒 苏白宇毫不关心地转过身去 看着头上高挂的太阳 我是神是鬼 我不做神 也不当鬼 话音刚落 苏白宇取出雷鸣剑 向前方扎去 嗡 现身刺入树林 发出刺耳的鸣叫 随后 林中响起了拍掌的声音 啪啪啪 走出的男人一头黑发 输着中分 两只眼睛细长 从中射出道道寒光 嘴巴弯起的微笑 看起来更是邪魅 苏白宇心中预感 此人不是凡俗之辈 分析 东岛国段路则 S级天赋亦能共感 S级天赋亦能未来世 竟然是个双S级的天才 苏白宇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这样一个天 才要加入天命组织 眯着双眼 好奇地打量起段路则 让你身后的人都出来吧 一群喽啰 还以为能逃过我的眼睛 果然是影 名不虚传 出来吧 树林中 二十多名统一黑色着装的人 陆续走出树林 第85章 是好 苏白宇眯眼 静静地看着缓缓走来的段路则 他的心中 瞬间升起好几种猜测 当段路则走到面前 苏白宇不动声色地 伸手接过雷鸣剑 阁下这是为何 段路则拱手示好 甚有一态地说道 尹大人的手段了得 在下耳濡目染 实不相瞒 我是奉命来诛杀阁下 但我深改你有枭雄之姿 不如我们强强联合 打造一个令普通人 也能净化的事件 说着 段路则眼神逐渐癫狂 他的双手微张 此时的笑容看起来 也尤为诡异 在他眼里 净化就是获得异能 而那些没有获得异能的人 则是被时代净化过程中抛弃的 苏白宇咧起一侧嘴角 厌恶地看着眼前 有些疯狂的年轻人 缓缓说道 所以 净化就需要用那些 无辜的生命为代价 段路则似乎对这件事极为敏感 眼神中涂增了几分愤怒 死去的那些人 是在为更伟大的事做贡献 为了净化 死掉几个人 又算得了什么 对生命的蔑视 冷漠 无情 这让苏白宇心中 陡然升起怒火 他的眼神 也逐渐变得阴冷 阳光大好的树林中 也因他而变得更为幽静 心中的愤恨 令他血液翻滚 五根手指慢慢攀上漆黑的硬皮 随着他身形抱起 右手一把抓住正在讲说的段路则 被扼住咽喉的段路则 并没有丝毫慌张 脸上的笑容却反倒更加嚣张 看来尹大人是不打算合作呀 我也挺佩服你 竟然知道我是谁却还敢来 你以为我们什么都没准备 身后的其他成员得令 拨开伪装的草丛 在后面藏着的 是一个大概四立方的容器 里面还有一半翻腾的绿色液体 在阳光的照射下 显得通透且明亮 这是我们通过异能因子 制造的液体炸弹 只要这么一小点 就能将这片森林移为平地 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样 段路则似乎对这个杰作很满意 像再对苏白宇炫耀一样 一文不值 段路则听到苏白宇的评价 嘴角抽动 表情凝固在刚才的一刻 咬着牙 嘴里阴狠地说道 没关系 一会儿你就能看见灵州市 变为一团焰火 你不是喜欢救人吗 算了算时间 灵州市的地下水道 应该已经被布满了炸药 我看你这回怎么救 苏白宇掐着段路则的脖子 越来越紧 突然 他发现自己的脖子 也像被捏住一般 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攻击 令他喘不上气 是 共感 段路则体内有两个能力 其中一个就是 共感 看来他已经开发到 能将自己的感觉 转移给其他人了 不得不说 天才和疯子 只是一念之差 眼前的段路则 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疯子 两人开始交战 其他人也开始进攻 从对面的能力来看 前来执行 诛杀苏白宇任务的人 是精心挑选的 分析了过去苏白宇使用的异能 之后 对比选出克制他能力的人 赢 要不乖乖跟我回天命吧 不然灵州市 可就灰飞烟灭了 你就算杀了我们也没有用 你以为炸弹只是死的 记住今天 灵州市数百万的人 都是因为你瘾而死 这件事会成为你的梦魇 永远伴随在你身边 在最后的一名天命组织成员 打开了液体炸弹的舱门 绿色的液体像个人形一样扭动起来 你说炸弹是活的是这个意思 眼前的炸弹 不仅是用异能因子所造 更有无辜的生命在其中 现如今 已经与炸弹融为一体 没有精神 没有身体 也正是如此 炸弹才会不受控制 随时发生爆炸 就在绿色液体完全着陆时 苏白宇的感知令他心头一紧 空间之力瞬间包裹住人形炸弹 下一刻 困在空间中的炸弹扭曲的幅度变得更大 最终在里面炸起一团蘑菇云 你能阻挡这个炸弹 那你能阻挡灵州市的吗 哈哈哈哈 你是要玉石俱焚 估算着爆炸的威力 怕是真相段落则所说 能够把这片森林移为平地 那灵州市 苏白宇不再与他们戏耍 该动真格的了 身后的影子突然炸起 漆黑的眼皮下 射出幽幽蓝光 吞噬了无数的影子 全部张开的体型 足有篮球场一样大 影子遮天蔽日 原本艳阳高照的阳光里 被黑影遮住 再不能透过一点光亮 你若进攻不怕 我现在就将炸弹引爆 苏白宇瞬间利用空间之力 封住这片区域 看你们刚才的样子 也不像是赴死 你们没有空间异能者 那就是有特殊的装备了 被猜到的段路则 微微诧异 也不再多说 命令手下拿出了 控制炸弹爆炸的引爆器 记住 这些人是因你而死 嗯 段首领 开关坏了 废物 段路则抢下开关 疯狂地用食指按下 可无论怎样 都无法触发爆炸 看向平静的灵州市方向 段路则扔下开关 即使没有开关 他也会爆炸 苏白宇明白 炸弹将是个毁灭性的打击 如今灵州市的地下水道错综复杂 一旦爆炸 灵州市怕是会直接除名 黑影冲入人群 流窜于他们影子中间 而苏白宇将雷鸣剑横于胸前 雷电的奏鸣声传入所有人的耳朵 卡拉 一道雷声过后 苏白宇陡然出现在人群之中 剑身虽然滴血未沾 但已有数人被斩杀于剑下 段路则剑形势不好 逃出一个像是星云牌一样大小的方块 赢 我们后会有期 苏白宇料想 他也逃不出自己的空间 但下一刻 他愣愣地站在原地 段路则竟然真的从苏白宇 创造的空间中逃走 是什么东西 竟然能逃出我的空间限制 怪不得能这么嚣张 这次是他轻敌了 但眼下 他已来不及细想 灵州市还处在一个大危机中 苏白宇麻利地解决掉剩下的炮灰 飞快地向灵州市赶去 第八十六章 白日焰火 当苏白宇赶到灵州市 市中守护者 似乎已经发现了水道中的异样 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 现在变得空荡起来 在附近 只能看到白色着装的守护者 在围绕水道调查 苏白宇心都提到嗓子眼 若是触发了炸弹 那后果不堪设想 喂 下面的人不约而同地向上看去 苏白宇也收起翅膀跳了下来 听我说 水道中已经被注入液体炸弹 你们赶紧将灵州市的水道图拿来 守护者都用异样的眼光 看着苏白宇 显然是有些不幸的 从旁边走出一个长发男子 手上戴的宝石戒指 晃得人眼花缭乱 这不是瘾吗 不在你的地盘待着 跑来管灵州市的事情 苏白宇没心思跟他斗嘴 无视了他后 转头看向其他人 更加急迫地说道 水下的炸弹 足够将灵州市移为平地 而且随时可能爆炸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一位上了年纪的老者 捋着他花白的胡须 随后看了苏白宇一眼 便对旁边的手下说道 你去拿过来 苏惠 他相信 不会有人开这种玩笑 更不会有人在他们光明组织的人头上行骗 苏白宇快步走到一处水道洞口 里面的水 已经与液体炸弹融合 炸弹的体积 似乎也因此 膨胀了数十倍 看来 炸弹不仅是活的 还能扩大自身体积 很快 奉命去拿水道图的人赶了回来 白血老者看了一眼后 伸手示意苏白宇来拿 多谢 不必 若是因此 能救下灵州市的人民 是我们该谢你 地下水道 果然错综复杂 交织在整个灵州市的地下 苏白宇脑中记下几处最重要的转折点 随后 将水道图展示给众人 这里 水道的洞口最大 且是流向之处 能够最快地导出液体炸弹 如果可以 我希望你们也一同行动 守护者里面 有人早已仰慕隐很久 但不能表露出来 现在能一读隐的风采 自然都很乐意 见有人参加 剩下的守护者 也自然加入了行动中 按照苏白宇所指 所有人来到那个水道洞口 苏白宇率先利用风 将水道中的水带出 随后 将水流引到空中 但绿色的水流 不快不慢地向空中飘去 守护者健壮 也纷纷利用异能 辅助苏白宇 把水道中的水倒出 看着粗壮 如参天大树般的水流 飘向空中 苏白宇丝毫不敢懈怠 别看空中的水球 已经足有一个篮球场一样大 但这仅是九牛一毛 从中散发的味道 也逐渐飘散开来 恶臭难闻的味道 令不少人捂住口鼻 苏白宇也想赶快倒出 但怕稍有不慎 就将炸弹引爆 这可是关乎数百万人的生命 丝毫不能马虎 从正午 一直到傍晚 空中的水球 变得如足球场一样大 自然市民也发现了 空中突然出现的异物 那是什么 不知道啊 是在清理水道吗 怪不得让我们离开 味道太难闻了 一下午的时间 所有人都有些乏累 那个穿金带银的唐战 也发起了牢骚 他不就是个厉害点的异能者吗 说什么 你们就信什么 这么久都没有任何异常 我看他就是欺骗我们 他这话 把其他人心中的不满点燃 白白耗费精神里 赔苏白宇玩水 心中自有怨言 白絮老者也走了过来 敲了敲手中拐杖 你可知 戏弄光明组织的人 适合下场 他先前可还是在照天室 攻击了守护者的人 唐战的山峰点火 另一部分人心态发生了变化 突然收起了异能 使水流变得狂躁起来 而长发男子 扔进去的一个瓶子 正像是点燃引线的火种 原本还算平静的水流 不受控制 空中的水团 也躁动起来 不好 炸弹显然已经被触发 苏白宇加大风力 将水道中残留的水 一并带上 随后跳向空中 变身为硬龙 庞大的身躯托举着水球 水球下面 还有一道长长的水流 一并飞起 巨龙双翅展开 突得一挥洞 龙身与水球 飞速地钻入云层 感受到炸弹 已经接近临界点 苏白宇利用风 在最后一推 随后身形变为人 利用空间之力 包裹住自身 一秒后 炸弹毫不意外地爆炸了 震耳欲龙的爆炸声 从空中响起 大地被震得 都有些轻微抖动 原本遮住霞光的云层被炸穿 余波把残存的云朵给驱散 金色的余灰 毫无遮挡地照在大地 发生什么事了 刚刚是什么东西 我就看到 一条龙托着水球上去了 那是尹 尹的变身细龙异呢 我在视频中见到过 守护者那边 所有人都恶手 长发男子此时也双目失神 眼睛空洞地说道 真 真的爆炸了 他们都知道 刚刚是因为什么引发的意外 若不是尹 恐怕灵州市已被夷为平地 那些原本嚣张跋扈的守护者 不敢出声 深知有自己的原因 白须老者掩住脸庞 表情痛心疾首 就在他们都以为 苏白鱼已经生死之时 他挥动的翅膀 迅速向那个长发男子飞来 碰 一拳 充满愤怒的一拳 打在他高傲的脸上 你知不知道 因为你差点害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呸 站起身的唐战 吐出一口鲜血 鲜红的血中 还夹杂着两颗牙齿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 不等他说完 苏白鱼一拳又一拳地 打在唐战脸上 原本秀丽的容貌 被打得鼻青脸肿 但也没有一人敢上前阻拦 能从那么强大的爆炸中活下来 肯定不是好招惹的 更何况 还有其他的暗点 他们可都是听说过的 见此情形 白须老者不得不劝阻了 毕竟是守护者的人 小伙子 这次是我们的失职 还好有你在 你看你的气也消了 放过他吧 苏白鱼看了一眼唐战 又踹出了最后一脚 以后学聪明点 怎么光明组织 什么臭鱼烂虾都要 第87章 神秘人 臭鱼烂虾这一词 给了唐战一记真实伤害 原本还有些惭愧的他 现在变得愤恨起来 被捧得高高在上的守护者 何时承受过这样的对待 让其他人怎么看 最重要的是 让他的粉丝怎么看 唐战明显是个 十分注重名利的人 起身后 他不顾旁人的劝阻 两只手臂逐渐膨胀 刹那间变为五彩的宝石 赢 心中有万分怒火 现在全都化为灵力的攻势 宝石在进攻中 不断变换形态 有时是爪子 有时是圆锥 但纵使 他有百般变化 苏白鱼都以一手挡之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带唐战先回去 最有话语权的白须老者 命令手下控制住了唐战 随后自降姿态地 来到苏白鱼身前 拱手说道 小友 手下管教不严 多有得罪 俗话说 伸手不打笑脸人 见他这样的态度 苏白鱼也没再计较 而在他们身后 一个黑衣男子 正对着这一幕拍摄 他正是苍翁国的领袖 派出调查影的人 S级特殊系的异能者 01 他能得到领袖的赏识 定有过人之处 因为他是双S级特殊系 S特殊系追踪 S级特殊系虚化 01完全是为了情报而生 追踪可以利用 人体分泌出的信息素 锁定对方 而虚化则可以保护他 不受到致命的伤害 虚化与隐身不同 前者可以令身体变得虚无 但视觉上他还存在 只是攻击不到 而后者则相反 身体虽然看不到 但却可以攻击到 就是因为虚化 01才能多次显向还生 苏白宇眼神向后一瞟 便觉察出异常 01明显跟普通的记者有差别 在告别那些守护者后 苏白宇一个剑步便闪了过来 朋友 是在找我 01放下手中相机 轻笑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你有事 大家都直来直去 01也就开诚不公了 我是奉命前来邀请你 和你的组织加入苍龙国 原来是这事 苏白宇转身 便要向远处走去 挥手说道 我们本就是苍龙国人 但你的组织在世界上 就像一个独立的个体 难道你要把你辛苦建立的组织 推向深渊 苏白宇停住脚步 细想他话中意思 01说的没错 组织虽然因他而强大 但若想要壮大 就必须用正常手段收人 他可不想让其他人觉得 尹组织也是一个 与天命一样 做人体实验的组织 一群实力强大的神秘人 放在哪都会令人心生恐惧 从而滋生出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苏白宇缓缓转过身 开始正视眼前的男人 继续说 01知道 组织在他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毕竟是他亲力付出的心血 随后他上前一步说道 只要成为苍龙国认证的组织 制裁罪恶将不再受管束 而且国家还会拨给你们相应的资源 但你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苏白宇心中暗想 最初展现实力的时候 就被守护者所盯上 突然出现的神秘人 也成了他们心中的一根刺 银组织的名头虽然响亮 但不知有多少双眼睛在暗中调查 要是得到苍龙国的认可 倒是不再受非议 思考一番 苏白宇还是说出心中想法 多谢 任何恐惧的来源 都是因为实力不足 你只要记住 银组织不会错杀一个好人 更不会对付普通人 说完 苏白宇转身变化为龙 翱翔于九天之上 只剩下01在风中凌乱 眼神中不解 疑惑 震惊 轮换交替 为何还会拒绝 难道他不在乎组织的安危 苏白宇只认定一件事 那就是实力 只要有实力 就能掌握谈判的资本 况且 他到今天这一步 才用了不到一个月 相信再花些时日 定能够让银组织举世瞩目 届时 那些萧小之辈 就不敢在他面前蹦打 金色的夕阳撒在大地 巨大的龙影 在灵州市上空游移 海川他们的任务 在紧锣密鼓地执行着 有了黑皮的帮助 确实轻松了不少 相信过不了多久 组织中便会流进新鲜的血液 隔天 灵州市上空爆炸的消息 也被报道出来 守护者倒是没把功劳 都揽在他们身上 尹的名头在灵州市 也变得愈发响亮 当然也有不少阴谋家 在网上说是他自导自演的好戏 为的就是笼络人心 虽然有墙头草相信了 但绝大多数的人 都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可是足以把城市抹平的炸弹 尹却敢带着冲入云霄 苍龙国的最高领袖 也在看着这个视频 旁边还站着灵依 他的实力已经超出认知 若不愿将组织 展露在大众视野 那就尝试与他交好 根据你的调查资料 尹的人 的确不是恶徒之辈 是 需要继续调查吗 等 如今 苍龙国的格局 已被炸起的 银角的天翻地覆 被权力所腐蚀的能力者 也逐渐收敛起来 心中不断咒骂尹和他的手下 逃回天命组织的段露泽 也暗暗记住了他 尹 他的身体竟然会出现那么多异能 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的实验品 段露泽一想到苏白宇 眼神中就充满火热与癫狂 像一只许久未进食的野兽 看到了新鲜的肉块一样 漆黑的基地中 周围都是被某种不知名的金属 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实验室 黑暗的尽头 一道人影缓缓出现在他的身后 甘别的声音也悠悠传来 他恐怕不是你所能对付的 走出的人一袭红衣 满脸皱纹 甘枯的手能清晰地看见骨骼 但虽然身体看着苍老破败 眼神却极其凌厉 大人 为何这么说 我们可是有您在啊 甘枯的老者行动倒是很矫健 走到段露泽身边时 他的眼神变得阴狠起来 我可是清楚地记着他 我在秘境汲取凌厉的分魂 就是被他所毁 这人竟是化为人形的时空妖地 第88章 幕后黑手 甘枯的老者 竟然是时空妖地 这里的实验室 也是他所建造 段露泽听他所说 变得疑惑起来 大人与他交过手 时空妖地抬头看向上方 回忆起来 不知多少年前 我看中了这颗灵气复苏的星球 不料竟然有人觉醒了能力 原本极度缺少灵气的我不敌他们 一边说着 他便同时走向一个万寿盘踞的座椅上 我逃到一个神秘空间中 没想到 他们竟然有人锁定了我的灵魂 随后又建造了 传送阵追了过来 我与他们殊死搏斗 死伤惨烈 无奈我只能将灵魂分裂 拖着残破的躯体逃出 没想到我百年的酝酿 复制一具 时空妖地一想到 那日分魂破灭的场景 他的心中就生起无尽的怒火 如果不是苏白宇 他的实力会恢复得更强 看着如枯骨般的双手 时空妖地狠狠砸下 整个房间被震得颤抖起来 大人 等您实力恢复 定能一举拿下他 哼 不仅要拿下他 更要拿下整个地心 说着 时空妖地用欣赏的眼神 看向段路泽 到时 少不了你的好处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时空妖地笼络了不少人 而段路 则是受重用的一个 因为段路泽对力量的渴望 对长生的期待 远远超过其他人 不然时空妖地 也不会把超越空间的武器交给他 灵州市 一个名为 捐留的孤儿院建造完成 这正是海川他们所做 占地约为一千平方米 高楼耸立在城市外围的郊区 海川几人 也自然成为了名面上的院长 短短数日 孤儿院已经收纳了一千多人 多数都是十四五岁 也有一些十七八岁 大概能有一百多人 剩下的极少数 是还不到十岁的孩子 海川几人 在孤儿院建造完成的那一刻 苏白宇也得到了消息 看着即将进入组织中的新鲜血液 苏白宇也不由地兴奋起来 眼下 海川几人还缺少一个带领他们的头目 苏白宇也需要一个 能为他争别人选的角色 回到赵天市 他便开始做出选择 首先是顾苏年和吕瑞君 他们都是苏白宇的后勤人员 不变过去 所以就只能在楚婉宁 方璇和南赵叶中挑选 仔细思索过后 苏白宇做出决定 让楚婉宁和方璇一起去灵州市 楚婉宁的头脑与实力都非常强 再加上一个强劲的帮手 就算出现什么意外 两人也能杀出一条血路 而南赵叶就需要苏白宇亲自带他历练 他的实力虽然已经躋身顶尖行列 但星星这方面还需要进步 决定好后 苏白宇就带上楚婉宁和方璇 进入了灵州市 在孤儿院 有一间特殊的房间 就是专门为苏白宇提供 房门被海川几人的办公室围在后面 门也被设计成暗门 不仔细看一堵墙无益 跟海川几人通过信后 苏白宇就带着二人瞬间穿梭过来 为了保护两人的身份 苏白宇还特意将变脸 异能的天赋升华为最顶级 现在已经可以随意改变其他人的容貌了 在那堵墙前 海川 渔滨 江山 在门口恭候着 他们知道 从里面走出的人适应的轻信 而且实力绝对不容小觑 呼 石门移动的声音响起 三人站得更加笔直 从里面走出三人 其中一个是尹 左右两侧 就是变脸后的楚婉宁和方玄 大人 三人一口同声 微微低头 净显低微之姿 嗯 这两人就是你们今后的长官 黄 岩 听到苏白宇这样介绍 楚婉宁和方玄都诧异地看向他 他们两人可是知道等级制度 三字 两字 一字 如今苏白宇这样介绍 令他们血气翻涌 大哥 这里 就暂时交给你们了 一定要仔细观察他们的心性 我希望看到组织有新的血液注入 是 大哥 说完 苏白宇就消失在众人眼前 而海川也听到了 楚婉宁和方玄怎么称呼应的 大哥 这种关系 究竟该有多清静 三人不敢马虎 纷纷介绍起自己 随后又带着两人 巡视整所孤儿院 眼前的两位大人 倒不像他们所想 是那种嚣张跋扈之辈 倒却很平易近人 对所有人都给了足够的尊重 苏白宇这边 还有个头疼的问题 就是段路则 他既然能逃出空间限制 那个方块状的东西 定是不凡之物 而且现在已经有人缘了 需要收集足够的异能 来赋予通过甄选的人 所幸 一边收集异能 一边寻找天命组织 南兆业也被他一并带上 这个臭小子 也是该好好历练一番了 交代好吕瑞君和顾苏年后 为了他们的安全 苏白宇又交给了他们美人 一个具有攻击性的异能 随后 才与南兆业踏上历练之路 被苏白宇带到空中的南兆业 心中也有激动 他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究竟能达到什么地步 过去都是除外宁几人冲在前面 他只是 充当一个辅助的角色 他相信 经过这次历练 一定能让自身实力 更上一层楼 苏白宇也看透了他的心思 看了他一眼 淡淡微笑 大哥 我们先去哪 苏白宇掏出自制的地图 估计除了他 没人明白灵魂画师的话 大哥 这是 这是山 你看这些树杠是树林 三角是山 波浪是有水的地方 经过他这么一讲解 南兆业更疑惑了 拧着没扫尸图纸 反正以两人的实力 走到哪都吃得开 地图什么的 也不用太在意 迷路了大不了就飞回来 两人从赵天师的黑林山出发 路上遇到的异兽 都不是二人一手之敌 苏白宇也这次 没有嫌弃异能的垃圾 一个一个都收集起来 即使是地级异能 也被他收藏在系统中 大哥 你说天命组织能有多少人 苏白宇想了想 一个实验室就上百人 怎么说也该有几万 甚至更多 任他有多少 我的雷霆请客间就能覆灭 第89章 异兽山脉 苏白宇和南兆业两人 穿梭在异兽横生的丛林中 为了让南兆业更快地开发异能 苏白宇对他进行了魔鬼训练 反正他有月神之力 对他来说 受点伤又算得了什么 南兆业毕竟是SSS的天赋 普通的异兽 根本进不了他身 苏白宇想了想 随后玩味的一笑 一个剑步就钻进丛林 过了一会 林中腾腾腾的声音四起 连大的都跟着颤动了 突然 苏白宇从树丛后窜出 静直地向南兆业跑来 大哥 前面怎么了 没事 给你带了点玩具 说吧 苏白宇便跳向空中 而在他飞天之后 林中的异兽大军也跑了过来 蛇 狼 各种异兽一起向南兆业奔来 我靠 大哥 这是玩具 面对数十只异兽的奔袭 南兆业顿感手足无措 他看了眼上空的苏白宇 随后眼神一凝 心一横 身躯直立于异兽身前 口中悠悠说出 造梦 造梦是南兆业在秘境中所获的能力 自获得后还从未使用过 一能使用最多的 就是苏白宇赋予的感念操纵 感念操纵也确实比较实用 其中能分出恐惧 爱意 恨意等等 南兆业用的最多的就是 恐惧操纵 而造梦是他第一次使用 苏白宇也有些期待 在上空聚精会神地注视着 随着南兆业口中喊出后 一股莫名的精神力 席卷了前方的异兽群 异兽群顿时停下脚步 眼神变得迷离起来 庞大的精神力消耗 令南兆业头上浮出细密的汗珠 他可没有苏白宇那样庞大的精神力 似乎这就已经是他的极限 而造梦的能力 也让苏白宇大开眼界 长大的嘴 诠释着他的震惊 这家伙给他们造了什么梦 只见下方 异兽们不分物种地抓上对方 眼神中充满迷离 而且还就地大战了起来 苏白宇又气又笑 异能开发的 确实有自己的理解 但这能力可千万不能随意使用 这是畸形的爱 下方哀嚎鸣叫的声音响彻森林 还吸引了附近的异兽前来 苏白宇缓缓落到南兆业身边 用一种异样的眼神打量着 你是不是做什么梦啊 南兆业擦了擦头上汗珠 呼出一口气道 这可是我能想到 最有效控制异兽的方法了 效果看起来确实不错 也没有一直能逃掉 行吧 随后 苏白宇在异兽上空汇聚雷霆 自头颅直接劈下 正在进行大战的异兽 头顶都出现一个拇指大小的血洞 贯穿了整个身体 升华值加356000 一道道兽身缓缓倒下 周围的树叶都被震得四散飘下 这些异兽的能力也不能浪费 虽然大多数都是变身系 但升华后也有不俗的实力 他们的影子也自然成了 苏白宇影子的养料 经过南昭夜独自一战 苏白宇知道了他的薄弱点 一个精神系的异能者 他的精神力显然还不够庞大 好在空间界中 还有数十朵茯苓花 虽然只有第一次吸收 才有最大的功效 但为自己的手下提升实力 怎么说也是值得的 给 南昭夜看着苏白宇递过来的 三朵茯苓花 眼神也变得炽热 大哥 这可是值好多钱的 钱对我们来说 已经不再重要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南昭夜也不再推辞 接过手上的茯苓花 就开始吸收 虽然效果会减弱 但至少也能令精神力翻倍 看着碧眼盘坐的南昭夜 苏白宇也开始 打量起系统中的异能 其中步伐有S级的 但能力苏白宇自然看不上 里面大多数都是B级以下的能力 以前被他所忽视的F D如今也进入他的视野 实力变强后 升华值也源源不断地增长起来 现在也有了试错的成本 160多万的升华值 给了苏白宇足够的底气 先把等级低的都升华到A 看看究竟是什么牛鬼蛇神 升华所需46万2000 是否升华 选中了所有B级以下的异能后 苏白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S 系统中光芒闪耀 原本安静的异能球 突然躁动起来 数十个发光的异能球 流光溢彩 五颜六色 随着第一个升华完成 剩下的也都以崭新的姿态 出现在系统中 苏白宇一个一个认真地看去 其中大都是比较常见的能力 并没有新奇一点的 体质改变 这个能力 让苏白宇读出一丝其他味道 随后赶紧将能力融入自身 实验起来 经过他的测试 了解到 体质改变是通过触摸的方式 将身体变为触摸物体的材质 比如大树 泥土 苏白宇看上去像一个小孩 看见玩具一样 欣喜若狂 随即便把A级的体质改变 升华为SSS级的万化 当苏白宇触摸到水时 便变为一滩水 触摸到岩石 身体便变为岩石 对于伪装来说 神技 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攻击性 但对于苏白宇来说 根本不是问题 苏白宇看着全新的艺能 不禁露出微笑 看来小年的情报小队 也该培养起来了 语言天赋 万化 各种适合 收集情报的艺能 都收集起来 大哥 吸收完了 嗯 现在的精神力 翻了至少两倍 苏白宇重新将 万化放进系统 转身说道 前方就是异兽山脉了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两人向着异兽山脉走去 异兽山脉中 隐藏着不知多少凶猛的异兽 那里 是人类不敢涉足的地方 里面危险重重 稍有不慎 就落得与命的下场 即使命大逃出 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但那也只是对别人来说 对现在的苏白宇 就都是蝼蚁 两人已经远离了城区 不知多远 就连手机的讯号 都时有失误 前方的一条 和像把两侧的森林 隔开一般 前面 就是异兽山脉了 看着茂林丛生的山脉 两人都有些兴奋起来 第九十章 盛宴 两人走到奔腾的河水前 苏白宇利用风 将他们举到大河上空 突然 就在两人正下方的河水中 出现一个漩涡 随后一条满身清零的巨蟒 张着大嘴咬来 苏白宇取出雷鸣剑 向下一甩 剑身在他的控制下 不断旋转 当 剑刃与清零碰撞的一刻 爆出硕大的火花 竟然能挡住雷鸣剑 此等异兽 必是制作装备的极品材料 见此 苏白宇变身为应龙 吼 一声惊天咆哮 响彻山脉 巨蟒似乎感受到 来自灵魂深处的威压 转而就想逃回水中 但苏白宇 怎能让他逃掉 四肢漆黑的利爪 闪烁着令人心悸的黑光 双翅一挥 庞大的龙身 飞速地向巨蟒抓去 利爪精准地抓到 巨蟒扭动的身躯 随后冲着头部驱离一掏 雷鸣剑破坏不了的鳞片 被龙爪轻易洞穿 巨蟒的脑袋 虽然被烘成血泥 但水桶般粗细的身躯 还在疯狂扭动 苏白宇等他不再动后 将鳞片完整地包下 这可是吕叔 制作装备的极品材料 包下最有价值的鳞片后 苏白宇把巨蟒的能力提取出来 是个极为普通的 A级水系异能 看来就是因为他的鳞片 才能在这 异兽横生的山脉中生存 白花花的蛇肉 像刚落下的血一样 两人嚣张地 就在旁边架起篝火 烤起肉来 若换做其他人 肯定跑得远远的 血的味道和肉的味道 会引来其他一手 但苏白宇怎么会怕 只要赶来 那就是送头的 饱餐过后 天色已经渐完 虽然只是傍晚 但在树木茂密的丛林中 像太阳已经落山一样 现在的时间 正是异兽活动最活跃的时候 两人借助苏白宇的灰光 游走在丛林中 从路上就不难看出 这里先有人来 杂草都有一米多高 能走的路更是没有 岩石一能也正好地派上用场 苏白宇利用岩石 铺在地面上 双脚踏上去 与城市中的路 没有任何区别 影子也到了他的主场 黑影穿梭在树丛中 探查前方的路 山脉中的异兽 似乎都划分出了自己的地盘 每一片区域 都有一只精神力庞大的异兽盘距 苏白宇也利用 感知扫视周围 系统分析的消息 也不断在脑中响起 毒腹珠 S级精神系能力魅惑 苏白宇听到脑中传来的消息 随即停下脚步 怎么了大哥 考验你能力的时候到了 苏白宇转身带着南昭叶 向毒腹珠的方向走去 就在前方 蜘蛛网逐渐变得多起来 而且 大到足以让十几人躺在里面 都显得空旷 看着身前硕大的蜘蛛网 要是没有 灰光照亮 还真就被粘住了 试了试蜘蛛网的粘性 是那种能扯下一层皮的程度 而且 蜘蛛网中有一种特殊的毒性 粘到皮肤顷刻间 就会昏睡过去 苏白宇掰下一根树枝 朝蜘蛛网扔了过去 粘到珠网上的木棍 被牢牢固定在上面 细细索索的声音 也从高到看不见顶的树上传来 两人顺着声音向上看去时 一个巨大的黑色蜘蛛落了下来 他的腹部挂着蛛丝 倒旋着滑落到两人眼前 着实把两人都吓了一跳 我靠 大哥 你说的就是这个 苏白宇后退打量蜘蛛 应该就是了 他可是也有精神系能力 有信心吗 南昭叶邪媚一笑 看上毒腹珠 放心吧大哥 毒腹珠此时也把两人看作盘中餐 腹下喷出网状猪丝 向他们照过来 两人找好角度 脚下一用力 纷纷逃出毒腹珠的攻击 随后南昭叶发动造梦 令毒腹珠的行动短暂停滞 苏白宇也不知道 南昭叶给毒腹珠创造了什么样的梦 短暂的停滞过后 毒腹珠有规律地扭动八足 缓慢走向一个参天大树 不会又是那种梦吧 苏白宇似乎觉察到异样 眯着眼看向毒腹珠 只看那毒腹珠对着那棵树 发出了异兽间的爱意 果然 南昭叶又顾忌重施 对毒腹珠创造了与先前异兽 同样的梦境 被控制的毒腹珠 调转了攻击目标 随后南昭叶又把梦境改变 大树在毒腹珠眼里 就是一个爱慕的同类 但这个同类 却对毒腹珠发出攻击 虽然只是梦境 但毒腹珠 还是潜意识地嚎叫起来 见时机差不多 南昭叶又控制毒腹珠的恨意 令他不断攻击那棵大树 变态 南昭叶就像是一个玩弄兽心的恶魔 一步一步侵蚀着毒腹珠 大树在蛛丝不断地攻击下 已经有断裂的迹象 咔 咔 树身不断发出断裂的声音 树叶也不断地落下 随着最长的断裂声响起 大树缓缓砸向地面 而毒腹珠 什么都察觉不出 还在进行攻击 哄 林中沉烟四起 巨大的响声把鸟群惊起 四散飞去 如擎天支柱一般的大树 把毒腹珠砸得绿枝喷溅 几条蜘蛛腿倒腾了一会后 便再也觉察不到任何生机 估计他到死都在想 为什么杀不掉那个同类吧 那可是梦 只要南昭叶不解除 他就永远走不出来 盯着树下蜘蛛看了好一会 直到确认毒腹珠死亡 南昭叶才一脸自豪地 看向苏白宇 怎么样 大哥 苏白宇看到了他的进步 两种异能能够搭配得恰到好处 自然也不用吝啬夸奖 做得很好 进步非常快 随后苏白宇上前 把魅惑提取到系统中 奇怪的是 毒腹珠的毒并不算他的能力 所以只收获了这一个异能 吸收了三朵弗林花 南昭叶的精神力有明显的增强 游刃有余地使用两种异能 没有丝毫的断裂感 照回影子 把毒腹珠的影子也一并吞噬 现在苏白宇的影子 已经扩张到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若是实体化 将会有射人心魄的威慑力 谁见到一个比自身大百倍 千倍的怪物都会恐惧 而且 他的影子也不是花瓶 影子可是有着最强的攻击 第九十一章 荒山异兽 两人小队力量 就能堪比一个异能工会 所到之处 无往不利 即使是多年盘踞于此的异兽 也能弹指间将其展落 灰光得照耀下 树影婆娑 两人的身影也被拉得细长 他们就像自地狱而来的勾魂使者 不快不慢的脚步 逐渐逼近目标 大哥 我现在能轻松地掌控两种异能了 不断与异兽搏斗 在生死的战场上 才能更快地激发潜力 蓝赵叶也没令苏白宇失望 不过还是要提醒他不能 因此骄傲 我们不知道 以后的路会遇见什么样的对手 你做得不错 但还是要继续努力 力量就是自己生存下去的根本 只有不断变强 才能令萧小之辈不敢觊觎 虽然苏白宇的异能都已是最顶尖 但他永远会向着前方出发 山脉深处 已是茂林丛生 月光也挤不进来半点 风划过两侧的大树 树叶被吹得沙沙作响 青色的石板路 也在不断向前延伸 由暗道明的树林 也慢慢露出真容 前面好像有光 苏白宇迷眼看向前方 旁边有灰光的照射 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隐约能看到 有白色的光亮 异象 这是两人心中不约而同的猜测 黑暗的丛林中 那点点的白光 格格不入 走 两人加快脚步 快速地穿梭在树林之中 拨开挡住前方的高大灌木 便掀开了白色光源的神秘面纱 竟然是 一片荒山 展露在苏白宇面前的 是一片光秃秃的小山 在荒山之上 没有一点绿色植物 而那白色光亮 正是月光直视而下 为何周围的树都是高耸入云 而这 却是光秃秃的一片 荒山的异样 令两人不禁诧异 却也令他们心中 升起无比的好奇 苏白宇利用 感知 扫视荒山 很快 一股精神波动 就被探查出来 竟然只有一只一兽 荒山虽然不算很高 但也不小 其中却只有一只一兽 那必定是个强敌 苏白宇邪媚一笑 带着南兆夜 飞到荒山上空 就在两人抵达上空之时 一股犀利从脚下传来 那股力量 犹如一个漩涡 拽着整个身体 被不断向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两人控制着身体 表情扭曲地对抗这股力量 苏白宇颤抖地张开手掌 费力地用出空间之力 空间之力出现的一瞬间 就将两人与下方的荒山 分割成两个空间 他们也开始仔细打量起 这个神秘之地 周围的死记 似乎在无声地宣告这里的危险 虽然犀利不再限制两人 但撕裂感针针地 从身体各处传来 好在有月神之力 疼痛很快就得到缓解 大哥 究竟是什么东西 男赵爷的表情也认真起来 对刚才的事还心有余悸 月光照在光秃秃的荒山上 月亮高悬在这片空缺的上方 苏白宇紧盯着 先前感知到精神波动的方位 眉毛都已被骤成穿自行 旋雷惊现九天变 九天寄我雷鸣剑 给我轰 刹那间 荒山上空 凭空出现数道烟囱粗的青色雷电 而雷鸣剑也在雷电中狂舞起来 似于得了水斑 纵情于其中 雷鸣剑吸收着旋雷的力量 在苏白宇的控制下 旋垂于荒山之上 随着他的心念一动 雷电奏鸣 无数的旋雷呼啸而下 带着狂暴力量的雷鸣剑 也笔直地 刺向那股精神波动之处 哄 肆虐的狂雷如狂逃骇浪 巨大的声响静灌久消 无数的树叶被狂怒的雷霆波及 徐徐飘下 我去 原本苏白宇想一击结束荒山中异兽的生命 但没想到 异兽竟然就是这个荒山 酷似山体的岩象兽 被雷霆劈得抽动身躯 两人都没想到 面前的荒山就是一只异兽 怪不得这一片只有一个精神波动 原来就是它 被悬雷击中身躯的岩象兽 寸寸锻炼 而就在苏白宇以为它即将与命之时 它那破碎的身躯 竟然重新粘合到一起 再看不出一点被攻击过的样子 见到惊奇的一幕 苏白宇毫不犹豫地利用系统分析起它 岩象兽 特殊系引力能力 特殊系再生能力 竟然是个双系能力的异兽 而且 两个异能都不是普通的那种 刚才的引力 两人已经见识过了 非常强 可能是因为吸收了月光 而再生能力 刚刚也展示了出来 这回捡到宝了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场灾难 但对于苏白宇来说 这就是上好的补品 岩象兽庞大的身躯 很难能行动起来 苏白宇看向自己的手掌 随后双拳握紧 雷波 刹那间 苏白宇消失在原地 只留下空中淡淡雷纹 转眼 它凭空出现在岩象兽的一侧 提取 提取成功 获得S级月韵 提取成功 获得S级再生 两种异能到手 岩象兽只剩下天生的十块身体了 苏白宇扶手放上 将雷电通过手传导到岩象兽的身体中 片刻后 碰 自岩象兽内部开始 寸寸崩裂 升华值加34900 从现在开始 这就是真正的一座岩石山了 苏白宇看着系统中的两个能力 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 具有特别能力的异能 喜行余色 苏白宇的嘴都快咧到耳根 升华 升华 两个异能纷纷被升华为最顶级 S到SSS虽然能力的名字没变 但天赋提升却是相当之大 异能的上限也被抬高一个台阶 获得异能后的苏白宇迫不及待地融入自身 环顾了一下四周 随后盯上树上摇曳的叶子 月宇 随着他心念一动 被他手掌所指的那片落叶飞快地落下 随后重重地砸在地上 不错 苏白宇又玩味地看向南照夜 撤掉他身上的空间之力后 月宇悄然打上了他 急速落下的南照夜 手臂被甩向空中 就在他即将落地之时 苏白宇令他停在距离地面十厘米处 大哥 这是你做的 太牛了 南照夜也不禁为苏白宇 获得心仪的异能而开心 第九十二章 孤儿院的天才 苏白宇和南照夜 继续游走于异兽山脉 在精明的猎人手上 猎物很难逃脱 仅凭他们二人 就把这异兽横生的山脉 搅得天翻地覆 苏白宇也赋予南照夜 一个疯的能力 这样 即便是他自己一人行动 也不必靠双脚赶路 数天后 两人正那个严实山 享受阳光 吃着午饭 突然 苏白宇的手机 蹦出数十条提示音 叮叮叮的声音 足足响了十几秒 南照夜那边也一样 两人纷纷掏出手机 一边吃饭 一边用空闲的手 滑动屏幕 上面的消息大体相同 都是楚婉宁他们所发的信息 大致内容是 孤儿院出现了一个 自然觉醒的孩子 让苏白宇回去一趟 苏白宇看到 自然觉醒两次 瞳孔一阵 自然觉醒 不需要异能师辅助 就觉醒的半生异能 这样的人才放在哪个学校 都是天才般的对待 这不禁令苏白宇警惕起来 赵燕 我们回去一趟 是 大哥 南照夜自然也看到了 叫他们回去的消息 改变了一下两人容貌 苏白宇给楚婉宁 回了一条信息后 便带着南照夜赶去孤儿院 收到苏白宇传回信息的第一时间 楚婉宁便找来方玄 大哥要回来了 我们去接一下 两人站在门前等待 片刻后 前方石门缓缓打开 两个帅气的年轻人 从中走出 为首的银发青年 便是苏白宇 后面的自然是南照夜 哇 这里见得好精致 第一次来到孤儿院的南照夜 左瞧右看 丝毫不吝啬他的赞美 旁边几人也一展笑容 婉宁 你说那个孩子在哪 现在在上课 他的能力 嗯 很特别 为了让这些孩子接受教育 海川几人分别成为他们的老师 年纪小的 就由楚婉宁交 大一点的 就由其他人轮流教育 毕竟是个隐秘培养组织成员的地方 所有人都不敢请其他人来孤儿院工作 这也让他们有些疲惫 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 没有其他需要操心的地方 苏白宇看着有些憔悴的两人 不免有些愧疚 当当当 随着钟声响起 楼下传来跑 跳 嬉闹 打闹的声音 大哥 我把他带过来 不要 带我过去就行 孤儿院的主楼一共五层 几人缓缓从顶层走下 四层是海川几人休息的地方 再往下 就是孩子们上课的地方 刚走到三楼时 一个扎着双马尾的瓷娃娃 撞到苏白宇身上 苏白宇倒一点事儿没有 孩子被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哎呦 小孩没有哭 起来拍拍手上的灰尘 又捡起地上的本子 随后奶声奶气地道歉 对不起 刚刚没看到大哥哥 看着甚有礼貌的孩子 苏白宇就知道 这家孤儿院没白见 没事 怎么这么有礼貌 叫什么名字 莫丹青 苏白宇暗自赞赏 名字听起来也很雅致 大哥 苏白宇回头看向楚婉宁 几秒后 从她的眼神中 读出了她的意思 嗯 随后悄悄用系统分析 果不其然 莫丹青 特殊系能力画世界 一个13岁的孩子 就能够自然觉醒能力 这是种怎样恐怖的天赋 苏白宇暗住心中激动之情 悄悄记下了这个词娃娃 去吃饭吧 以后小心点走路 嗯 莫丹青懦懦地回答后 便下楼去了 随着她消失在众人视野 苏白宇凝重地回头问道 她的能力是怎么被发现的 楚婉宁拿出一张画 有彩色蝴蝶的画纸 这就是她所画 那日我在花坛处 看见她蹲在那里 好奇地走了过去 就在我靠近的一瞬间 一只蝴蝶从她的画册上飞出 竟然有如此能力 苏白宇得知她能力的那一刻 心中就想到各种能画之物 若是如此 异兽 怪物 幽灵 等等等等 不是都能从画册走出 这个能力 有无限的开发能力 盯着手中的画纸 苏白宇陷入沉思 蓝照夜也惊叹墨丹青的天赋 墨丹青的能力 还有谁知道 这样一个天才 苏白宇自然要藏下来 从大天起 我就格外关注她 之后就没有发生画复活的事了 而且 画复活好像有时间限制 那只蝴蝶大概十分钟便死亡了 重新画作画纸上的一幅画 嗯 要时刻关注她 没想到 孤儿院刚建成不久 便出现了一个天才艺能者 这大概就是命运吧 四人一步楼下 走在宽敞的草坪之上 正午的阳光正好 直射在头顶 温暖地包裹住每个人 苏白宇伸了个懒腰 眼神一瞥 看见有一辆车 慢慢驶了进来 那是黑皮 是他 现在他帮我们运送食材和器具 他们倒是也想来孤儿院工作 不过被我拒绝了 嗯 人多嘴杂 不能外人接触内部 虽然苏白宇对黑皮心有稀才之意 但终究没有太多解除 孤儿院不可能让他们插手 卡车开进来后 黑皮也看见了楚婉宁和方璇两人 苏白宇和南昭夜现在的样子 他们都没见过 自然认不出 大人 明天的食材送来了 大哥 有苏白宇在 其他人都有规矩地等他发话 黑皮这个人精自然也觉察到 尹大人 嗯 食材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神秘的尹 在他心中永远的诡异莫测 连他的手下 也大气都不敢喘 苏白宇看着班下的食材 每一框都非常新鲜 心中也觉得 黑皮做事不错 孤儿院建在偏远的郊区 很少有人能注意到 但也少不了有心人默默关注 暗处 一双眼睛紧盯着孤儿院 可恶 现在城中越来越难寻找目标了 竟然还建起一所孤儿院 说话之人眼神阴冷 眸子中射出悠悠寒光 钻井的拳头一击 就将旁边的大树折断 拍下几张孤儿院的照片后 他便从侧面的丛林中消失 第九十三章 暗流 灵州市的一间密室 里面昏暗不堪 只有寥寥三盏烛台 散发着隐隐火光 烛光的照射下 几个人影被放大数倍 哼 竟然只有这几个人 就敢建孤儿院 真是不自知 站在中间的男人啪的一下 把孤儿院的照片摔在桌上 照片上正是楚婉宁和方璇几人 容貌的改变 让这些人误以为是个 同情心泛滥的好心人 队长 不如我们结了孤儿院 是啊 位置那么偏僻 这可是个天赐良机啊 他们的照片 我传给那个人了 除了这个 这个还有这个 其他人都不在异能者档案中 应该都是普通人 被叫做队长的人 眼珠乱转 神情凝重 要是我们再逮捕回人 恐怕就没命了 干了 听他做出决定 周围的人也热血沸腾起来 如果能结了孤儿院 不仅完成了任务 这么庞大的数量 说不定还能获得奖赏 召集兄弟们商量计划 被逼到极点的人 往往会失去理智 他们虽然发动自己的人脉调查过 但绝对想不到 捐留孤儿院的背后 竟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影 城市上空飘过一片乌云 短暂地遮住太阳后 雨滴便翘无声息地落下 湿润的微风吹拂着脸颊 连空气都是那样的清新 苏白宇正站在窗外 副手欣赏着美景 大哥 这是我整理出的名单 楚婉宁走到他身后 递过来一叠精心整理过的名单 上面连缺点、爱好都写在其中 苏白宇夸赞他的一番 便仔细地看向名单 上面的人大概有一百多个 男女都有 大部分是快到18岁的 按理说 这个年纪已经快要参加觉醒仪式了 但奈何身无分文 就成为了被遗弃的失败者 若不是苏白宇靠减材料为生 恐怕结局也是如此 除了一些快要成年的 还有一些像莫丹青一样的孩子 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从骨子里透出的性格 楚婉宁挑选的人都很不错 深得其心 但这仅仅是现在 他们获得异能后 谁都不知道 会不会在心理上会发生变化 道足且长 行则将至 看着原来义务所有的小弟们 都成长起来 苏白宇心中也悖感欣慰 回想起并肩战斗的画面 不禁将笑容挂在脸颊 窗外的雨点稀稀利利 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雨水从排水口涌出 颇有波涛之意 许久不见顾苏年和吕瑞君了 也是时候回去一趟了 整日操劳的楚婉宁和方玄 也一并带了回去 密室内流光闪动 四人回到赵天氏的别墅中 身形刚出现的那一刻 顾苏年就一把抱住苏白宇 大哥 你们可回来了 吕瑞君一直沉迷锻造 我都快憋死了 吕瑞君整日钻研锻造 除了吃饭时能与他说上几句话 其他时间基本都待在他的锻造时 灵州市细雨绵绵 但赵天氏却霞光万里 夕阳洒下金色的余灰 让人看上去心旷神怡 收拾好顾苏年的外卖垃圾 几人享受其短暂的安逸 他们就躺在迎着夕阳落下的方向 一边欣赏着美景 一边随便地聊着 吕叔到底在做什么装备 好像说是一个像阵法的东西 我也不太清楚 阵法 这让苏白宇想到 曾经还在艺能学院时的 那个防护罩 但夕阳完全落下 那一轮红日慢慢消失在眼中 几人站起身晃动了一下身躯 纷纷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气 叫吕叔吃饭吧 楚婉宁的手艺没得说 很快就做好了一桌丰盛的晚宴 顾苏年眼睛都看直了 一直吃外卖 早就吃腻了 口水收一收 再滴到菜里 嘿嘿 滴到菜里 那可就是我的了 苏白宇也把正在锻造式研究的 吕瑞君带来 从他的眼神中 就能看出有万分的想念 吕叔 唉 餐桌上 欢声笑语 吕瑞君也谈起他所研究的东西 的确类似一种防护罩 通过特殊能量的激发 来激活防护 苏白宇再一次震惊吕瑞君的才华 虽然没完成最后一步 但相信用不了多久 他便能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防护装置 推背换掌后 月亮已经高悬在天空 皎洁的月光 洒进院子 打开窗户 一股清凉的晚风 吹散屋中的酒气 苏白宇倚靠在窗子旁 桌上的手机 嗡嗡地响了起来 大哥 是江山 这么晚了 难道有什么事 苏白宇接过手机 喂 大人 孤儿院被攻击 对方目标明确 是那些孩子 电话那边传来急促的声音 隐约还能听到打斗的声音 知道了 挂断电话 苏白宇细血地笑着 赶在他的脖子上拉屎 活得不耐烦了 大哥 怎么了 除了您也发现 苏白宇的表情不对 隐约地觉得 是孤儿院那边出事了 有人在我们的地盘上抢人 让他们知道一下 面对的究竟是谁 苏白宇戴上两人 回到灵州市 这次没再改变容貌 而是戴上了久违的面具 三面背背月亮 映照出黑光的面具 戴在脸上 漆黑的斗篷 也在空中飞舞 灵州市的雨还没停下 连绵不断的雨滴 胡乱地拍在地上 夜晚的雨 似乎比白天要大一些 孤儿院的操场上 江山三人 正在与数十人混战 经过开发后的能力 已经不再是从前所能比拟 即使是人数悬殊的战斗 也没落地下风 三人的配合 也很十分默契 攻守兼备 随着天空中的一道炸雷 三个面具 闪现在众人的视野 那是 天上有人影 难道是 他们的援军到了 原本还在攻击的那群人 纷纷向上看去 伴随着雨滴 看上去有些朦胧 江山几人相视一笑 知道是苏白宇他们到了 你们不该进入这间孤儿院 好好享受你们的最后时刻吧 几人不再留守 彻底放弃防守 转而全部化作灵力的攻势 苏白宇也缓缓落下 离境后他们终于看清 这面具 是银 第九十四章 静灌九霄 苏白宇的出现 让下面的人乱了阵脚 尹的凶命 他们可是如雷贯耳 就连上层的领导者段路泽 都只有仓皇逃跑的份 他们不知道 为何会引来他 双脚像被死死定在地面上一样 难以半步 眼神中也尽是惊恶之色 银 银 大人 我们没招惹您 请 请您放条生路 缓缓落下的苏白宇 眼神中充满的不屑 哦 没招惹我 可这孤儿院就是我建的 既然敢做 就要承担风险啊 是银的孤儿院 下面的人群 已经分不清脸上的是雨水 还是泪水 他们知道 这次算是碰到钉子了 而且是那种看一眼就会死的钉子 大人 求您开恩 我们不知道 这是您的地盘 求您了 苏白宇怎么可能放这些人离去 三副鬼神面具 如深渊的使者 散发出的强大气场 就将自命不凡的蝼蚁们 吓得心惊胆战 还真是跟你们天命组织有缘 我不去找你们 竟然亲自来找我了 也好 那便以这滔天玄雷 湮灭世间斜碎 雷动就消 天空之上 雷声滚滚 闪电划破了密布的云层 随后一声炸雷撼动大地 鱼 如根根细针急事而下 狂风似乎想将上天的怒意洗净 那些人终于知道 为什么尹这一字 很多人不敢提及 他就是洪荒猛兽 是非人怪物 雨水刺痛着他们的脸颊 绝望的眼神中 充满悔恨 如今 怕是只有死者唯一的宿命了 无边的落雷轰然劈下 刹那间 就夺走了一半人的性命 恐惧的极点 就是愤怒 围守那名男子的表情 突然扭曲起来 站着身子癫狂地笑着 银 就算死我也要让你掉层屁 苏白宇冷冷地俯视着 只见他眼神一瞥 竟向旁边的大楼攻去 大人 那里面住着上千的孩子 这一击 足以将大楼轰他 后果不堪设想 苏白宇勾起嘴角 不屑于他的手段 哄 爆炸声在众人耳边响起 怎么可能 男子双眼狮神 自己的最强一击 竟不能轰他一个大楼 把他留着 其他人留全尸 苏白宇轻声交代楚婉宁和方璇 得到命令后 两人各自变化 神皇 穷奇 两大凶兽在人群中翻滚 每一击 都有人殉命当场 海川几人看到他们的实力 无不震惊 三人才只能将将抵挡 这两人却犹如切豆腐一般 有如此实力 竟然甘愿屈为人臣 引在他们心中 变得更加诡秘 苏白宇走到 贪坐在地上的林克面前 缓缓说道 来时 我便利用空间之力 封锁了周围 就凭你们 也想与我掰手腕 可笑 林克瞪大双眼 连雨水滴进去都没眨一下 嘴唇不停地颤抖 脸色已如白纸一样苍白 彻彻底底的恐惧 在他身体不断蔓延 手脚虽然还在 但酸软的 不能再动一下 很快 楚婉宁和方璇 解决了那边的战斗 都是一击毙命 没有第二道伤痕 苏白宇让两人看好林克 随后去收集那些人的异能 天空中 雷声不再咆哮 风也不再狂躁 云层也逐渐远离这片区域 月亮的一角被扯了出来 皎洁的光辉映照着大地 提取完所有人的异能后 苏白宇利用毒素 将他们化为紫烟 飘散在空中 战斗的痕迹名海川 几人恢复 林克 则被拎到空中 他既然能驱动这么多异能者 必定不是个普通角色 或许能在他口中问出点什么 远在郊区的惊天巨像 在灵州市城中 也清晰地听到了 深夜 正是熟睡的时刻 但不少人被雷声惊醒 是谁发誓了 NND 发誓也不挑的时候 明天还要上班呢 而灵州市的守护者 却不这么认为 雷声短促而有力 伴随着天空的异象 让他们不得不紧张起来 万一一受暴动 可就不是好办的了 被吓到失声的林克 手脚僵硬地被拎在空中 把他的眼睛遮住后 带回了别墅 别墅中 其他人也在等候 看到苏白于手中拎着的人 他们都明白了 这就是攻击孤儿院的那人 大哥 是不是需要调查 对 都会抢答了 顾苏年掏出一堆不知名的仪器 对着林克 开始扫描起来 很快 通过面部识别 林克的信息显示在电脑上 哼 竟然是兰陵艺能学院的毕业生 看到他的第一条信息 苏白于也呆住了 竟然还是个学长 上面记录着 林克在毕业后 进入了新火艺能工会 随后 因为贩卖技能胶囊被抓捕 现在妥妥的一个通缉犯 把他交上去 还能获得一笔赏金 但对于赏金来说 他知道的消息才最重要 苏白于打量着丢了魂的林克 自知已经深陷淋雨 再没生还的可能 索性就安静地等着苏白于的审判 林克是吧 听命于天命组织的哪个 任务除了抓人 还有什么 面对苏白于的质问 林克还是一言不发 黑不遮住的眼睛 似乎在预示着他最后的结局 眼前只有黑暗 无尽的黑暗 噗 没有等到林克的回答 等来的却是他口中喷出的鲜血 喷出血后 林克躺在地上再无声息 被吓死了 大哥 你做什么了 都给人家吓死了 苏白于也没想到 林克的心里承受能力这么差 还没下手呢 竟然自己先被吓死了 清理好物内的痕迹 苏白于心中生起一记 现在没有其他人知道 林克已经死了 若是装扮成林克模样 引诱藏在暗处的天命组织上钩 或许能离上面更近一步 成功了 成功了 哈哈 就在几人商量的时候 吕锐君狂笑着 捧着一个水晶状的东西走了进来 成功了 守护装置成功了 其他人也好奇地看过去 怎么用的 将异能力注入试试 苏白于缓缓将异能力注入 请客间 自装置向周围散发出一种空间之力 第95章 自适应防护装置 苏白于将空间之力灌输进去之时 空间的力量刹那间包裹住了整间别墅 这 所有人还在震惊之时 吕锐君又让楚婉宁将力量注入 待他试着把蓝燕的力量也注入其中 原本透明的半圆形罩子 请客间散发出悠悠蓝光 竟然还有如此能力 苏白于不禁震惊地看向周围 防护装置竟然可以自适应使用者的能力 怪不得吕锐君耗事这么久才制作出来 有了这个装置 只要有个一人在 便可驱动 极大的程度降低了使用条件 吕锐君在锻造上的天赋 的确令人震惊 这样的想法又有几人能想出 而做得出来的 恐怕就只有他一人了 倘若放到市面 并能掀起不小的波澜 拍出天价也在常理之中 吕锐 需要什么材料尽管说 可不能因为材料耽误你的创作 吕锐君黑黑一笑 宝库中的材料确实消耗挺多 苏白与白白手一脸不在乎 这些材料都是小事 能制作出这种东西 多少都值得 有了这个装置 孤儿院也不怕有萧小之辈的偷袭了 能极大程度地保护其中的孩子 那些孩子可是火种 不能就这样被熄灭 为了进行伪装林科的计划 苏白与带着两人又回到孤儿院 短暂的团聚后 又到了离别之时 他们都知道 是在为组织而努力 没有丝毫怨言 将南兆夜留在别墅 也能让寂寞的顾苏年活跃起来 灵州市圆月高悬 虽是午夜 但依旧被月光照得透亮 原本因为战斗留下的痕迹 再看不出丝毫异样 婉宁 你们二人照看好孤儿院 这六朵芙苓花 你们每人三朵 接下来 我便要换一个身份了 说吧 苏白与把守护装置交给两人 随后变成林科的样貌 又把林科的爆炸异能 放到身体中后 便离开了孤儿院 楚婉宁按照苏白与的意思 重点关注启明单上人的品性 这不仅是为组织选人 也是在为自己选手下 通过挑选进入组织的人 肯定需要有人带领 而且 楚婉宁他们也需要手下 尤其是顾苏年 都不知道问过多少次了 离开孤儿院的苏白与 游荡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他披上了与林科相同的黑色披风 帽子遮住了他整张脸 夜风微凉 空荡荡的街道被吹出回响 散落的叶子也被聚成了一堆 一根根的路灯 将他影子拉得细长 安静的街道 只能听到他行走的声音 伴随着萧瑟峰 看上去格外寂寥 竟然一点情报都查不出 究竟是什么人在保护他 以顾苏年的能力 只要有一点蛛丝马迹 都能追查出线索 但林科却一点信息都没有 如果不是他隐藏的手段极其高深 那就是有人在暗中包庇 苏白与一边猜测 一边漫无目的地走着 突然 他叭叭叭的声音从前方传来 在寂静的街道中 声音被无限地放大 听脚步声 略显慌乱 苏白与将帽子往上推了一下 看见从远处一个瘦弱的身影跑来 怀里好像还抱着什么东西 人影越来越近 一个黑色中长头发的男孩 与他擦肩 脸上还挂着坚毅的表情 离境后才看清 他手中的是一块蛋糕 站住 小兔崽子 在那个男孩后面 还跟着一个体型健瘦的男子 手里还拿着一根棍子 跑到苏白与身边时 他一把甩下棍子 别让我再看见你 随后他的脸上 竟然挂上了一脸慈祥的笑容 苏白与不禁问道 东西被偷了 你笑什么 连个小孩都跑不过 那名男子白白手 要是没有难处 谁又会偷一家蛋糕店 我追他也只是 告诉他做事的后果 竟然还是个颇有善心的男人 虽然看上去五大三粗 但心思却很细腻 聊聊说了两句 他便渐渐走远 苏白与回头 看向男孩逃跑的方向 他的好奇心瞬间拉高 反正林克这件事 还毫无头绪 不如去看看 那个男孩要干嘛 苏白与便回真容 向后面走去 利用感知异能 不断扫视着周围 周围反馈处的精神有数十道 看向耸立的高楼 显然那个男孩不在其中 越向后面走 周围的环境越残破 倒塌的房屋 还有剩下半截的楼房 无不诠释着这里的破败 就在前方 苏白与感受到了 两股精神力传来 还有一个 迈过残砖堆砌的小鹿 向着精神力传来的方向走去 在一所满是列文的平房中 有淡淡橙黄色的光亮透出 苏白与也不确定 是不是那个男孩 便利用影子前去查看 影子犹如黑夜的使者 一瞬间就到了屋子前 通过破洞的玻璃 看到里面一男一女 差不多都是十七八的样子 影子所看到的景象 共享给苏白与 男孩正是在街道上看到那个 他正敏捷地打开 包装精致的蛋糕盒 躺在草席上的女孩 却很奇怪 虽然被破洞的被子盖着 但能明显地看到 寒气从他身体上飘出 妹妹 生日快乐 哥 你吃吧 我就快死了 一点也没关系 别说傻话 一定有办法能救你的 男孩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 切下一块蛋糕 端到女孩身前 当被子被打开的刹那 寒气竟然跟流动的云朵一样 飘在下方 这是怎么回事 分析 见到这奇怪的一幕 苏白与立刻用系统分析起来 染男 变身系异能兵精灵 竟然是异能 那为何却控制不了 苏白与脑海中无数的疑问顿时升起 这让他不禁好奇起来 拉回影子 苏白与不紧不慢地走到房屋前 哒 哒哒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令里面两人紧张起来 妹妹别怕 我出去看看 染北攥紧双拳 心神一定 缓缓将门打开 苏白与看着比自己矮一头的染北 柔声说道 别误会 我不是来要当高的 第九十六章 计策 染北的眼神中充满敌意 时不时还回头看向染南 你是谁 要干嘛 苏白与随即展示了自己的治疗能力 或许我可以救你的妹妹 染北眼中增添了一丝疑惑 心中天人交战 他不知道苏白与有何意图 但他的妹妹恐怕挺不过今晚了 我没有钱 染北显然是被触动 说话的语气也不再像先前一样冷硬 苏白与透过门缝看向卧床的染南 我不需要钱 现在或许用不到 但我需要的时候自然会找上你们 能治疗染南 这件事在他心中实在太过重要 相依为命的亲人 就这样看着生命慢慢流逝 心中万分悲痛 好 你要是能治好他 当牛做马 我都愿意 苏白与淡淡一笑 走进屋中 屋内已被寒气充斥 脚下白雾都已慢到小腿 哥 妹妹 别怕 他说能救你 虽然染南心中忐忑 但有哥哥在 不安的情绪得到缓解 苏白与将被子完全掀开 染南的双脚和手臂 竟都已变成蓝色冰晶 刺骨的寒意 从他身体向周围散发 这是怎么回事 染北摇摇头 我也不知道 从他的语气中 明显听出了自责的情绪 苏白与摸上染南的手掌 完完全全是一个冰雕 看样子 过了今晚 全身都会变成这样的冰块 苏白与用月神之力 笼罩染南的全身 但一个顶尖的治疗能力 竟只能做到缓解 皱着眉 苏白与又尝试了 另一种医疗能力 正是方力的细胞活化 细胞活化 在接触到染南身体的那刻 他的脸色不再白得吓人 缓慢的治疗过程中 他的手掌已经变回了肉体 染北看到这一幕 顷刻间泪水夺框而出 跪在地上 不断地向苏白与磕头 谢谢 谢谢 染南也同样在震惊之中 有人说 只有方力能医治好他的病 但他们一是没钱 二是方力也封掉了 本以为只有死路一条 但今天却如重获新生一般 苏白与当然也有私心 一个自然觉醒的变身系能力 可遇不可求 通过他的治疗 他也隐隐猜到 或许是因为之前方力他们的计划 染南不知如何误使了那些食材 从而导致细胞逐渐死亡 而这时 体内的异能也恰好觉醒 这才造成了眼前所看到的一幕 利用细胞活化将身体复原后 月神之力又恢复了他的生机 重新感受到手脚的染南也扣拜起来 谢谢您 苏白与摆摆手 我虽然不收钱 但需要你们效命于我 是 我们愿意 苏白与如同再生父母 把两人从深渊中拉回 将他们的灵魂锁住后 苏白与告知了染南体内的能力 义能 就是在这个世界行走的通行证 令两人暂且安顿在此 苏白与又变为林克的模样 回到灵州市中心 目前先看一看 两人的品行怎样 若是没有达到苏白与的要求 他便夺走染南体内的冰精灵 月光已经不再明亮 破晓之前的天空 是最为黑暗的 萧瑟的风更加有力 良意也逐渐加深 就在苏白与走进一个胡同之时 前方有人挡住了他的去路 林克 你挺能逃啊 你说带回来的人呢 踏破铁鞋无觅处 想必 这就是接引林克的人 苏白与既从心声 谨慎地说道 人已经抓到了 费了好大的功夫 其中一个似乎是个觉醒者 哦 人在哪 苏白与所说 正是染北染南两兄妹 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了用场 苏白与不敢多言 生怕说错一个字 就让这条好不容易上钩的大鱼溜走 带着身后的黑衣男子 两人又重新回到那间破屋 我去将他们带来 快去 别想耍花招 苏白与推门而入 染北染南见到陌生的面孔 原本欢欣的情绪 瞬间变得凝重 你是谁 又来了 苏白与便回原来模样 听我说 我现在需要你们配合我演一场戏 我可以保护你们的安全 好 两人不假思索地一口同声说出 想必也是为了报答 救下染南的恩德 简单地交代两人后 苏白与又变为林克模样 找来一根绳子 绑住了他们的双手 又蒙住了他们眼睛 随后 眼神阴冷地压着两兄妹 走出破屋 就两个 看到他就带出了两个人 黑衣男子显然有些恼怒 你这两个够干嘛的 要你干什么吃的 苏白与躬身 卑微地接受着他的指责 林克 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若不是缺人手 你早就 被当作实验梯了 是是是 看向旁边染北染南 又看了林克一眼小声问道 哪个是觉醒者 女孩 行了 没你的事了 下次完成的不好 依然改变不了你的命运 苏白与也很气愤 从未像这样被人压迫着 但小不忍择乱大猫 虽然他心中不断咒骂眼前的男人 但嘴上还是奉承着他 分析已经将男子的异能 一览无疑地展露在苏白与面前 一个A级异能 有什么好狂的 阮北阮南两兄妹被带走 但他们心中从未有过一丝害怕 他们完全相信 苏白与承诺他们的话 这一条大鱼 苏白与怎能让他轻易带走 带他走远后 苏白与利用影子 在暗中跟随 而他的本体也在街道中来回穿梭 许久 在灵州市城中心区域 他的速度逐渐放缓 转身对两人说道 放心 你们是在为一个伟大的事业做贡献 全人类都会感谢你们 他脸上邪魅的笑容高挂嘴角 阮北和阮南也装作害怕的模样 又在附近拐了好几个弯 苏白与心中不禁发问 这人怎么来回转圈 发现我了 不知在那条街道转了多久 终于从一处高楼楼顶下来一人 这就是新人 是 林克那个家伙办事越来越操了 若是如此 就让他变为实验品 第97章 医院暗道 高楼上跳下之人 打量着阮北阮南两兄妹 随后他无奈地摇头道 有总比没有好 走吧 嘿嘿 人通大哥 听林克说 这女娃还是个异能者 哦 听了纪东勋的话 他顿时来的兴趣 眼神也变得玩味起来 是什么异能 街道人第一时间就带过来了 还没来得及查探 先带回实验室 天空越来越暗 路灯也到了 他该休息的时候 仅能透过一点微弱的光亮 看到人通带着纪东勋几人 来到一个医院后面 苏白宇在暗处跟随几人 在他们经过一处幽暗的小路时 苏白宇立刻让影子附上纪东勋的影子 在纪东勋影子的隐藏下 没人发现有东西掺杂在其中 医院后方有一种莫名的阴森 或许是因为阳光不能直射到的原因 就连温度都要比其他位置低上几分 空旷的土地 人通把手拍向地面 刹那间 泥土如沙一般 缓缓向两侧分开 一个漆黑的隧道出现在眼前 从上向下望去 一眼看不到底 只能看见层层的阶梯 向下走去之时 隧道两侧的火把 缓慢亮了起来 空洞的暗道 回响着几人杂乱的脚步声 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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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人怎么不喊不叫的 可能是被吓傻了吧 一路上 燃北燃南只字未说 即使摔倒了 也没吭一声 终于 抵达了隧道的尽头 白色光亮从金属门后传来 人通将两个手掌 分别放在两边的门上 随着一声沉重的响声 厚重的金属门 缓缓向两侧打开 突然出现的白光 有些刺眼 短暂的缓解后 实验室逐渐在视线中清晰起来 旁边还有几个 统一着装的男人 在门口把守 任大哥 你回来了 嗯 等四人进门后 金属门又缓缓合上 这个门 是利用能建造的 所有金属共同建造 就是防止一些金属异能者 能直接利用异能 降门破坏 而且还利用科技 将空间防护罩 设计成识别指纹的装置 只有识别正确 才能关闭防护罩 打开金属门 而指纹没有收录在内的人 只会被空间支离反噬 人通伸手一指 对着旁边的看守说道 把这个女的带到陶博士那里 男的关在实验体房间 是 苏白宇的影子 一直躲在旁边 既然已经知道了实验室所在 那就不用遮遮掩掩了 心念一动 黑影瞬间从纪东辉身后抱起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人通他们猝不及防 你背叛了 人通怒目瞪着纪东辉 纪东辉当然也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没没没 我没背叛组织 这边的响动 令所有守卫聚集在此 警报声也在此刻响起 所有人都带着敌意 看着纪东辉 眼神射出的光芒 似乎想将他吞掉一般 抓住他 守卫蜂拥而上 将原本就狭小的通道 堵得水泄不通 俗话说 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人 纪东辉被一下一下 打到屑剑四方 但他都已经倒地不起了 黑影还存在后方 人通警觉地盯着黑影 黑影的嘴巴也咧得老大 上面似乎还树立着根根尖牙 苏白鱼把自己的一缕灵魂 附上黑影 自上而下地俯视着震惊的人通 不知其为何物的黑影 犹如一个在地狱游荡的鬼魂 双目闪着悠悠蓝光 张着血盆大口 硕大的身躯 把门口的空间都塞满了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人大哥 这东西是不是跟着你们进来了 人通不断回想 路上明明没有任何东西跟在身后 难道是纪东辉带进来的 黑影晃动 像火焰一样摇曳着 这是苏白鱼第一次将灵魂附上黑影 全身飘渺的感觉的确有些神奇 看着眼前乌泱泱的人群 苏白鱼毫不犹豫地扑向他们 煞时间 哀嚎声音四起 那些人不自觉地使出了自己的异能 除了苏白鱼的黑影 他们周围的同伴都被攻击到了 这究竟是什么怪物 啊 他们说话不再像之前一样平静 现在更像是嘶吼而出 尖叫声伴随着警报声 实验室的其他人 自然也注意到这边的异样 除了正在试验的人员 其他人纷纷靠了过来 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快通知李秘书 后面没有攻击能力的实验人员 见到眼前一幕暗叫不好 实验室被攻击可不是个小事 如果不能尽快解决 恐怕要遭受灭顶之灾 苏白鱼利用黑影的特性 蚕食着这些人的影子 左边一口 右边一口 看着他们奈何不了自己的样子 苏白鱼更加肆无忌惮 实验室中 目光所及之处都被他攻击一番 各种器皿哗啦啦地摔落地面 装有不知何物的容器 也被摔碎在地上 染北染男两兄妹 也在混乱的局面下解开束缚 他们看到的一幕 估计今生都难以忘卷 装有器官的容器 无论是异兽的 还是人体的 都有一面墙那么多 他们看到眼前黑影时 心照不宣地想到苏白鱼的话 随后两人对视眼 染北捡起看守的武器 也跟着一起破坏实验室 染男则是适应着他体内的异能 起初 只有双手有些许变化 雪白的皮肤如指一般白 造出的冰如宝石一样 蓝得晶莹剔透 自然觉醒的能力确实强 只是第一次使用 就展现出惊人的实力 这一切 苏白鱼也看在眼中 心中暗自赞叹他的天赋 相信若是在熟悉熟悉 说不定可以媲美老牌的S级异能者 短暂停滞的苏白鱼回过头去 实验室他可不是第一次来了 刚开始仁通说的实验体房间 应该就在不远处 白亮的灯光下 黑影在实验室中不断穿梭 没有一人是他的对手 染北染男两兄妹 也跟着苏白鱼向前走去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内 苏白鱼感受到 其中有数道精神力传出 顺着门缝钻进去后 他看见了正在做着实验的陶博士 第98章 李秘朔 陶博士等人还在实验室中 聚精会神地进行实验 对缓慢钻进来的黑影 丝毫没有察觉 看着实验台上痛苦不堪的人 苏白鱼怒从心中起 黑影一点一点 进入实验室逐渐变大 他们也终于发现了异样 操作仪器的手短暂地停滞 陶博士的助手 被黑影吓得连连后退 这是什么东西 是实验室的人吗 经手了无数异能的陶博士 认出了眼前怪影为何物 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实验室中的异能 大门刚要招呼守卫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像被雷击一样 愣在原地 警报声早已响起 看守们在痛苦的哀嚎 实验器才被砸得粉碎 被关起来的实验体 也不知被谁放出 隔音的实验室 先前没有听到一点声响 眼前的景象令陶博士心脏剧痛 啊 他再也控制不住 这么多年的心血 如今毁于一旦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 黑影的笑容变得更加诡异 眼睛射出的幽光 让他们心中生寒 苏白宇心中猜想 竟然敢把实验室 建在城市中的医院之下 说没人在暗中推波助澜 他是不幸的 陶博士的眼神愈加阴狠 脸上也挂起了邪魅的笑容 把人造异能者都放出来 苏白宇也没想到 陶博士竟然会这样疯狂 得到命令的助手 迅速地打开旁边的大门 门刚打开的一刻 嘶吼 喊叫的声音四起 打开枷锁的人造异能者 像失去理智的野兽一般 疯狂地破坏着周围的一切 好在阮北和阮南 把被关着的人带进暗道 没有波及到他们 这些东西 已经不再是完完整整的人 异兽也一样 被改造过后的他们 身体或多或少 长出了不属于自己的肢体 数十只人造异能者 在陶博士手中遗弃的控制下 一同攻击黑影 苏白宇没有动 就这样静静地看着 人造异能者的痛苦表情 深深触动了苏白宇 若是不能把天命组织解决 就会有更多人被改造成怪物 为了让他们不再痛苦 苏白宇把黑影变到最大 刹那间 巨大的黑影填满了半个空间 随后他扑向人群 他们的影子 也变成了黑影的养料 见到这一幕的陶博士 大惊失色 这怎么可能啊 影子的攻击力 为何这么强 本体难道不在影子中 为何攻击会无效 一瞬间 好几个问题充斥着他的脑海 苏白宇自然也不会为他解释 就在他正要吞噬掉 他们的影子时 外面 苏白宇本体感受到 数十股精神波动传来 看样子正是直奔实验室而来 目的如此明确 必定是实验室召集的人手 或许 他们的交谈 能获得有用的情报 苏白宇将影子变小 隐藏在暗处 陶博士等人 见到这一幕 也目瞪口呆起来 这是怎么回事 消失了 可能是使用者精神力枯竭了 通知李秘书了吗 应该很快就能赶到 赶到有什么用 实验室已经被毁了 陶博士双目失神 看着周围的一切 所有的心血都复制东流 实验体也被放走 一切的一切都如泡沫一般 他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 泪水一瞬间夺框而出 卡拉 随着金属门传来的响动 从暗道中走出了几道人影 后面还有被抓回的实验体 阮南和阮北也在其中 苏白宇自然也混在其中 怎么回事啊 实验室不知被什么人潜入 所有实验器才都被毁了 陶博士瘫软在地 有气无力地说着 虽然看到了后面被抓回的实验体 但他心中依然生不起一点开心的情绪 李秘书穿着一身黑色净装 身后的人也训练有素 健硕的肌肉在衣服的遮盖下 还能看出棱角 环顾四周 各色的溶液混在一起 破裂的器皿 还在滴答滴答地滴着水 暗处的黑影 被苏白宇拉回身边 之前接近一百个影子 算得上是饱餐一顿 李秘书攥紧双拳 眼神中充满着愤怒 究竟是谁 李秘书 这里已经被人发现了 而且也被损毁 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 李秘书 苏白宇听到陶博士 对黑衣男子的称呼 遐想起来 能有个这样的秘书 还能有这样的队伍 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随后他微微一笑 不是不想让人知道吗 我偏偏要引起更大的风波 就在所有人 把注意力放在实验室时 苏白宇利用空间跳跃 回到先前隐藏的位置 此时天空已经微亮 东边泛起一抹雨堵白 黑夜已经退下 迎来的是缓缓升起的朝阳 街边的商贩 已经陆陆续续地开始营盛 医院后方如往常一样 空旷且平静 苏白宇找到一家 最大的媒体大楼 转换上瘾的衣服 五彩双翅 在金色的朝阳映射下 栩栩生辉 标志性的面具 被一眼认出 你们看 是瘾 怎么会出现在灵州市 见吸引了足够多的人 苏白宇沉生说道 想要大新闻就跟我来 有这好事 谁都不愿意放过 大楼中的记者 匆忙地背上设备 按照苏白宇的指引 来到了医院后方 来这里干嘛 大新闻在哪 虽然心中发起疑问 但手中的动作却没停下 咔咔咔地拍摄空中的苏白宇 看到这些记者跟了上来 苏白宇落到一块 空旷的土地面前 那里正是暗道的入口 随后他利用土系异能 将覆盖在上方的泥土分开 隐藏在下面的暗道 映入眼帘 这怎么会有暗道 难道是医院所见 苏白宇示意他们一起进入 为了报道大新闻 他们也鼓起勇气 一同进入 昏暗的通道内 闪光灯像闪电一样 每一次按下快门 就令通道骤然白亮起来 终于到了实验室的大门面前 这门对别人或许有些作用 但对于苏白宇来说 如指一样 空间之力 在苏白宇触摸之时就被解除 随后漆黑的龙爪 将金属门撕开一道裂口 破坏的口子能进人后 里面的景象震惊了所有记者 第99章 点燃影线 实验室的景象 展露在众人眼中 虽然有人挡在门外 但还是能从缝隙中 看到恐怖的一幕 血液与实验室的溶液混在一块 一片红一片绿 气泻的残骸散落在地上 记者们毫不犹豫地拍摄起来 这绝对是个大新闻 门内的李秘书眼睛瞪得老大 而后又变得阴狠起来 若是照片流出去 不仅他要接受审判 就连他上面的人也跑不掉 抓住他们 李秘书下令 旁边的手下蜂拥而至 苏白宇缓缓从门后走出 看向李秘书冷漠地说道 你们尽管拍 任谁都不能伤 你们分毫 话音未落 硕大的黑影 顷刻间冲了过去 即使是训练有素 体型健硕的人 碰到苏白宇的黑影 就像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孩子一样 影子不断在人群中游移 惨叫声也回荡在悠长的隧道中 你 李秘书看着眼前的荧幕 苏白宇一人就置住了所有手下 这是怎样的实例 他知道眼前的是谁 是大名鼎鼎的影 他不知为何实验室会被发现 也不知为何影会前来 他只知道今天过后 怕是要大乱了 那些经手了无数人体的实验人员 也被这恐怖的一幕 惊得双脚颤抖 他如魔神将士 如深渊 如炼狱 无间不摧的力量 逐渐摧毁着他们的心理防线 完 完了 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 我的实验室 我的 陶博士自知 眼前局势被苏白宇掌控着 那无可匹敌的力量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渺小 颓丧的表情刻在他的脸上 嘴里一直嘟囔着 完了 门口发生的变故 也让那些被抓起来的普通人 也害怕起来 他们怕刚出狼穴 又入虎口 他们堆在一个角落 身体颤抖着蜷缩在一起 阮北和阮南看向黑影方向 心中的疑问也得到答案 难道那个人就是尹 作为一个风云人物 尹的名头 即使不去刻意打听 也能在茶余饭后听到 但他们没有想到 救下兄妹二人的 竟然是尹 之前赵天氏的风波 就连其他国家 都有所耳闻 自然也被灵州市的人民口口相传 尹的强大 嫉恶如仇也成为了他的标签 能为他做事 可不是谁都可以的 阮南手中冰晶凝结 瞳孔由黑色瞬间变为深蓝色 脚下也逐渐凝结一层白霜 寒气也慢慢从他身边散发 他们想证明 自己有能力为你做事 啊 随着阮南大喝一声 冰霜自他身体迅速向周围扩散 煞时间 实验室的每个角落 都被附上了一层冰霜 白色的寒气 缓慢地在低空流动 苏白宇也对阮南的实力表示赞许 蕴含刺骨冷意的寒冰 包裹住还在挣扎的李秘书 任他怎样反抗 都无法挣脱着寒冰牢笼 S级的能力的确恐怖 门内再无抵挡之人 记者也蜂拥地冲进实验室 争先恐后地拍摄内部 每个房间 每个实验室人员 记者每个角落都不想放过 这个新闻迈出去 至少能吸引至少百万的流量 苏白宇走到李秘书面前 用手轻轻划过寒冰牢笼 眼神里充满不屑 跟我斗 你有那个实力吗 被束缚手脚的李秘书 不甘 绝望 悔恨之情都表露在脸上 哼 只见他眼神突然变得坚毅起来 苏白宇暗叫不好 伸手便控制住了他抽动的嘴巴 右手捏着他的两侧脸颊 疼痛使他不自觉地张大嘴巴 就在他的后槽牙位置 有一个被伪装成牙齿的毒药 被他取出 想死 还不是时候呢 最后的一条路被苏白宇封死 他眼神里只剩下了一种情感 绝望 无尽的绝望之色从眼神中射出 让我死 让我死 成为异能者打拼了这么久 苏白宇早已不再是曾经的小孩 李秘书这种做法 显然是想死无对证 只有两种情况 一是想保护他的上级 二是想保护自己的家人 看他的样子明显是后者 若是死了 自己的家人就能被护下来 可如果被抓走 等着他的不仅是审判 还有其他人对他家人的威胁 泪水顺着他的眼窝奔流不止 嘴巴张大 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曾经有多辉煌 现在就有多落魄 苏白宇看了下四周 记者都已去其他地方拍摄 现在正式提取异能的好机会 地上不计其数的尸体 有实验室的人员 有李秘书的手下 但更多的 还是人造异能者 苏白宇看着他们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随后重重探出 除了还存活下来的人 其他人的异能 都被苏白宇 剔取到系统中 里面大多数都是 还没使用异能 就被黑影折磨到 痛哭死去的人 不得不说 李秘书的手下 确实惊悍 几乎都是A级天赋的异能 只要稍加努力 就有不俗的实力 做完一切 苏白宇将 燃北燃南叫了过来 你们还不错 现在就去郊区的 捐留孤儿院 里面自会有人接待 好 苏白宇还没告诉他们 是什么事 两人就答应下来 心里暗想 你们还真是相信我啊 是因为救了他们两人吗 还是因为 引得强大实力 答案就藏在两人的心中 打发走两人 苏白宇扫视着 整间实验室 出了一片狼藉 就在未发现什么 又看了一眼 绝望的李秘书 和陶博士 下一秒 苏白宇传送到 灵州市的守护者公会 外面已经天光大亮 金色的朝阳 给大队披上了 金黄的外衣 高耸的守护者公会 看上去更加灰红 在苏白宇身躯 出现在公会前的那一刻 门外的看守就发现了他 你知不知道 这是守护者公会 我不知道 还来这干嘛 把管事的叫出来 那个看守愣头愣脑 一脸没睡醒的样子 走进去后片刻 与苏白宇 有过一面之缘的 白须老者走出 不知尹大人有何贵干 中心医院后门 自己去看吧 剩下的交给你们 苏白宇早已得到 他想得到的信息 而且也同步给了顾苏年 人就交给守护者带走 做个顺水人情 第100章 财大气粗 地下实验室的记者 马不停蹄将拍摄的内容整理 都想在第一时间 报道这个爆炸性新闻 守护者的人赶去之时 里面只看见 被寒冰控制住的李秘书 和陶博士等人 拄着拐杖的白须老人 一改之前的和蔼 眼神变得愤怒起来 拐杖哒的一声落在地上 竟然在我们眼皮底下 建实验室 统统带走 这已经不是一个小事 影线已经被点燃 恐怕难以熄灭 网上的报道铺天盖地地传播开来 灵州市的中心医院下方 竟然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 里面的实验体不计其数 更残忍的是将器官 当作展品一样 陈列在墙上 影的画面相较于这次的新闻 只占了一点篇幅 但也是举足轻重的存在 她的强大 再一次刷新了大众的认知 似乎每次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 实力都超越从前 暗中窥死的人怒火中烧 影就像一个黑夜中的幽灵 无时无刻不在 与他们作对 回到别墅中的苏白宇 和顾苏年一起查询李秘书的底细 这次 就连他区长父亲的权限 也不够资格 可想而知 李秘书身后的人 有多大的能量 顾苏年的眼神坚毅 这是他第一次露出 这么认真的眼神 大哥 我需要一些时间 如果强行攻进苍文国的系统中 势必会被发现 好 交给你了 来到宝库 上次李瑞军说 材料已经不足 苏白宇把自己空间 借中用不到的 先补充进来 可不能因为材料的问题 耽误这个锻造天才 上次卖材料和黄金的钱 还一分没动地存在苍龙卡中 钱现在只是个数字 只有把它换成有用的东西 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带上苍龙卡 苏白宇又一次来到 赵天市的拍卖行 这次他的底气 可不是一般的足 拍卖行还是一如既往 金币辉煌的大字 高挂在五层楼上 您好 拍卖已经开始 请出示会员卡 会员卡 好像上次武进给了他一张卡 不过早就丢了 丢了 看门的人明显不信 哪有人会把赵天市 最大拍卖行的会员卡弄丢的 不好意思先生 没有会员卡 无法进入 职业的操守 让他没有把不悦的情绪挂在脸上 苏白宇直接掏出 装着资金的苍龙卡 去检查 够不够资格进去 结果苏白宇递过来的卡 他满脸疑惑地 看着眼前陌生的男人 谁这么有底气 赵天市似乎没见过呀 他自然没见过 上次来戴着面具 这次直接换了一张脸 带着苍龙卡进去检查 片刻后 他慌张地端来苍龙卡 眼中净是金色 双手都有些颤抖 您好 实在不好意思 我已经通知了吴先生 您稍等片刻 苍龙卡的金额 让他数了好几次 生怕漏掉一个零 很快 从门后快步走出一个老头 吴靖来到苏白宇身边 恭敬地说道 您好先生 拍卖已经开始 您可以直接聚到贵宾席 贵宾席 可不是那些普通会员大厅的位置 二楼不是非富即贵 就是实力强大的人 苏白宇在门童的带领下 来到一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 面前是一整块玻璃 能够清晰地看到拍屏 房间装饰的也很是恢弘 连里面摆放的器物都高达百万 先生 祝您拍到新衣物品 嗯 说完 门童走出 轻轻把门带上 苏白宇进来之时 已经到了第二个拍屏 是一把A级的长枪 长枪通体弹 枪间闪着射人的寒光 枪身还雕刻着一条龙盘旋在上 根据台上拍卖师所说 这把武器是出自苍龙国高级锻造师之手 若是激发其全部威力 足以打出P美S级武器的一击 听到足以P美S级 台下众人的目光都变得火热 虽然在其他人眼中是个宝贝 但在苏白宇这里 就是个垃圾 也就相当于吕锐军 没有锻造成功的半成品 苏白宇这次前来 可不是来买垃圾回去的 就让给他们抢了 虽然对苏白宇来说没有诱惑力 但对其他人来说 心里却不能平静 所以P美S级的武器 800万 850万 价格攀升的速度 令苏白宇目瞪口呆 竟然能叫得这么高 本以为小几百万就能拿下的武器 没想到叫到900万 都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1200万 隔壁的贵宾习叫了个全场最高价 下面那些人摇摇头 叹了一口气后 把牌子放到腿上 虽然这件武器能够P美S级 但本质上还是个A级武器 这个价格已经超过预期了 1200万一次 1200万两次 1200万三次 啪 恭喜6号 随着拍卖师清脆的锤声响起 6号拍下了这柄雕龙长枪 场上也响起短暂的场声 随后第三件拍品被端上台 看上去是一块很普通的石头 拍卖师站到旁边 介绍起来 接下来这件拍品 是一块具有空间之力的石头 空间之力 竟然会有出现这种东西 这次没白来 拍卖师刚讲出一句话 下方的人群就炸开了锅 空间之力 可是最玄妙的一种力量 但苏白宇却嗤之以鼻 他可是有着系统的分析 就这块石头 连上次在遗迹中的那块 一半都比不上 但其中确实蕴含着空间之力 起价500万 加价幅度50万起 这个价格 可以说是在材料中顶尖的存在 直接挡住了不少人的脚步 苏白宇看着台上的石头 势在必得 虽然品质比较差 但升华值可是够够的 1000万 苏白宇诞生爆出价格 很快 贵宾席出现一个与他竞争的人 1100万 2000万 这人是不是故意捣乱的 怎么这样加价 不少人心中 升起这种猜想 另一边 短暂的停顿后 爆出价格 2200万 3000万 厂上的人无不震惊 加价幅度是50万 不是500万 拍卖师确定一番后 开始喊话 3000万一次 3000万两次 4000万 价格刚说出 苏白宇紧跟着爆出5000万的价格 所有人目光齐聚二楼的九号贵宾席 这人是谁 第101章 我怕叫乱了 拍卖行会场 所有人的目光齐聚九号贵宾席 他们心中的疑惑和震惊之情 尽数表露在脸上 6号贵宾席 与苏白宇争夺那人 脸上也露出了不悦的脸色 这个价格 已经超过他的心理预期 整个会场内 鸦雀无声 只听见拍卖师啪的落锤声 他们才缓过神来 恭喜9号贵宾 短暂的掌声后 两个面容交好的工作人员 把拍得的物品端了进来 这块空间时 虽然能量比一季中获得的那块少了很多 但体型却比那块大了两倍不止 若是升华后转手一卖 都能赚上数亿 苏白宇将其收入空间界中 转眼看向下一件拍品 能入选拍卖的 的确都不是返品 不过只要是材料 苏白宇就以碾压的价格拍下 有升华系统在 只要不是特别离谱的价格 肯定都不会亏 整个会场 变成了苏白宇一个人的秀 价格已经超过了他们的预期 所以也就没有底气 再与他竞争 最后一件拍品被端上来 方形的罩子上盖了一块红布 拍卖师也不急着打开 而是先介绍起来 接下来的拍品是一处海域所得 经过研究人员的鉴定 它有着能变化人体器官的功能 无论是手 脚 还是心肝脾肺 它都能完美地与人体融合 这就是 铃身 所有人的期待感被拉满 目光灼灼地看上去 红布缓缓揭开 铃身的真容也展露在众人视野 玻璃罩中的铃身 形状与人极为相似 手 脚 躯体 都与人相像 须子细长地被平铺在桌上 粗略看上去铃身也得有两米长 场下 所有人身体前倾 双手扶在前面的椅背 仔细观桥 随后又看向苏白鱼所在的房间 摇摇头 铃身说珍贵 也算得上珍贵 但那是针对特定的人 比如手脚残缺的人 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 他就是一件商品 苏白鱼也没有太多的心思 就报了个比底价高了50万的价 没想到 在他刚报价后 6号那个人 就报出了1100万 苏白鱼贴在玻璃上 想一看究竟 但玻璃只能从里面看到外面 从外面根本看不到内部 1200万 1500万 苏白鱼微微一笑 这人要不就是真的需要 要不就是故意抬价 想坑他 从他报价的幅度上看 显然就是想坑苏白鱼 仔细算了一下物品价值 又对比升华后的价值 他把预算价位 顶到4500万 只要不超过这个价格 怎么都不亏 2000万 2500万 果然 在苏白鱼又报了价格后 那人紧跟着把价格提了500万 想了想 2700万 苏白鱼又淡然地报了价 场价的人 包括拍卖师在内 都惊异地看向两个贵宾席 这两人真是杠上了呀 3000万 听6号报价的语气 里面夹杂着细血的感觉 似乎在说 我看你有多少钱 在他报价后 下面的人看向苏白鱼房间 但半上 都没有声音传来 拍卖师这时才想起来 3000万一次 3000万两次 这次轮到6号房间的人 慌张起来 他叫价 纯属就是恶心苏白鱼的 那块空间时 才是他的心仪之物 被苏白鱼拍去后 心生恶意 才故意抬价 怎么不叫了 叫啊 他的语气已经不再平静 这么高的价格 拍下一件对他没用的物品 纯属NT行为 苏白鱼伸了个懒腰 带着懒洋洋的语气说道 我不叫了 怕叫乱了 看你这么喜欢 就让给你了 若是苏白鱼没有升华系统 他都不会交到2000万 现在的价格 已经远远超过物品本身的价值 6号房间的人 心跳得越来越快 双手都有些微微颤抖 双眼怒视着9号房间 心中有无尽的怒火 都发泄不出 3000万三次 啪 恭喜6号贵宾席拍下铃声 尘埃落定 他四肢无力地瘫软在座位上 空间时没拿到 还花了3000万 买下没有用的铃声 就算能卖出去 那也至少亏了1000多万 苏白鱼看台上的铃声 被端下台 嘴角都咧到了耳根 又看向6号贵宾席 心中暗道 想坑我 我就算叫了4000万也不会亏 但你就不一样了 小傻瓜 随着最后一件拍品被拍下 这次的拍卖会告一段落 人群缓缓散场 武进端着苏白鱼的苍龙卡走了进来 这是您的苍龙卡 我们按照九折优惠收取费用 这是拍卖行的会员卡 您收好 嗯 哦对了 你们这里还有没有材料 等级低点也没关系 虽然收获了几个高阶材料 但还远远不够 武进拱手说道 当然 您跟我来 苏白鱼跟着走出时 正好看到从6号贵宾席走出来的人 一脸的失魂落魄 眼中已经没有光彩 双手还搭拉着 走下楼后 苏白鱼不禁问道 那人是谁 武进善善笑道 实在对不起 我们不能透露会员的任何信息 苏白鱼点点头 也是合情合理 跟随着武进来到一层后 大厅陈列的材料不计其数 散发的光彩 将这里照射得金币辉煌 这些都是不够资格参与拍卖的 但也不是普通材料所能比拟的 武进所说不假 这些材料虽然不是很珍贵 但也不差 苏白鱼走在琳琅满目的灵财中间 利用系统分析目光所及的物品 只要是有价值的 统统可以带走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这几个不要 剩下这一排算算多少钱 苏白鱼一排一排的扫事 若是他没带钱 完全就是个土匪来抄家 原本除了武进 只有一个工作人员跟在后面 现在得有五六个一起算着价格 武进也一脸惊讶 能这样买材料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 以往都是指定要某种类型的材料 苏白鱼这种风卷残云的姿态 还是第一次见 第102章 初见小队 苏白鱼现在完全是个财神爷的身份 令材料堆积 资金短缺的拍卖行回了一大口血 除了其中没有价值的材料 苏白鱼几乎将整个大厅中的物品都买下 多少钱 您稍等 片刻后 一个女子端来一条长长的清单 一共三亿两千万 零头为您抹了 随手递过去苍蚊卡 里面的钱还是绰绰有余 先生 我们将材料送到何处 送 我自己就能拿 啊 这么多 您 苏白鱼触摸地上的材料 眨眼间就已进入到他的空间界中 空间物片 没想到 宁静有这等神器 武镜和旁边的工作人员 一脸惊疑之色 怪不得财大气粗 有空间装备也很合理 几个秀色可参的工作人员 上身不约而同地挺了起来 看向苏白鱼的眼神也有些迷离 靠近他还有意无意地碰上去 苏白鱼皱着眉 而后恍然大悟般说道 傲懂了懂了 来这是 你们几个人的辛苦费 算这么长的材料清单 也费了不少时间 来老头 你的 将地上的材料 尽数收入空间界中 苏白鱼活动了一下身体 走出拍卖行 为了节省时间 苏白鱼走进一个公共厕所 随后直接转回了别墅 顾苏年还在废寝旺时的 攻克苍龙国系统 也没再打扰他 将空间界中的材料 摆放到宝库后 苏白鱼找到吕瑞君 吕瑞君 材料已经放在宝库了 好好好 对了 吕瑞说 你的那些失败品 留着还有用吗 对于其他锻造师来说 失败品就是沸铜烂铁 但对于吕瑞君的失败品来说 就是没能达到 装备本身应有能力的装备 那些装备堆积在锻造室 一侧的箱子中 看上去确实像被抛弃了一般 吕瑞君把箱子拖出来 指着箱子中的装备说道 这些失败品在我眼中一文不值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们展示 素白与俯身翻看 里面的装备怎么也得有二十多件 嘿嘿 交给我吧 孤儿院那边也要开始训练他们了 随后 里面的武器尽数被收入空间界 对了吕叔 我还有个东西要交给你 什么 这个 一块三长大的空间石被拿出 蓝色的晶体看起来那样的通透 隐约还能看到 有能量在其中流转 这是空间石 没错 好好好 吕瑞君连说三句好 随后把空间石端在手中端向起来 这就是被升华完成的顶级S空间石 其中蕴含的能量也是先前的数倍 苏白与看吕瑞君满眼炽热 也不再打扰 就交由他来完成空间石的蜕变吧 带着吕瑞君的失败品 苏白与回到孤儿院 楚婉宁他们 已经有意识地训练孩子们的战斗天赋 除了年龄较小的一拨人 即将成年的都要参加室外课程 苏白与来到的时候 正看见楚婉宁在操场传授艺能的知识 手中的课本 正是他从兰陵艺能学院带出 看苏白与来到操场 楚婉宁飞快地跑来 大哥 这些孩子的心性都不错 是不是该训练他们了 苏白与点点头 这次就是因此而来 被带到孤儿院 吃不愁穿不愁 不可能没有所图 那些早熟的孩子 心中应该也有疑惑 为了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 苏白与仔细思索一番 是不是该告诉他们原因了 如果把选中的人偷偷带走 剩下的孩子 会不会以为 孤儿院也是个贩卖人口的地方 思索过后 苏白与眼神一宁 想在世界立足 就要拿出该有的魄力 婉宁 你去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将空间之力覆盖整间孤儿院 片刻后 大楼中海川他们 带着人缓缓走出 苏白与站来到操场上 面对数千人陌生的眼光 淡淡说道 你们知道尹吗 知道知道 尹大人是一个英雄 那你们想成为他那样的人吗 想 操场上的青年们 被苏白与的一番画脚的热火朝天 站在其中的阮北和阮南 也同样心情激动 他们可是近距离看见过影的实力 苏白与将精神力推向巅峰 灵魂的虚影缓缓在他身后出现 形态与苏白与本身极为相像 只是那双透露着幽光的毛子 更加深邃 在灵魂虚体化的一瞬间 所有人的灵魂被他捕捉到 身后的灵魂树也逐渐显现 上面的枝压不断延伸 原本只有几个枝干的树 现在变得郁郁葱葱 这就是战斗的好处 能不断提升对能力的开发 把他们的灵魂锁定 苏白与戴上影的面具 当他重新张嘴 一种莫名的威压传来 我就是影 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系统地训练你们 你们不用担心天赋如何 我只看重星星 若是想过普通人的生活 我们会在你成年后 送你进入社会 那些年纪稍大点的孩子 眼中净是金色 没想到自己的偶像就在身边 苏白与介绍起旁边的 楚婉宁几人 我会根据你们的喜好 把你们目前分为战斗 锻造 医疗 信息这几个类别 等到你们通过测试 就能成为影组织中的一员 届时 你们会有全新的身份 苏白与的一番演讲 不仅让孩子们心神向往 就连海川级人也热血沸腾 虽然他们一直在为苏白与做事 但还没得到影组织的身份 这次他们按下决心 一定要在能力上再做突破 苏白与掂量了自身的实力 恐怕苍龙国内再无对手 遮遮掩掩的时候 已经过去 现在羽衣丰满 再不是从前的他了 他现在已经不屑消息会暴露 因为就连外界的保护装置 他们都破不开 更别说 里面还有苏白与造就的几个怪物 不仅如此 还有苏白与这个超越认知的存在 操场上 年纪小的先排除在外 现在正是他们享受快乐的时候 不能过早地剥夺了童年 剩下的 就是要甄选的人 其中 战斗类是进入的人最多 医疗和信息其次 锻造的最少 只有寥寥三人 第103章 摊牌 甄选的第一批 有433个人 苏白与想利用短时间的教学 来界定这些人 在哪方面有兴趣 或是天赋 他们选择的 也许是一腔热血 但并不适合他们 只有通过了解 才能让他们真正认识到 每一种异能的特性 学习的过程中 或许就找到了 更适合他们的方向 看着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神 已然与刚来到孤儿院时的他们 判若两人 计划已经开始了 就算天塌下来 也要完成下去 他要让银组织 站在世界顶尖 只有实力强大 才能制定规则 只有实力强大 才能不被别人掌控命运 苏白与让海川他们 把教学楼整理出来 关于异能的课程要一起上 只有了解异能 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能力 即使是自己不感兴趣的 也要略知一二 课程的安排 苏白与得需要好好想想 身边的人专精战斗的不在少数 楚婉宁 方玄 包括他自己 都是主战斗的 关于信息方面 顾苏年是当之无愧的老师 自从利用他父亲的身份信息 获取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想到顾苏年 苏白与不由地觉得有些惭愧 所有的情报 都交给一个人解决 也许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多少 一直对着电脑 也该让他轻松一下了 婉宁 教材是不是不够用 嗯 只有当初你给我们的那些 聊聊几本教材 根本不够用 虽然他们不是个职业的老师 但硬件方面 也不能拖后腿 正好这次回去 把顾苏年他们都带过来 苏白与又嘱咐了两句 随后便让楚婉宁他们 处理剩下的事情 记录 制定课程 教室 这些全都交由他们负责 既然已经告诉了他们 苏白与是谁的存在 能力自然也就没必要遮掩 他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通过时间跳跃 回到了别墅 别墅中 大门紧闭的锻造室里 吕瑞君肯定还在研究 那块空间室 而顾苏年 躺在好几个电脑搭建的屏幕前睡着了 看样子 应该是为入侵系统的是累导 苏白与走了过去 用月神之力 让他消耗的体力 得到缓慢恢复 原本皱着眉的脸 得到了明显的舒缓 教材该怎么办呢 难道还要去学校要 都已经不是学生了 也不好意思了 苏白与坐在沙发上 望着棚顶思索着 上次拿到材料 也不是太全 就算复印 也得弄到整齐的一套 唉 突然 苏白与灵光一现 上次拿的都是基础的书籍 比如 关于异兽的 异能的种类 异能的特性 像这种基础都已经有了 缺的都是一些境界的知识 比如开发路线 能力的极限 既然苏白与经手了数十个异能 为何不把自己的想法写进去 再结合网上那些分析师所说 比那些死板的教材更加易懂 这个想法一出 苏白与立刻动了起来 小年 借你的脑力开发用一下 虽然知识都在自己的脑袋里 但他没办法保证 记录下来的是最精炼的语言 有了顾苏年的脑力开发帮助 瞬间感觉轻松下来 坐在电脑前的苏白与 用一个词非常贴切 纹丝全勇 一边观看网上那些 喜欢分析异能的帖子 手指一边噼里啪啦地 在键盘上敲打 很快 屏幕上就以密密麻麻地 写了几十页内容 苏白与的经验和了解 也尽数写在其中 本来他还想用图文形式 但想了想自己的绘画天赋 实在不敢恭问 一下午的时间 苏白与就完成了一本 异能全解 窗外 红日洒下金色的余灰 像是在与今天告别 别墅两侧的大树 都被附上了一层金皮 大哥 顾苏年伸了个懒腰 看清了坐在旁边的人 休息得怎么样 伯尔湘 把异能重新赋予顾苏年后 苏白与叫来南昭叶和吕瑞君 什么 我们叫别人 听到这一信息的几人都很诧异 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能力 还没达到那个位置 但苏白与心里清楚 这几人的能力 天赋 心性 都已经远超同龄人 要是与苏白与对比 确实还差点 单单拿出一个 与异能学院的老师比一下 还说不定谁输谁赢呢 你们准备一下吧 我也有点事要处理 等我回来一同出发 那别墅呢 又不是不回来 随便带些生活用品就行了 别墅可是一切的出发点 是几条线相交的节点 他自然不舍地放弃 交代好几人后 苏白与找到一个 制作书籍的工作室 对于异能的经验 大多数异能者 都心照不宣地藏在心里 因为这是自己 对异能的开发过程 所有人都希望 自己是那个唯一 苏白与自然也不想 把这本书籍 暴露给别人 第一对自己没好处 第二还是对自己没好处 工作室中 有五个人正忙碌着 一册一册的书籍 在几人异能的配合下 复印出来 最后的工作 交给一个体型干瘦的人 来装定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您呢 苏白与目不转睛地 看着他们的动作 淡淡笑道 我想复印点东西 怎么收费 一页十个能源币 如果量大的话会便宜一点 苏白与点点头 现在已经粗略地了解到 是怎么把书籍制作出来的了 睡一觉吧 钱不会少你们的 安乐独宿 悄然充斥着整间工作室 在接触到几人的第一时间 他们便昏倒在地 苏白与一个一个地提取 他们的异能 又把自己带来的电脑打开 看着自己编写完的文字 苏白与照着他们的模样 运作起来 排版 整合 复印 装定 同一时间使用数种异能 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了 几个异能配合得非常连贯 没有一点拖泥带水 箱子中的纸张越来越少 地面上装定好的异能全解 逐渐增多 数了数地上的本数 又加上空间界中的896百本 刚好1000整 算了算所花费的钱 苏白与掏出装有一百万的苍龙卡 放在桌上显眼的位置 第104章 集结 这一本异能全解 苏白与可谓是融合了各家所长 基本在面上路过头的异能 都写在上面 其中最为精细的 当属苏白与所掌握的 从特性 经验 心得 描绘的已经不能再详尽 带着书 苏白与回到别墅 顾苏年三人已经准备好 就等着他回来了 大哥办完事了 看着南赵叶邪美的眼神 苏白与浑身一击灵 不是你想的那个事 随后从空间界中 拿出三本书递过去 给给给 好好看看 这是我的心血著作 几人看着手上的黑皮书 上面四个大字 异能全解 外面的包装虽然朴素 但里面的内容 却值得品味 每一句话都透露出 对异能的全面了解 走吧 几人缓过神来 与苏白与站在一起 随着空间在几人身前 缓缓荡漾出波纹 四人的身形消失在别墅中 转而出现在 灵州市的捐留孤儿院 等一下 几人在密室中出现 苏白与叫住他们 虽然可以以赢组织的身份教学 但他还是不想暴露真容 赢 就有神秘的意思 只有神秘 才能让敌人心中忌惮 改变几人容貌后 缓缓推开石门 这个楼层 就是我们平时休息的地方 我已经让他们把房间 改造成你们需要的样子了 白与 有没有锻造室 那块空间时 我已构思出新的装备了 对于这种锻造狂人 怎么能少得了锻造室 苏白与伸手一指 那就是锻造室 已经做好了隔音 旁边就是你的休息室 见到锻造室的吕瑞君 比见到一屋金子都要开心 一股脑袋就冲了进去 其他几人相视一笑 走吧 带你们去见见你们的学生 二楼 楚婉宁正讲解着异能的种类 面对数百名学生 侃侃说着 苏白与几人也没有打扰他 直到古朴的钟声回荡在长廊 楚婉宁才发现几人 大哥 你们回来了 这么晚还要上课呀 还不是因为大哥下午的一番讲说 这些孩子跟着了魔一样 非要今天就开始学习 苏白与淡淡一笑 随后拿出那本异能全解 学院的资料没拿到 但这里有更加完备的解读 楚婉宁随便翻看了几页 眼神中也不自觉地充满震惊 学校的资料记录得非常少 而且也极其笼统 但这本书中描述的 完完全全是核心的解读 这 一共一千本 足够实用的 虽然休息的钟声已经敲响 但里面的孩子还意犹未尽 苏白与走了进去 大家不要把异能看得太重 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明天开始 你们全新的旅途 好好休息 不要把异能看得太重 估计也就只有苏白与 敢说如此的大话 但也确实如此 一能在他这里 就像市场的蔬菜 随意就能赋予其他人 院长都亲自发话了 那些流连于教室的孩子 也一并回去 看着这些孩子的背影 顾苏年感慨道 看着他们 仿佛就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很努力 但就是没有觉醒天赋 还好 遇到了大哥 随后 看向苏白与笑道 谁不想成为一个英雄 谁不想成为别人的榜样 但事实 就是如此戏剧 异能者中步伐有败类 但平凡人中 谁说不能有英雄 在这些孩子眼中 苏白与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憧憬 看到了那些腐败异能者 没有的纯粹 课程制定好了吗 已经完成了 上午是文化课 下午是实践 周六是异兽实战 周日休息 嗯 苏白与对这样的安排 还算满意 一味的训练 会令他们精神紧绷 一些负面情绪 就会席卷他们 这样张弛有度的安排 甚是合理 不过普通异兽可就没什么意思了 苏白与心中暗笑 上次好像在异兽山脉 留下了空间节点 真正的绝境 才能把自己的心性暴露得彻底 把书放到库房后 几人便回去睡下 以崭新的姿态迎接第二天 一夜无话 苏白与早早地起床 自从精神力暴涨后 无论休息多久 他都感到精力充沛 丝毫没有萎靡的感觉 清晨的朝阳 将孤儿院照射得异异生辉 阳光映在一张张笑脸上 格外的和谐 吃过早饭的孩子们 马不停地的冲进教室 美人手中还拿着一个本子 关于异能的种类 昨天楚婉宁也大概地讲解了一番 对照发下去的异能全解 美人对异能都有清楚的认知 苏白与站在门外看着台上的他们 丝毫看不出是第一天教别人 手下有这几人 他也十分地放心 哒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楼上传来 苏白与手臂环抱在胸前 依靠在墙上侧身看去 吕瑞君一脸喜色地跑下来 成功了 苏白与眼前一亮 吕瑞君说成功的东西 绝不是创造了个凡物 走带我去看看 从二楼到五楼 两人跨着台阶向上跑 来到锻造室时 两个绽放蓝光的球体摆放在桌上 球体上还有两圈金色圆环 在不停旋转 两个球体圆环旋转方向 是镜像的 这是 吕瑞君自豪地介绍这件物品 这是我通过你的空间跳跃 感悟所做 虽然不及你的范围大 但他同样能在两个节点中穿梭 我给他取名空间仪 把其中一个放置在别处 再把异能力注入到另一个 就能完成空间跳跃 苏白与捧起其中一个 吕叔 我先把这个带回别墅 你试着传送过来 说吧 苏白与便带着其中一个空间仪 回到别墅 片刻后 被苏白与放置在桌上的空间仪蓝光 骤然变亮 上面金色的圆环也疯狂旋转 紧接着 吕瑞君的身形 缓缓出现在屋内 成功了 一件能实现两地传送的空间装备 这样 即使苏白与不在他们身边 也能迅速回到别墅 天才 苏白与已经想不出其他语言来形容了 每次的装备都刷新了对吕瑞君的认知 第105章 史诗集开始 两人使用空间仪 屡试不爽 很快 他们便试验出空间仪的极限 与苏白与的异能不同 并不是注入的异能力越多 容纳的人数就越多 空间仪容纳人数的上限只有10人 诸如再多的异能力都没有用 这件装备的发明 极大程度上放宽了苏白与行动 也让其他人也更加方便 不需要利用它作为枢纽 才能传送于两地了 上午 两人在别墅的地下 造出一间地下室 把一个空间仪藏入其中 回到孤儿院之时已经中午 正好午休的时间 吕叔竟然造了个传送装置 顾苏年惊呼出 先是自适应防护装置 又是空间传送装置 吕瑞君的才能又颠覆了他们认知 是啊 以后你们可以自己传送回别墅 苏白与将碗筷放下下午他们 是学什么 训练他们的行动能力 苏白与想了想楚婉宁说的话 但笑道 我有个好地方 正适合训练他们 男赵业一听遍 猜到是哪里 大声惊呼 大哥 你说的是异兽山脉 不错 异兽山脉的异兽 大多数都是S级 能找出个B级 都算是稀奇的了 虽然那里危险 但有苏白与几人的保护 一切都不是问题 绝境才能更快激发人体的潜能 不逼他们一把 就不知道极限在哪里 吃过饭 苏白与制定好行动路线 以那片石山为中心 在方圆五公里内行动 不需要他们能做到什么 第一堂课 要让他们知道一个字 逃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前 要让自己 有能逃脱的本脸 反正有苏白与在 受点小伤 也不算什么 下午 钟楼上古朴的钟声响起 等待上实战课的孩子们 摩拳擦掌地站在操场 苏白与走上操场试台 拿出那些吕锐军口中的失败品 从今天开始 野外的实战课由我来带 如果有人表现优秀 这些A级武器 便随你们挑选 管购 A级武器 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瞬间 热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 院长 开始吧 苏白与淡笑 既然你们都等不及了 那便让我来带你们走上强者之路 刹那间 磅礴的空间之力 覆盖所有人 一阵光运过后 他们身处于一个陌生的地方 周围茂林丛生 最矮的树都看不到顶 除了这片岩山周围 树林中漆黑一片 冷风把树叶吹得沙沙作响 徒增了几分幽济 大哥 这就是异寿山脉 嗯 这就是我和赵爷历练之地 这里面的异兽狡猾异常 就连S级异能者 都不敢贸然进入 那孩子们 放心 就算是鬼门关 我也能拉回来 两个SSS医疗异能 不说生死人肉白骨 也能让其活蹦乱跳了 苏白鱼等他们定了定神 站在岩山上说道 这便是你们今后的修行之地 方圆五公里 找到你们认为最珍贵的材料交给我 时间五小时 现在开始 说完 空间之力将方圆五公里 以半圆形分隔开 得到院长的命令 虽然所有人心里都没底 但还是义无反顾地扎进丛林 强者 自当无拒 若是想让自己脱胎换骨 那就抛弃以前的皮囊 待最后一拨人进入 苏白鱼淡笑起来 没想到 他们还挺团结 怎么了大哥 他们都聚在一起 想一起行动 在苏白鱼的精神感知面前 所有人的行动路线 暴露得一览无遗 我得给他们加点料 苏白鱼坏笑道 随后 他便变为硬龙冲进树林 这里好黑 我们这么多人一起 不会出事的 太暗了 分辨不出材料 好 一声龙笑 自他们身后传来 刺破环宇的声音 将林中的飞鸟惊起 四散逃窜 那是什么 一兽 快躲起来 数百名学生 怎能一瞬间就隐匿起来 苏白鱼心中暗笑 还是有点天真呢 巨龙飞速地冲来 低空飞行 令他将树木都击断 快跑 七飞的树林 完全分辨不出样貌 只能看见一个庞然大物 冲他们飞来 内心的恐惧不断滋生 逃跑的路线都变得凌乱 四散而逃的小鬼们 慌乱逃窜 手边顺手的东西 不断向巨龙扔来 石头 树枝 我靠 谁TM扔了炮屎 苏白鱼心中暗骂 捡石头 捡木棍也就算了 还有人捡 还好全都躲开了 不然就得回去洗个澡了 孩子已经被完全打乱 分散在各个位置 这下 他们就不能用人海战术了 奔向林中的人大口喘着粗气 心脏都快跳出嗓子眼 太可怕了 这林中 还不知有什么其他东西 五小时 我们可以的 汇聚的一小拨人互相打气 短暂的休整后 又接着探索起来 啊 听到声响 苏白鱼便回人形飞了过去 下面一个女孩 被粘在了一面蜘蛛网上 兴许是慌不择路地逃跑 没注意前方的路 还好蜘蛛网不带毒性 不然就直接昏迷了 在他们没有生命危险之时 苏白鱼是不会出手的 一味的帮助 不利于让他们成长 反而会成为绊脚石 就这样 苏白鱼盘坐在上面大树 听到声响的 不只有他一人 在女孩附近的人 也闻讯赶来 是小夕 小夕你怎么样 刚才没注意 被这珠网粘上了 还好没有异兽 我们来帮你 苏白鱼笑笑 这是崭新的珠网 怎会没异兽 就在三个男孩靠近之时 另一侧的树上 一只体型中等的蜘蛛 缓慢爬来 那蜘蛛犹如走钢丝一般 八足行走于一根蛛丝之上 你们快跑 别说话 我们先救你 我去引开它 蛛丝不是一般的坚韧 徒手肯定是不能扯断的 忙活了半天 连牙齿都用上了 也没破坏一根蛛丝 快跑啊 你们快跑 我们是一家人 小夕都已急出眼泪 泪眼朦胧地看着他们 坐无用功 第106章 星星之火 俯视向下 苏白宇赞赏他们 珍惜同伴的心 但这种行为 无异于是自取灭亡 面对悬殊的实力差距 这样做 只能白白搭上性命 但有这样的心 不就够了吗 在苏白宇这里 实力只是最末尾的存在 假以时日 火星必然能燃起熊熊烈火 邪不可阻挡之势 烧尽前路障碍 秀 漆黑的树林 闪出一道金光 那金光直奔之珠 从头一直贯穿尾部 苏白宇跳下树干 斩断身后珠网 不要把生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继续 虽然说话冷淡 但他内心已经欢喜起来 也不知是走了什么大运 这些孩子的心性 与其他普通人完全不一样 他们好像更加看重身边之人 或许是因为失去过一次 所以不想再失去第二次 密林中 手无寸铁的孩子 在异寿眼里 成为盘中之餐 他们或多或少的 都遇到了异寿 还好在除晚宁几人的照看下 都是有惊无险 日落 异寿山脉 好像天黑得更早 只是六点 便已圆月高照 苏白宇躺在岩山上 享受着皎洁的月光 前方树从抖动 有几个孩子 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 美人手里 还攥着一把灵财 可能是光线太暗 无法分辨地清楚 那些灵财中 都夹杂着不同草叶 月光照在他们 鬼画符一样的脸蛋 明显能看出 其中的疲惫之意 院长 给 有气无力地递过灵财 随后便贪软地坐在地上 苏白宇挨个接过灵财 点头表示赞许 两久 大部分人 已经找到返回的道路 有的靠在岩山旁 三五人聚在一起 疲惫地睡着了 为了避免遗漏下 苏白宇通过灵魂术 进行感知 灵中还有几股熟悉的 精神波动传来 你们等我一下 我去把那几个 迷路地带回来 分散在个别几处 密林繁茂的位置 苏白宇挨个将其带回 看他们样子 是迷路许久 再加上身体疲惫 已经无力再行走下去 密林另一侧 还有最后四个 就在这时 灵魂术上的一个枝鸭 竟变得萎靡起来 看上去 竟在缓慢凋零 苏白宇马不停蹄地赶过去 发现竟然是小夕他们几个 光芒的照耀下 四人躺在血泊之中 他们手中 还攥着先前那只 蜘蛛的尖爪 而在他们对面 一只獠牙竖起的猛虎 正张着血盆大口走来 猛虎身上也有树道伤口 鲜血将他的皮毛染得血红 一边外翻的尖尺 也断了一根 正当猛虎冲过来 即将享受他的战力品时 苏白宇带着雷霆轰下 那猛虎还来不及反应 身体便被砸出血洞 再岂不能 看向四人 气息已经极度微弱 苏白宇连忙用月神之力救治 又利用细胞活化 令失去的肉体重新生长 接连遇到两只异兽 运气还真是不好 被治疗的四人 气息逐渐平稳 脸上的痛苦之色也得到缓解 回到阎山时都还没有醒过来 又检查一番 异兽山脉中再没有吊队之人 便带着所有人回到了孤儿院 城市的天空刚刚擦黑 连月亮都还没到头顶 操场上洒着淡泊的月光 像一层薄纱盖在众人身上 把他们带回去吧 今天还只是开始 初吻宁几人庆幸 遇到苏白宇比较早 不然 恐怕也要经受这史诗般的训练 除尽他们身上的污泥 便互相搀扶着 回到了宿舍 大哥 今日可有上城人选 苏白宇摇摇头 还不够 回到房间 苏白宇拿出那些上胶的灵财 里面有一半 都是普通的草 将其分好后 苏白宇看着这些灵财 果然是异兽山脉 上等的灵财就有不少 在他接收灵财时 便以暗暗记下所上交之人 历练 当然也要奖励 隔天 休息一整晚的孩子 容光焕发 连下课都在讨论 异兽山脉中的遭遇 苏白宇给了楚婉宁一个眼神 后者点点头 他的教学理念 是以鼓励为主 靠他们的自觉 同学们 你们作为第一代捐留 昨天表现得还可以 我为你们准备了点好东西 说完 苏白宇从空间界中 取出众多武器 武器一把一把插在 方形的木墩上 讲台已经被摆满 粗略一算 少说也有一百把 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 空间界中 还有一大半没有拿出 这些武器供你们训练所用 都是一级 若是你们表现得优异 A级的也自然不会少 看着琳琅满目的武器 后排的同学 纷纷跑上前来一看究竟 那饼肩好帅 那把刀也不错 昨天你们交上来的灵财 稍后以能缘弊的行事奖励 被叫上台的人 不仅拿到了训练的补助 还获得了一件心仪的武器 虽然不及A级那样强 但人生中第一件武器 也让他们兴奋了好久 下午又开始了魔鬼训练 这回 他们手中攥紧兵器 眼神比昨日更加坚毅 而且似乎找到了自身的不足 一些战斗力不强的人 在队伍里起到分析师的作用 还有一些人 回去恶补了治疗草药的种类 和急救的知识 虽然能力有限 但聊胜于无 他们再一步一步 向苏白羽响的方向靠拢 手中的武器 似乎给了他们无限的勇气 有了昨天灰头土脸的经验 这次他们更加团结 并且还制定出了 属于他们的暗号 成长的速度 令苏白羽折舌 这种训练方法 还真的有奇效 当然也要归功于他们的努力 这一日 他们并没有像昨天一样 狼狈不堪 但同样衣衫褴褴 满意于他们的成长 苏白羽将其带回 一周的时间 他们对异兽山脉 方圆五公里的境地 逐渐熟悉 在周六 也就是第六天 全天的训练开始了 这次 他们需要在丛林中 度过整整一天 这样的丛林 多待一分 就多一分危险 更何况 苏白羽又把空间屏蔽的范围 向前挪动 增加了两公里的范围 使危险程度 又增添了几分 第107章 重建空间 蓝星英雄 星期六 苏白羽带着众人 又来到了异兽山脉 刚一进异兽山脉 那些孩子 便像是有目的一样 三五人聚成一个小队 目光坚定地向着前方走去 苏白羽也在那些孩子 消失在眼前后 进入异兽山脉更深处 异兽山脉资源众多 他目前所探查的地方 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就像是一座金山 助力在眼前 而苏白羽 只从中拿了一块在手中 此时 苏白羽飞在空中 向远处飞去 并且利用精神力 赶之四周 嗯 精神力这么强的异兽 突然 苏白羽飞行一小时后 感知到 脚下地势低洼处 一道极为强烈的精神力 正散发着 苏白羽嘴角勾起一抹微笑 去看看 随后 苏白羽向下方赶去 很快 苏白羽来到脚下位置 不过助力在他眼前的 并不是异兽 或者说并不是普通异兽 而是一株占地 足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大树 如此大的大树 苏白羽根本没有见过 苏白羽此时看向大树两眼发直 深深地被震撼到了 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大树 苏白羽不禁自问 随后开始上下打量起巨树 面前的巨树看起来并不是很高 对于他这个庞大的身躯来说 不是太高 但目测 也得有个一百多米 巨树身上长满绿色植被 手腕粗的藤条 随处可见 最粗的藤条 甚至有水桶粗细 这树恐怕千年不止 苏白羽不禁感叹 巨树虽然精神力强大 但并没有对苏白羽发起攻击 甚至在苏白羽来到此处时 还发出了像是问候一般的动作 不过就在此时 地面轰隆隆 一声 紧跟着 地面在短暂的耸动后 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 就像是筛糠一般的颤抖 整片大地都在跟着一起震动 怎么回事啊 难道是一兽 苏白羽抓住一旁的树枝 看向脚下泥土不断蹦起的土地 疑惑着 就在此时 停下了 脚下原本震动的土地 突然停震动 两侧细小的树木已经被连根拔起 树根露出 根絮完全被扯断 在那些断裂的树木中 一道深深的沟壑暴露在眼前 是什么东西 下面竟然有精神波动 苏白羽从深沟向里面望去 片刻后 一道尖锐的笑声从下方传来 时空妖帝 苏白羽惊讶 上次没能将时空妖帝杀死 竟然在这里碰到了 苏白羽神情紧绷起来 目光警惕地看向时空妖帝 苏白羽 上次是我身体干枯 这回我换了一副新的身体 看你还怎么杀我 时空妖帝披着黑袍 一脸凝笑 苏白羽健壮 心中暗倒 时空妖帝 这是想尽快解决我 苏白羽心中想着 同时 心里也不禁暗息 他凭借系统 已经培养出自己的实力 并且自身实力也极其强大 时空妖帝虽然想法很好 但他不会想到 如今的苏白羽 已经不是曾经的矛头小子 苏白羽右手幻化龙爪 向时空妖帝 不过时空妖帝闪身一躲 竟然撕裂虚空 闪身躲到一旁 苏白羽健壮 也肯定了时空妖帝的实力 时空妖帝这时一挥手 很快 数十人从时空妖帝身后走出 空间异能 我也有 苏白羽淡淡一笑 随后也发动空间异能 一瞬间 几时 几百人相继从苏白羽身后走出 看到眼前的时空妖帝 他们也知道 苏白羽现在需要他们 苏白羽指向时空妖帝身后的人 你们解决他们就行 Boss我来打 苏白羽眼神坚定 随后猛然冲向时空妖帝 两人都有空间异能 短时间内 谁都无法限制住谁 不过就在苏白羽无意间 触摸到那棵大树之时 一股庞大的能量 自巨树传递给苏白羽 苏白羽得到这股力量 也暗暗惊讶 如此巨大的能量 难道是蓝星的本源之力 苏白羽此时精神力变得无比庞大 时空妖帝见到这一幕 暗暗心惊 竟然是蓝星本源力量 小子算你好运 说着 时空妖帝转身便撕裂虚空 躲进了空间虫洞中 苏白羽见状 暗暗感叹 时空妖帝不死 蓝星会一直过得水深火热 既然如此 以我为代价又如何 苏白羽眼神坚定 通过巨树传递的力量 紧随时空妖帝来到空间中 苏白羽 时空妖帝见到苏白羽 一脸震惊 蓝星本源力量 竟然能让你追我到这 从时空妖帝的脸上 明显地看到慌乱 而苏白羽 则一脸泰然自若 今天 在这我来结束你 苏白羽 要是我死在这 整个空间就会失去坐标 到时候你也回不去 那又如何 苏白羽淡淡回答 随后 自他身体中 爆发出一股强烈的能量波动 那股能量 将时空妖帝死死禁锢 就算有空间能力的他 也无法再动 时空妖的 看着眼前身体 暴冲而来的苏白羽 声嘶力竭地大喊 不 扑哧 苏白羽右手化为龙爪 狠狠插进了 时空妖帝的心脏 一瞬间 时空妖帝便再无声息 与此同时 随着时空妖帝的死亡 整个空间 开始变得不稳定起来 坐标消失了吗 那我就重新构建这个空间 苏白羽并不想坐以待毙 他凭借蓝星的本源力量 一点一点 将逐渐崩塌的空间 往回倒退 在力量即将消耗到极限之后 整个空间稳定了下来 成功了 苏白羽此时不知道 虽然他在这空间短短几秒 但在蓝星 数月过去 等苏白羽再次回到蓝星 他发现 他站在室里的高楼上 这时 楼下有人伸手指过来 高声道 是苏白羽 他回来了 蓝星的英雄回来了 苏白羽将时空妖帝击杀在时空裂系 同时 他利用升华系统修复了蓝星破碎的屏障 蓝星上一手消失 整个蓝星回归正轨 苏白羽成为拯救蓝星的英雄 现在蓝星上的人 不再受异兽的侵扰 世界重新回到和平年代 晚安 好